只不过,吴用突然出现,将我思绪给直接打断,再看吴老汉刚才的反应,他压着的干尸皮,几乎能够说明,他就是好巧不巧地挖了埋那老仙儿的坟。而且,瘸子张的反应更说明了,那坟乱挖了,一定会出事。毕竟那是老先生外家一个道士都灭不掉的凶尸,我定了定神,和瘸子张说了自己的推断。瘸子张点点头,表示我说的没错。 这会儿,吴用刚好回来了,他身体一晃,那盆水险些没洒地上。他眼中都是惊恐,哆嗦地说了句,我爸,挖,挖了老仙儿的坟。瘸子张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喊他将水放桌上,再去院里头点一堆火,把干尸皮烧了。吴用哭丧着脸放下水盆,又心惊胆战地拿起干尸皮,跑到院里头点火焚烧。冷风在院里头肆虐,吴用半晌点不起来篝火,他就更着急。 我顾不上看他,又问瘸子张,应该怎么办?瘸子张沉默了片刻,说我们得去那老仙儿的坟里头看看,将金板子填回去,事事不救。 不然的话,这镇上的人,恐怕都得死,我们要么赶紧跑,要么就无法独善其身。 我脸色在变,跑了,没地方等吴先生。还有,一镇的人都要死。 这镇上很多人都是无辜的,就这样死了,也太过冤枉。 恰逢此时,秦六娘不自然地说道,金板子被卖了一块,填回去,也填不够了,瘸子张的脸色都铁青了,他盯着无用,那眼神,杀人的心都有了。 这时候,无用终于点燃了火堆,干尸皮噼噼啪啪地在其中燃烧,弥漫着一股子恶臭,隐隐约约,我还能听见尖细的咔咔声。 这更让人心里头不舒服。火堆越烧越旺,干尸皮完全没入火中。地上吴老汉居然也稍微好一点了,脸上恢复了红润。 瘸子张一边洗驴蹄子,一边喊无用进来。无用胆怯地进屋,瘸子张又问他,还剩几块金板子。 卖掉的那一块,是卖去哪儿了?在镇上卖的,还是进了城。 无用不安地回答,说就在镇上卖的,还剩下三块,藏起来了。 瘸子张喊他,立即拿出来。无用脸上立即露出肉疼之色。 娜娜地说道,张叔,有点狠了。我爸这事儿,一块金板子,怎么也够了吧?不少钱了。 你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瘸子张被气得不轻,立即就说了。那是要还进坟里头,镇湿的东西。 要是不送回去,他爸就死定了,还得连累死一阵人。 无用愣住半晌,不敢再犹豫了,匆匆跑进另一侧的房间。 等他出来时,手里头拿着一个包袱。 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桌上。 瘸子张打开了,里头果然躺着三块金板,其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符纹。 我下意识地走上前,将我手中那块放了进去。 六娘,你跟着无用走一趟,去将他卖了的金板买回来。 瘸子张和秦六娘说道,这,秦六娘眼中更是肉痛。 不过他没多言,瞪了一眼无用,就说了个走字。 他们很快离开了院子,院内只剩下我和瘸子张,以及昏死的吴老汉。 我心头有些坠坠不安,总是感觉暗处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一样。 不自然地看了院子里好几次,却没发现任何人瘸子张奇怪地看了我几眼。 我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他告诉我,没事儿,有什么人,他感官比我敏锐。 能发现,现在就是我精神压力大了一些,以至于静不下来心神。 我这才稍稍好了点。 顿了半赏,我下意识地说了句,千万不能让那老玉小的坟在哪儿。 不然,这就要弄巧成桌,他找到尸体,麻烦可能会更大。 瘸子张安了一声,表示赞同。 半个多小时后,无用和秦六娘回来了。 无用满脸通红,额头上都是汗。 秦六娘抱着一个小包袱,脸色黑得吓人。 进了屋,他就放下了那包袱,极为不满地说道, 按照比市面低的钱收的金子居然用金电的价格卖给我。 一转手,就赚了一两成,心真黑。 我尴尬不已,不好接话。 瘸子张打开那包袱,检查了一下,便将所有金板子装起来,示意让我背上。 他叮嘱无用,好好守着他爸,哪儿都别去,便让我和秦六娘跟他走。 我们离开了吴家,先回到了殡仪馆的正面,又从那地方下了田梗。 一转眼,我们就出了阵了。 走了差不多二十几分钟,我们到了这阵上的后山。 阵后山很怪异,长得就像是一个大坟包一样。 瘸子张并没有直接上山,而是顺着山脚朝着南边一直走。 从后山正面又绕到了背面的时候,他才停下来。 这里长了很多浓密的灌木植被,还有一条小溪缠绕着山脚。 我注意到,植被灌木中有不少踩踏的痕迹。 瘸子张跨过小溪顺着那踩踏的地方往前走, 很快,我们就走到了路的尽头。 这里的山体更陡峭,几乎都是接近九十度的直角,压根无法上山。 不过,在山体和地面夹角的地方,挖着一个黑漆漆的洞。 洞口幽深,透着一股子阴寒,瘸子张满脸阴霾。 低声道,我走前边,六娘你在中间,红河断后。 还好,那老仙还没钻出来,应该是,他想借着仙家尸体,让吴老汉撞邪,继续破坏坟。 无用阴差阳错,弄了同锁手门,拖住了一点时间。 与爸,他纵身就要钻进洞中。 秦六娘却一把抓住了瘸子张的肩膀,眼中极为惊慌。 老张,你不能下去。 他额头上汗珠直冒。 瘸子张回头,眉心紧锁,问秦六娘闹哪出。 秦六娘直愣愣地盯着瘸子张的嘴巴,汗珠顺着他脸旁流下来。 赤巾入口,血光之灾,秦六娘艰难地开口道,这是忽然出现的面相,我能看懂的面相不多,肯定和你要进去有关,这底下有血光之灾,会出事,闻言,我脸色也变了。 瘸子张身体僵硬了不少。 他死死盯着那个洞,几秒钟后,沙哑道,不下去,不行,有危险也得去,补上了服,才能稳妥。 秦一,你看看我,有没有血光之灾。 我打断了瘸子张的话,眼皮微跳地看着秦六娘。 秦六娘视线落着我脸上,仔细看了半晌后,摇了摇头。 我松了一口气,立即告诉瘸子张,既然我没血光之灾,多半说明我下去没事。 只有他去了不行。 那这样的话,不如他在这里放风,我和秦一下去。 瘸子张当即就摇头,说不行,我不知道那老仙儿的恐怖。 我抿了鸣嘴,低声道,再恐怖,他不是还没出来吗? 万一老张叔你下去,他认得你,反倒是先诈尸了呢? 镇上还有不少麻烦,万一你受伤,我们难关更多。 秦一能看穿东西,能让我们避过不少危险。 话语间,我猛地想起一件事,之前秦六娘看我的面相,说轻狂好友遭遇不祥之事。 难道,并非吴先生,也并非音音,而是瘸子张? 思绪至此,我眼神更为坚决了。 抬起手,我抓住了他肩头,不让他往下钻。 我们僵持了足足半分钟,瘸子张没执拗过我。 他眼中透着一丝我看不出的情绪。 接着,他扭头看着秦六娘,一字一句地说道, 六娘,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帮我看好他。 秦六娘嗡了一声,眼中却流露出几分伤感。 瘸子张让开了身体,他又和我叮嘱,告诉我, 下去之后,会看到两口棺材,棺材一大一小, 小的棺材里,放着老仙儿的尸体,金服镶嵌在小棺材四周, 只要我放回去就行。他又极其严肃地叮嘱我, 让我千万不能碰另一口大的棺材。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道,那里头还埋了其他人? 瘸子张雀,怎么都不说了,让我不要耽误时间,赶紧办正事。 我不再犹豫,弯腰朝着洞中钻进去。 这洞太狭小了,勉强让我撑起手肘, 四周尖锐的石子刺得胳膊腿生疼。 人在狭小漆黑的环境中,会本能地生起恐惧, 就像是你待在地下室,会惧怕他会不会忽然坍塌,将你埋在其中。 甚至,我以前做过梦,自己待在一个屋子里, 有人往里头一块一块的砌砖,让我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此时,我心头的这种恐惧被放大到了极点。 疼痛勉强让我保持住清醒。 我紧绷起全身的肌肉,一直往下爬,身上的汗水, 刺激着胳膊腿上的细小伤口,如同蚂蚁是咬般的痛痒难耐, 终于爬到了洞的尽头,身体直立起来的瞬间, 那种无形的压力才减缓下来。 而此刻,身处在一个幽闭寂静的环境更让人坠坠不安。 我快速取出手电筒,按下开关。 一道光线射出去,我头皮便一阵发麻。 我身前挤不远的地方,一个极其鲜瘦的女孩正弓着背, 弯腰跪在地上,忽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这一下,我绷不住了,手肘本能地往后击出。 可瞬间,我有反应过来,我身后就只有秦六娘啊。 手臂勘勘停下,我扭头一看,秦六娘正惊慌地看着我。 她似要躲避,可后方就是墙体,她都紧贴在墙上了。 她呼吸粗重,胸脯上下起伏,红河。 我额头上一阵冷汗,赶忙放下手,和秦六娘道歉, 说我看到一个死人,一时间没控制住本能反应。 秦六娘这才松了口气,她却极为疑惑,说哪有死人。 我立即又看向刚才的地方。 可我脑袋猛了一下,那里并没有什么死人,只是蹲着一具动物的干尸。 尖尖的嘴巴,尖尖的耳朵,细长的眼睛,这分明是一只狐狸。 此时,手垫的光源已经覆盖了整个墓室。 我瞧见了一大一小两口棺材。 小棺材在墓室左边,大棺材在右边。 那小棺材木质特殊,身黄中又透着一丝丝金线。 四周的地面上隐约有金芒闪烁。 地面很平整,却有五个地方是凹陷下去的。 那大小,和金板相仿。 我这才明白,这金板并不是随意摆放,而是镶嵌在地里。 怪不得吴老汉只拿了五块,他多半是不敢凿更多出来了。 至于那口大棺材,四周什么符没放,却有很多已经死了的动物尸体。 隐约间,我听到大棺材里头,似是传来了一点点微弱的哀哭。 救命,我脑袋一嗡。 棺材里头,有人。 可下一瞬,我就掐灭了自己的想法。 棺材里头不会有人,有也是鬼。 我收起思绪,秦六娘也催促了我,让我快放下符。 这地方阴气森森的,得赶紧出去。 我静止,走到了那小棺材旁边。 取出一块金符,快速将其塞入了最近的一个凹陷中。 符落下的瞬间,我仿佛感受到了一股吸附力,还有滚烫传来。 我赶紧抬起手,心跳都加速了好几倍。 这时,我耳边又似是听到了一个声音,好像很痛苦的闷横。 我眼皮跳动得更厉害了,抑制着不安,我拿起第二块金板,要放下去。 耳边,却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喊我名字。 这声音,怎么像是蒋树兰呢? 我猛地抬头去看,头皮顿时一阵发麻。 那口小棺材的棺盖,居然被撑开了。 一个女人的脑袋夹在棺盖和棺身之间,她脸色极为痛苦。 可那张脸,不正是蒋树兰吗? 蒋树兰满眼哀求地看着我,她挣扎着想要钻出来脑袋。 红河,邦邦妈,妈不是不管你,是他们该死,他们不让妈来找你啊。 他们还把我关起来了,把妈放出来,咱们回家,蒋树兰话音越来越虚弱。 我的心脏呼得一阵顿痛,呆呆地看着她。 我心里头难受啊,因为这是我心底最深的秘密。 蒋树兰的眼神忽而变得惊恐万壮。 她拼命地再次挣扎起来,就好像棺材里有什么东西一样。 我骤然起身,耳中一个本能的声音,在冲着我力吼,喊我去掀开棺盖。 周围安静地落针可闻。 我脑袋里的吼声却更大。 被棺盖夹着的蒋树兰愈发痛苦,仿佛下一刻就要断气。 我忍受不住那骨子心痛,站立地往前走去,可就在这时,一丝咔嚓。 声传落我的耳中。 那声音太清明,让我心头猛然一颤。 眼前的一切变了。 小棺材的确开了一条缝,那里却并没有蒋树兰,而是伸出来了一只瘦骨灵巡的手。 那手抬起,朝着我须抓着。 我的身体,瞬间被冷汗浸透。 飞速收回已经迈出的脚,快速将那金板放入第二个凹坑中。 这时我才发现,那金板从中间有一道裂纹,刚才是塌裂了,才让我清醒。 该不会有什么隐患吧? 我心头更不安,却不敢耽误时间,将剩下的三块金板放进了最后三个凹坑。 我再次警惕地看向小棺材。 那只举起的手已经无力地搭拉下来。 我才反应过来,刚才我撞鬼,秦六娘怎么没喊我? 我立即回过头去。 骤然间,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秦六娘居然到了那大棺材旁边,她脸上神情极其怪异,又哭又笑的。 并且,她双手按在棺材上,似是要掀开什么东西。 秦姨,我立即一声大喝。 她却无动于衷,口中还悠悠地喊道。 小小,妈也就你一个女儿,我马上放你出来。 她手一抬,居然从棺材盖子上掀起来了半张符布。 我这才明白,小棺材用的是金板,大棺材是符布。 他们都各有防护。 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我骤然抬腿,朝着秦六娘冲去。 一把抓住她肩头,我用力往后一转。 同时,另一只手用力一拍她手掌,她才松开了符布。 秦六娘却神色很利尖锐地盯着我,沙哑道。 你不让我放小小。 你是凶手,对不对? 她双手朝着我的脸上抓来。 我来不及拿出来别的家伙事。 只能一口咬破舌尖,扑的一声,吐出来一团血污。 舌尖血扬气最重,再加上我味破身,辟邪效果更好。 秦六娘一个哆嗦,眼中却出现了惊恐。 她用力地挣脱了我一下,惊慌无比地朝着腰间抓去。 我这才看见,她腰之上居然缠着一条狐狸的干尸。 干尸被她抓下来,大力甩在了地上。 这是个出马仙,这地方太邪门了,我们赶紧走。 秦六娘哆嗦了一句。 我脸色又变了变,但并没马上离开。 快速将秦六娘掀开的腹部贴了回去,只是这腹部明显是松了, 没办法复原,边角的位置居然还开始卷曲起来。 地上似是有什么东西动了动。 我瞥了一眼,却只是瞧见了那些动物的干尸,我心头微寒,并不觉得这是眼花。 走,秦姨,我毫不犹豫,拽起秦六娘就朝着刚才进来的洞口走去。 先让秦六娘钻进去往上爬,等她双脚也爬进去之后,我才俯身往里钻。 可鬼使神差的,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却瞧见那大棺材上头,居然并排坐着不少年轻漂亮的少女。 她们满脸都是血泪,显得极为痛苦。 我脑袋嗡了一下,哪儿还敢多看,快速地往上钻去。 鼻子狭小的洞,钻得我浑身刺痛不已。 口腔里头弥漫着血腥味,也让我很难受。 而且,我觉得腰身上鼓鼓囊囊的,似是有什么东西。 总算,上面的秦六娘先钻出去了。 我紧跟着也钻出了去。 月光洒落下来,新鲜的空气入肺, 我吐掉了满是雪墨子的唾液,总算恢复了一点点。 可让我猛了的是,瘸子张呢? 周遭是浓密的灌木,瘸子张不见踪迷。 秦六娘眼中都是惊怕,不安地喊了一声,老张。 她的话音形成了回音,却没有瘸子张的回应, 我心猛地一沉。 瘸子张是不可能走的,肯定是出什么意外了。 秦一,我警觉无比地喊了秦六娘一声。 浑身肌肉紧绷,我开始左右扫视。 秦六娘忽然抬起手,惊恐地指着我的肩膀。 我脸色也变了,我肩头有什么动性。 说实实,那十块。 秦六娘的脖子上闪过一道黑影。 一条细细的蛇,缠住了她脖梗。 秦六娘双目圆睁,她精俱地去抓自己脖子。 我来不及帮她,猛然扭头看我身后。 却瞧见一张白皙精致,妩媚动人的女孩面旁。 她一双桃花眼中,透着冰寒的杀鸡。 我心头大害,这不正是那老玉身边的女孩吗? 来不及多想,我骤然抬手,朝着她咽喉上锁去。 这一招锁尸喉,专门对付凶尸。 但是,为了练这一招,蛇子张得我找过很多尸体,让我掐断气脖子。 扑。 女孩尖头忽然散出来一团黄色雾气。 我才注意到,她长发下面趴着一条白毛的黄鼠狼。 我迅速屏住呼吸,可已经来不及了,身体一阵疲软。 我手也一下子软了下来。 那白毛黄鼠狼冲着我呲牙咧嘴,发出愤怒的咔咔声。 女孩脸上露出了笑容,眼中却依旧病寒。 小哥哥,下手这么狠,不怕杀了我吗? 我顿时冒出一身的鸡皮疙瘩。 她软弱甜美的声音,配上冰冷的语气,这感觉太怪异。 粗重地喘了口气,我瞬息了一口舌尖血,想凭借着阳气恢复。 可我却还是抬不起手来,老张叔呢,我沙哑地说道。 婆婆在问她话,可你不妨先告诉我,为什么没有去帮我们找人? 反倒是钻了这个坟洞,这下边埋了谁呢? 那女孩朝着我贴近了不手,她忽闪忽闪地桃花眼,又似使人畜无害了。 我面色再变,整个人都如堕冰叫。 若是让他们晓得,下边埋的就是老仙儿,恐怕我们马上就得丧命。 脑袋里思绪飞溯,我声音沙哑地开口。 你们最好别下去。 那里头,埋着我们卑诗人历年来解决不了的凶尸。 我刚下去是补服的,补完了服,我就打算帮你们找人。 君子一言,快马一遍。 下去,会死人的。 那女孩眼神变得忧伸了许多。 她伸手挑起我的下巴,眼神带上了几分厌恶。 我下巴的位置却感受到了一阵尖锐的刺痛,好像要被扎穿了。 碰! 得一声轻响,秦六娘软倒在了地上,生死不知。 我额头上汗珠更多,下巴的刺痛更厉害。 女孩摇摇头,男男道,奶奶说得没错,男人都会骗人,好看的男人嘴上没有真话。 我心跳落空了半拍。 被她看出来了,又有脚步声靠近。 女孩的身后走出一个瘦瘦小小的老玉,她头上的脏便四散下来,身上的布衣鼓鼓囊囊,烟枪一头在手里,一头斜靠在肩膀上。 瘦子开口了,你爷爷的尸体,就在下边。 两口棺材,一口是他的,一口是葬着当年死在他身边的人。 老玉干巴巴地说道,女孩身体微微晃动了一下,抿了抿唇,眼中流露出恨意。 凶手是个算命的老头,和一个道士,那老头在找他。 老玉视线落在我脸上,我面色骤变。 瘦子张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可他不但说了下边的老仙儿,居然还说了那么多东西。 这压根不是瘸子张的性格。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惊怒地质问道。老玉冷笑了一声,扭头又看向那个洞,眼中却闪过一丝悲痛。 奶奶,你盯着他,我下去把爷爷带上来。 女孩狠狠看了我一眼,侧身就要朝着山壁那边走去。 不,你看着他,下边比你想得凶险。 你爷爷,不认识你呢?老玉又道,女孩僵住了身体。 老玉咳嗽了一声,脚步蹒跚地走到洞口前,弯腰钻了进去。 月色清冷,周遭寂静地落针可闻。 甚至我能听见那女孩的呼吸声。 扑学三四我视线瞟了一眼刚才老玉过来的方向。 只是那边黑漆漆的,什么都瞧不见。 思绪飞速转动,现在就女孩一个人,老玉想带着老仙儿尸体上来。 还没那么快,现在恐怕就是逃跑的唯一机会。 我在看向那女孩,才发现,她居然一直盯着我。 奸诈。 女孩眼中恨意冰冷更浓,我绷着一张脸,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怎么接话。 而且,我没想到办法,我身上连分尸刀都没了,又闻了那黄鼠狼散发出来的味道,手提不上劲。 难道,真就沦为阶下囚? 等死? 我可能不会死那么快。 听刚才老玉的态度,他们想要用我引老先生出来报仇。 瘸子张和秦六娘或许没那么好运,越想,我心里头却沉重。 腰身上刚才就鼓鼓囊囊的,似是有东西。 此时那义务感更强,我本能地震了一下腰身。 女孩眼神骤然变得警惕起来。 她抬起手,一把掐住了我的喉咙。 别想耍花招。 我,微眯着眼睛盯着她,我干哑着嗓子,说我腰上有东西,个得慌。 她狐疑地看着我,伸手在我腰间摸索,拉拽了一下。 下一刻,她却忽然发出一声尖叫,猛地后退竖步。 那黄鼠狼从她肩头站起,脖子上的毛都炸起来一圈。 我惊异地低头一看,顿时也头皮发麻了起来。 因为我腰间的衣服里头,居然探出来了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掌。 那鼓鼓囊囊的异物感,分明是一条胳膊缠在我腰上。 你神经病吧? 身上放尸体。 女孩花容失色,飞速从腰间拔出来一圈绳索。 我眼皮狂跳,想起来刚才棺材缝里夹着的胳膊。 难道是那老仙儿的手? 可我却想不明白,它是怎么到我身上来的。 我劝你不要再想什么鬼主意,你跑不掉的。 女孩再次朝着我逼近,看那架势是要将我绑起来。 可就在这时,一个轻微的破空声传来。 啪! 一点黑影,骤然打在了那女孩的肩头。 女孩一声痛哼,登登登后退几步。 她轻易地抬起头来,看向我身后。 那黄鼠狼搜的一下,窜到了女孩的头顶,尾巴一甩,又是吃的一声,一团黄色的雾气冲着我射来。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 我也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身后不就只有昏迷的秦六娘吗? 下一瞬,又是一道黑影,从我头顶甩出,直逼那女孩面门。 女孩的身体忽然一颤,桃花眼瞬间变形,整张脸颊紧绷起来,原本精致的面容,竟变得与那黄鼠狼有几分神似。 她陡然举起双臂,双手居然直接接住了那黑影。 我这才认出来,那是一截黑漆漆的鞭子。 骤然间,鞭子又往后一收。 女孩一个猎浅,松开了鞭子,却朝着我脖子上抓来。 我身体虽然绵软,但却没完全失去行动力,堪堪往后退避了一下。 滚! 清冷的赤和声响起。 一条笔直修长的腿,陡然从我身侧踢出。 那女孩差一点被踢中,她猛地停住脚步,朝着后方飞退。 与此同时,我身侧走出一个人来。 她身材高挑,双腿匀称修长,腰身更是盈盈一握。 静庄将其身材完美地展露出来,而她手中提着的长鞭却带着凌厉的杀鸡。 可我眼中都是难以置信。 这女人,居然又来了八毛阵。 难道,吴先生已经被她,这刹那间,我心都凉了半截。 我们之前有过分析,就是怕吴先生不是这女人的对手。 躲来八毛阵,也有躲着她的意思。 可她还能找上来,难道是逼问了吴先生什么? 我思绪转动得飞快。 那女人已经走至我身前,将我挡在了身后。 她微微扭头,绝美地侧颜,如若冰山。 不是说了,让你在庙里等我,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她眼中并没有杀鸡,反倒是有一丝责问。 我愣住了,下一刻,她手中长鞭一扬,啪的一下,朝着那女孩抽去。 我都还没反应过来。 那女孩就发出一声咔咔的尖叫,双手再次接向长鞭。 同时,几条细蛇从她袖口窜出。 她身后又冲出来几只灰毛耗子。 女孩接住长鞭的瞬间,手中顿时多了几道鲜红的血痕。 而细蛇飞速逼近那冰山女人的脚边,顺着腿往上窜。 灰毛耗子也到了她脚下,张开尖尖的嘴巴,要冲上去咬她的脚趾。 女孩脑袋上盘踞着的黄鼠狼,嗖,的一下,顺着那绷直的长鞭,朝着女人窜来。 奶奶。 女孩张开口,尖锐地喊了一声,那声音几乎穿透夜空。 这一切的反攻,那女孩都在转瞬间完成。 小心,得速战速决。 下边还有个更厉害的人,军动尸体了,我来不及思索,只能快速提醒那冰山女人。 那冰山女人陡然一个悬肾。 长边尾端一颤,那女孩被甩飞而出,撞在了一旁的山壁上,直接昏死了过去。 爬了一半的黄鼠狼,被摔进了另一侧的灌木丛中。 那几只耗子滋滋惨叫,被弹飞数米之外,那些细长的黑蛇也落入灌木,不见踪影,我看得几乎傻眼了。 他这伸手,厉害地离了大谱。 冰山女人轻声喝道。 我瞟了一眼那洞口,哑着声音道,得带着情仪和老张叔,话语间,我朝着刚才老玉过来的方向走去。 只是我身体太疲软,腿脚一直打摆子站不稳,用力一咬牙。 我侧身先到了那女孩身边,快速在她身上摸索。 柔软的身体,却让我心神有些不稳。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触碰一个女人,会是在这种环境下。 我摸索了半天,最后在她微谷的胸前衣服里,取出来了一个拇指大小的木桶子。 凑到鼻尖一闻,辛辣的味道直冲脑门,我顿时恢复了体力。 这时我才发现,那冰山女人已经朝着刚才老玉出来的方向走去。 一转眼,她就扛着瘸子章回来了,瘸子章很是凄惨,头脸上有许多细密的伤口,双目紧闭,嘴唇漆黑。 我抿着嘴,心头竟是担忧。 这时我却来不及多想,瞟了一眼洞口。 那边已经开始钻出来一些耗子。 我赶紧走到秦六娘跟前,将她背了起来。 那冰山女人快速从我身旁走过,朝着镇上的方向急驰。 我紧跟在她身后,很快,我们就远离了这座后山,回到了镇上。 太阳穴清津还在鼓动,我心咚咚咚地跳着。 从后边看着那冰山女人,我思绪却极为紊乱。 看来,我想错了一点,当时定住我的,并非她身边的人。 她完全没有看出来我的意图,否则她绝不会是现在这态度。 那人又是谁? 还有,吴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她被逼着说了我在八毛阵? 一时间,我又有些心急如焚。 她是我曾祖,是我的血脉至青。 她肯定不能出事,我思索间。 那冰山女人居然带着我,走到了我家门前,她推门而入, 直接将瘸子张平放在了地上。 我赶紧放下秦六娘。 秦六娘还好,呼吸匀称,只是脖子上有一条细细的勒痕。 我伸手掐住她的人中,稍稍一用力,秦六娘就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可在看瘸子张,她微张着的嘴巴,嘴角更黑了,好像是中了毒, 甚至她头脸上那些细小的伤口,也在冒出黑漆漆的血。 老张叔,我哆嗦地喊了一声。 我抿着嘴,没去掐她人中,而是急步走进她房间,拿出来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 我打开袋子,抓出来一把糯米,朝着她脸上的伤口覆盖而去。 卑识人常年面对尸体,而尸体最多的就是尸毒,糯米是百事不爽的解毒之物。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覆盖在她伤口上的糯米,丝毫没有变色。 并不是尸毒,那妖女驱使的是嘉仙,这应该是她们身上的毒。 那冰山女人醋眉,轻声道。 我脸色再变,扭头,就看向我们回来的方向。 那些畜生东西身上的毒,我压根不会解,还得去找它们。 可我余光却瞧见那冰山女人蹲伸至瘸子张身边,取出来了一个小小的玉瓶,倒出来一颗药丸,将其塞入了瘸子张口中。 我来不及阻拦,瘸子张的身体陡然绷直,猛地一颤,糯米四散落下。 下一刻,她原本漆黑的嘴唇,竟恢复了一点点的红润。 我顿时惊喜起来。 老张,秦六娘也从地上爬起,呆呆地看向瘸子张,又抬头看了看那冰山女人和我,送她去房间躺下,天亮就会醒来。 冰山女人平静地说道,我赶紧将瘸子张背进她房间。 等回到堂屋内,便瞧见秦六娘正紧张地看着那女人。 秦一,你去照看一下老张叔,我定了定神,压低了声音道。 秦六娘面露不安之色,她不敢多停留,低下头,朝着瘸子张的房间走去。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那冰山女人了。 扑学三思我不自然地看向她。 她清冷地单凤眼,与我对视。 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要走? 她问道。 那种被剖析的感觉又来了,我觉得一旦撒谎,还是会被看穿,有危险。 我眼皮微跳,答道。 危险? 冰山女人若有所思。 她上下扫视了我一眼,眉头却紧皱起来。 的确,你很弱。 我,其实,我没觉得自己多弱,至少瘸子张告诉我,我很有天赋。 甚至比一些入行十几年的卑诗人还要厉害,假以时日,我会更凶。 可真要对比现在遇到的事情来看,我又的确没有多大的反抗本事。 好像她说的没错。 另外,让我稍稍松口气的是,她没追着那个问题问了。 吴先生呢? 我尽力抑制着语气,问了一句,被你杀了吗? 她眉心又皱了皱,才摇了摇头道。 她比你强很多,我杀不了她。 本来以为接近了,她就必死无疑,可没想到,她的阴阳术很强,也很特殊,我从没有见过。 我一愣,喃喃道,阴阳术? 冰山女人看我的眼神奇怪了不少。 她瞥了一眼瘸子张的房间,却轻叹了一口气。 怪不得你弱,教你的人,一样弱。 她说,你一问三不知,愧对了你身上流的血脉。 我,秦柳娘说,瘸子张会掖人,我觉得,她是没和这女人面对面说话。 还有,她提到了血脉,以及愧对两字,我眼神有些茫然了。 这女人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人家想要我死,吴先生想要我一起报仇,人家恨我身上的血。 而吴先生更多的是有些抗拒,厌恶,无奈,但还是要将其传承。 这女人完全不同,她这副模样怎么有些恭敬。 你到底是谁?你想做什么?我忍不住了,沙哑地开口问道。 冰山女人深深地看着我。她看了我许久,才轻声诱道。 我叫沈济,是蒋盘的弟子,我来找你,是因为你的命。 你命中,有一件大事要完成。而我命中,也有一件大事要做。 收拾收拾你的行李,跟我走吧。沈济淡淡地说道。 一时间,我身体僵住了。走?我能走吗? 这事情,好像一点点印证了老先生的话。我要活下去,就得来找这女人。 我见过了她,危急关头。她又来救了我,甚至又说出来了一些关于我血脉的事情。 可吴先生所说的经历,却告诉了我,身边盯着我的人,就算不是想杀我,也都是不怀好意。 还有,蒋家不就只剩下吴先生?我,还有蒋舒兰了吗?蒋盘是谁? 我刚以为,我从吴先生那里知道了一切。可这女人的话仿佛告诉我,我所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 我忍不住疑惑了。问她蒋盘是谁? 沈济摇头,说此事说来话长,路上可以慢慢讲。当务之急是要离开。 我心头一紧,立即摇头,说,我们不能走。 沈济促眉,问我为什么?我解明恶药地讲了老玉和老仙儿的事情。 等她将老仙儿尸体弄出来,整个镇上的人都得死。 我们走得轻巧,镇上的人却无辜。 沈济神色顿时阴霾不守,道,果然,这些养家仙的人都并非善类。 我瞳孔一缩,问她,难道接触过这类人? 沈济说她不算是正面接触过,但她有个好友,险些死在这些人手中。 顿了顿,她又道,也罢,要是这镇上的人死完了,我回去后,那些老东西必定不满。 你身上也要牵连不少因果,解决掉它们再走。 她这话说得太轻描淡写,让我有些不知道怎么接话。 不过,她实力的确强,明明她年纪轻轻,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 可我感觉,十个我加起来都不是她对手,还有刚才的女孩都不是她一盒之敌。 只是,那老玉和老仙儿才是真正的麻烦。 思绪稍稍平复下来。 我正想和沈济说,老仙儿的厉害。 可我心头又是一凉,立即低头盯着自己腰间。 死人手不见了,甚至异物感都没了。 可我知道,肯定没那么简单。 我解开外衣,发现那只古兽灵巡的手臂紧贴在我腰侧。 我一把将其拽了下来。 沈济眼中不喜。 啊,我知道你从小学背尸,可你们背尸人居然要将尸体带在身上。 啊,我立即解释,说背尸人才不需要带着尸体。 这根胳膊,是那老仙儿的。 我将牧师中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那老仙儿需要用金服来镇压。 以及当初对付老仙儿的是一个老先生外加骑青牛的高贯道士。 就连他们都灭不掉老仙儿的尸身。 高贯道士? 青牛? 沈济眼眸中透着惊疑,他低头思索起来。 我没打断他,而是仔细地盯着那截胳膊。 背尸人有对付尸的手段,即便尸体残破分尸,怨气依旧是一体。 尸能借着肢体闹鬼。 而如果将这部分残尸进化,或者烧毁,也会对尸体本身造成极大的影响。 而这胳膊表皮泛红发青。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三等的血煞,以及第四等的轻尸煞之间。 血煞化青。 我身上溺出不少冷汗,不由得一阵后怕。 要是老仙儿是青尸煞。 那可能我和秦六娘已经死在墓室里了。 老仙儿用这胳膊跟着我,绝对不怀好意。 我要让他偷鸡不成十八米。 文学三四我正打算用卑识人的手段,毁掉这胳膊。 此时,沈济抬起头来,他盯着我手中胳膊,眼眸却透着疑惑。 有些诡异,那老仙儿不应该是血煞化青的尸体。 这种诗不配用金服来震,能用上金服,至少也是青尸。 我脸色在变,额头上都密出痘大的汗珠。 青尸煞? 我立即问沈济会不会弄错了。 沈济面容一冷,说他不会错。 他又问我,这镇上还有没有更隐蔽的地方? 得将我两个长辈藏起来。 他保护我一个人没问题,可要带上三个拖油瓶,问题就很大。 我本来还想辩解,可面对青尸煞,靴子张的确只能跑路。 秦六娘根本帮不上忙。 我只好告诉沈济,没有更安全的地方了。 我家本来有一个辟邪的同屋,前段时间也毁了。 沈济猝了猝眉,忽然从腰间摸出来了一张符,直接朝着我手中胳膊拍下。 那胳膊上滋滋冒起白烟。 符纸迅速卷曲起来,紧紧包裹住胳膊。 胳膊好似成了普通的干湿,没有了丝毫的阴气。 放在不碍眼的地方去。 沈济告诉我,我匆匆进了自己房间,将胳膊扔在墙角。 瞟了一眼床榻上,蒋优女的尸体静静躺在那里。 再回到堂屋里,我发现沈济正紧簇着眉头,死死盯着猫皮果冠。 我又和她解释了这东西的用处。 沈济脸色稍稍缓和了些。 这时,我却有些不安了。 因为我说了不少了,沈济也讲了一些。 可我除了知道老仙儿可能是轻师煞外,沈济别的什么都没讲,甚至没有对付他们的计划。 我立马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沈济才告诉我,她对付不了轻师煞。 我梦了,眼中都是恶然。 我不安地说,她既然对付不了。 那我们待在屋里头,不是等死吗? 沈济先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她告诉我,如果像是我这么弱的人,自然就是等死了。 不过对于她来说,还没那么严重。 她出来之前,一些老家伙给了她保命的东西,至少能定住一个普通的轻师煞。 我们留在这里,不是等死,而是守株待兔。 我脸色顿时一阵皂红。 她已经连续两次说了我弱,可我真无法辩驳。 这种难以面对事态的无力感,极不好受。 沈济又开口,打破了我的尴尬。 不过,你虽然弱,但是你,还是不错的。 至少,你没有贪生怕死,说丢下这一阵的人离开。 否则,我可能会看不上你,让你自生自灭。 我,她前半句话,缓解了我的一点尴尬。 可后半句话,却让我更尴尬起来。 还有,我其实没有想好,真要和沈济走。 虽说目前来看,她对我并无恶意,但她还没说蒋盘是谁。 更重要的是,吴先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也不晓得。 我真走了,就是将吴先生甩下,让他自己面对那老先生和人家的人, 甚至,还有暗处更深的人。 我绝不可能不管她。 正当我出神的时候,沈济又说了句, 你不要因为一两句话,就被打击得一蹶不振。 虽然你弱,但我会帮你变强。 你身上流的是不一般的血,太弱的你,玩不成那件事。 我瞬间行转过来,眼皮狂跳地盯着她,沙哑道,能变多强。 你想收我为徒? 这完全是我下意识说的话。 我小时候,面对了太多无力。 对于这无力,我有本能的厌恶。 之前瘸子章也说过,让秦六娘收我。 可现在看来,不说秦六娘不敢收,我觉得秦六娘也不够厉害。 这女人虽说年轻了点,但她本事的确很高。 如果能从她身上学到点东西,对我来说,肯定受用无穷。 沈济却摇了摇头,道,我不能收你,但我有其他的打算。 不拜师,免费交。 我又追问道,沈济的眸子顿时一冷,直接瞪了我一眼。 我一个机灵,整个人让我顿时如坠冰窖。 我性性然后退了两步,她才稍微收敛了一些冷意。 我稍稍清醒了一点。 如果这女人对我有不可告人的目点,那我真跟着她,岂不是自投罗网? 我必须得弄清楚,她到底是谁,蒋盘到底是谁才行。 毕竟,她身上还有蒋家的东西。 可刚想到这里,我又回忆起一句话。 她说,她是蒋盘的弟子。 原本我脑中的思绪还是一团乱麻。 可这一瞬间,被她冷眼一看,我反倒是摸到了一根线。 线一抖,仿佛那乱麻就清晰了起来。 蒋盘肯定是蒋家的某个人。 那她身上有蒋家的东西,不就是合理了? 吴先生一直以为,蒋家只剩下她一个人,才认为这女人拿了蒋家的东西。 再加上这女人来找我,吴先生以为她要算计我,才会出手。 而这女人又以为吴先生要杀我,所以才对付吴先生。 这事情本没有那么复杂,只是闹了个极大的乌龙。 如果说,真是我想的这般,那这女人不但没有危险,反倒是带来了另外一条讯息。 就是蒋家,其实还有人活着。 吴先生并非那么孤单,而蒋家不是他一人的话。 那在面对那老先生,人家,甚至还有暗处的人时,我们就不会再是独目难知。 想到这里,我正要开口说话。 可那女人却忽而抬起头来,冰冷地盯着屋外,声音更如同酒油寒冰。 来了! 我面色陡然一变。 这么快? 这一眼,我就瞧见了黑漆漆的夜路上,过来了一排人,我心头微寒。 因为那排人中并没有老玉,也没有那女孩。 那些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呆滞地走着。 咦? 不太对劲。 沈济眼中露出了疑惑。 我眼中同样迷茫。 老玉和那女孩是养家仙的,过来的是镇鸣,并无家仙。 月光照射之下,那些人的脚下,甚至没有影子。 我心头大惊,脱口而出,鬼上身! 沈济喃喃道,撞碎,我不解地看向沈济。 沈济却还是皱眉,又摇摇头道,还是不对劲,轻尸煞撞碎。 眼睛应该是犯青的,他们不是。 这一转眼,那排人已经到了我家门口。 我认出来,他们的确是镇上的镇鸣。 近距离之下,我还瞧见,他们手中都握着匕首。 就在这时,他们几乎同时抬起手来,匕首朝着自己脖子上抹去。 这一幕吓得我头皮发麻。 我本来都做好了动手的打算,可他们居然是自杀。 不,这并非他们自己自杀,而是因为鬼上身。 我迈步,就想去拦住他们。 可我心里头,已经凉了半截,因为拦不住啊。 我们还是隔着七八米。 我过去,恐怕他们脖子都被捅穿了。 试出反常必有妖。 再者说,我家门口死这么多人,也解释不清楚。 说实实,那石块,沈济已然迈不到我身前。 他并未拔出长边,而是从腰间摸出一把铜钱。 嗖嗖的声响中,那些铜钱居然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那些镇鸣的眉心正中。 铜钱在月光下散发着淡淡铜光,镇鸣的动作都停止了。 铜钱是辟邪的,沈济这一招就制止了他们的自杀。 下一刻,沈济单手掐指,眉头微皱。 蒋红河,你待在这屋里头,哪都别去,镇口的人,冲着我来的。 沈济说完,便一步迈出屋门。 他又猛然回过头来,手冲着我一甩。 朝着我飞来的,居然是一个龟壳。 我赶紧抬手接住,那龟壳透着一股温润如玉的感觉。 四凉四暖。 甚至,这龟壳上还有一道烟红的血迹。 好像是沈济甩出来的时候沾染了他的血。 拿好此物,这屋中没有鬼祟能进来,那些家仙也要忌惮几分。 我回来之前,你哪都别去。 沈济的话音渐行渐远。 我抬头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到我视线尽头了。 只是,我愈发迷惑了。 外头这些镇名,冲他来的? 他这么厉害的人,还有仇家? 这时,我却听到一丝波浪鼓的声响。 心头微惊,我转身,急步走进了房间。 却瞧见床头的蒋优女身体立了起来,手中握着波浪鼓。 我朝着她靠近,她脸上的血色绒毛反倒是变得深邃。 屋子的温度骤然降至冰点。 而我手中的龟甲,却发出一阵阵蕴烫。 我神色微变,立即将龟甲装在了身上。 可蒋优女脸上的血色绒毛并没有减少。 后方,一个稚嫩的话音传来。 小涛来了。 我猛地回过头,却瞧见站在门口的,居然是秦六娘。 秦六娘脸上带着稚嫩,她身体微微一颤,眼中又透着茫然。 分明是蒋优女的鬼上身结束了,砰。 我余光瞧见蒋优女尸体倒下,脸上的血色绒毛在慢慢消退,这种消退并非正常。 还是我身上的龟甲,辟邪的效果太厉害,影响到了蒋优女。 红河,蒋优女又上我身了? 秦六娘呆呆地问我。 她告诉我,刚才她还坐在屋里听我们说话。 可一下子,她就感觉阴气上身,再等醒过神来,就已经到了我身后。 我没有继续靠近蒋优女,而是慢慢后退。 秦仪,出来说。 我低声道。 回到堂屋里,我才告诉她,蒋优女的确上身她,不过,只说了一句小偷来了。 秦六娘眼中思索之色更多。 她喃喃道,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 蒋优女说,小偷来了。 可那冰山女审计,说是冲她来的,这说明,外头来的人,蒋优女是认识的。 秦六娘的话,顿时让我醍醐灌顶。 我喃喃道,小偷,蒋优女上次被任何偷走了,用来对付我。 她此前也被任何利用过几次。 是任何来了。 我脸色彻底变了。 任何能找来八毛阵,已经让我极度不安。 而她不是一直冲着我来的吗? 怎么审计又会说是冲着她? 我心头担忧更浓。 因为任何太阴险,老先生的福都没能对付她。 她会盯上审计,事情就愈发扑朔迷离。 可现在,我却束手无策,只能等审计回来。 我在堂屋内踱步,坐立不安。 秦六娘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她几次被鬼上身,尽管时间不长,但还是伤及扬起。 时间过得分秒度日,我觉得已经很久了。 可一看时间,才十分钟。 其实,刚才我已经要问审计讲坛的确切身份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会说明吴先生的身份,化解误会。 可谈话却被镇鸣打断,现在只能拖延下来,又等了十几分钟,我有点等不下去了。 按道理说,如果任何被审计禁身,必死无疑。 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 恐怕是他早有准备,设下了陷阱。 秦一,我要出去看看,我沙哑地开了口。 可刚迈不到门口,我又停住下来。 抿着嘴,我额头上都是汗珠。 审计和我说了,让我哪都别去。 还有,我走了,要是老玉和老仙来了,秦六娘和瘸子张不就死定了吗? 红河?你怎么又停下来了? 秦六娘疑惑地话音传来。 我正想退回房间,可突然觉得脖子上一凉,有一股冷风从斜上方吹下来。 我打来的寒静,紧觉得抬起头,却见一个破损不堪的脑袋,从房檐上搭了下来。 他眼珠子漆黑,脑袋上的几条裂口,却能瞧见里头白花花的脑人。 微张着的嘴巴,好似不停地吹着阴风,我头皮一阵发麻,一把摸出审计给我的龟甲,毫不犹豫,要朝着那脑袋拍去。 嗖的一下,那脑袋猛地缩回了屋檐上方。 我急不走出门,看向我家屋顶。 上边半个鬼影子都没了,只有一些碎掉的瓦片,我心头恶寒。 秦六娘也跑了出来,她静意不定地问我怎么了? 显然,刚才我挡住了门,她没瞧见那死人脑袋。 我皱眉道,镇上以前遗留的麻烦。 说着,我瞥了一眼那口黑猫皮果冠,额头上隐隐冒汗。 这棺材在这儿,那死了的棺材铺老板鲁康也不安息,总想弄回去。 老玉和老仙儿的问题,弄得我也不敢单独送棺材去寡妇戏分那边,得等审计回来,再做商议。 就在这时,我耳边却听到啪的一声轻响,似是什么东西开了。 我瞟了一眼我屋子的窗户,发现窗户好端端地没打开。 下一刻,我脸色变了。 老张叔,我猛地把腿,冲进瘸子张的房间。 我的房间是临街的,瘸子张的房间却是被揭的。 此时,床上空空荡荡,哪有瘸子张的人? 窗户开着,窗檐上还有两个大脚印。 一时间,我惊怒不已,脑袋都在嗡嗡作响。 因为我压根没料到,居然有人能钻进我家里,将瘸子张给背走。 是那老玉来了。 短暂的惊怒后,我剩下的,就是恶寒和惊怕。 秦六娘脸色苍白,不安地问道,是不是那老玉? 我铁青这一张脸,沙哑道,不一定,思绪飞速转动。 如果是老玉的话,这动静不会那么小,她不可能只弄走瘸子张。 那女孩被审计伤得不轻,现在就剩下我和秦六娘,她肯定就一并下手了。 不是她们,难道是鲁康? 她正面被我用龟甲吓跑了,接着就背走了瘸子张。 我走至窗户边,盯着那两个大脚印。 女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脚印,十有八九,就是那鲁康动手了。 我忍不住了,鲁康不是人啊,是凶士。 她怨气又重,绝对做不出来什么好事。 审计都还没回来。 我怕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瘸子张就得完蛋了。 秦一,我得去老街的棺材铺,老张叔应该被带过去了。 你跟我一起走,我沙哑开口。 我不能单独留下秦六娘。 秦六娘却立即摇了摇头,说不行。 她说,如果我们都走了,等会儿审计回来了,找不到人,肯定会以为出了事,搞不好又会闹出什么麻烦。 我额头上汗水直冒,又说了,万一那老玉来了呢? 秦六娘迟疑了一下,道,我去抱着你妹妹。 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秦六娘额头上密出不少汗珠。 她告诉我,蒋优女上生了她那么多次,这丫头是有灵质的,遇到危险,应该能带她一起跑。 我郑住,不过秦六娘说的,还真没错,蒋优女很机灵。 这样一来,反倒是最好的选择了。 注意安全,秦怡。 我认真嘱咐完秦六娘,就一个纵身跳出窗口,朝着老街的方向飞奔。 夜,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冷静了。 有的铺子开始冒出吹烟。 耳边若有若无能听到昂昂的惨叫声和牛猫声。 乡镇上,三四点钟,早餐店要准备营业,屠宰场再杀猪,市场也要卖牛。 一旦等到天亮,恐怕我就没那么容易找到瘸子张了。 我心里更焦急,额头上一直在冒汗。 几分钟的功夫,我就一口气跑到了老街的棺材铺外。 这里还是很安静,几乎没有人声,我喘着粗气,一脚踹开了棺材铺的门。 哗啦声四散,木板门落了一地。 扑面而来的是一阵阵难闻的湿臭味儿,入目还有一个惊慌失措的人影。 我警觉无比,猛然踏步入内,一把就抓住了那人衣领子。 一声尖叫传来,那人攥着一双筷子,要来插我的眼睛。 小猫贼,偷东西不罢休,还进门抢来了。 尖锐的骂声响起,恶臭的口气扑面而来。 我差点被熏得吐了。 这才看清楚,我抓着的,不正是之前在老街骂过我两次的那乞丐老夫吗? 他居然住进这棺材铺里头了。 他死命地挣扎,口中不停地咒骂我。 我哪有功夫和他扯淡。 左手成掌刀,我啪的一下,窃中了他后脑勺。 他一下子软倒在地。 右手扇了扇面前的灰尘和怪物儿。 我快步朝着李屋走去。 李屋的墙上,靠着好几口棺材。 一眼,我就瞧见了之前摆着柳木棺材的位置。 立着一个人。 他脑袋上搭着白布,身前还摆着一些贡品。 不过贡品多是烂苹果,橘子,还有一块小的可怜的肉。 我静止上前,一把掀开了那白布。 赫然露出来了鲁康那破破烂烂的脑袋。 他脸上满是黑色的绒毛,一双眼珠子漆黑渗人,尸臭更是浓郁。 后方忽然传来一股进风。 我猛地回过头去,却见刚才被我打混的乞丐老夫正举着一把满是锈石的斧头,狠狠朝着我脑袋上劈来。 同时,他口中发出一个怪异的男声,偷人棺材,砸人铺子,死人都不会过日子,去死。 我面色陡然一冷,这鲁康还真是闭口不提他偷走瘸子张的事。 我骤然抬起右腿,一脚踹中了那乞丐老夫的胸口。 他身体却像是钢板一般,未曾后退半步,反倒是将斧头劈向了我的腿。 我瞳孔紧缩,却没慌乱,飞速收腿躲过一斧头,顺势摸出硅甲,啪的一下,按在了鲁康的头顶上。 乞丐老夫一下子软倒在地,没了丝毫动静,痴痴的白烟不停升起。 鲁康身上的黑色绒毛,飞速消散,恶臭的味道不停传来,甚至他脑袋里头,还有一些东西开始蠕动。 我脸色骤变,赶紧收回了硅甲。 这一下,居然差点让鲁康魂飞破散了。 我心惊地盯着硅甲,抬头再看鲁康的尸身,发现他的腐烂,此刻才逐渐停下来。 我又盯着鲁康看了许久,确定了一件事儿,瘸子张还活着。 因为鲁康身上的阴气并没有带着血光,凶狮一旦害了人命,凶煞就不可同日而语。 就像是蒋幽女,她不只是简单的血煞,身上是带着人命的血光气息的,更会平添几分凶力。 扭头,扫过屋内其他立着的棺材。 我却将每一口棺材的袋子都打开了。 可让我心头更沉的是,这些棺材里头都空空如也,哪有瘸子张的人? 我又去外边的铺子里找,找遍了,却还是没瞧见瘸子张。 惊疑不定地回到里屋,我盯着鲁康的尸身,沙哑道。 你把老张叔藏哪儿了?把人交出来。 否则,我立刻灭了你。 碰! 的一声,鲁康的尸体居然阴声跪下。 他黑气萦绕的脸上,躺下来两道泪,尸哭有两种, 一种是怨气深重,触动了情绪。 另一种,是恐惧,让他求饶。 显然,这是第二种,鲁康都这么恐惧了, 他却还是没将瘸子张交出来。 我心里头生起一个极不好的念头。 难道,不是他干的? 可他刚才明明来过我家啊。 一时间,我后背都被冷汗尽透了。 棺材扑我找遍了,鲁康也交不出来人。 这十足地说明了,瘸子张的确不在这儿。 可这下子,我却不知道去哪儿找了。 忽而一声鸡鸣响起,屋内的阴气瞬间消散。 鲁康的尸体只剩下死寂,脸上的泪水变成了泪痕。 我粗重地喘了两口气,从里屋退出来。 棺材铺外,居然有一些人围着过来看热闹。 薄弱的天光,已然驱散了黑暗。 我低着头,迈步朝着老街外走去, 也没管那些人异样的眼光。 可我无法镇定下来,心一直悬着半解。 不是鲁康,那是谁? 当初的白鬼围宅,早就散了。 能盯着我们不走的,也就是鲁康, 除此之外,和瘸子张有关系的, 就是寡妇戏分。 只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戏分有可能来找瘸子张, 但没必要直接背走尸体。 真要确定是他,反倒是有一点转机。 如果不是, 那瘸子张恐怕就危险了。 可这也得等晚上,才能去戏分家里头看看。 一般情况下, 死人藏东西,天亮是找不到的。 我也得赶紧回去, 看看沈记回来了没? 我还怕秦六娘出事。 十来分钟后, 我回到了家。 之前门口被定住的证明已经不见了。 沈记回来了, 坐在桌旁的椅子上, 秦六娘在一边站着。 我迈不进屋, 沈记立刻抬起头来。 她猝了猝眉, 丹凤眼中有一丝疑惑。 你没将人带回来? 显然, 秦六娘已经和沈记说了一切。 我面色更苍白, 摇头道, 弄错了, 老张叔不是被棺材铺老板带走的, 有可能是老张叔的相好, 细分寡妇。 不过, 得等夜里头去看。 秦六娘满脸焦急, 她张张口, 却没说出来话。 沈记收回目光, 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我抿了名嘴, 拿出龟甲还给了她。 她一手托着龟甲, 另一手, 却取出来了几枚铜钱。 秦六娘一愣, 眼中出现一丝惊疑, 脱口而出地问道, 不挂。 沈记并没有回答, 手一甩, 铜钱落地。 可所有的铜钱, 全都直挺挺地立在地面, 这一幕让她眉头紧锁。 这镇上充满了变数, 我居然无法起挂。 沈记眼中有了几分阴霾。 这话, 我听得一枝半简。 之前老先生和我说过变数, 瘸子张破开死结的时候, 它就是变数, 之后才恢复正常。 我, 又是一个变数。 这变数, 就是本身发生的事情, 被打乱了, 让人无法计算。 沈记这话, 是说, 这整个八毛镇都被打乱了。 这不可能啊, 会不会, 只是老张是变数, 才无法起挂。 不可能是整个镇, 秦六娘茫然地开口。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算的也不是瘸子张。 沈记摇了摇头, 他又看向了屋外, 微眯着眼睛道, 昨晚来的人, 不一般, 他在镇尾布置了一些东西, 我也被纠缠了一段时间才脱身。 他想杀我, 杀不了我, 是在试探我的实力。 此人我从未接触过, 还不知道是从哪儿得罪的。 如果是他让这镇上出现变数, 用于克制我的手段, 这并不奇怪。 我心里咯噔一下, 立马就告诉了沈记, 昨晚上那人, 应该叫做人和。 此人一直在对付我, 我嫌死, 还生好几次了。 沈记的眼中, 出现了一丝疑惑, 道, 人和? 你怎么知道? 我沈丁片刻, 告诉他, 此事说来话长, 我是通过蒋优女的反应, 推断出, 来人是人和的。 沈记看着我, 眼中依旧是询问之色。 显然, 他知道我没说完。 我迟疑了一下, 才到, 此事, 和蒋家有颇大的关系。 这也是我身上的秘密, 我不能随便告诉你, 他要对付你, 可能和你要保护我有关。 沈记的眼眸, 瞬间恢复了冰冷, 就那么冷冷地看着我。 我一时间, 身体僵硬无比。 说, 沈记语气, 带着无庸置疑的命令。 我, 顿时, 我额头上汗水更多了。 他这眼神太灵俐了。 我很讨厌说话卖关子, 说一半, 留一半的人, 讲红和, 你年纪轻轻, 不要不学好, 惹恼了我, 你没有好果子吃的。 沈记语气更清冷了。 他迈步朝着我走近, 同时, 抬手取出来了长鞭。 他双手绷紧鞭子, 冰冷的毛子里, 透着恼怒。 我毫不怀疑, 他下一刻, 多半会抽我, 住手。 我抬手, 做了阻拦的动作, 额头上汗珠更是大颗滚落。 我告诉沈记, 这事情真的是说来话长, 也不是我故意卖关子, 让我说可以, 但他得告诉我, 讲盘是谁, 现在在哪。 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渐渐讲盘。 若是有时间的话, 最好让他到八毛镇来一趟。 这八毛镇, 有对他来说, 极其重要的人。 可这一瞬间, 沈记却沉默了。 他沉默, 就让我紧张不少。 可他不先说些什么, 我真不敢直接焦了底儿。 两三分钟后, 沈记摇了摇头, 告诉我, 蒋盘来不了八毛镇。 他见到我的第一瞬间就知道, 我是对蒋盘来说很重要的人。 不需要他来, 只要我跟他走, 他就会带我去见蒋盘。 我, 沈记这话, 说了不也等于没说吗? 眼看气氛又要陷入胶着, 秦六娘忽然小声说了句, 红河, 他没骗你。 我心头突地一跳, 秦六娘微咬着下唇, 极为认真地看着沈记, 道, 他没阻拦, 我看他的眼睛, 他没撒谎, 沈记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学艺不多, 好在还有一些眼力。 我一时间有些猛。 秦六娘收回了目光, 走至我身边, 低声跟我解释说, 算命先生能够看人面相。 而人如果撒谎, 就会表现出来一些不对劲, 尤其是眼睛。 他刚才分辨了沈记的眼睛, 沈记的确没说谎。 我这才恍然大悟。 明白过来, 为什么每次沈记看我的时候, 我都感觉会被看穿内心, 根本不敢对他说谎。 他会补挂, 会算命, 俨然也是一个女先生。 只不过, 他太能打, 让我下意识忽略了这一点。 其实, 他也一直在看我面相。 我手心密出薄汗, 还好我之前都是绕开话题, 并没有撒谎。 不然的话, 他这冷若冰霜的性格,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再犹豫了。 直接将有关吴先生的一切, 都事无巨细地告诉了沈记。 包括蒋吴从小被卖走, 他的姐姐, 母亲死于非命。 又包括他隐姓埋名, 最后却被人算计, 害得蒋老汉顽固愚昧。 蒋书兰被人蹂躏玷, 以及蒋优女的死。 最后, 我才说了, 做这些事情的是人家。 而让瘸子张收养我的老先生, 也是吴先生的对头。 最开始的时候, 沈记一直平静地听我叙述, 可到了后面, 他的眼中就变成了惊异不定, 等我全部讲完, 他的额头上已然冒汗, 眼中都是恶然。 我顿了顿, 又沙哑道。 吴先生, 一直以为他是蒋家唯一活下来的人。 我觉得, 你们之间发生了大误会, 你拜师蒋盘, 拿到了蒋家的东西。 他以为你是抢来的, 杀了蒋家的人, 又要杀我。 而你以为他做的那些事, 是要我的命, 才会杀他, 对不对? 沈记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我眉头微皱, 难道这缘由, 我分析错了?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对他动手? 我不自然地开口道。 沈记闭了闭眼, 沙哑道, 你说得没错, 我以为他要杀你, 你自然是不能死, 他用邪法, 所以我要杀他。 这怎么可能? 沈记在睁眼, 眼中有了大量的血丝。 他忽然盯着我的眼睛, 又喃喃道, 这好像才是对的, 罗十六错了, 很多人都错了。 因为错了, 所以, 三年前, 我们才会失败。 他却认为我错了, 还在想最终的办法, 可他没想到, 我真的能找到。 而且, 还不只是一条蒋家血脉, 沈记的话音太颤抖, 文学三思他语速越来越快, 甚至还带着一丝激动和兴奋。 可他的话, 太过没调理逻辑了呀, 我根本听不懂, 唯一我能听明白的, 就是罗十六。 那杨大先生, 罗十六? 他居然和罗十六有关系。 一旁的秦六娘, 瞠目结舌地看着沈记, 却静若寒蝉, 不敢开口打断他。 我同样如此, 只能抿着嘴听着。 沈记又低声喃喃了许久, 我却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半晌后, 他眼神清明了不守, 深邃地看着我, 道, 我知道, 你有很多事情听不明白, 这关乎太多, 也太重要, 我必须要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我顿时紧张起来, 蒋盘, 已经死了。 你只能见到他的遗体。 沈记沉声道, 啊? 我脑袋一猛, 蒋盘死了。 那这事儿, 岂不是死无对证? 凭借吴先生的那种敏锐性格, 他能相信沈记吗? 那我, 能相信他吗? 沈记叹了口气, 又道, 我做了一个推测, 如果这推测没错的话, 吴先生, 应该是蒋盘的儿子, 红河镇上的传言, 蒋盘当年一儿一女, 全部身亡, 没有子嗣留下, 蒋家断子绝孙。 当年我们事情失败后, 我冥冥中得到指引, 挂象带我去了很多地方, 整整三年, 我才找到你。 蒋书兰问了很多事情, 却发现, 自蒋老汉那里, 在网上竟找不到任何人了, 我能确定, 你是蒋家的血脉, 但却不知道, 是怎么留下来的, 现在你一说, 一切的事情都通了。 传言是错的, 罗十六当初的推断, 也是错的, 蒋盘的血脉有有留存。 这是宿命。 佐证, 便是那吴先生所说的, 宽厚仁义四字。 沈记的眼中, 变得极为唏嘘, 复杂, 他又常常叹了一口气, 道, 蒋盘, 的确是一个宽厚仁义, 宁可天下人负他, 却不负天下人之人, 罗十六很敬仰他, 红河的百姓也很敬仰他。 可我一直认为, 他有错。 明明他之一怒, 可让一方震动, 为什么非要等到全家死绝, 才会怒法冲冠? 吴先生对他的恨, 我反倒是能够理解了, 麦子, 连累妻女, 对外, 他人厚, 对内, 却太过让人绝望。 沈记的这些话, 还是有很多地方我听不明白。 不过, 我大致理顺了很多, 就是他所知道的有关蒋盘的情况, 大体还是通过那罗十六知道的。 但他不知道有蒋无的存在, 甚至所有人都认为没有蒋无, 没有吴先生。 那按照老先生的话来讲, 这就是变数。 只是, 知道一部分, 我迷惑的反倒是更多了。 恐怕, 我得彻底知道前因后果, 才能理顺脑袋里的疑惑。 那首要的事情, 就得让吴先生和我们同行。 我立即抬起头, 目光深邃地看着沈记, 一字一句道, 我一个人走不行, 吴先生, 我们得回去找他。 沈记神色又变了变, 他眼中, 出现了几分阴霾和懊悔。 他这模样, 吓了我一跳, 我脸色也变了。 你杀了他。 不对啊, 你说了, 你杀不了他的, 吴先生出什么事了。 我忍不住心头的惊慌了, 一把就抓住了沈记的衣领子。 他身材虽然高挑, 但还是比我矮了多半个头, 我一下子就将他拽着往前, 裂切两步。 近距离接触下, 他身上冰冷的气息, 混杂着沉浸的忧香, 还有他独特的古典美, 竟让人心头一颤。 可我瞬间, 驱散了这种感觉, 死死地盯着他的双眼, 低哑道。 你要是害了他, 那你就是骗我。 他是我曾祖, 我一定杀了, 你给他报仇。 说这话的时候, 我只觉得脑袋里的血质往上涌, 一旁的秦六娘被吓得不轻, 沈济额头上觅出了痘大的汗珠。 我们要回蒋家村, 我没害他, 只是我, 沈济背齿惊咬, 眼中还是出现一抹慌乱。 他才告诉我, 他和吴先生僵持不下的时候, 吴先生忽然下了阴招, 他险些丧命, 忽然暗处又来了一个人, 帮了他一把, 他才得以脱身。 并且, 他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 结合了奇门盾甲和藏隐观山术, 将吴先生困在了那地方。 这话, 却更让我脑袋发猛。 奇门盾甲, 藏隐观山术。 我不解道, 没吃过猪肉, 但我见过猪跑, 电视剧里头的奇门盾甲可不少, 我知道真的也有, 就譬如一些恐怖电影讲尸鬼, 虽说里头很多东西是错的, 但这也是普通人对一些未知事物的揣测。 真正的尸鬼, 要比电视剧演出来的恐怖一万倍。 若是奇门盾甲同理, 吴先生肯定就被审计给困住了。 至于藏隐观山, 我听不明白。 而更让我心头恶寒的, 是沈记说暗处帮他的人。 我觉得, 哪有人平白无故这么好心。 帮沈记, 倒不如说是要害吴先生。 一时间, 我心都凉了半截。 人和找上八毛阵, 又对沈记出手。 难道, 暗中帮沈记的就是他? 那这样一来, 吴先生岂不是弱弱他的手掌? 说不定已经, 想到这里, 我脑袋都有些昏厥。 沈记又咬了咬牙, 道, 蒋红河, 你可以松开了吗? 至少我现在不想伤你。 清冷的话音, 让我回过神来。 我看沈记的眼神, 却还是没有和善下来。 只是, 我松开了手。 我并不是他的对手, 他没有撒谎, 是真心实意要带我走, 要帮我。 可这不能作为 他可能害死吴先生的借口。 所以, 我依旧面臣似水。 我们要尽快离开八毛阵, 回到蒋家村。 沈记稍稍整理了一下衣领。 秦六娘在一旁用力点头, 道, 对, 对, 红河, 以河为贵。 吴先生本事可不小, 即便是有人插手, 也未必是要杀他。 可饶是秦六娘在原厂, 她的话, 也没多大的底气。 我又深呼吸数次, 心态勉强平复了一些。 我只能想着, 吴先生够强, 没人能害得了他。 并且, 我们不能在八毛阵拖延太久。 我还想到, 那个在我身后出手, 制止我对付沈记的人, 那是否也是人和? 是因为他要利用沈记对付吴先生? 我不敢再往深处想, 因为越想, 我就觉得心越凉。 更让人挣扎煎熬的是, 我现在又不能直接走, 因为瘸子张夏落不明, 生死未卜, 还有老仙和老玉, 把蒋家的东西还给我。 我努力抑制住思绪, 抬起手, 冲着沈记说道, 你只告诉了我, 蒋盘死了很久, 我推断他的年纪, 还有吴先生的年纪, 蒋盘不可能收你为徒, 那蒋家的东西, 就不应该落在你手中。 如果以后我曾祖同意, 我会还给你。 我语气透着冷硬。 沈记却摇了摇头, 说刚才, 他已经给我用过一次了。 他的确不是蒋盘亲自收的弟子, 但他已经得到了蒋盘的认可。 而现在, 他也不能给我东西。 雨霸, 沈记的眼眸中, 再次隐隐升起了冷意。 秦柳娘又上前打圆场, 她拼命对我挤眼睛, 又道, 红河, 你还得冷静冷静, 沈姑娘一直在帮忙, 且不说刚才, 他不来, 我们都得为家仙了, 先把老张找回来, 赶紧对付了那老玉老仙, 我们就去找你曾祖, 有什么事情, 大家当面谈。 沈记不再和我对视, 而是坐在了桌旁。 我抿了名嘴, 心头又有一股无力感。 她不给, 我还真没办法, 红河, 你出去给我买点吃的回来, 秦柳娘又拉开了话题, 我知道她的好意, 便没有再执拗。 沈记没有和我要撕破脸的态度, 我真和她闹翻的话, 现在却没任何好处。 我便转身, 跟着秦柳娘出门去买吃食。 期间秦柳娘又劝了我几句, 让我忍着点, 我们现在是得依靠沈记,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我说我知道了, 秦柳娘又帮我捣扯了两下衣服上的褶子, 认真道, 光知道了不行, 还得做, 我看沈记对你态度还行, 你都快把她一领的扯破了, 她也没翻脸。 嗯, 我挠了挠头, 之前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 秦柳娘唏嘘道, 长得漂亮, 又年轻, 你们的关系, 还这么错综复杂, 我建议, 你一定要稳重, 吴先生都活了那么多年, 哪至于被一件事情弄死, 他和你关系匪浅, 真要死了, 你肯定有所感应。 红河, 你得把握住了。 秦姨,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我有点愣住。 秦柳娘伸手戳了戳我胸口, 大学都能谈上伤骨巨腹的女儿, 还让人对你摆一摆顺, 你真听不懂, 还是假听不懂。 她不教你, 那你不能让她的东西, 都成你的。 我, 我彻底无话可说了, 甚至是呆滞。 秦柳娘的脑回路, 简直是太可怕了。 冷不丁地, 我想起来, 沈姨最开始对我说的那一句话。 她问我好不好看, 再多看一眼, 就挖了我眼睛, 我没再多眼。 不多时, 我们就买完了吃食。 回去的路上, 秦柳娘和我分析了一下 瘸子章的下落, 我们都打算, 今晚要去戏分那里看看, 当然, 这得带上审计。 那老玉和老仙儿, 显然有问题, 老玉肯定动出来, 尸体了, 没有动手, 绝对在憋着换。 更有可能, 他们不是审计对手, 想要按键伤人。 只要找到瘸子章, 我们就要主动出手, 做掉他们。 秦柳娘这分析, 很有逻辑和道理, 但我们要防备的, 不只是老玉老仙儿, 还有人和, 一转眼, 我们就回到了我家里。 秦柳娘放下东西, 又笑眯眯地, 给我使了个眼神。 她一边给沈姨成饭, 一边说, 让沈姨别介意我刚才的行为, 那是年轻气盛, 也是关心则乱, 我是个有性情, 也很孝顺的孩子。 我听得尴尬的, 脚趾套都要把鞋底子弄穿了。 沈姨居然还嗡了一声, 点点头。 秦柳娘又说了她和我的打算。 沈姨又点点头, 道, 很有道理。 这时, 秦柳娘忽然说了句很不拙边际的话, 她问沈姨住在哪, 多少岁了? 看她二十来岁的年纪, 肯定还没结婚吧。 沈姨放下筷子, 眼中不解, 皱眉道, 此事, 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有关吗? 一时间, 我忍不住, 额头上都密出了汗珠。 秦柳娘这一出, 太不着调。 我怕她惹恼了审计, 没想到, 秦柳娘却煞有气势地点点头, 道, 当然有关, 你不知道, 那老仙多狠, 会让你瞧见自己的软肋。 我不知道, 红河看见了什么, 但我看见我可怜的女儿。 话语间, 她眼眶红了, 声音都透着伤感。 我身体微僵, 清晰地从秦柳娘身上感受到了悲伤的情绪。 她女儿? 是怎么回事? 我突然回想起来, 当初在墓里头, 秦柳娘要打开大棺材的时候, 就喊着小小, 麻烦你出来, 我去阻拦她, 她却立声说, 我是凶手。 看来, 秦柳娘身上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 沈济眼中思索, 语气缓和了不少, 道, 节哀。 秦柳娘擦了擦眼角, 似是看了看房梁, 说, 这都是好些年之前的事情了, 那老仙就是太邪门, 能把人忘了的痛苦揪出来。 沈济点了点头, 越凶得越邪门, 尤其是那老仙, 还是轻尸煞, 更是断了条胳膊的破尸, 如果当时不是那些金服, 秦柳娘和我就不只是被触及软肋, 恐怕都会死在墓里。 轻尸煞, 秦柳娘却被吓得不轻, 话都说不利落了。 沈济倒是平静, 又说了她没有婚配, 上已经无老, 下又无小。 她没有软肋, 不怕被鬼碎诱导。 秦柳娘神情缓和了不少, 喃喃道, 好, 这样好啊, 她继续吃东西, 不说话了。 我也觉得秦柳娘说错了话, 谁会想自己截然一身。 沈济这般年纪就没了父母长辈, 恐怕这也是她的伤疤。 我给秦柳娘使了一个眼神, 轻轻摇了摇头。 秦柳娘这才反应过来, 闷不作声地给我盛了一碗饭。 她也迅速埋头吃东西。 这一餐饭, 三人各有思绪, 沈济先放下碗筷, 起身走出了屋门。 我看向沈济, 眼中略有不减, 眉天黑, 她去哪儿? 秦柳娘挪了挪嘴巴, 示意我跟上去。 我起身追上沈济。 她停在了马路边上, 从兜中取出几枚石子, 那石子的颜色各不相同, 红黄白黑青。 她在一个位置, 扔下来了一块石子, 又摸出来几枚铜钱扔下。 接着, 沈济又绕到另一个方向往前走。 我看不明白她在做什么, 却知道, 她并非要离开, 便不敢打断。 沈济一直绕着我家走了一圈, 期间扔下了四块石子, 三十六枚铜钱。 最后, 她朝着我家房顶, 扔下最后一枚黄石。 我实在是没按捺住疑惑, 问沈济, 这是做什么? 沈济瞥了我一眼, 道, 你和秦柳娘的计划不错, 不过, 今晚只有我们能行动。 为了避免她成为脱油瓶, 还有屋内, 有你妹妹蒋优女的尸身, 也避免她被人和利用。 我不下了风水阵法, 以及福。 我心头恍然, 可让我惊诧的是, 沈济说的是, 风水阵法。 风水, 那不是风水先生的手段吗? 沈济不是个算命女先生吗? 怎么又会风水术了? 我眼皮微跳, 开口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沈济猝眉, 道, 还真是一问三不知, 我不是说了, 我会骑门遁甲和藏隐观山? 你不知道藏隐观山, 也不知道骑门遁甲隶属于风水。 我和沈济话说多了, 我顿时觉得, 自己的自信都快被这个女人碾压没了, 甚至有种, 自己是个破绽的感觉, 沈济又从上到下扫尸了我一遍, 他又低难了一句, 也不知道你这个年纪了, 还能不能有悟性, 还有没有机会。 看样子, 你没那个人聪明, 万一你不行, 就麻烦了。 我, 我不知道, 沈济这话带了机关, 但是我和他认认真真的说了句, 我肯定不会不行。 沈济眉头一皱, 却不说话了, 静止往回走去。 我刚往前一迈步, 脚上却瞬间一阵失重, 砰的一下, 我反应速度极快, 双手一下子就撑住了地面。 好险。 我心跳都加快不少, 往下瞥了一眼, 我脚上, 居然缠着一截鞭子。 我正愕然, 沈济干嘛拿鞭子给我使办? 那鞭子却搜得一下后退, 我顺势抬头, 却瞧见鞭子一下子缠住我的手。 我双手顿时被束缚住, 鞭子往前一带, 砰的一下, 脸直贴上地面, 吃了一嘴的灰尘, 讲红和, 管好你的嘴, 收起你的心思, 按照辈分, 我和吴先生同辈, 是你的曾祖奶奶。 如果你再出言不逊, 我会将你的舌头打一个结。 我狼狈地抬起头来, 却瞧见沈济进屋的背影, 可我却欲哭无泪。 沈济这会儿明白秦六娘的意图了。 我承认刚才会错了意, 但沈济说的心思, 那也不是我的心思, 是秦六娘的呀。 爬起身, 我胆了胆灰尘, 赶紧跟着进了屋。 结果沈济已经进了我房间, 门趴, 得一声关上了。 天黑我会出来, 平静的话音, 却透着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弹幕。 秦六娘刚好从厨房出来, 她瞠目结舌地看着我, 问我怎么了? 刚才把沈济惹恼了。 我没接话, 低声说, 我去老张叔房间休息会儿, 晚上我和沈济一起出去办事。 秦一, 你在家里。 她刚布置了复合阵, 这里很安全。 秦六娘眼前一亮, 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我一下明白, 秦六娘也会错意了。 我不想解释了, 埋头进了房间, 先收拾了一下脸上的狼狈, 然后躺上床休息。 只是, 稍微安静下来, 我心绪却很难平复。 因为现在缠在我身上的事情, 已经更多了, 过了许久, 我才勉强睡了过去。 这一觉我睡了很久, 还是秦六娘叫我寒醒的。 睁眼, 都已经快天黑了。 我起身进了堂屋, 桌上摆着很多吃的, 沈济已经在吃东西。 她看都没看我, 就扭头和秦六娘交代事情, 还给了秦六娘一张符。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地面, 踩在桌旁坐下。 吃罢了晚饭, 沈济淡淡地说了句, 走, 便喊我带路。 我起身出堂屋, 匆匆朝着镇北的细分家走去。 沈济快速跟到了我身旁, 她脚下却轻得几乎没脚步声。 这十天已经黑了, 路边隐约有一些细细碎碎的声响。 可扭头四看, 却没有任何人。 耳边反倒是又听到一些声音, 似是有人在敲鼓。 不知道为什么, 这鼓声让人心神格外不宁。 好像听见女人笑, 又听见了女人哭, 见鬼。 我低声说了句, 沈济忽然从身后的包袱里, 取出来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丝丝方方的铜板子, 上边镶嵌着一块圆盘。 速速地声响从圆盘上传出。 沈济面色凝重地低声道, 一阵的冤魂 比昨天的怨气更重了。 不知道是人和, 还是那老玉, 你走快些。 话音最后已经带上了催促。 我加快脚下步伐, 很快, 我们就到了寡妇西芬的家门前。 我伸手推开门, 一股冷风窜了出来。 沈济侧身先进了院内。 院子里头摆着一口棺材, 那棺材的表面居然都长满了黑色绒毛。 旁边的地上摆着一个长条的袋子, 里头鼓鼓囊囊的似是装了一个人。 黑煞! 沈济低难, 还是一个凶宅, 这镇上的阴气荡真重。 我呼吸却变得急促了不少, 沙哑道, 老张说, 棺材里头装着寡妇戏芬, 那袋子里头不得就是瘸子张吗? 我毫不犹豫迈不过去, 警惕地盯着棺材, 同时伸手就抓住了袋子, 要将其打开。 里头是死人? 沈济呼儿说道, 我脸色骤变, 一把拉开了袋子, 迎面来的是一股烧糊了的苦臭。 一颗黑漆漆, 似是焦炭的脑袋正对着我, 他眼窝深陷, 那一口大黄牙更平添了几分恐怖。 我被吓了一跳, 身上直冒冷汗。 细分嫂子的弟弟, 我喘了口气, 却更不安了。 站起身, 我二话没说, 直接去其他屋里找。 可很快, 我将这院子找了一通, 都没找到瘸子张的人影子。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 又错了。 那瘸子张, 到底被谁带走了? 该不会, 真的是老玉吧? 他没有动手对付我们, 先用稳妥手段, 带走了瘸子张。 我匆匆走出最后一个屋子, 却瞧见沈继, 居然将那口黑漆漆的棺材打开了。 我心头生起最后一丝侥幸, 不过等我走过去后, 却瞧见里头, 只有一个女人的尸身。 她的容貌, 已经完全被细密的黑色绒毛挡住, 整个尸体只剩下阴冷冰寒。 的确不在这里。 沈继眉头微皱, 低难道, 那会在哪儿? 他单手一推棺盖, 开了一半的棺材, 又被合拢。 他询问地看向我, 朝着院外走去。 这兄者, 我们的确不便多留。 结果刚推开门, 外边居然站着一对男女, 男人极为俊朗, 那女人更是美得让人窒息, 正路上朦朦胧胧的有白雾萦绕。 这两人对着我和沈继笑了笑。 男的先开口, 冲着沈继道, 有个人从下游跑过来, 不小心失足落水了, 正在求救。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模样有种妖艺的感觉, 话音也很乖。 沈继却好像没看出来, 他动作好像慢了一些, 反应也没那么快了。 我正觉得有些问题, 可迎面却吹来了一口极为怪异的香气。 那好看的女人柔声道, 就在那边的小桥下, 是个可怜的老人家, 腿好像受伤瘸了。 我和哥哥不会睡, 帮不上忙, 老人家抱着桥蹲, 快被淹死了。 我脑袋迟钝了一瞬间, 下一刻, 心头就只剩下惊慌。 老人家, 瘸子不就是瘸子张吗? 他从抓他的人那儿跑出来了, 却不慎溺水。 我来不及思索, 几步就朝着镇北入口, 小桥方向, 跑去。 刚迈出几步, 我想回头喊审计。 桥见的却是那好看的女人, 她刚好侧身挡住了我, 更是妩媚的一笑。 小哥哥, 我带你过去。 她伸手拉住了我的胳膊, 朝着前方挤走。 我余光瞧见, 审计也迈不往前了。 那男人在带她朝着我走来。 我不再耽搁, 脚下更是飞快, 一转眼, 就到了那小桥上。 潺潺的流水声, 让人心慌意乱。 我低头朝着水里头, 看去。 可水中哪有什么人? 冷风一直往脖子里灌。 我静一不定地说了句, 没人啊。 在另一侧, 我抬头转身, 耳边却同时听到一个妩媚的话音。 别回头, 你再看看呢。 又是一股香风从耳边吹过, 那股妈妈痒痒的感觉格外怪异, 让人忍不住, 想要继续低头。 可这一下, 我却感觉到不对劲了。 额头上顿时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斑驳的雾气中, 勉强能看清地上的影子。 我的影子是正常的, 我身边的影子却不正常。 那是一个人的身子, 却伸着尖尖的脑袋, 细长的嘴巴, 尖隙的耳朵。 整个影子一颤一颤地, 似是在发酵。 我浑身都是细密的鸡皮疙瘩。 腿都在哆嗦, 这还是人。 一瞬间的清醒, 让我清晰地感觉到脑袋的迟钝。 我想, 伸手去兜里头, 速度都缓慢了不少。 汗珠顺着鹅脚滑落。 耳边却麻麻痒痒, 那声音靠近了不少, 甚至我都觉得耳朵上的绒毛 触碰到了她的脸。 小哥哥, 你低头看, 那是什么? 她声音更妩媚了。 只是我低头一瞥, 河里头啥都没有, 反倒是地上的影子 逐渐被雾气遮挡。 最后那一瞬, 我瞧见那尖尖的脑袋, 贴在我的脑袋上, 好似要钻破我的头。 手, 终于抓住了兜里的避邪珠。 一咬舌尖, 传阳血让我更清醒, 瞬间恢复了行动力。 我一只手飞速抬起, 去掐那人的脖子, 另一只手掏出避邪珠, 直接朝着后方盲塞。 转身的瞬间, 我掐住了一个人脖子。 那是一个普通的村妇, 脸上全是麻点子, 哪有有什么好看可言。 只不过, 她肩头趴着一个尖嘴毛茸茸的东西。 我头皮发麻, 那居然是只狐猎。 尖细的柳叶眼睛带着脚狭和阴险。 我本来要将避邪珠塞进那村妇口中, 但我猛地一翻手腕, 要用避邪珠直接去打到狐狸的眼珠。 她搜的一下, 躲藏到了村妇的头发后边。 村妇尖声开口, 骂道, 毛头小子, 听不懂好话。 我手上居然一阵滑溜, 就像是抓到一团绒毛一样, 根本没锁住她喉咙。 她抬手, 手指上的指甲尖锐发黑, 冲着我胸口狠狠抓来。 我本能地往后一退, 整个人突然失重, 朝着水中坠去。 水里头却探出几个拇指一般尖细的头, 我浑身被冷汗浸透, 心里头清楚, 坏事了, 那些尖细的脑袋分明是舌头。 我掉下去, 不只是被溺水, 还得被这些鬼东西缠脖子。 可现在的局面, 压根就没有转环的办法了呀。 我浑身肌肉紧绷, 额头上冷汗直冒, 脸已然贴近水面。 水中那些舌头吐着丝丝的杏子, 甚至有几个弹射起来, 要来咬我的脸。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嗖的破空声传来。 我腰间顿时被一条鞭子缠中, 大力将我朝着左侧一拽。 我整个身体都被拉飞了起来。 雾气被破开, 我一眼就看清, 是沈济用鞭子拽着我。 他手上还提着一条毛茸茸的东西, 尖头尖嘴的模样, 不正是狐狸吗? 眼看我就要被拽到地上, 沈济却一抬腿, 刚好一脚点中了我的腰间, 一阵刺痛间, 我身体却猛地平衡, 双腿落了地。 背了那么多年尸体, 打不过一个加线。 沈济话音透着不满, 我一下子就尴尬了, 正要解释。 沈济却骤然踏步, 飞身而出, 手中长鞭更是劈啪打向前边的小桥。 我只听见一声惨叫, 等他拽回鞭子的时候, 尾端卷着之前对付我的白毛狐狸。 他将其从鞭子上取下, 把两条狐狸尾巴打了个结绑在一起。 这两个畜生东西都已经死了, 尖尖地嘴巴两侧溢出鲜红的血迹。 只是, 他们的脑袋却总给我一个恍惚的错觉, 像是沈济不是提着两只狐狸, 而是一男一女老玉养的家仙。 我抑制着狂跳的心, 喃喃道。 虽然我只在那女孩身上见了耗子, 蛇, 黄鼠狼, 但是之前在老仙棺材前面, 我瞧见了干尸狐狸, 甚至刚才水里头还有几条蛇。 这充分说明了一些问题。 沈济恩了一声, 说这是狐仙。 他秀眉紧促, 又摇了摇头道, 人和乱了这镇上的风水, 弄出来太多变数。 如果没有他, 我一挂就可以补出来。 那婆孙俩在哪儿, 也不用让他们在背地里使阴招。 我眼皮又跳动两下。 回想刚才, 其实不只是我被骗走, 沈济应该也有一瞬间的失神, 老张叔很有可能是被他们给带走了。 我咬了咬牙, 说道。 我并不想试试靠审计, 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就总觉得没底气。 可现在这情况, 还真就是这样。 我的本事和能力不够看, 就只能跟在审计身后了。 审计思索片刻, 诱导。 他们躲藏着, 不敢正面出来, 有两个可能。 一个, 是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他们带着轻尸煞, 这可能不太成立。 第二个, 他们控制不了轻尸煞。 那轻尸煞, 也没有想主动来招惹我们。 因此, 他们只能用加仙来算计, 这概率很大。 话语间, 审计将两条白毛狐狸递给了我。 我提在手里头, 却总觉得甚得慌。 他收起来长边后, 取出来了之前那块铜盘, 左右轻微地摇晃手臂。 刹那间, 他眼神一凝, 静止便朝着小桥上走去。 我紧跟在审计身后。 过小桥的时候, 我还瞧见地上那个妇人, 昏迷不醒。 审计一直是呈现一个直线的方向在走。 我们进了阵内, 很快, 便有一排房子挡住了路。 他身体微微一弓, 同时抬手要来抓我的肩膀。 我顿时看出来了他的举动, 稍稍后退闪避了一下, 腿上发力, 纵身一跃, 就上了那房顶。 审计随后上来, 他眼神透着些许诧异, 下一瞬才隐隐有了一分满意。 他继续往前赶路, 脚下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我还是能跟上, 并没有吃力。 几分钟后, 审计做了一个阻拦的动作。 他跃下一条小径, 我跟上他后, 他屏息继续往前走。 我也轻身提气, 两人的动作几乎是翘无声息。 一转眼, 我们到了小径尽头。 再往外看, 其实这里像是镇子的末端。 一片空地之后, 有一个宅子。 宅子很老旧了, 厚厚的红砖墙, 上头搭着许多布条。 宅门前边放着很多脏兮兮的碗, 仔细去看, 那些碗上满是黑红色的污垢。 墙边有不少小洞, 寂静幽深。 我脸色变了变, 因为在八毛镇待了这么多年, 我都不晓得 这儿有这么诡诀的一个老宅。 但是看一眼, 我都觉得阴气往脑袋上钻了。 最重的阴气是从这里传来的, 转针影响了一整个镇, 轻尸煞, 应该在里边, 那婆孙良也在。 审计轻声嘻南, 我瞳孔紧缩, 呼吸都急错了不少。 没有想象中那么重的阴气, 和我揣测的没错, 他们的确控制不了那尸体, 既然这样, 那就正面把他们引出来。 审计又说道, 我正想问怎么引。 结果, 审计居然直接就走出了小径, 毫无遮掩地朝着那老宅门口走去。 我来不及多想, 跟上了他脚步。 我们人还没到宅前, 审计喊我, 将那两条畜生的尸体扔进去, 吞咽了一口唾沫, 我毫不犹豫地一甩狐狸尸体。 结果, 他们刚到半空中, 审计抽出长边一挥, 狐狸尸体在半空中支灵破碎, 带着一大片血雾, 全部落入了老宅内。 一声凄惨的尖叫, 穿破夜空, 甚至让我耳膜都一阵刺痛。 下一刻, 宅门却开了。 从门中走出来的, 赫然是那老玉。 他眼中只有阴霾, 还有森然的杀机。 打我孙女, 杀我仙家, 害我家老头子, 你们真该死啊。 老玉脸皮子一直抖动, 声音更尖锐。 下一刻, 他口中发出一个怪异的声响。 一手摸出一把香, 另一手又是一张符。 香迎风自然, 浮呼吃一下, 冒出一阵火光。 他鼓鼓囊囊的身上, 忽然一阵颤动。 连带着他身体, 也不停颤动了起来。 在下一刻, 他眼神似是都变了。 明明是好端端的人, 但我总觉得, 他眼瞳似是竖起, 像是蛇一样。 他就那么盯着我和审计。 我却感觉自己身上, 好像被缠绕了一股无形的力道, 脖子更是快要被勒断。 我用力一抿舌尖。 之前的伤口被我弄破, 刺痛让我堪堪清醒。 我浑身都是细密的汗珠。 沈济眉头紧皱, 他额上同样有薄汗。 不过, 他好像比我清醒得快, 已经一步迈出。 他又要扬起鞭子, 可他的手却忽然一顿。 我快速扭头, 这才瞧见, 沈济刚才垂着的鞭子上, 居然挂满了一串串的黄鼠狼。 刚才我们两个被老鱼弄得失神, 这些畜生东西, 猛地一抖长鞭。 可那些黄鼠狼非但没掉下去, 反倒是速速地顺着鞭子朝着沈济爬来。 我隐隐听到那老玉尖锐的声音, 似是在唱着什么曲调。 我只听清了胡黄, 帮忙几个字, 别的都听不清晰。 来不及多考虑, 我探手就朝着爬上鞭头的一只黄鼠狼打去。 这一巴掌, 我也下了狠手, 要掐断他的脖子。 扑斥一声, 一团黄色的烟气从他屁股冒出来。 他尾巴一扫, 那烟气直逼我和沈济的面门。 接连不断地扑斥声, 那密密麻麻的黄鼠狼全都放出来烟气, 全部朝着我和沈济笼罩而来。 老玉的尼南骤然停顿,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阴冷森寒的话音, 杀了胡家的仙。 黄家就要你们的命。 沈济猛然一挥手袖, 一阵禁风散出, 那长边也被他甩出数米外。 可那些烟气儿还是直接笼罩了我们头顶。 尖锐的咔咔声传来, 身体飞速地开始麻木。 我强撑着最后一点力气, 手朝着鼻翼间一晃。 辛辣刺鼻的味道直冲天灵盖, 我一个颤身顿时恢复了行动力。 腿狠狠一扫, 最先靠近的几只黄鼠狼直接被我踹飞。 后边那一群显得愈发凶利, 圆溜溜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显然, 这些畜生东西都没反应过来, 我居然没被影响。 我速度很快, 直接将那拇指大小的木桶子朝着沈济鼻子下一晃。 沈济身体一颤, 清醒了过来。 他眼中一阵恼怒, 一声赤鹤之下, 迎面冲向那群黄鼠狼。 他的动作极为凌厉, 一探手就抓住一只黄鼠狼脖子, 咔嚓一声将其脖子拧断。 转瞬间, 他又捡起来长鞭, 狠狠一甩鞭子, 别的黄鼠狼瞬间被抽开。 与此同时, 我手持辟邪猪, 直接朝着宅门的老玉冲去。 他和那女孩是厉害没错, 但他们的厉害, 还是基于那些仙家的诡异。 我这下子也看出来了, 他们能驱使仙家, 自己伸手却不强, 否则的话, 就不会这样藏头鹿尾了。 一转眼, 我就要到了老玉身前, 他双手狠狠朝着地上一挥。 先前他手中的三柱箱居然插进了地面。 他身体又是一颤, 隐约, 我发现他和之前有点不一样了。 原本就不太挺直的腰背, 现在更鱼驴, 就好似驼背了一样。 他脸上更是密布着一层细密的白色道刺。 这并非白纱的绒毛, 我形容不上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 他鼻子嘴巴都像是短了点, 来不及思考, 我已经逼近了他。 只要将他拿下, 至少他这里的麻烦, 就解决了大半。 我单手成掌刀, 猛地斩向他的脖子。 手瞬间接触到他脖子上, 我本以为他会直接昏死。 可没想到, 他嘴角勾起一丝冷冽的笑容。 我的手却是一阵剧痛, 就像是被几十条钢针扎中。 饶事, 我被瘸子章锻炼了二十来年, 还是没忍住一声惨叫。 猛然把手后退, 我低头看向自己站立的手, 小拇指下方的掌肚和侧边满是血动。 鲜血不停地流淌而出。 再去看老玉, 他脖子上鼓鼓囊囊的衣领, 露出一排顶端是白色的黑刺, 透着风锐寒芒。 我心态有些绷不住了, 这老玉身上怎么什么鬼东西都有。 又是一声赤和, 沈济已然逼近老玉。 余光能瞧见, 刚才的地面, 全是黄鼠狼的尸身。 老玉猛然抬头, 悲愤至极地瞪着沈济, 奸声道, 我要拿你的皮做骨。 下辈子, 少作恶。 沈济呵斥一声, 那长边直劈老玉面门。 这里倒下去, 老玉非要脑僵崩裂不可。 就在这转瞬之间, 忽然一声沉闷的声响传来。 还当真是鸡鼓的声音。 更怪异的是, 那鸡鼓声还夹杂着一些女人的哭声、笑声。 沈济的身体, 又是一顿。 她双眼忽而变得空气无神, 显然是被影响了。 她手中的长边骤然落地, 没有抽中老玉。 我脸色大变, 抬腿就要朝着沈济冲去。 可我身后却传来了稚嫩的哭泣声, 夹杂着喊我哥哥的空气声。 讲幽女? 我眼眶顿时一红, 心知肯定不是。 这并非老玉的手段了, 而是老仙的。 又吸了口舌尖血, 我快速到了沈济身旁。 这时, 那老玉也朝着沈济冲来。 她手中握着一把极为尖细的刀, 刀的背面, 还有一个丰锐的钩子。 很显然, 那鼓声是在针对沈济, 才让她这么受制。 我反倒是能动。 老玉仰起手, 眼神很利。 这架势, 是要刺穿沈济的脑袋。 我这会儿心急啊, 要是我手里头有分尸道, 还能让这老玉这么嚣张。 释手空拳, 还真不好对付她。 思绪在电闪之间, 我飞速探手, 要去架住老玉的双臂。 铺学三四指不过, 我刚碰到她手腕, 她袖子里就钻出来两条细长的黑蛇, 一口朝着我手掌咬来。 我已经来不及闪避, 直接就被咬中。 刺痛之下, 我还是死死抓住老玉手腕, 用力一败。 只听咔嚓两声, 惨叫传来, 老玉手中的刀也阴声落地。 她胸口的衣服, 又窜出来两个兔了毛的大耗子, 要来咬我的鼻子。 我只能松开她手腕, 她及时后退。 我去挡那两个大耗子, 可身体却一阵麻木, 更是天旋地转。 嘟, 我脑袋刚冒出来这念头, 审计却动了。 她抬起手双腿, 一脚踢飞了两个耗子。 这期间, 我瞧见她身上落下了一道符, 那幅本身是黄色, 落地却变成漆黑, 怨气冲天。 你们真的该死。 沈济的眼中, 只剩下冰冷和恼恨了。 那老玉却快速狂奔, 一转眼, 就要冲回宅内。 奶奶, 快回来。 一个仓皇的女孩儿声, 从宅内传来。 沈济长边一甩, 那鞭子却缠绕至腰间, 而她手一抬, 从她袖子里头, 居然射出三道母舰。 我是当真被吓了一跳。 沈济身上, 居然有这种东西。 弩剑嗖嗖地刺进了那老玉的后背。 老玉是扑进了宅门内。 一个鲜瘦的女孩儿身影一闪而过, 她拽走了老玉, 老宅砰得一下关上了大门。 沈济踏步往前, 显然是乘胜追击。 我本想跟上去, 可刚迈出一步, 腿便是一软, 眼前一黑, 整个人朝着前方重重倒去, 讲红河。 中毒了。 静怡的话音入耳, 我感觉自己被一双手抱住。 下一刻, 嘴巴又被一只手捏开, 一个圆溜溜的东西被塞进我嘴巴。 我下巴又被一击, 那东西被吞进喉咙里。 只不过, 沈济这一巴掌很重, 我又咬到了一截舌头。 这剧痛让我清醒过来, 却快把我疼哭了。 你死不了, 我给你吃了足内丹丸, 大男人的, 哭什么哭。 沈济的话音还带着几分训斥。 我, 我张口, 又疼得吸了口凉气。 可这一下, 我彻底清醒过来了。 我反过手来, 细看手腕的伤口, 那里在冒鲜红的血液。 我呼吸粗重, 应该是我中毒, 没有瘸子张身。 而且立马解了毒。 审计松开我, 走向院门, 我急不跟了上去。 他抬起长腿, 一脚将门踹开。 院内的清景, 却吓了我一跳。 院子的正中央, 摆着一口单薄的树皮棺材。 四周却密密麻麻的, 摆着家仙的干尸。 他们都像是在跪拜棺材一般。 除了耗子, 居然还有少见的刺猬。 此外, 棺材上还搭着几张泛黄的薄布。 可仔细一看, 那并非是布, 而是细腻的人皮, 只是因为年头太久, 泛黄的比较严重。 家仙尸体并没有吓到我, 室内人皮让我心头发堵, 极为不适。 砰的一声闷响, 是鼓声又来了。 耳边忽然传来了女人的笑声。 那声音极为妩媚, 一瞬间, 居然酥麻到了人骨头里, 本身这地方极为恐怖, 可这声音却带着暧昧, 感觉就更为怪异。 枝鸦的声响中, 院内四周的门开了, 款款走出的, 居然是一群细腰疯的女人, 其中还有几个俊朗强壮的男人。 女人性感妖娆, 妇如宁之, 一瞬间, 就让人挪不开目光。 男人则是肌肉健硕, 面如关玉, 看上去帅气吸睛。 院子中间的棺材也变了, 那哪是什么棺材? 而是个树皮桌案, 桌案上趴着几个税嫩的少女, 正冲着我招手。 虽然我知道这有问题, 但却好似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推动我的身体, 让我朝着前方走去。 那些女人朝着我围来, 而那几个男人, 却朝着审计走过去, 我用力咬着舌尖, 可眼前的一切, 还是没变化。 眼看, 我就要走到那树皮桌案旁边了, 周围的女人, 也簇拥围了起来。 忽然, 一个平静清冷的话音, 在耳边响彻。 天有三骑, 地有六姨, 玉女守神, 凶煞远壁, 贪狼在目, 镇训得地, 水至何局, 积极如绿令。 我脑袋呼儿一下清明了, 眼前的一幕, 却让我心头恶寒不已。 我已经到了棺材前边, 棺盖已然被打开了。 直挺挺处在我面前的, 是一具老人的尸身, 他皮肉干点, 眼窝凹陷, 但青色的皮肤上, 竟是血色绒毛。 他胸腹微微起伏, 就像是还有一点点微弱的呼吸。 更可怕的是, 他独臂举起, 似是来抱我脖子。 我身边并无什么年轻少女, 而是一群老妇, 他们胸前挂着一面泛黄的皮股, 双手正在轻轻拍打。 这些老妇的眼睛, 都带着怪异的妩媚。 只有眼睛, 似是少女。 鬼上身? 我头皮都发麻了。 与此同时, 近处又传来一声赤鹤。 我余光瞧见, 有几个老头围着沈济, 而沈济身前, 鞭影横扫而出。 我骤然朝着后方退去, 避开了那尸身的一双手, 也躲开了那些老妇。 他们眼神透着急促, 双手用力拍打身前屁股, 我一时又是一晃, 不过这一次却没中招。 碰碰碰的倒地声同时传来, 围着沈济的那些老头, 全都倒地不起。 不过, 他们并非单纯被鞭子击倒, 因为我瞧见他们硬膛上, 还紧贴着一枚铜钱。 下一瞬, 我身前那些老妇都变得神色尖锐起来, 他们同时冲向了沈济。 沈济原地一个悬身, 嗖嗖声中, 十数枚铜钱射出, 所有老妇几乎同时呆站在原地。 我看得瞠目结舌。 沈济目光扫向院子当中的棺材, 盯着那老人尸体, 似是诧异。 不是青尸煞, 是血煞化青。 怪了, 很显然, 那尸体就是老仙了。 沈济的话也让我面色苍白。 血煞化青, 看起来他很瞧不起。 可让我对上这东西, 我还是食死无生。 说时迟, 那时快。 老仙的尸体朝着棺材外呼的一导, 似是要翻出来。 沈济陡然抬起手来, 又是三道弩剑从他的手袖中弹射而出。 铜光闪过, 弩剑稳稳地扎在了老仙的头顶。 老仙一动不动了, 沈济纵身朝着前方跑去。 我反应过来, 来不及多看, 迅速跟上了沈济。 我们进了这老院的堂屋中。 堂屋里头摆着一面更大的鼓。 这鼓身完全是人皮缝制而成。 边缘的位置似是能看到一些折叠的人脸, 我心头更压抑。 沈济抿着唇, 面上冰寒, 眼中杀鸡喷涌而出。 他们反应还真够敏锐的, 眼见打不过, 居然跑了。 沈济语气更冷了。 我心头却一慌, 不安道, 老张叔, 那女孩勉强带着一个重伤的老玉跑, 带不了那瘸子走。 还有, 那老玉一身邪气, 被铜剑入体, 剑身上还有道符, 他活不了几天了。 沈济淡淡道, 我心里又是咯噔一下。 道符? 这沈济到底是什么来头? 会风水? 会算命? 居然还有道士的东西。 刚才我们明明被迷惑了心神, 这应该是比鬼上身还要厉害的东西。 可沈济那一串咒法, 却让我清醒过来。 若非是那咒法, 我们恐怕要吃大亏。 疑惑虽然疑惑, 但我还是没先问他。 而是快速在老院内找了一圈。 只是, 让我心头站立不安的是, 我居然还是没找到瘸子张。 等我回到院内, 发现沈济站在那老仙儿的尸体前头, 若有所思。 我心头煎熬地走过去, 沈济眼中疑惑。 还是没有。 我明嘴, 点点头。 看来, 你的揣测, 全都是错的。 他应该是被别人带走了。 沈济轻声道, 难道是, 人和? 我不安开口。 沈济眼中显然露出了不满, 道, 第一次见你, 第二次见你, 你都临危不乱。 刚才, 你也很能打, 很能听, 怎么这一下, 你就自乱了阵脚。 不可能是人和, 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引我过去试探。 他退走, 我回来, 他没那个时间。 而且他抓人, 会只抓一个。 沈济的话音中, 居然都带着训斥的意味了。 我脸色胀红, 可我反驳不了。 我的确阵脚乱了, 一次没找到, 两次没找到, 那瘸子张能被带去什么地方。 我太怕他出事, 没忍住, 我和沈济说了, 我之前, 出现过眉心黑色, 印堂青黄的面相, 秦一说是百事歉顺, 倾同不祥, 我怕这事情, 应验在瘸子张身上。 沈济的眼中, 也出现了一丝疑惑, 他认认真真的看着我的脸。 片刻后, 沈济摇了摇头道, 这面相很微弱了, 被你脸上的红光压过, 就代表还没有应验。 如果应验了, 我会看见的, 还有, 你红光悬顶, 准透明润, 必有一得。 我心头狂跳起来, 问沈济, 没有应验, 就代表老张说还没事。 那一得又是什么? 沈济促眉, 告诉我, 未必这事情指的是瘸子张。 而且, 瘸子张算我养父, 我没有丧父的相格, 所以, 瘸子张性命暂且无忧, 至少还活着。 顿了顿, 他告诉我, 那一得,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属于我的机缘, 机缘到了, 我就知道了。 雨霸, 沈济压下了眼中的思索, 又看向了老仙尸身。 他说, 得回去看看那个墓, 这尸体很诡异, 血煞化青, 不该用金服来震, 墓里头, 必然还有东西。 我心头顿时一寒, 老仙和老玉, 已经这么难纠缠。 虽说我们赢了, 但没抓到他们两个。 还有, 沈济的表现有些怪。 有时候, 他好像也是狼狈应对, 但忽然又会变得很强, 连血煞化青都可以瞧不起, 还能有镇住青狮煞的手段。 这也透着奇怪。 这时, 沈济迈不往外走去, 我紧跟上他。 对瘸子张的担忧没有减弱, 我先问了沈济, 墓中有什么东西, 然后又直言了自己的疑惑。 为什么他时而轻松面对, 时而又很吃力? 沈济告诉我, 墓中有什么? 他现在不知道, 可金服一定是镇至少青狮煞级别的尸体, 我们得过去。 不然这镇上的百姓性命, 依旧是隐患。 顿了顿, 他又深深地看了一眼我, 道, 你没接触过这些养家仙的人, 但你没发觉吗? 他们的手段并非是简单的鬼, 甚至不是这老仙儿的尸身的话, 他们甚至不会用上鬼碎。 我眼中都是不解了, 因为我大部分都没听明白。 沈济又和我解释了一遍, 这次, 他就比较直白了, 说那老玉和女孩, 如果单纯驱使家仙和他斗, 他会很吃亏, 甚至很难应对, 因为他对付死人更厉害, 如果要对付活人还有仙家, 本身就要大打折扣, 他也不够了解他们。 但老玉他们却用错了心思, 以为仙家对付不了他, 用上了老仙儿的尸体。 鬼碎加上仙家一起, 这就正中了他下怀。 我这才恍然大悟, 隐隐还有后怕。 迟疑了一下, 我又问沈济, 他怎么还会道士的咒法了? 沈济瞥了我一眼, 问我, 很奇怪吗? 难道没见过会道士的阴阳先生? 我一时间语色。 沈济四世反应过来, 摇摇头, 道, 对, 你在这八毛阵, 连阴阳先生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 沈济是故意在洗刷我, 还是他性格本就如此了, 一直吃扁, 我干脆就不再多问。 沈济却又和我解释了两句, 说他道法会得不深, 不要太过依赖这点。 而他铜剑是族内的一些老家伙给的, 怕他出来出事。 我没接沈济话茬。 一晃眼, 我们已经到了镇中央, 黑漆漆的夜路上, 居然有很多年纪不小的老头, 让我略有心惊。 沈济喊我不要多管, 不是冲我们来的, 这些人也没有鬼气怨气, 就是普通人, 不知道去做什么。 我勉强压下了疑惑, 跟着沈济继续往前。 等我们回到了后山, 墓穴洞口的位置, 沈济喊我先下去。 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没多问, 就要弯腰进洞。 沈济却又喊了我一声, 让我先出去之后, 如果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多, 就让我踢远点。 我这才明白了一点点, 又钻了一遍熟悉的窄洞。 当我来到墓室中的时候, 打开电筒一照, 发现地面上干干净净, 一具干湿都没了。 这属实正常, 老鱼肯定将其全部带走了, 就是刚才我们面对的那些东西。 随后, 沈济也进了墓室。 我手电筒缓过两口棺材, 他们全都被开了棺。 大小棺盖都丢在地上, 还有一块幅布。 小棺材四周的金板, 全都被撬了出来。 老鱼并没有带走金板, 看来, 他们对这些钱不感兴趣。 仔细一想, 这些金板镇压他男人二十来年, 能拿走才奇怪了。 沈济却走向了地上那块幅布, 将其捡起来之后, 沈济仔细地看着, 眼中透着金仪。 喃喃道, 压阵神咒, 我心里突地一跳, 问沈济, 怎么会认识这符文? 沈济不多言, 又走向了那些金板。 他蹲身拿起来两块, 看完了之后, 呼吸却急促了不少, 柳家的福, 不过, 有破绽, 就让我更惊疑。 时间到了会失效, 这就是说, 金服只会镇压一段时间。 那这老仙, 如果不是被吴老汉拿了金板, 也会出来。 我额头上, 觅出痘大的汗珠。 沈济已经起身, 走到了小棺材前头。 他低头看着棺身内部, 我一直着疑惑, 走到了他身旁。 我顺着看过去, 棺材里头空空荡荡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大棺材脸。 我试探地说了句, 沈济摇摇头, 那口棺材只用了压阵神咒, 那是没问题的, 应该装着的, 就是那些人皮和骨。 这口小棺材, 才是问题所在。 有问题的金服, 镇压了一个不足档次的血煞化氢, 腹还会破开, 血煞化氢会出来。 对我来说, 这东西好对付。 可对你们八毛阵的人来讲, 就是一场厄运。 就算你和那瘸子能对付它, 不死也要脱层皮。 能布置这些东西的人, 不可能看不出隐患。 他们既然看得出来, 那他们是什么目的? 沈济眼中思索更多, 他的分析, 却让我瞳孔又是一阵紧缩。 至少, 我知道一点, 这地方, 是老先生和那道士弄的。 老先生, 果然有问题。 只是, 这问题在哪呢? 正当我思绪紊乱的时候, 沈济忽然抽出长鞭, 狠狠朝着这棺材一抽。 啪! 整口小棺材, 骤然便四分五裂。 棺材残片被气劲震开, 灰尘烟雾散开后, 地面还铺着一张符, 那是一张人脸符。 我瞧见他的一瞬间, 就感觉身体一颤。 沈济却脸色苍白, 他灯灯地后退了数步, 嘴角竟一出了一丝鲜血。 他猛地扭过头, 视线挪向了别处。 蒋红河, 退过来, 不要看那张符。 沈济声音透着极度地沙哑。 我没动, 还是呆呆地看着符。 更诡异的是, 我居然控制不住身体。 探出手, 一把将那张符掀了下来。 符指入手的瞬间, 我更觉得身体失控了一般。 隐隐地, 我耳边似是听到了什么话。 让我砰的一声,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再接着, 我冲着前方, 就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 磕完了头,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感觉能控制身体了。 我更忙着啊, 这是怎么回事儿。 盯着符指被扯开的位置, 我却瞧见那里有个小小的凹坑, 里头放着一个铜盒。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没有伸手去拿铜盒。 手上传了一阵轻微的刺痛感。 我低头去看自己的手, 才发现我手指在一血。 分明是那符上有一些细小的刀片, 割破了我的手。 而符布的背面有密密麻麻的一串子。 我只看了一眼, 就身上冷汗直冒。 其内容写着, 十星丑年, 庚子月, 鬼卯日, 小徒蒋红河, 煞血磕头拜师, 如有违背, 改换门庭, 当伸手一触, 脑袋完全猛了。 这张符, 居然是我的拜师符, 早就有人准备在这里了。 我冲着一个铜盒子拜师了, 我心口都像是被一只手攥住了一样。 新丑年, 不就是现在2021年? 庚子月, 鬼卯日, 农历是11月18日, 国历是12月21日。 那不正是今天。 我耳边嗡嗡作响, 这见鬼了, 我不但拿着它, 就直接磕头拜师。 而且, 这上边的内容, 居然就写着今天, 就写着我的名字, 还有一道毒事。 这事情, 是算准我来的。 我额头上的汗珠, 一颗颗滑落下来, 再盯着那道符, 又看了看眼前凹坑中的铜盒子。 这幕是老先生和一个道士, 设下的。 那这符, 也就是他们留下来的铜盒子也是, 老先生算计我, 让我冲着这铜盒拜师。 我思绪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蒋红盒? 你怎么听不懂话? 沈济严厉地话音传来。 我余光看见, 沈济正微侧头看我, 他冷冰冰地翘脸上, 透着焦急。 我没事, 至少现在没事, 我干巴巴地说了句。 嗯? 沈济的语气, 忽然变得有些怪异。 他立即转过身, 走至我身旁, 紧觉得低头, 看了看我手上的符, 再没刚才那反应了。 拜师帖? 你的名字? 今天, 冬至。 沈济的眼中, 透着惊恶。 紧跟着, 他直勾勾地看着那铜盒。 算计你的老先生, 布下柳家福传的道士, 沈济口中喃喃, 眼中也更疑惑。 他们有很大的问题, 这铜盒里头, 是什么? 于爸, 沈济伸出手, 就要去抓那铜盒。 不过, 在他要碰到的瞬间, 又停顿了下来。 这东西是给你的, 那老先生如果要杀你, 很早就能杀。 他帮了你不少, 可也问题不少。 你先看看, 这铜盒里头装着什么? 沈济慎重地说道, 我看看回过神来, 起身拿起来了铜盒。 沉甸甸的铜盒上, 透着一股精锐之气, 驱散了不少的寒意。 我将盖子打开, 用手电筒罩了一下里面。 曝露在视线中的是一本书。 灰白色的书封,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其上又有金线绣成的字样, 书名写着石棺像书。 我愣愣地看着那本书, 还是不明所以。 一旁的沈济, 眼中也愕然。 一本书, 沈济喃喃道, 拜师, 他给了你传承。 可为什么, 这传承不当面给? 我更猛了, 却又想起来一件事情, 吞咽了一口唾沫, 道, 石棺, 魂壁体, 这是老先生的手段。 真是他的师门传承。 沈济面色凝重, 沉默不言。 我下意识地将书取出铜盒, 正想翻开看。 虽说老先生有问题, 在算计我, 但正如沈济所说, 他其实没害我。 从沈济这件事情就能看出来, 他所说, 很多都是对的。 吴先生说他是一个仇家, 而他说吴先生错了, 两人之间必定有极大的矛盾, 亦或是极深的误会。 而老先生要将自己的师门传承给我, 又是什么原因? 我思绪很快, 一手拿着电筒, 又要翻书, 就显得很笨拙。 沈济将电筒接过去, 帮我照明。 我难难地念出声来, 大凡官人相貌, 以古至五行, 致其面石棺, 古之起出, 古节像金石, 呼儿, 滑的一声轻响。 是沈济一手扣上了书封, 他瞳孔紧缩, 额头上竟是汗珠, 让我不要念了。 啊? 我没反应过来, 疑惑地看着沈济。 沈济又沉默片刻, 道, 难道那瘸子章没教过你, 传承之物, 不能随便给外人试听吗? 我这才看看反应过来, 说肯定教过。 再低头看了一眼书封, 我明白了沈济的意思。 我将书放进铜盒里, 又将铜盒贴身装好。 先出去。 沈济四扫了一遍墓室内, 轻声说道, 他看我的眼神, 已经带着一些其他意味。 我转身, 到了洞前, 钻进去往上爬。 不多时, 我出去到了山脚处, 沈济跟了出来。 白茫茫的天, 已然不是夜晚, 天边若隐若现的一缕紫气, 给人一种通透感。 我吐了口啄气, 身体却有种疲惫。 只是, 我依旧弄不明白, 为什么老先生要大费周章地给我这铜盒? 就像是沈济刚才说的一样, 要给, 怎么不当面给? 有事, 为什么不当面说? 我跟着瘸子张学碑诗人的手艺, 很清楚传承的重要性。 这算是代代相传的术法, 瘸子张能自己死, 都不会让传承断绝。 老先生是那么强横的一个人, 他的师门传承又有多强? 居然就这么给我了? 还是早早地布局, 二十来年前准备对付老先生的时候就给我。 他让瘸子张去买我, 这当真就是一个惊天的大局。 可我, 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让他传承给我师门? 我呆战了许久, 思绪一直没有停下。 一晃眼, 出阳居然都出来了, 阳光照射在脸上, 微微的熨烫和刺目感让我清醒过来。 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 可能你有机会, 也并非是个废物。 审计轻声开口, 我诧异地看向他, 他又深邃地看了我一眼, 道, 不管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东西, 但我能告诉你, 这书不简单, 我从未听过石棺像术, 但听你念的第一句话, 这是一本极为高深的阳算之法。 阳算? 我不解, 算命数。 审计又道, 我心砰砰直跳, 如果有机会, 能见到他最好, 起轻牛, 带高官, 压阵神咒, 道福, 无一不说明, 他身边的人, 是我族中一位长者, 只不过点击记载。 那长者应该已经去世多年, 活不到现在, 我很想知道, 他身边的道士是谁。 审计又说道, 我心头又是猛的一跳, 那道士, 和审计有关。 老先生, 又用这种方式让我拜师, 还让我跟审计走。 那今天的事情, 也是被他算计而来的。 甚至审计来找我, 还是他在暗中推波助澜。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觉得这怎么可能啊, 一个人算出来21年要发生的事情。 可下意识地, 我抬起另一只手, 其实那张符, 一直还在我手中抓着。 看着符上的字, 我又心惊难掩。 事实却早就推翻了我的不可能, 我将我刚才的猜测, 给审计说了。 审计眉头紧皱成了一个疙瘩, 他半晌后才道, 我不认为他算计了我, 蒋红和, 你还不懂命数, 有的事情, 是注定要发生的, 他最多是个推波助澜的人, 不过, 他很不一般, 我也想知道, 他到底是谁, 这普天之下, 除了罗十六, 居然还有这样的阴阳先生, 说着, 审计就迈步往前走去。 我赶紧跟上他, 下意识地, 我又问了句, 那罗十六到底是谁? 他一样厉害, 还是, 他更厉害? 审计的眸子, 却瞬间一冷。 可下一刻, 他似是整个人都变得低沉落寞。 我更是诧异不解了, 因为审计自从出现, 一直到刚才, 他那副冰山的模样都没有改变过。 而且, 他的自信和能力都让我自残心慧。 我只提了罗十六一句, 他怎么又成了这副模样? 审计没说话, 我就不好多问。 他步伐缓慢了许多, 走了几步后才说到, 他是个胆小如鼠, 又胆大包天的人, 就和你先祖讲坛一样, 他不负天下人。 我呆愣了一下。 可转念一想, 那阳大先生这个名号, 的确得一副人心, 才能得到吧。 迟疑中, 我又问道, 那他队内呢? 那要比讲坛好许多。 审计很果断地回答, 不止很多, 而是拍马难及。 我本能地皱了皱眉, 因为好似内心深处, 有一丝抗拒和不喜。 下意识的我说道, 真是拍马难及吗? 可我却觉得, 有一副人心的大先生, 对外都如此无私, 队内, 又怎么可能心狠手了? 还是说,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 审计略奇怪地看着我, 他眼中悠悠思索。 讲坛的家事, 是你告诉我的, 是吴先生亲口说的, 吴先生是他儿子, 还会乱说? 这, 我一时间就不好回答了, 两人陷入了尴尬的安静, 又走了一段路, 回到了镇上的街道。 这会儿, 人声开始喧闹起来, 路上不少行人。 时不时有人看我们, 尤其是看, 审计更多。 审计没有反应, 一直往前。 我才反应过来, 审计还没回答, 我问的其他问题呢。 我本来还想说, 既然他和罗十六关系好, 那能不能问问罗十六是否知道石棺像术? 说不定这就能知道那老先生的来头。 可看他不怎么想提罗十六, 我也就不好再反复去问了。 几分钟后, 回到了我家里。 审计静止走向我房间, 临到门前, 他回头告诉我好好休息。 等天黑之后, 他会仔细找镇上每一个地方, 将瘸子章找出来。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可能就没办法了。 他要带我回蒋家村去找吴先生。 他怕时间长了出变故, 万一吴先生被人算计或者害了, 这后果我们都承担不了。 与爸, 他进屋关门。 我将站在原地, 心却一瞬间沉到了谷底。 审计这话又没错, 让我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 吴先生的安危很重要。 可老张叔的也重要啊。 他是养育我长大的人, 虽然我没喊他爸, 但他和我亲爸毫无区别。 红河。 秦柳娘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我扭头一看, 他刚从瘸子章房间出来, 还有几分睡眼惺忪。 解决了? 秦柳娘匆匆问道。 我点点头, 说老玉和老仙都被解决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昨晚上也没出什么事情。 你老张叔呢? 秦柳娘又问。 我面色僵硬, 用力抿了抿唇, 我转身朝着屋外走去。 红河, 你去哪儿? 秦柳娘急不朝着我追来。 我已经走到马路上了, 秦柳娘气喘吁吁到我身边。 没找到不要紧, 老仙和老玉解决了, 还有时间找。 秦柳娘立即劝我, 她又来拉我胳膊。 我快速闪躲开, 沙哑道。 时间拖得越久, 老张叔越不安全。 沈姬要带我回蒋家村, 去找吴先生。 他再找老张叔一夜, 就会放弃。 我怕他找不到, 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 顿了顿, 我又喊秦柳娘回去, 便往镇里走。 这大白天的, 红河你着急上火, 秦姻心里头清楚, 还是得等天黑。 蒋家村的确要回去, 真要找不到老张。 你和沈姬对付了那个仁和, 镇上也没有危险了。 秦姻留在这里找。 秦柳娘依旧在劝我, 语气更焦急。 我没接话, 因为我心里头挣扎难受。 干这一行得最清楚, 意外哪都在。 要是我找不到瘸子张, 留下秦柳娘也没用处, 反倒可能有危险。 她算命数是半罐水, 还不能打。 已经两天了, 就算沈姬说我没有丧父的面相, 瘸子张还没出事。 那再拖下去呢? 一转眼, 又走到了热闹的阵中。 秦柳娘还是跟着我, 她也没继续劝我了。 站在喧闹的人群中, 阳光晒着, 我一时又有些迷茫, 不知道从何着起。 就在这时, 耳边却听到一些人在议论。 真见鬼了, 这两天晚上都冷得吓人。 可不是, 半夜都不敢出门, 我家里有耗子, 都会翻墙往外跑了。 议论声很嘈杂, 让我眉头紧皱。 我压根不想听到, 和家仙有关的东西。 要不是那老玉和女孩, 瘸子张也不会受伤, 不会莫名其妙地被人带走。 我迈不想继续往前, 换一处稍微安静点的地方。 却又有人道, 可昨晚上怪得很, 镇上一些老头老太太, 居然都跑去陈大强家里了, 有胆大的跟去看, 说他们都跪在陈大强家门口磕头, 等到快天亮, 那些老头老太太才离开, 那些胆大的去他们家里头问了, 所有人醒来之后,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说是梦游了, 另一个人又说道, 梦游? 见鬼了吧? 能那么多老头老太太梦游? 陈大强可不是什么好人, 刺头, 蹲耗子的, 他该不是想出来什么损招? 想捣点钱花? 我刷短视频, 还老看见有人说养小鬼, 我瞳孔顿势紧缩。 昨晚上, 我是看见了一些老人在走, 审计让我不要多管, 说是正常人, 可这事儿, 扯上了陈大强, 就完全不正常了。 上一次, 陈大强变成了那副鬼样子, 老先生让我给他喝了瘸子张的血, 他找不出问题, 晚不出问题, 怎么偏偏这时候闹出来这么邪门的事? 我怎么没想到他? 我直接转身, 静止朝着陈大强家中狂奔去, 秦六娘赶紧跟上了我。 几分钟后, 我就跑到了陈大强的家门外头, 半红砖, 半土墙的屋子, 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阴冷。 我跨进了篱笆院子, 直接到了门前, 一脚, 就叫门踹开。 难闻的血腥味扑面来。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从屋内传出, 谁? 这声音, 我一下子就听出来是陈大强的。 可又太空气, 空气得像是鬼在说话似的。 小心, 秦六娘谨慎道。 我反手拦住了秦六娘进屋, 低声说了句, 别进来。 啊? 秦六娘语气透着惊疑。 我没多做解释, 迅速看向右侧屋门。 话音就是从那边传出来的。 血腥味很新鲜, 不可能是上次残留的。 我心头已经懊恼到了极点, 因为之前给陈大强喂了血, 又按照老先生的交代说了话。 我下意识就忽略了这个人, 没觉得他会出问题。 可现在, 我觉得问题十有八九都在他身上。 窗台上那么大的两个脚印, 我早就该想到的才对。 我静止迈步, 朝着右侧门走去。 陈大强却刚好从门内走出来。 他的模样顿时让我心头一寒。 本来干瘪的皮肤稍微充盈了一些, 脸上隐隐都透着红光。 嘴角沾染着烟红的血迹, 光秃秃的头顶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他瞪大了眼珠子, 阴侧侧道, 讲红河, 滚出去。 我没有停顿, 还是朝着他逼近。 再过来, 我叫人了。 陈大强话语中透着威胁。 只不过, 他声音太空气, 空气得不像是活人。 这屋子里头的阴冷也更重。 我要报警了。 陈大强已经色立内人。 我扬起手, 辟邪猪直接朝着他嘴巴里塞去。 陈大强就像是看到什么恐惧的东西一样, 一声尖叫, 猛地朝着屋里钻去。 我哪能让他逃了? 一把探出手, 抓住了他的肩膀。 陈大强反手就朝着我眼珠子抠来。 那副猙獰的模样, 就像是恶鬼要索命。 与沈基一起对付了老玉和那女孩, 加之陈大强本身就不是我对手。 他现在这招式更毫无章法, 破绽百出。 我轻而易举, 就将辟邪猪直接塞进了陈大强嘴巴里头。 他身体疯狂抽搐起来, 呼吸开始减弱, 体表也在渗血。 陈大强并非是活人了, 而是尸。 只不过, 他有一口咽不下去的气, 成了活尸。 之所以白天能有反应, 是因为这是他家, 家中阴气逼人。 眼看着辟邪猪就要让他咽气, 后方却传来秦六娘金仪的声音。 红河, 别让他把气儿咽了, 活尸好歹没死透, 真成了死人, 不好交代, 我们要担责任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虽说唐克被调走了, 但这镇上还是有警察, 陈大强咽气之后, 尸体就保存不了多久, 会腐烂。 思绪瞬间落定, 我一手击中陈大强胸口, 他呕了一声吐出来了辟邪猪。 我再快速取出来一张卑识人的符, 一把拍在了陈大强头顶。 他将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我没有直接去接住辟邪猪, 让他咕噜咕噜滚了出去。 再从陈大强身边绕过去, 我进了他身后的房间, 入目看到的一切, 却让我心头站立, 恨不得将陈大强现在就包皮抽骨。 学子张被严严实实地绑在一张床上, 他嘴巴塞着布, 整个人都严严一息。 而他手腕上有好几道伤口, 有的已经结痂了, 还有一条伤口在流血。 床边放着一只碗, 血一满了, 已经快躺出来。 老张说! 我颤声喊出来, 便急不上前。 后来,快速割断了绳索, 又拉出来了瘸子张嘴巴上的布。 瘸子张大口大口地喘息, 他勉强睁着的眼睛流露出几分喜色。 红,红河, 刚说完两个字, 瘸子张一下子又昏迷了过去。 我心静地叹了叹他鼻息, 总算没事。 快速取出疮药, 我开始给他伤口止血。 秦六娘跟了进来, 他捂着嘴巴发出一声惊呼。 老张, 秦六娘眼中极为不忍。 失血过多, 还好, 还没危及到性命, 我眼眶通红。 这陈大强, 得放了瘸子张多少血。 我将瘸子张背了起来, 沙哑道, 先回去。 我声音都在发抖。 走出房间, 绕过陈大强, 到了门边。 我才发现, 辟邪猪不见了。 我帮你捡起来了。 秦六娘递给我辟邪猪, 其表面已经被擦拭干净。 我一手收回来, 走出了陈大强家里。 第一回见要喝人血的活尸, 太诡异了。 秦六娘紧跟着我, 又不安地说了句。 我抿了名嘴, 没接话。 没过多久, 我们就回了家。 刚进门, 沈姬却从我房间出来了。 她猝眉看着我背上的瘸子张, 眼中却闪过几分金色。 找到了? 哪儿找到的? 沈姬立即问我。 陈大强家里。 我沙哑回答, 并快速将瘸子张放进了她房间的床上。 瘸子张呼吸稍微平缓了一点, 可脸色还是苍白无险。 秦六娘迟一片刻, 问要不要送去医院输血。 她看着情况, 她和瘸子张跟着我, 可能都不太好, 会给我们拖后腿。 而且, 瘸子张失血严重, 她怕不好恢复。 输血没用的, 二五至今为人之本, 她伤到了根源, 自己不能恢复, 就会折瘦。 沈姬跟进了房间, 语气凝重。 我脸色在变, 心里头更难受了呀。 折瘦? 瘸子张都已经62岁了, 在折瘦, 怕是没几年好活了。 沈姬已经走到了镜前, 她又皱了皱眉, 道, 损耗比我想得严重, 都出现死相了。 若非前两天的丹丸续命, 她恐怕已经死了。 话语间, 沈姬又拿出来了药瓶, 倒出来一颗丹丸, 直接塞进了瘸子张口中。 瘸子张的面色, 居然肉眼可见地, 出现了一丝红润。 我心头更惊。 那不只是解毒药? 秦六娘也看傻了眼。 娜娜道, 这什么药? 这么神? 密药。 沈姬淡淡地说道。 她又看了我一眼, 皱眉道, 谁抓她, 抓去放血? 我看她肤色, 这血没少放。 你们还有什么仇家? 比较弱, 所以你没第一时间想到。 我身体一僵, 没想到沈姬居然猜了个七七八八。 没有犹疑, 我和沈姬说了陈大超的事情, 又说了, 关于老先生喊我给陈大超喂瘸子张鞋, 还说, 命以后还给他。 沈姬脸色陡然一变, 道, 喂血, 还命? 我没想到沈姬反应这么大, 还没等我点头, 他眼神严厉了许多, 道, 有土吗? 或者米? 我一个机灵, 却想起来了另一件事。 老先生倒是没让我带米, 带土这些东西, 反而吴先生, 让蒋书兰送来了一碗血米。 我摇了摇头, 说老先生让胃的只有血, 没有米, 也没有土。 沈姬松了口气, 又道, 还好, 看来是我多心了, 本身, 只是单纯放一碗血, 也不会是那个邪术, 况且, 你什么都不会, 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不安道, 邪术? 嗯, 沈姬点点头, 却没多说, 我却迟疑了起来, 沈姬眼神更疑惑。 他深邃地看着我, 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说, 我咬了咬牙, 说了吴先生让蒋书兰 给我送来一碗血米的事, 也讲了当时瘸子张躲避劫难失败, 险些丧命, 是这碗血米救了他。 沈姬神色陡然变得惊疑, 骇然, 他猛地低头去看瘸子张, 眼中更是惊疑不定, 我更不安了, 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恐怕不简单, 之前我没想到有什么联系, 可刚才沈姬问了有没有米或者土, 恰好吴先生送来的就是米, 只是这联系是什么我却不知道, 恐怕就是沈姬口中所说的邪术, 不可能他是蒋吴, 蒋盘的儿子, 怎么会沈姬额头上都在密出汗珠, 难难又到, 还有纸渣, 血米, 难不成, 他还和那个人有关, 沈姬整张脸都紧绷着, 没再理会我, 他快速摸出手机, 翻出来了一个号码, 我下意识地瞟了一眼, 备注是罗十六, 我心跳的速度更快了, 沈姬的话让我愈发迷惑, 就好像他知道吴先生那些术法的来处, 他要联系罗十六, 难道是从罗十六身上得来? 我更紧张了, 可下一瞬, 沈姬又反手, 将手机装回了兜里, 摇了摇头, 咬唇说, 不行, 不能让他知道, 不然, 会出事的。 我问沈姬, 会出什么事? 难道, 不是能帮忙解决一些问题吗? 沈姬摇了摇头, 目光忧深地看着我, 道, 你不了解他, 如果他知道偷授之法在灵世间, 必定会用尽一切办法, 将其根除, 还有, 他最近几年, 一直在和那个死板的柳宇宙僵持, 想要起出关, 这件事情告诉他, 他肯定要通知柳宇宙, 届时, 就必定是一个不死不休的结果。 我, 我还以为沈姬能找罗十六, 是一件好事, 却没想到, 后果这么严重。 还有, 那柳宇宙又是谁? 这是我完全没有耳闻过的名字了。 沈姬闭了闭眼, 他在睁眼时, 眼中多了一些血丝。 我不信, 蒋物会真的偷授。 如果会, 那这是, 蒋家的事情, 不劳烦外人动手。 沈姬清冷的话音中, 竟隐隐带着杀鸡。 我瞳孔紧缩, 在看沈姬的双眼。 你想干什么? 我沙哑问道。 沈姬却不说话了, 只是深深地看着我。 一时间, 我们两人又陷入了僵持安静。 我哪看不出来, 沈姬是要杀人, 可我能让他杀吴先生? 杀我曾祖? 我不知道, 偷授之法到底是什么? 可吴先生是我曾祖, 他这一辈子, 就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你是他父亲的弟子, 如果你敢杀他, 你还会被承认吗? 你真想杀他, 那现在就不用去蒋家村了。 我直接挑破了那层窗户纸, 一字一句地说道。 沈姬眉头皱得更紧, 沉默了许久, 才道, 会偷授的, 都不是人, 比鬼还可怕。 如果他让你看到的是人的模样, 那是他想让你看的。 你如果知道, 这法子有多凶很残忍, 你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了。 我还是摇了摇头, 说空口无凭, 而且, 什么人用什么东西, 结果也肯定不一样。 菜刀能切菜, 也能杀人。 难道还能说做刀的铁匠, 是杀人凶手? 沈姬, 他脸上多出了愤怒之色, 脸颊都隐隐泛红。 这明显是, 被我一句话, 给顶住了。 陈大强, 难道不是被杀的人? 吴先生必定是偷走了他的寿命, 给了瘸子章。 才会有老先生喊你用瘸子章的血, 喂给陈大强, 说以后还给他命。 审计一字一句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面色不变, 回道, 上一次, 我给陈大强喂血, 他还不是活尸, 如果是, 我会看不出来。 这一次, 他却成了活尸, 必定有问题。 退一万步说, 吴先生会你说的偷受, 那他也没要人命。 老先生所说的法子, 就是补救。 说完这话, 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没错, 陈大强的问题, 绝不能忽视。 我上一次去的时候, 他的确还是活人, 并非不厌弃的活尸。 如果是, 老先生还会让我补救, 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他会出问题, 肯定是有人暗中出手了。 我立即又想到了, 那阴魂不散的人和。 沈济眼皮一直跳, 眼中有有惊疑。 显然, 他也极度聪明, 我没解释。 只是这一番话, 已经让他联想到许多了。 这件事情, 还是非同小可。 我要当面问吴先生, 做个验证。 沈济明显语气软了一些。 我立即点头, 说了个好字。 沈济停顿了一下, 又道, 不过我得告诉你, 他真走了邪路。 你必须和我做一样的选择。 前几年, 偷授执法现世, 死了整整一个村的人和一个大家族。 历年来此法还在暗中残害了不少英树先生, 杨算先生。 甚至许多年前, 阴阳界没落成如今的风水界也因偷授执法所致, 吴先生还会指扎。 这也是一个问题, 指扎术以人皮驱使是一大邪术。 本来被罗氏遛毁了, 蒋无却会, 这并非巧合。 我身体危僵, 沈济所说的这些, 我听得还是一知半解。 因为那些事情, 我压根就不知道。 总归, 他就表达的那个意思, 吴先生大概率有问题, 他大概率, 还是会下手, 还要求我一起下手。 我没有选择和沈济争辩了。 他刚才还说别人死板, 难道他不死板? 当务之急, 我还是得和他一起回蒋家村, 不然我也找不到吴先生。 先让吴先生脱困, 如果沈济真要动手, 我就只能站吴先生那边了。 思绪落定, 我张口说了句, 对, 你说得都对。 嗯? 沈济眼神疑惑, 你敷衍我? 他秀美微醋, 目光瞬间冷了下来。 我定了定神, 面上堆起笑容, 不自然道, 说你对是敷衍, 说你不对。 你又要我和你秉持一个想法, 那我到底对不对? 沈济原本冰冷的毛子, 竟露出几分僵硬。 刚才那股肃杀的氛围, 消失了。 我松了口气, 我是故意这样说的。 沈济的本事虽然厉害, 但他又给我一种心思很单纯的感觉。 简单的人最执拗, 我只要拉开这思绪, 就能缓解很多紧张和压迫。 果然, 我就用了这一句万金油的话, 他矛头就转移了一部分给我了。 轻衣, 老张叔应该不用去医院了。 等我和沈济对付了仁和, 你就带他进城去, 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转身对秦六娘说道。 好。 秦六娘立刻点点头。 再次看向沈济, 我又迟疑了一下, 才道, 我妹妹, 是杀过人的。 吴先生在和仁和的算计争斗中, 被仁和动了手脚几次, 本来他只是让蒋树兰供养幽女, 仁和却让幽女杀了蒋老汉, 也就是他外公。 还有, 他杀了蒋树兰的男人, 因为他对蒋树兰太狠狠, 但这事儿应该也有任何的阴招。 你能不能超度他? 我声音沙哑许多。 沈济忽然走出了瘸子章的房间, 进了我屋, 我赶紧跟上了他。 蒋幽女已经不在床头, 而是躺在一旁的柜子上, 额头贴了一枚铜钱。 沈济走至近前, 我的视线却停在那枚铜钱上。 其上并没有刻字, 而是有三处花纹, 分别是一个脖子伸出来极长的龟, 一片串联起来的铜点, 就像是北斗七星, 最后一处则是一柄剑的花纹。 我们背诗人也有铜钱绳, 和沈济用的却完全不一样。 沈济眉先开口, 看了蒋幽女几秒钟。 我也没开口, 心头却略紧张。 雪煞, 两条人命在身, 按道理已经很难平安送走了, 至少短时间内无法投胎。 沈济说道, 我心凉了半截, 难道只能让蒋幽女这么一直做个凶尸? 漫无终日, 没有尽头。 沈济又道, 不过, 如果能有一个大风水之地, 用生气日夜冲刷他身上的怨气、 煞气, 再凭借那大风水之地的庇佑, 他或许有一日能洗脱掉身上的因果涅债, 他只是血煞, 这件事情应该不难。 我心头顿时一洗, 怎么样可以让你帮他? 要多少钱, 或者什么代价? 我匆匆又道, 沈济看了我一眼, 平静地告诉我, 其他人办事, 他要收酬劳, 但蒋幽女的事情, 他不会要, 他不姓蒋, 但他是蒋盘的徒弟, 这是蒋家分内之事, 自然他要解决。 我又松了口气, 眼中有了感激, 去收拾一下你要带的东西吧, 再好好休息休息, 要回蒋家村, 还有一场恶战, 那人和, 该死了。 沈济眼中再次浮上杀鸡, 我呼吸急促了不少, 沈济却坐在了我床边, 瞥了一眼门。 啊, 我赶忙从房间退了出去, 东西没什么好收拾的, 我只是去拿了瘸子章的分尸刀。 瘸子章受伤, 暂时用不上, 我拿来借用一下。 再之后, 我就坐在之前的地铺上。 一夜未睡, 我困得脑袋都在抽抽了。 摸出来胸口放着的铜盒, 我将石棺像术取出来, 翻开看了一眼。 这内容晦涩都是古文, 不沉下心来, 很难读地明白。 冷静下来, 我心头才有压不住的悸动和紧张。 这可是老先生的传承啊, 我现在还弄不清他的身份, 但我已经肯定, 他不是坏人了。 甚至沈济都因此收回了, 说我是废物的话, 说我有机会。 这足以见得, 这石棺像术的特殊和珍贵。 要是我学会了, 我就不只是会背诗, 更会算命数。 这肯定比秦六娘的半吊子, 强千百倍。 回想老仙儿的事情, 再回想沈济说的金符, 到时间就会失效。 老仙儿的棺材板下边, 就是让我拜诗的符。 这些事情, 环环相扣。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如果没审计的话, 老仙儿的麻烦也会出来。 我和瘸子张必定会管。 解决了老仙儿, 搬开了棺材, 那我就会拜诗。 老先生谋划二十年让我拜诗, 是为了什么? 他知道和我当面解释不清楚, 所以用这个手段。 还有, 他和吴先生之间的矛盾。 我好似摸到了一丝线索, 呼吸更为急促。 我收起石棺像术和铜盒, 拿出来了那张符。 我喃喃道, 如有违背, 改换门庭, 当身手一触, 五脏俱焚, 魂飞魄散。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 老先生在抢我。 吴先生是要血脉延续下来, 可暗中又有人和从中作梗。 老先生知道这些, 他和吴先生又有矛盾和冲突, 所以无法正面出手, 便在暗处将我带走。 甚至, 他应该这些年也保护了我。 这三人顶足之下, 无人能伤我。 可吴先生, 必定是要做些什么的。 他不会眼看着我做普通人, 只是人和一直撤走他。 那老先生却计划好了, 让我成为他的传人。 这样一来, 我就不能再跟吴先生学任何东西。 侧面也说明了, 他讲过吴先生错了。 想清楚这些, 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可那老先生又到底是谁? 和我是什么关系? 居然能筹划二十一年来保护我, 甚至传承都要倾囊相授。 我认为我的揣测, 吻合了十之七八, 细致末节肯定有出入。 譬如老先生说了, 还有人盯上他, 又譬如村里还有一个戴面具的人, 当时用死人信驱使了薛老哥。 这些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可万变不离其宗。 何信? 我肯定没推断错。 至于老先生的身份, 就算不能让审计去问罗十六, 那直接问吴先生, 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想到这里, 我内心都通透了起来。 困意欲发重, 我撑不住疲惫, 沉沉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尖头传来的痛感惊醒。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我瞧见的却是一双云衬修长的腿, 在我面前轻晃。 神纪低头看我, 又用脚尖点了我肩膀一下, 喊我该醒了, 天已经黑了。 我深吸一口气, 坐起身来。 这时, 雪子张和秦六娘居然一起从房间出来了。 雪子张面色红润, 近似完全恢复了一样。 秦六娘的神情显然轻松了不少。 老张说。 我惊喜地走上前。 雪子张神色凝重, 认真地说道, 六娘把该说的都说了, 莫要情绪用事, 我们在这里等着。 你和沈济去对付完人和, 再回蒋家村, 到时候, 我们自己会走。 我脚步一顿, 点点头, 说了得好。 此。 雪子张又摸出来了一卷黑布, 递给我。 我面色骤变, 道。 老张说。 你这是干什么? 拿着。 雪子张语气果断。 我接过黑布, 嘴唇抿得更紧了。 眼眶一热, 我便要跪下。 不准跪。 雪子张语气更严肃。 他叹息一声, 继续说道, 你比老张叔年轻, 这一查, 让我看明白了。 单凭我这点本事, 护不住你。 现在这透骨钉你拿着, 或许还有用处, 以后便没用了。 不过红河, 你不能忘了一件事, 便是这卑视人的传承。 老张叔给不了你更好的, 这是张家最好的物件了。 我眼眶更晕烫。 你也被沙子吹眼睛里了。 雪子张皱了皱眉, 另外,雪子张的意思, 他不只是给了我 背诗人一脉最好, 也是核心的传承之物, 更是不让我在外人面前 露出柔软的一面。 仰起头, 我看了看房梁, 又揉了揉眼睛。 哑声道, 屋子里头, 该好好打整了, 一直掉沙子下来。 雪子张神色顿时放松了不手, 笑道, 等你解决好事情, 回来和老张叔一起收拾, 这房子得翻新一下了。 M,好。 我用力点头, 赚那么多, 还回来住? 不去城里买房子? 老张, 你不是让红河走出这镇上, 背诗也要背贵人? 秦六娘嘀咕了一句, 这期间, 审计不声不响地出了屋子。 显然, 她不想打断我和雪子张的说话。 雪子张愣了一下, 拍了拍头, 苦笑道, 倒是忘了这件事情。 我往前一步, 重重抱了抱雪子张, 认认真真地说道, 老张说, 你等我搞定这些事情, 我们就在先逃势干, 干大事。 雨霸, 我松开了手, 瘸子张在看我的眼神, 已然都是欣慰。 我不再多言, 拍了拍自己胸口, 便转身出了屋子。 沈济刚走到路边, 我快速走至她身后。 这时, 我才发现, 沈济尖头挂着一个竹篓。 从空隙中, 我瞧见了那是蒋优女。 伸手, 我示意沈济让我来背着。 沈济摇摇头, 说和人和动手, 我现在可能会吃力, 甚至是破绽, 还是让她带着蒋优女吧。 我身体僵了僵, 没反驳。 但我不像是之前那样, 会觉得无力和没办法了。 我身上有石棺像术, 只要抽时间去学, 肯定会提升很多。 沈济迈不上了路, 静止朝着正口走去。 我一边往外走的同时, 一边将瘸子张给我的黑布, 缠在了左臂上。 黑布顶端露出来一些黑漆漆的钉头。 沈济瞥了我一眼, 并没有多问什么。 我很快整理好黑布, 又一手扶着腰间的分尸刀。 人和都用了什么手段? 我深吸了一口气, 问沈济。 石震。 沈济眼瞼一该。 我面色微变。 这又是我没见过的招式。 这人和远远比我认知的复杂。 都是些什么尸体。 我犹疑了一下, 又问。 大多是破尸。 外加一些活人, 尸撞碎人, 人来试探我, 以至于我不能下狠手。 沈济干脆利落地回答。 第几等呢? 我再问。 沈济又深深看了我一眼, 道。 尸并非只有白, 嘿, 血, 青, 活尸你已经见过了, 还有很多特殊的尸体。 如果你片面地用被试人的认知去分析, 是错的。 我脸上有点发烫, 解释说我自然知道有特殊的尸体。 只是我想清楚一点晓得, 他们到底多厉害。 沈济顿了顿, 说让我等会儿只管自保就行。 话语间, 他又给了我一样东西, 居然还是那龟甲。 龟甲上还沾着干涸了的血迹。 我接过来, 将其贴身放好。 面对人和, 我却要被人保护, 这感觉并不是太好。 尤其是反复地被一个女人保护。 本来还想给你阳弓盘, 可那东西容易损坏, 龟甲应该够了。 沈济轻声解释, 我点点头, 事已不用那么多东西。 漆黑的夜路上并没有多少阵民。 这两天阵上的事情, 都让大家不敢出门。 一转眼, 我们就到了阵口。 四周寂静无人, 月亮上蒙着一层薄雾, 若隐若现, 视线也因此大打折扣。 人和没做什么准备。 我刚想到这里, 就知道, 自己想错了。 阵路右边, 出来了一个人。 这人身上穿着严严实实的麻布衣服, 就像是被裹成了粽子一样, 行动都变得很迟缓。 就连他的头脸都完全被缠着, 只是眼睛暴露在外。 可那双眼珠子, 却漆黑甚人, 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的活人。 来了! 沈济语气冷冽, 陡然往前一步。 呼啸一声, 他手中长边就抽了出去。 啪! 长边抽中了那人的脑袋。 死了! 生中, 他身上的麻布衣服, 居然寸寸断脸。 可曝露在视线中的, 并非一具赤裸的身体, 而是黑红色的皮肤。 不, 那并不是皮肤, 而是血肉。 我一阵恶心反胃, 这人, 没有皮啊。 可看他的胸腹微微颤动, 明显又有气。 这也是活诗。 饶事我学了那么久背诗, 瘸子章和我讲了不少特殊的诗体, 但我都认不出来, 这是哪门子诗。 沈济顿时面沉似水, 他又抬起了手臂, 似是对准了那眉皮的尸体。 强横了不少, 看来, 前两天是试探了一点我的实力。 沈济冷声道, 可这, 还不够。 他话音刚落, 那活诗身侧的地上, 直挺挺地立起来了一个人。 那人并不是人和, 而是个女人。 我脸色变了, 因为, 我认得他, 我本就觉得, 是人和从中做梗了, 他才会提前出来, 现在他出现在这里, 也就理所当然。 可更让我不理解的是, 他不是最多成血沙吗? 为什么? 他的眼睛, 泛着青。 还有, 他怀中抱着一个强宝。 沈济的额头上, 隐隐冒了汗。 够了吗?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蒋家余念。 一个阴狠歹毒的话音, 不知从哪个方向突然传出, 刹那间, 刺耳的回音在耳边震荡不绝。 这声音, 的确来自于人和。 我心头一沉, 两个蒋家余念。 很快我就反应过来了, 我是蒋家血脉, 沈济却是蒋家的传人。 怪不得, 之前人和会冲着沈济来。 看来, 第一次他试探沈济的手段, 就是为了现在, 要直接杀了我和沈济。 他和蒋家的仇, 居然这样身后, 不只是针对血脉, 还针对了传人。 我思绪间, 沈济却冷冽道, 你认为, 够了吗? 人和却没有回答。 那没有皮的黑红色活尸, 往前迈了一步, 骤然俯冲过来。 随着他靠近, 我身上却觉得一阵刺痛, 感觉五脏六腑都开始翻滚难受起来。 这种压迫力, 险些让我喘不上气。 龟甲! 沈济低声叮嘱。 我立即摸出龟甲, 一股熨烫从手心传来, 让我恢复了不少。 与此同时, 沈济一个剑步迎了上去, 长边抽出, 打在了那活尸的胸口。 活尸身体一顿, 却没有后退, 反倒是纵身一跃。 他居然跃出三四米高, 双腿朝着审计尖头落去。 我大惊失色, 拔出分尸刀, 就要往前冲去。 就在这时, 吕越怀中的强宝, 忽然翻了过来。 一个通体泛轻的身影, 趴在了地上。 那是一个皱巴巴的婴儿, 却绝非吕越自己的鬼鹰。 他自己的鬼鹰, 早就被我扎穿脑袋, 魂飞魄散。 可这鬼鹰, 全是轻尸煞。 他嘴巴张开,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这还不是简单的轻尸煞, 而是活尸。 怪不得吕越的眼睛都泛清了, 抱着一个活轻尸煞, 肯定被改变了某些东西。 那活轻尸鬼鹰, 四肢快速爬动, 直接朝着我窜来。 小心鹰胎。 后退。 沈济静怡的赤鹤声传来。 鹰胎。 我瞳孔紧缩, 但我心知不是他对手, 只能急步后退。 这一切都在电光火时间, 那眉皮的活尸, 已经要冲到沈济面门前, 眼看下一刻, 就要落在沈济的肩膀上。 嗖嗖嗖。 接连不断地破空声, 从沈济袖口处传出。 九只铜箭, 瞬间射中了那活尸身上各处。 尤其是头顶的位置, 插进去三根铜箭。 他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没有动静了。 说实实, 那时快, 那活轻尸婴儿, 也就是沈济口中所说的婴胎, 已经快要逼近我们。 沈济手臂对准他, 袖口处再次发出接连不断的嗖嗖声。 又是几只铜箭射出, 可却没能穿透那鹰胎的身体, 他哇的一声, 发出凄厉的哭声。 我感觉双腿一软, 差点没直接瘫倒下去。 还是手上的龟甲传来熨烫, 让我堪堪站稳了脚步。 另一头, 驴月双目流淌着烟红的血, 正愿毒地盯着我, 我隐隐约约似是听到了哀哭。 那鹰胎瞬间更凶利了, 身体猛然一窜, 直逼我面门。 他目的很明确, 不是对付沈济, 是杀我。 千钧一发之际, 沈济猛然跨步挡在了我面前。 我却心惊无比啊, 因为沈济自己都说过, 他对付不了轻尸上。 这样挡着, 受伤的不就是他吗? 我思绪刚升起来, 就见沈济的手在腰间一抹, 直接挥了出去。 我只瞧见他, 甩出去了一张符。 那幅晦涩复杂, 单单一眼, 就让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迫力。 啪! 浮落在了鹰胎的头顶。 沈济忽然扑的一声, 净吐出一口血剑。 那血剑直射在浮上。 浮的压迫, 瞬间又带上了一股锐利。 本来凶狠的鹰胎, 瞬间也不动了。 一张符, 一口血, 居然克制住了轻尸煞。 我看得瞠目结舌。 可很快, 我又想起沈济增说过, 他的确对付不了轻尸煞, 但他有族中老家伙给的东西, 可以镇住。 这幅, 就是那东西。 空气, 一瞬间陷入诡异的安静。 前一刻, 这霉皮的活尸, 外加轻尸煞的鹰胎, 让我觉得束手无策。 可这一瞬间, 他们全都被制服了。 只剩下远处那血煞吕月, 即便是有一点化清, 也不足为惧。 我刚想到这里, 沈济就抬起手, 手袖中又射出一根铜剑。 直挺挺穿透了吕月的眉心。 滋滋! 的声响中, 吕月的尸身开始腐烂, 那霉皮的活尸同样如此。 感觉用不了一时半会儿, 他们就会只剩下白骨。 沈济清冷的眸子, 锐利地扫尸四周。 缩头乌龟, 看来你的准备, 还不够, 真以为就那么将我试探出来了。 沈济冷声呵斥道, 可四周却没有任何回音, 人和并没有出现。 沈济在抬手, 却握着几枚铜钱, 他随手扔到地上, 铜钱散落开来。 他眼中显然有些不满。 我心头微跳, 这代表人和走了? 这并非是什么好事。 沈济的呵斥明显是在激怒人和, 只不过人和却没有出来。 他这一次都拿出来了青尸杀的阴胎, 下一次又会拿出来什么可怕的尸体, 或是手段。 我思索间, 沈济已然走到了那阴胎前。 他将阴胎拿起来, 做事要放进身后背楼。 我面色一紧, 赶紧喊了句等等。 沈济神色疑惑, 问我有什么事? 我咬牙说, 蒋幽女也在背楼里, 将这阴胎放进去, 岂不是危险? 沈济摇了摇头, 告诉我, 这阴胎被他族中老家伙化的鸭震, 神咒血浮震住, 又加上了一口他的血, 是绝对挣脱不了的。 他不能将其留在这里, 万一再被人和拿去, 又会成人和的手段。 顿了顿, 他又道, 不放在背楼里。 难道你要背在背上? 我没有接话。 而是先将他背楼中的蒋幽女取了出来, 又用搭着竹篓的布包裹住, 用一根朱砂绳将其绑在我背上。 沈济看我的眼神就成了诧异, 但他并没多言, 只是将手中的鹰胎放进了背楼。 这期间, 那活尸和吕月都已经成了一堆枯骨。 沈济又抽出长鞭, 分别抽了两下, 两堆枯骨居然成了枣粉。 当然, 这应该跟那些铜剑的镇压有关, 否则正常的骨头不会这样粉碎掉。 沈济收回长鞭后, 迈步就朝着蒋家村的方向走去。 我紧随他身后。 二十分钟车程的路, 我们走了差不多四五十分钟。 刚进蒋家村内, 沈济就顺着村路往西走。 没多久, 我们便到了一座山下, 这不正是埋蒋老汉的山吗? 不过, 沈济是从另一个方向往上走。 我心头略有紧迫感, 担心等会儿沈济和吴先生再打起来。 我拦在中间, 应该是有用的。 一转眼就到半山腰了, 沈济轻声道, 快道了。 又走了几分钟, 沈济忽然停下来脚步。 他蹲身从地上捡起来一样东西。 那是一枚小小的铜镜, 只不过, 铜镜从正面裂开了。 沈济脸色变了, 怎么可能? 破了藏影观山。 我心头一灵。 之前沈济说过, 他用藏影观山术和奇门钝甲困住了吴先生。 还说了有人帮了他一把。 我当时还极为担心, 吴先生会出事。 现在这术法被破了, 岂不是证明, 吴先生已经离开。 那吴先生, 是安全了? 绝对不可能。 沈济又说了一句。 他盯了铜镜一会儿, 又看了看四处的路面, 神色愈发阴霾。 他迈步, 从侧边往前走去。 我抑制着心头的悸动, 还是跟着沈济往前走。 又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 沈济不只是从地上捡起来了破损的铜镜, 还捡回来了一些铜钱。 沈济已经是面臣似水了。 不只是藏影观山被破了, 奇门钝甲同样被破, 藏影观山是从外被破, 奇门钝甲是从里, 吴先生居然有帮手。 沈济眉头皱得更紧。 我迟疑了一下, 摇头否认, 说吴先生是没帮手的, 他不可能骗我。 沈济却斩钉截铁, 说肯定有。 而且那人还跟着他, 看见了他布置藏影观山。 我问沈济, 就这么肯定? 难道不会是吴先生自己破掉的藏影观山? 毕竟, 他也不是什么小人物。 沈济目光幽深地看着我, 说我不懂, 这藏影观山不是普通的风水术, 天底下会的人, 就两个。 一个是他, 另一个是罗十六。 而罗十六不可能来到这里。 我脸色在变。 这是我又一次听到罗十六的名字了。 这时, 沈济才又说了一句, 铜镜不是从正面被破, 附近都有脚印, 是从侧后方而来。 吴先生被困在正面, 他没有破掉藏影观山之前, 绝对走不出铜镜的范围, 所以, 他才断定肯定有人跟着他。 他前脚刚布置好了阵法, 后脚就被人破了。 花音至此, 沈济眼中的迷惑却更多了, 他喃喃又道, 不应该啊, 还有人帮我对付了吴先生。 按道理, 暗中会有两个人, 一个是吴先生的对手, 也就是帮我的人。 而另一个是他的帮手, 沈济额头上冒了汗。 一时半会儿, 我也想不到答案了。 对手, 肯定是有一个, 譬如, 我对沈济动手的时候被定住。 那帮手呢? 是谁? 至少, 从他当初和我所说的那番话中, 并没有说过还有什么帮手的事情。 一时间, 我们两人间的氛围变得很僵持。 半分钟后, 沈济又迈步往前走去, 我跟上后, 差不多走了五六分钟, 就到了山腰空地, 这里有不少打斗过的痕迹。 沈济扫过一眼, 告诉我, 这些是他和吴先生留下来的, 没有增添心的。 我稍稍松口气, 只是, 我心头不安。 那吴先生, 现在去哪儿了? 沈济摇摇头, 说你问我, 我问谁? 呃, 我挠了挠头。 沈济沉明片刻, 道, 看来, 帮我的人并没有对吴先生动手, 我本以为他会动手, 稍微削弱一下吴先生的实力, 也有可能, 是吴先生暗中的那个帮手, 让他不敢行动。 先去见蒋书兰。 沈济深吸了一口气, 又道, 我们朝着山下的方向走去。 这期间, 我还是在思索。 沈济所说, 帮他的人是谁? 吴先生的帮手又是谁? 等回到村里, 又回到蒋家的时候, 蒋家尽空无一人。 蒋书兰不在, 蒋老太居然也不在。 反倒是在屋子中立着一根木棍, 棍子上挂着一条布。 布上写着, 石棺像树定今生前世, 武绝帝书酿祸福吉凶。 我面色骤变, 老先生居然来了蒋家村? 沈济监盯着那布条看了片刻, 神色也变得极为警惕, 左右四扫院内。 我心头狂跳, 迈步走进堂屋。 近距离看着布上的字, 我心跳得更快。 而在桌上, 居然放着一封薄薄的书信。 书信抬头写着, 红河小图亲戚。 我面色在变, 下意识伸手, 拿起来了书信。 这字迹极为眼熟, 不正是那张符背后, 让我拜师的字迹吗? 果然, 这是那老先生的。 我低头看其上内容, 红河,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已然拿到了石棺像术。 这一难, 是天元的结, 亦然是蒋家之难, 各种曲折, 充满了变数。 当暗中充满了手, 四处密布着案件的时候, 你很难知道一切。 而若是我太曝露在外, 也会处于算计之中, 你败事与我, 又是一次变数。 这也是我的定数, 有那么一瞬间, 事情在我的掌控之内。 那女人的到来, 让我和师弟, 有了一个合作的可能, 这也是你的命数。 若是, 你想弄清楚这一切, 想要暗中的危险消失, 就要尽快掌握好石棺像术。 暗处的, 并非只有一个人和, 而你要面对的, 才只是一个开始。 另外, 替我转达那女人一句话, 她此时被执念笼罩了心神, 以至于阴阳术受到了影响和掣肘, 并非她自己所认为的冤念。 她想带你去做的事情, 并不能完全打开她的心结。 而她的心结打不开, 她就做不了那件事。 甚至, 她就连藏影观山都满是破绽。 寻藏影, 虚观山, 九珠灌穷地藏山, 若遇隐秘新月处, 必使心胸可纳天。 这信件的内容, 让我脑袋猛了一半。 懂得一半, 是老先生说了蒋家之难, 天元之节又是什么? 看样子, 天元之节, 才是蒋家之难的起始。 暗中的人不只是人和, 那还有什么人? 老先生所说的师弟, 就是吴先生。 我心跳更快了, 至少吴先生和老先生, 不会刀兵相见。 可我想弄清楚这些, 又得学会石棺像术。 我抬头看向了审计, 将信递给了她。 审计并没有接, 她的位置, 显然刚才已经和我一起, 看过信件的内容了。 她额头上, 却密布着汗珠。 没有对手, 也没有帮手, 帮我的是老先生, 放走吴先生的, 也是老先生。 她看似是放吴先生, 其实是利用我, 和她合作和解。 我心头突地一跳。 审计这分析, 就很有道理了。 我又想起来, 定住我的那张符。 我之前下意识忽略了老先生, 因为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但现在看来, 当时肯定就是他了。 多想无意, 我得学会石棺像术, 才能弄清楚一些事情。 还有, 老先生说, 你的到来是我的命数。 那这件事情, 又和蒋家有脱不开的干系, 是不是我, 学会了石棺像术, 还得做了你想让我做的那件事情。 我一边分析, 一边问审计。 审计沉宁片刻后, 点了点头, 道, 这样看来, 是。 他回答的瞬间, 我心头又是一颤, 下意识地, 我摸了摸眉心。 难难地说了两个字, 冤念, 原来如此。 我眼中恍然, 扭头看向审计, 一字一句道, 老先生说, 你认为的执念并非那冤念。 秦六娘也说了, 我身上有冤念。 你又说了, 我命中要做一件事情, 那这两件事, 就是一件事。 说到此处, 又问道, 那你的心结呢? 老先生这话, 限制你的, 并非是, 我们要做的这件事。 而是你的心结, 撤走了阴阳术, 是这心结, 让你无法精进了吗? 审计的脸色变了变, 额上的汗珠更多, 眼中却闪过几分挣扎和犹疑。 我更加不解, 难难道, 可你不是说了, 你没有软肋吗? 我话音刚落, 审计便骤然闭上了双眼, 脸颊变得苍白无色。 我立马就明白, 自己说错话了。 审计微微仰头, 这动作我就眼熟了。 不过, 我可不敢再说什么。 我怕惹恼了他, 他用鞭子抽我。 只是我却在想, 审计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看他之前的表现和现在的表现, 很有可能是那老先生点醒了他的心结所在。 那心结必然极为重要。 一时间, 屋内就安静了下来。 审计还在沉默, 我又思索了一件事。 吴先生和老先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和解, 可他们现在却因我败师的变数一起联手隐秘了下来。 吴先生那么顽固的一个人, 想要他松口, 极有可能就是沈继困住了他, 才让老先生能劝服他。 他没有再暗处, 这也让我心神悸动。 除了人和暗处的手又到底是什么, 他还没有丝毫地浮出水面。 我就只能够按照老先生所言, 一直跟着沈继了。 恐怕, 那只手会忍不住来对付我, 因此而现身。 我刚想到这里, 沈继就猛然睁开了眼睛, 清冷忧深的眸子中染上了一丝伤感。 他呆呆地看着我, 喃喃道, 卑诗人。 难道, 这真的是命数? 我和沈继对视, 眼中同样带着疑惑, 真要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到我带你回到红河之前, 还得去一趟那地方。 沈继的语气一瞬间变得格外沙哑, 我脸色再次变了变。 红河? 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两个字, 非我姓名的红河? 大先生罗十六集结风水界人手, 杀鱼而归的红河? 我的事情, 竟然和他要做的事情有关。 我瞳孔紧缩成了一个小点。 神迹嗡了一声, 点点头。 一时间, 我感觉身上发软, 脑子更发猛。 以前我觉得, 自己的身世是一团乱麻, 是无数根屡不值的线。 现在虽然屡顺了一点点了, 但我发现, 那些不是线了, 而是一个个套在一起的圆, 就像是一个个怪圈。 有手, 再将怪圈拨正, 就譬如吴先生, 老先生, 又有手, 想要将其毁掉, 就譬如人和, 还有暗处, 让老先生都忌惮, 甚至不敢现身的人。 我想要有自保之力, 谈何容易。 思绪至此, 我的手, 下意识地捂着胸口。 我应该没有那么大本事, 去解决那样的事情, 应该不用现在吧。 我干巴巴地问了一句, 我心知, 这事肯定很危险, 纵然我心急, 但我也得问。 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觉得, 富贵险中求。 我不想铤而走险, 罗石六都能失败, 万一我也败了, 沈济他们保命没问题, 我可能会死。 要是我死了, 蒋家就断后了, 瘸子张老无所欲。 你害怕了? 这是你的命数, 也是蒋家的痛。 沈济显然看出来了我的心思, 眼中透着几分冷意。 我嘴角抽出了一下, 又道, 你这是激将法, 站着说话不要疼, 我怕死。 我要现在有你的本事, 我肯定不怕。 沈济, 他显然被我噎住了, 半天没说出话来。 你没那么容易死的, 你是蒋家的人, 我不会让你死, 罗十六也不会。 我们去红河的时候, 我会叫上他。 沈济又慎重地说道, 我还是摇了摇头, 告诉沈济, 老张叔从小就教我, 命是自己的, 自己才能管得住自己, 人都有本能。 真的大危险的时候, 谁能放弃自己的命, 去救别人呢? 沈济张了张口, 他似是想说什么, 最后却作罢了。 我稍稍松口气, 因为沈济非要将我绑去红河, 我还真反抗不了。 好在, 我这算是说服他了。 可就在这时, 沈济又忽然开口道, 从今天开始, 你要每天都认真读十罐相书。 我会监督你, 你尽快读完它, 有什么需要, 我会帮你,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希望你有用。 因为我暂时没有办法, 或许契机也在你身上。 这, 我张张嘴, 沈济却眼神一冷, 你不是说你很行吗? 如果不行, 那你就老老实实当一个听话的人, 将命交给我来保护。 我脸色僵了僵, 又认真说了句, 读书的时候, 有人和我说过, 凭我这张脸, 哪需要努力。 可老张叔却说, 我要是死了, 火葬场可能都烧不坏我身上一样东西。 沈济神色变得疑惑了起来, 问我是什么? 我认认真真的说道, 是嘴。 所以这辈子, 我是吃不上软和的饭, 也不敢站在女人后边, 更不敢期待一个女人。 沈小姐, 你很强, 可我还年轻。 沈济的手, 已经下意识地扶住了腰间的鞭子。 他眼中似有韵怒, 可下一瞬, 那怒气却骤然消失, 转而看着我的眼睛, 若有所思。 半晌后, 他才道, 你看上去, 和他好像, 可你们又天差地远, 乐观是一件好事, 可贫嘴太多, 容易让你没办法活着走到红河。 另外, 我送你一句话,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金骨。 你不算是受过苦难的人, 很多人, 活着都是不易, 至少你是被保护长大的。 我感觉, 沈姬好像在和我说什么, 我听懂了一部分, 他看穿了我一部分, 可还有很多的, 我听不懂。 没等我回答, 沈姬一手拔出来了桌上的木棍, 递给我, 让我拿好, 这东西, 是我的了。 我赶紧缠起来上边的布, 沈姬却已经迈步, 朝着院外走去。 我又跟上他, 问他, 那我们现在去做啥? 沈姬淡淡地告诉我, 先联系瘸子张和秦六娘, 和他们一起, 回到仙桃市, 他会给我三天时间, 让我处理好我自己的事情, 就会带我走。 我不是问他, 心结是什么吗? 他带我去看看, 但他希望我做好心理准备, 不要被吓得软了腿脚, 尿了裤子。 我张张嘴, 本来要接话, 说什么东西那么可怕? 可一下子, 到嘴边的话又噎住了。 沈姬很强, 至少在现在看来, 我发现他会倒数, 虽然他自己说不多, 但他还会风水算命。 他很强, 即便是老先生说, 他的执念撤走了阴阳术, 可依旧改不了。 谢煞化青在他面前都不是义和之敌, 轻施煞, 他也有东西镇住。 他解决不了的心结, 又让我别吓尿了裤子。 那这东西, 应该不止一点点的恐怖。 风冲着脸上吹, 我没开口了。 沈姬又余光瞥了我一眼, 忽而笑了笑, 轻声道, 我以为你, 还要辩解两句, 没想到, 你也怕风大闪了舌头。 我甘大的善笑两下, 沈姬继续往前走, 我心神也稍微镇定了一些。 在走出蒋家村的时候, 我给瘸子张打了电话。 手机接通后, 传来瘸子张吭哧吭哧的喘气声。 我疑惑地问他在干什么。 瘸子张才说, 他在抬棺材。 秦六娘说, 镇上能起挂了, 肯定是我和沈姬把麻烦解决了, 毕竟要离开八毛镇长驱先逃, 他至少得用猫皮果冠, 把细分的尸体放好, 再找个地方埋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瘸子张又问我怎么了? 怎么不办事? 给他打起了电话。 我这才告诉他, 镇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不好多说, 总归我三天后要离开仙逃镇。 沈姬给我时间, 让我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又说了, 让他和秦六娘跟我们一起进室里。 瘸子张道没多问, 就是喊我和沈姬回镇上等等他们。 电话挂断, 沈姬已经领先了我几百米, 我赶紧把腿跟上。 在等我们回到八毛镇的时候, 天已经快亮了。 我去厨房捣吃了一点吃的东西, 沈姬吃过后, 就回了我房间睡觉。 我其实也累, 腿都酸了, 索性直接躺在了地铺上。 至于蒋优女, 我就将她放在脑袋旁边。 临睡前, 我迷迷糊糊地想到了蒋书兰, 又想到吴先生带走她, 至少会让她安全, 那是她的孙女。 可我又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吴先生让我看到的那些尸体, 是我们表亲一家。 他们是死了, 算是有怨抱怨。 可那个凌辱蒋书兰的人呢? 他有没有付出代价? 这事儿, 吴先生没说。 困意变身,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做了个梦, 梦里头我摆了个摊, 摊位旁边支棱着那个木棍, 结果风一吹, 那快不吹到了我脸上。 我正在拉车步的时候, 肩膀又被人点了点。 眼前的一切支离破碎, 我感觉自己醒了。 睁开眼, 我本以为会看到沈姬修长云衬的腿。 可没想到瞧见的, 是瘸子张脏兮兮的裤腿。 她低头看我, 喊我别睡了。 她和秦六娘回来, 都收拾好了, 要走了。 我娜娜地坐起身, 下意识扭头一看, 却瞧见沈姬坐在另一侧的桌旁, 看样子, 她早就出来了。 沈姬回视了我一眼, 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 说没事。 站起身来, 我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 瘸子张大包小包地, 拿着不少东西。 我问瘸子张, 拿这么多干啥? 她回答我说,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免得遭贼。 秦六娘却笑眯眯地看了看我, 我搓了搓胳膊, 打了个寒劲。 那现在走, 我怕秦六娘又说点什么, 害我吃鞭子, 就赶紧拉开了话题。 瘸子张点头, 示意我帮忙, 搬东西上车。 我立即开始动手搬东西, 将所有东西都搬上了大金杯, 沈姬才上了车。 秦六娘开车, 瘸子张坐副驾驶, 后排座就是我和沈姬了。 大包小包的, 居然后排就两个位置。 刚才我和瘸子张放东西的时候, 秦六娘还来指点了, 说哪儿怎么放, 不然装不下, 可这样一看, 她没安好心。 沈姬闭目养神, 身上都散发着冷意。 我锁在另外一边, 不太敢靠近她。 可这车还颠簸得不行。 秦六娘还在嘀咕抱怨, 和瘸子张说, 这八毛镇的路该修了, 那些相关部门的人呢? 光吃干饭吗? 我只能一直抿着嘴, 保持坐稳。 总算上了高速路, 车不颠簸了。 我稍稍松了口气, 却又想到另一件事。 三天后我就要走, 上次音音和我说了那件事情, 她却一直还没联系我。 这几天,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接踵而来。 我都没顾得上, 想起来音音。 翻出来手机, 又翻到了音音的微信。 消息停留在上一条。 我爸妈又来了, 我先删了记录, 不然他们会抢我手机。 在网上看, 我手便下意识地握紧了。 我肯定死都不会听他们的。 你能来找我吗? 以及再上一段话, 就是音音说奶奶出事, 自己被当作筹码, 要被逼着和其他人在一起。 这两三天了, 我额头上开始冒汗, 心里坠坠不安。 我给音音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问她情况怎么样了。 结果, 我消息没发出去, 是一个红点, 提示我已经被删除, 或者加入了黑名单。 我脸色变了, 顿时就知道, 坏了事。 我尝试发送了一条好友申请, 再反复看音音的聊天记录, 尤其是那个地址定位, 让我手钻得更紧。 好友申请一直没有回复。 音音肯定不会自己删了我, 恐怕是被她爸妈发现, 我们在聊天了。 可现在除了这地址, 我什么信息都没有。 而地址又在喂水, 另一个室里头, 我想帮她都帮不上。 余光忽然注意到, 审计正认真的看着我。 我下意识翻过来手机, 审计促没抬头, 我们对视了一眼。 她才告诉我, 给我时间, 就是让我处理事情的, 尽量不要给自己留隐患。 她一眼就能看出我陷入麻烦了。 我松了口气, 眼中略感激。 瘸子张疑惑地回头看了我一眼, 问我怎么了。 我低声告诉她, 音音那边出事了。 说完, 我就快速翻出一个电话号码, 回拨了过去。 很快, 电话接通了, 那边传来一个略不安的声音。 蒋红河, 你想干嘛? 听到戴卢的声音, 我微微松了口气。 她还没死, 那她或许能帮上我的忙。 吕月魂飞魄散了。 我开口说道, 啊? 戴卢的话音明显愣住了。 她木讷地又说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 你安排人跟踪我? 我眉头微皱, 眼中犹有疑惑。 她在我面前, 被我们打得魂飞魄散。 我并没有跟踪你。 我又道, 你将吕月打得魂飞魄散? 戴卢声音显然变大了不少, 语气透着惊恶。 嗯, 我要你帮忙。 我再说了一句。 关于吕月的事情, 我不想多提, 其实我, 没有打算先帮戴卢, 可阴差阳错, 吕月被审计除掉了, 戴卢又没事。 那她算是平白无故捡了一条命。 戴家家业大, 让她打听音音的事情, 应该很快能有结果。 好, 什么忙? 戴卢话音又有几分变化, 似是有些无力。 音音可能出事了, 音家又要逼她和其他人联姻。 我想知道那家人是谁, 音音在什么地方。 我刚说完, 戴卢就告诉我, 这事她晓得一点点, 她马上再去打听仔细一点。 这次, 电话挂断。 审计面色不改, 瘸子张不多言, 反倒是秦六娘从后视镜看了我两眼。 五六分钟后, 戴卢电话又过来了。 她不安地说, 红河兄弟, 你能来一趟戴家吗? 这事儿, 不好说清楚啊。 有点麻烦, 得等你过来了, 我才能好好说完。 我皱了皱眉, 心头却有股说不出的压抑。 我喊戴卢给我地址, 刚好我要进城, 直接就过去。 戴卢说发短信给我。 电话挂断, 我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的确是一个地址。 我喊秦六娘进城了, 就放我下车, 我要去带卢娜。 又看了审计一眼, 我道, 要不, 你跟老张叔他们先去老街的铺子里休息。 审计平静地摇了摇头, 说他给了我办事的时间, 可他还是要跟着我, 他怕阴沟里翻船, 我出了事。 我本来想说, 不会, 可审计眼神透着毋庸置疑。 秦六娘又说, 多去一个地方耽误不了多久, 他开车送我去, 到时候再一起回。 他们都这样, 我就不好多言了, 和秦六娘说了地址。 没多大会儿车就进了城, 半小时左右, 就到了一个公园旁。 这公园是仙桃市的湿地公园, 风景优美, 公路中间还有个环形岛, 在对面便是一个极为富贵的庄园。 这就是带卢家。 金飞车停在了庄园前头, 瘸子张说他和秦六娘在车上等。 我下了车, 审计跟上我。 庄园门开着, 有保安在执勤, 保安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不正是带卢吗? 他瞧见我, 就立马匆匆走上前来。 红河兄弟! 带卢满脸陪笑。 说吧, 都问到了什么消息。 我开门见山, 带卢却做了个请的动作, 说道, 先进去坐坐, 喝杯茶。 我皱眉, 却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带卢的目光落在了审计的脸上。 一瞬间, 他呆住了, 眼中近视惊艳。 审计眼眸一冷, 带卢便一哆嗦, 赶忙又做了个请的动作。 与此同时, 大门两边接连不断地走出来保安。 这一眨眼, 居然出来二十来人, 将我们都给围起来了。 我四嫂周围, 冷声问带卢, 什么意思? 带卢强笑了一下, 才道, 红河兄弟, 还是进去再说吧。 这事, 外头也说不清楚啊, 我不想动粗。 我还没说话, 审计学往前迈步了, 我也只能跟上去。 带卢擦了擦汗, 走到前边带卢, 后边那些保安则是跟上我们。 一转眼, 我们就进了庄园内, 又走了一段路, 才到了一个别墅前头。 进了别墅一楼, 我便瞧见了两个衣着华贵的中年人。 带卢先喊了一声爸妈。 那两人旁边, 还站着一个穿到袍的男人, 明显是个道士。 那道士留着两撇小胡子, 胳膊搭着一截浮尘。 带卢又喊了句, 柳道长。 审计多看了那柳道长两眼。 这位, 就是刚才说, 猪灭了血沙的蒋红河。 柳道长抬头看向了我, 他眼中却带着几分轻面。 我和柳道长对视, 瞇了瞇眼, 眼中带着疑问。 带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点了点头。 柳道长却一甩浮尘, 冷冰冰地喝道, 胡说八道。 若是他除了血沙, 那我昨天晚上收服的东西, 又是什么? 小小年纪, 还真的是不学无术。 光出来害人不浅, 做行骗之事。 一个卑师都卑不全乎。 做事情隐患百出的毛头小子, 你们也信他。 带卢的爸妈, 立即就点点头。 他们身以为然, 看我的眼神, 也充满了蔑视。 柳道长又看了一眼审计, 眼中显然出现一抹贪婪。 在看我的时候, 眼神就带着几分酸味了。 毛头小子, 说你呢, 整天光四处行骗, 出来办事。 居然还带着一个女人? 还要骗大家替你做事? 你不羞愧? 不打算给个交代? 我听带少爷说, 你骗了他两百万。 钱呢, 交出来吧。 柳道长冷声喝道, 带卢的爸妈, 相视一眼。 他们冲着门外招了招手, 煞时, 大量的保安开始从别墅外聚集围拢, 每个人眼中都透着狠力。 带卢眼神也变了, 刚才还是陪笑, 此时却咬牙切齿。 我彻底明白过来了, 带卢前两天没有求到我帮忙, 带家应该就是找了这个柳道长。 不过, 明明是吕月被吴先生带走, 用来对付我们, 他却直接说他除掉了吕月。 那看来, 这人就是个骗徒, 只不过, 带家人却对他深信不疑。 我心里头并不舒服, 因为我时间本来就不多, 找带卢, 是想要节约时间。 没想到白跑了一趟, 还给我弄来了麻烦。 至此, 我眼神冷裂了下来。 我正准备开口, 沈济却轻声说了句, 你姓柳。 他这语气, 并没有那么冰寒, 反倒是透着疑问。 据我所知, 外边的柳家倒是不多, 敢姓柳的, 更少。 你出自什么地方? 我心里咯噔一下, 却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柳玉昼。 沈济之前提过那人, 这都姓柳, 不会那么巧合吧? 那柳道长咳嗽了一声, 他显然颇为自得, 道, 小姑娘倒是有眼力, 平道柳花道, 自情领来, 我看你也是被这矛头小子骗了。 你到我身边来, 这件事情和你无关, 别伤了你。 他与爸的瞬间, 带卢爸妈冲着门外点点头。 那些保安开始鱼贯而入, 进了别墅中。 沈济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他当真迈步, 朝着那柳道长走去了。 我梦了, 他们认识, 可不应该啊, 沈济应该知道, 这柳道长在撒谎啊, 他不可能除掉吕月的。 随着沈济的靠近, 柳花道眼中的贪婪更多, 不过, 他明显也在压着这种情绪, 又道, 平道看小姑娘, 你天资聪颖, 等会儿解决了这矛头骗子和代家的事情, 可以指点你一下, 替你摸骨证明。 哦? 你还会摸骨? 看来, 还是个算命先生。 沈济又轻声道, 哼哼, 我们到家, 讲究天人合一, 风水堪于字不在话下。 柳花道, 又道, 沈济停在了他面前。 这时, 代卢爸妈更蔑视地看着我, 那些保安手中都摸出来了家伙事。 代卢眼中有点不甘, 撇过沈济一眼, 转而, 又恨恨地看着我。 我心头虽然疑惑, 但手已经落在分尸刀上。 保安肯定不是我对手, 但一群还是得注意点。 万一马尸前提就在沈济面前丢人了。 转眼, 那些保安就要动手。 柳花道却伸手去拉沈济的肩膀, 他似是有些责难。 小姑娘, 你先到我身后, 免得伤到, 他话还没说完, 沈济扬起手。 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在屋内响彻。 柳花道直接在原地打了一个转, 晕头转向地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这一幕, 看得我瞠目结舌。 代卢大惊失色, 他爸妈两人也傻眼了, 一下子就指着沈济, 惊慌道, 拿下他, 别让他伤了柳道长。 众多保安直接绕过我, 就要朝沈济冲去。 柳花道双臂撑住地面, 堪堪指住了自己的晕头转向。 他挣扎着, 要从地上站起来, 与其带着愤怒。 小姑娘, 你被鬼迷心窍。 结果,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 沈济一脚踏出, 直接踩中了他胸口。 他又是一声闷哼, 居然一下子被踩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沈济单手从腰间抹过, 长边扬起, 四扫周围。 啪! 啪! 得脆响声中, 那些保安一个个惨叫着倒在地上。 戴家的两口子和戴卢彻底傻眼了。 沈济低头半垂着眼瞼, 道, 你真叫柳花道吗? 如果你不说实话, 我会敲碎你一口牙。 那柳花道身体都站立起来, 他瞟了一眼四周, 哆嗦地说了句, 前辈饶了我, 沈济这才收回脚, 那倒是狼狈地爬起来, 体弱筛康, 连连道歉, 说他不叫柳花道, 就是城外道观的一个普通挂牌道士, 行脚刚路过此地, 遇到有人高架聘请道长, 对付凶师。 他就寻摸着过来试试水, 之所以叫柳花道, 是因为他前几年听闻柳家集结外出, 之后又再次归影, 刚好其中一位长老叫柳花道, 他对柳家有崇敬之心, 就假借了一下名号。 沈济又淡淡地说了句, 那除掉血煞的事情呢? 那倒是苦着脸, 才说了缘由, 他的确准备了对付吕月, 可戴家留了一手, 没和他说是血煞, 他本来有点微末本事, 能对付白煞和黑煞, 可见到血煞, 一下子就知道, 坏了, 本以为就要与命在血煞手中, 那血煞却被忽然出现的高人, 带走。 他干脆将计就计, 做了一副他收走血煞的假象, 打算骗了戴家一笔钱就走。 倒是这番话说完, 戴卢以及他父母, 脸色都变得青红交加。 沈济平静地说了句, 滚吧, 但以后再用柳家名号, 在外边招摇撞骗, 就不只是这点皮肉伤了。 那倒是如获大赦, 连滚带爬地朝着别墅外跑去。 沈济又冷冷地看了戴卢和他爸妈一眼, 便回到了我身边。 一时间, 场间的氛围就变得极为尴尬起来。 戴卢爸妈瞪了戴卢一眼, 戴卢身体一颤, 才堪堪往前两步, 走到我身前来。 他没先和我说话, 而是又瞪了四边的保安一眼, 还不赶紧滚出去。 那些保安连滚带爬地朝着屋外跑去。 戴卢一脸善笑, 更为不安地说道, 红河兄弟, 误会, 天大的误会, 我们也被那假道是骗了。 咱们哥俩, 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我并不想和戴卢多闲扯其他的。 被这耽误了时间, 本就让我心头烦闷。 阴阴的事情, 你有没有查? 我直接问道。 戴卢脑袋点的小鸡吃米一样, 说他查了, 这个是真查了。 而且, 这事在仙桃市挺出名, 很多家族都知道, 而且羡慕阴家。 我眉头一皱, 示意戴卢说清楚。 戴卢做了个请的动作, 让我和沈济先坐下。 这同时, 他爸妈信信地往外走去。 随着戴卢将话说完, 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 戴家和阴家挑破, 事情缓了之后, 阴家忽然又攀上了一条高枝。 那高枝不一般, 是渭水式的丁家。 传闻那丁家早年监视奸商, 之后因为报应不爽, 让人点灭了全族, 就只剩下一个老爷活着, 行起度日, 到了渭水。 可之后, 他被渭水一个年轻的先生见到, 那先生居然是他早年被人拐走的孩子。 那先生不但重建了丁家, 甚至让那老爷, 也就是他父亲在古西之年雄风在镇, 又娶妻生子。 一谎言几十年过去, 丁家成了渭水一个庞然大物的家族, 族人都按照族训, 日行一善, 积德积福。 这次阴家攀上丁家的高枝, 是因为丁家的长子患了重疾, 便寻名医无果, 化而寻找一种特殊命格的女子, 叫什么玉堂贵妮。 恰好阴阴的八字吻合, 就立马被阴家送去了渭水。 现在渭水和仙桃的很多家族, 都对这件事情羡慕不已, 觉得自己怎么没生出来这么好命的女儿。 带卢又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苦笑道, 红河兄弟, 我晓得你本事大, 身手好, 但这一查, 阴家的事情, 你是管不了了。 况且, 带卢小心翼翼瞟了一眼审计, 又认真地和我说道, 何必呢? 你说是吧, 仙桃氏和渭水, 没人能得罪丁家。 我额头上密出了细密的汗珠, 胸口却好似被人攥住, 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不傻, 光凭带卢说,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得有多大。 不光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家族, 虽说那家族的时间不长, 但他们的根源居然是个先生。 虽说这几天, 我们和人和斗的有来有回, 但我清楚自己的经养。 四两拨千斤, 说来容易, 做起来恐怕会直接折了胳膊。 一时间, 我整个人都格外沉默。 没有再多问带卢话, 我转过身, 朝着别墅外走去。 沈济跟上了我, 带卢没敢跟上来。 一转眼, 我们就走到了别墅大门前。 沈济轻声问了我一句, 你很喜欢他? 有多喜欢? 非他不可吗? 沈济这话, 又让我挣住。 我死死了半上, 才到, 我性格不好, 小时候, 被打骂得太多, 欺负得太多, 没那么容易镇定下来。 以前, 我想着逃离八毛镇, 逃离很多人, 之后遇到了音音, 她很好, 改编了我许多, 让我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会嘲讽我, 厌恶我。 对于大家族来说, 我身份是低贱的, 一个给死人背尸体的人而已。 即便是普通人, 都很难接受我这个职业, 我心里头清楚, 便打算和音音不了了之。 可她却找到了八毛镇, 找到了我, 她忤逆爸妈, 都要和我在一起。 她甚至说自己宁可死, 都不会嫁给其他人。 我话音变得沙哑, 抬头和沈济对视。 沈济促了促眉, 忽然道, 普通人? 你并不是普通人, 她出身倒是普通了一些, 不过有一条玉堂贵命, 倒是勉强配得上 给蒋家延续血脉。 你眼睛红了, 看来, 你的确很喜欢她。 血脉之事, 倒是当务之急, 蒋家受不得风险, 我替你把她回来。 稍微停顿, 沈济喊我上车, 先去秦六娘的铺子放下东西, 她陪我去一趟喂水。 沈济这话, 才让我彻底愣住。 她已然先上了金杯车, 我赶紧跟了上去。 沈济喊秦六娘, 开车回去。 瘸子张回头问我, 脸色怎么不好看, 里头都发生了什么? 没打探到音音的消息。 沈济闭目养神。 我如实告诉了瘸子张过程, 又说了, 沈济要帮忙。 瘸子张的神色顿时殷勤不定起来。 她摇了摇头, 先说了不行两个字。 我面色微变, 问为什么不行? 瘸子张却看了看沈济, 才又看向我。 道, 红河, 你忘了我和你说的话。 我身体微僵, 咬了咬牙。 英雄气短, 而女情长, 你和音音不合适, 她是大家闺秀。 你是山野间的卑诗人, 年纪轻轻, 两人可以冲动。 可事实上, 你要面对的事情, 能带上一个脱油瓶吗? 瘸子张神色极其严厉。 他又看向沈济, 道, 沈小姐, 你本事很大, 来头也不小。 可你也清楚, 红河要面对的事情不简单。 你要帮红河, 将那女孩子带回来了, 此后呢? 丁家在渭水的势力, 我是知道的。 那不是一般的算命先生, 可你就要保护两个人, 人和对音音下手过一次, 难保不会第二次, 就算你们从仙桃走了, 能带上音音。 留在这里, 都是隐患。 瘸子张语气斩钉截铁。 我脸色又是一阵苍白, 可我却反驳不了了, 因为瘸子张的话, 字字都在点上, 字字都在里上。 沈济抬起头, 丹凤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道, 音音会耽误一些事情, 不错, 蒋家的血脉, 不会是山野中的被诗人, 况且, 你应该清楚, 血脉有多重要, 我找到红河不义, 蒋家留有后代不义, 红河要他, 我带他来和红河延续子嗣, 再将他送往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人和有胆量去, 就得死在那里。 我浑身更僵硬了, 因为沈济这话, 延续子嗣, 我哪想到那么多, 看他样子, 音音被荡成了工具人。 我, 瘸子张, 额头上一直冒汗, 却没说出话来。 沈济再次闭上眼睛, 一言不发。 秦六娘在打圆场, 好我们不要吵起来了, 况且, 我年纪轻轻, 哪能这会儿, 就伤一生孩子的事情。 这不是胡闹吗? 沈济没睁眼, 却说了句, 此事, 绝非胡闹。 看这模样, 就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过, 成了沈济心头的禁忌一般。 红河喜欢, 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 他看上了的女人, 是那家人的福气, 我看谁敢抢人。 沈济的话音, 毋庸置疑。 秦六娘一下子又不敢说话了。 瘸子张眼中也犹有惊疑。 我一时间心里头乱糟糟的。 沈济说, 生孩子的事情肯定不行。 这道理, 现在和沈济说不通。 等我们将人带回来之后, 我才打算和他商议。 于是, 我也不说话了。 瘸子张的担忧我知道, 如果沈济没办法帮我护住音音, 我肯定有其他思量。 现在既然有办法, 我肯定不能不管。 万一音音真的想不开, 寻了短见又怎么办。 而且, 我这都不管他了, 还算什么男人。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到了老街, 因为东西多, 秦六娘直接将车开到了铺子门前。 审计将贝勒递给我, 示意我将这青尸杀的鹰胎和蒋优女一起放下。 她就跟我一起去喂水。 秦六娘一脸苦涩, 瘸子张眼中又有阴霾, 他们却不敢多言。 我先推门下了车。 秦六娘紧跟着去开了铺门。 正当我准备上楼去的时候, 身后却传了一个声音, 在喊我的名字。 我蹲住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瘸子张晴六娘同时回过头。 我这才瞧见, 铺子对面停了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 车旁边站着几个人。 其中两人我认了出来, 不正是音音的爸妈吗? 他们身边的其余人, 我就不认识了。 我完全没想到, 音音的爸妈会出现在这里。 他们已经迈步朝着我们这边走来。 我转身走下铺子的台阶, 音音爸妈刚好走到了我跟前。 他们两口子红光满面, 看我的眼神更是透着居高临下。 第一次他们见我, 是蔑视, 厌恶。 第二次因为带炉, 对我变得惊怕。 这第三次的眼神, 却让我很不适, 就好像高我吉等一样。 丁先生果然神机妙算, 蒋红和你会现在回到老街, 可能再过一会儿。 你就想去喂水丁家闹事了吧? 音音爸爸嘴角勾起饥讽。 我瞳孔顿时紧缩了一下。 他们有备而来。 不, 是被人算到了, 我要回老街。 没等我说话, 音音爸爸语气冷冽, 道, 蒋红和, 丁先生还算到了。 你已经知道丁家的一些事情, 他让我们来这里, 就是告诉你, 人要懂得智男而退, 也要知道廉耻。 丁家不想要下贱的人登上门槛, 也不想高高兴兴的日子, 平添了晦气。 丁家念在音音的份上, 给你几分薄面, 让我和音音他妈妈来通知你。 不要再不知道天高地厚, 去丁家闹事, 丁家已经查过你了, 知道你出生更下贱, 是个老子都没有的野种。 你如果执迷不悟, 丁家不会轻饶了你。 到时候, 你不只是在仙桃没有立锥之地, 甚至整个南方, 你都落不下脚。 丁家会让你成丧家之犬。 明白了吗? 音音爸爸的语气, 愈发高傲了起来。 旁边那几人, 眼中也有讥讽, 有人小声说了句, 音家主之前小题大做了, 我们家主也小题大做。 音音小姐都已经同意了要嫁, 对一个小小的野种背试人, 随便找人教训教训即可, 何必让我们一起来。 有人喝了一声, 朝着我脚下一吐。 我后腿躲闪了一下, 可身体却开始站立。 他们一口一个野种, 还对我威胁恐吓, 这已经让我胸腔中怒气翻滚。 而让我站立的, 却还是那人最后一句话, 说音音同意了要嫁。 这绝不可能。 我猛然抬头, 死死盯着那人。 毫不犹豫, 我抬手朝着他脖子抓去。 小心这个莽夫。 音音爸爸惊声喊道。 那几人并没有后退, 中间那人没动, 另外的则散开, 隐隐将我围住。 眼看我就要抓住那人的脖梗, 他脸上讥讽更多, 忽然抬起手来, 直接掐住了我的手腕。 他好似遏制在了我的关节骨头上, 疼得我额头上冷汗直冒。 我感受到威胁, 本能的反应, 另一手就要抽出腰间的分尸刀。 与此同时, 其余几人上前, 分别压住了我的胳膊, 手臂和另一个手腕。 一瞬间, 我就被制住了。 这些人看似是普通人, 可他们伸手却绝不简单。 音音爸爸松了口气, 音音妈妈也心有余悸地说道, 还好丁先生吩咐, 丁家主安排了几位来, 丁先生肯定也算出来, 蒋红河一言不合就会动手, 他本身就是个莽夫。 我闷哼了一声, 挣扎着要动, 可却动弹不得。 这时, 瘸子张满脸阴沉地走下台阶。 松开! 瘸子张低声喝道, 眼中不满杀鸡。 老东仙, 我劝你不要太嚣张。 抓住我手腕的那个男人, 毫不客气地呵斥道。 就在这时, 啪的一声轻响。 一道鞭影打在了那男人的肩头。 他一声惨叫, 砰的一下道飞出去, 重重落在了地上。 其余几人大惊失色。 晦气! 清冷的话音随之响起。 紧跟着, 又是一道鞭影点出, 刚好落在了那人的嘴巴上。 啪的一下, 鲜血四溅, 牙齿更是飞尸而出。 也重! 话音从清冷, 顿时成了冷冽。 那人满嘴的血喷洒而出。 其他几人骤然松开我的手, 一人去搀扶倒地那人。 另外几个, 精一不定地瞪着我后方。 学子张本来紧绷的身体, 稍稍松缓了一些, 秦六娘眼神却尖锐不守, 指着那几人, 骂道, 沈小姐, 这几个人太狂妄, 还不知道想怎么羞辱红河。 另外几人惊怒之中, 就要朝着, 我身后脉步, 似要对沈济出手。 又是一道鞭影挥出, 横扫在那几人身上。 闷哼声中, 几人全部养妃倒地。 最开始倒下那人, 惊慌无比地站了起来, 他口齿不清地恩当了几句, 却没说出来一句胡人话。 樱英的爸妈被吓得呆如木鸡, 扮赏樱英爸爸才惊声道, 你们疯了, 敢对丁家的人下手。 沈济瞥了一眼樱英爸妈, 冷冰冰地说道, 红河看上樱英, 是他的福气。 你们倒是白伸了一双眼睛, 有眼无珠。 我现在开始觉得, 那樱英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他不配了。 樱英爸妈的脸色瞬间成了猪肝色。 其余那几人从地上爬起, 惊怒地盯着沈济。 沈济冷眼扫过他们, 又道, 我倒想知道, 有一个先生的家族, 就能这么狂妄。 那先生是个什么样的先生? 听人说, 你们日行一善, 我怎么看就不像呢? 就在这时, 我注意到, 被打掉一口牙的那人, 正将手机放在耳边, 似是在打电话。 他要找救兵? 可下一瞬, 他眼中就是愕然。 他快速往前走, 手机递给了另一人。 另一人听了电话后, 脸色瞬间大变, 其余人都疑惑地看着他们两个。 沈济脸上依旧冰冷如霜。 结果下一刻, 那两人居然喷了一下, 直挺挺跪在了地上。 嘴巴没了牙的那人说不出话来, 另一人却强忍着惊慌, 不安地说了句, 家主有令, 全都跪下。 剩下那几人虽然茫然不解, 可还是喷喷地跪了下来。 长嘴, 另一人又咬牙道。 那没了牙的人最先抬手, 一巴掌抽在自己脸上, 嘴里又是一股血冒出。 其余几人也不敢停顿, 开始噼噼啪啪地抽自己耳光。 音音爸妈看傻了。 说实在的, 我也有点梦了。 本来都已经撕破脸了, 怎么他们就下跪了? 拿着电话的那人, 惶恐地看着审计, 颤声道, 丁家有眼不识泰山, 不晓得枪族先师利临先逃, 家主本应前来拜见, 可我家少爷命在旦夕, 他得替其续命, 又要操办和英家的婚事。 我们冒犯了先师, 掌嘴赔罪, 还望先师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瞳瞳紧缩, 扭头看了审计一眼。 枪族先师, 就是他的身份? 这又是什么来头? 可听到他们, 在操办和英家的婚事, 我脸色再一次变了, 不能让他们强迫音音。 我顾不得其他, 和沈济说道。 沈济眉头微醋, 目光扫过那几个丁家人, 眼中犹有疑惑。 你们知道我是谁, 这倒是令我奇怪, 看来, 你们丁家的那先生, 开始没算到我, 忽然算到了。 既然你们说出了我的身份, 或许和族内有些关联。 不过, 这不足以让我收手。 虽然我刚才说了, 英家配不上红盒, 但你们丁家, 也不能要音音。 这, 那几个丁家人的脸色在变。 拿着手机那人, 脸色更沙白。 家主说, 他已经安排人, 将英英小姐送回仙桃, 丁家和英家的婚事取消了, 望仙师不要怪罪。 沈济依旧猝着眉头, 又思索了半赏, 才道, 滚吧。 那几个丁家人, 狼狈递上了车, 却甩下来了英英爸妈, 直接开车走了。 英英爸妈, 呆滞地站在原地。 你们不滚, 还想人送吗? 沈济语气很冷漠。 英英爸妈, 仓皇地朝着老街外走去。 这丁家, 有些古怪。 沈济转身往铺子里走。 我立即跟上了他, 瘸子张和秦六娘跟在后面。 沈济坐在了桌旁, 摸出几枚铜钱, 又跟我要回鸽甲。 他仰手抛出铜钱。 轻微的嗡嗡声中, 铜钱在桌上旋转, 沈济又转动鸽甲, 鸽甲也飞速转动起来。 不多时, 铜钱倒下, 正反不一, 鸽甲也停了下来。 秦六娘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又做出口型, 说沈济在起挂。 沈济手指掐绝, 轻微的在指尖轻点。 我自然不敢打断他。 回想刚才他和那群丁家人的对话。 最开始, 丁家没算到沈济这个人。 是途中, 他们突然算出来的。 丁家的先生, 是个算命先生, 他肯定算到了和沈济为敌会带来祸患。 让沈济放过他们的, 也是他们说出了沈济的来头。 我现在虽说是满腹一斗, 但音音不用被强迫家人, 至少已经达成我的目的了。 办赏后, 沈济才喃喃道, 丁家的命居然有添补之相。 他们小逗我来头, 这也是个问题, 但让族内去查, 有些小题大做了。 他们既然道歉, 又放了人, 此事就无需再顾问丁家了。 沈济看向我, 我点头说好。 沈济又道, 蒋家的血不是一般的血脉, 如果音家是个很好的家族, 才有资格给蒋家传宗接代。 现在看来, 音音父母奇差无比, 音家是不配的。 这, 我正想反驳。 沈济轻声又道, 刚才的卦, 还指向了音音。 音音, 虽说有玉堂贵命, 但这也是音命的一种, 你是被诗人, 本身就音, 再加上卦象中, 音音会有那音之相, 会让你们命格相冲。 你真想去和他在一块, 你们之中, 就一定会死一个, 我不会看着这一件事情发生。 我心头愕然, 我和音音的命格, 居然会这么相渴。 瘸子张也变了脸色, 断然说了句, 那肯定不行。 沈济又深深看了我一眼, 道, 她的命数, 近日来, 因为年纪到了, 才体现出来, 你们见面一次, 就相克一次, 出现一件祸事。 你可以自己回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我脸色瞬间就苍白了, 仔细回想下来, 还真是。 音音最近来找我, 八毛阵就出了事。 虽说那是注定会发生的, 但在之后, 音音又被人和带走, 再到音音奶奶的身体出现问题, 丁家出现。 如果不是沈济, 那丁家这事, 肯定对我来说是一件祸事。 巧合的次数多了, 就不是巧合了。 俗话说, 好事不过三, 再发生什么祸事, 音音能不能撑得住? 或者说, 我会不会出意外? 我不会害你。 我和吴先生是一个打算, 你是蒋家的血脉, 是要延续下去的。 如果你不信我说的话, 等你学会实观像术, 自然有所分辨。 那音音没人招惹, 也不会出事。 你认为如何呢? 沈济又说道, 我低了低头, 完完全全沉默了。 几秒钟后, 我侧身走过沈济身旁, 上了二楼。 到了我之前休息的房间, 我将那活青诗音胎放下, 又把蒋优女放在床榻上。 我坐在床边, 身体都蜷缩了起来。 道理我都懂, 可两年的感情, 又岂事而谢。 见音音一次, 就会出现一次凶险的祸事, 甚至都打消了, 等她回来后, 我去见她的想法。 我们真的不合适啊。 我内心挣扎不已, 呆呆地做了很久很久, 我才拿出来了铜盒, 打开了石棺橡树。 晦色的文字, 仿佛在眼前跳跃一般。 我用力抿着唇, 迫使自己清醒, 逐字逐句地读着。 我想通了一件事情。 无能为力, 之所以叫做无能为力, 正因为前两字, 无能。 命, 是有变数的, 是可以更改的。 我和音音, 可以因为一些事情发生改变, 就譬如, 我以前认为她无法接受, 我是个背尸体的人。 可我不想因为这种无法说出口, 甚至看似没有根源的原因。 如果现在的我会一身算命数, 那我未必没有办法。 至少, 我不会这么被动。 我无法因为我自己的私事, 这种儿女情长, 去要求审计做什么。 只能我自己有那个本事了, 自己去做。 让我能有喘息之机的, 就是音音现在,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了。 没过多久, 我就看完了一整页的石棺橡树。 可让我心头正然的是, 刚读过一遍的内容, 我转眼居然就忘了。 晃了晃脑袋, 我又读了一遍, 这一次我更仔细谨慎。 没想到, 第二次还是瞬间就忘得干干净净。 我死死地盯着书页上的内容, 脑袋却隐隐生疼。 说, 不是这样看的。 阳算, 也并非这样学。 审计的话音从门边传来。 我抬头, 刚好和审计对视。 你满眼血丝, 神游天外, 如此焦躁的心境, 看十年, 你还是看不懂第一页。 审计又道, 那怎么办? 我抿了抿嘴, 说道。 审计目光深邃地与我对视, 几秒钟后, 说道, 你对女人的责任心倒是挺强。 你既然想善事善终, 虽说我辈分是你的曾祖奶奶, 但我不会真的棒打鸳鸯。 你收起自己的胶着, 收起那些烦躁, 再过几日, 你就看得尽这本书了。 以后你想回来找他, 我不会阻拦。 我可以破例教你一点宁神的法子。 因为审计又说了自己辈分的事, 让我一时语色, 可他说不阻拦我, 甚至能让我宁神。 我立刻迫切地问道, 怎么宁神? 审计喊我坐在床榻上,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 他便让我气沉丹田, 肩背挺直, 整骨拔膏, 然后跟着他的频率呼吸吐纳。 我闭眼照做之后, 果然感觉到一丝平静, 身体都舒畅了不少。 审计又道, 看来, 我们没必要在仙桃待那么长时间, 阴阴之事暂时无碍, 明天天亮, 你便跟我走吧。 我脸色一僵, 睁眼, 下意识地问道, 去哪儿? 审计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伤感。 他转身, 鲜瘦的背影却显得极为萧瑟。 他并没有回答我, 直接下了楼。 我才反应过来, 审计是要带我去那个心结之地了。 那地方, 会有多恐怖。 上一次审计提起的时候, 就让我做好准备, 不要吓尿了裤子。 那地方, 绝对不简单。 我尽量压下自己思绪, 又按照审计教我的法子吐那几次, 思绪更为平静。 将石棺像术收好, 我又看了看手机, 好友身体还没通过, 我心头又有几分落空。 上床躺下, 我闭眼休息了一会儿, 竟沉沉睡过去了。 这一觉, 我睡得比想象中还久, 在等我醒来时, 居然已经是次日的凌晨五点多。 身体罕见的通态, 脑袋更为清醒, 是审计教我那法子起的作用。 我翻身下床去洗漱了一下, 便下了楼。 我是打算去买点吃的回来, 这会儿,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结果到了一楼, 铺门居然开着, 只是铺中无人。 秦六娘忘了关门。 还好, 看上去没丢东西。 我刚走到铺门外, 却感觉到脑后似是有个视线。 下意识地, 我抬头转身, 却瞧见沈济居然站在三层楼顶的边缘位置,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初冬的尘封透着寒意, 审计期间的秀发在风中轻悟。 我愣了一下, 他站在房顶干什么? 我已经帮你道别了。 你收拾好行李, 就跟我出发。 蒋优女和那个鹰胎, 你随身带上。 审计的话音入耳。 这, 我没想到, 审计连道别都替我做了。 左右我和瘸子张也不是婆婆妈妈的人, 菱形道别免不了伤感。 审计帮了忙, 的确更爽快利落。 审计忽而抬起头, 似是在远眺天际边缘。 我又返回楼上, 这次我确定鹰胎没事, 就将其和蒋优女都装在一起。 迟一片刻, 我还是用上行李箱, 带了几件衣物。 老先生那个木棍, 则是被我别在了箱子上。 我拖着箱子转身, 却发现门口的地面, 摆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 愣了一下, 我去捡起来, 没有拆开包袱。 处赶告诉我, 里头装着老牛角和驴蹄子。 对面就是穴子章的房间, 门依旧紧闭。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将包袱装进了行李箱。 走到穴子章房门前, 我跪了下来, 磕了三个头。 老张说, 红河此行, 或许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了。 你保重身体, 等回来了, 就再先逃干一番大事, 和情依一样, 开个铺子, 背贵人的诗。 我语气正重。 起身, 我拉着行李箱下楼, 刚走到门口, 审计就从楼顶月下, 翘无声息地落在我身旁。 这么一大包东西, 沈济眼中诧异。 嗯, 有几件衣服, 阴胎和幽女, 还有一些背诗人的东西。 不多了。 我认真地解释道, 沈济秀眉促起, 也行吧, 不过你得学会, 尽量让自己轻便。 雨霸, 他朝着老街外走去。 我赶紧跟上了他, 又问他说, 我们是去坐飞机, 还是怎么走。 沈济告诉我, 就凭我身上的东西, 就过不去安检。 况且, 他几日前就准备了人手。 我一愣, 人手? 沈济不是独身一人前来的吗? 上哪来的人手? 一转眼就到了老街外, 这个点太早, 街口还很安静, 两边只有一些早餐店, 有人声和烟气。 沈济朝着路边走去, 那里停了一辆木马人。 驾驶室的门开了, 下来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女人, 虽说穿戴跟普通人无异, 但其眉眼间 颇有少数民族的风情, 以及阳光健康的美感。 那女人快步上前, 单手扶在胸口, 向沈济攻身行李。 先诗, 他语气谦卑悦耳, 帮蒋红河将行李放好, 他要去吃点东西。 沈济没回头, 淡淡地说完, 便静止上了后排座。 我看愣了。 虽然沈济说, 几天前就准备了人手, 但我还是觉得很快, 就像是说道就道, 还有, 沈济连手下都是美女, 该不是从女人村来的吧? 那女人走到我身前, 冒得攻身说道, 将能见过蒋先生。 他同时接过我手中行李箱拉杆。 我定了定神, 先说了谢谢, 才赶紧低头转身, 去了旁边一个早餐店。 要了两剔包子,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 路边, 姜蒙放好行李箱就上了车, 看样子, 他和沈济都不打算下来。 我又喊老板给我打包了两剔包子和豆浆。 填饱了肚子, 我就带着早餐往车边走。 结果, 我没打开后排的车门。 蒋先生, 副驾驶。 姜蒙轻声喊我。 又给后边的沈济递了一袋子。 沈济在闭目打坐, 并没有理我。 姜蒙小声告诉我, 先是刚吃过干粮了, 让我多吃一些。 他又将包子还给我。 我身体微僵, 心想着, 干粮哪儿比得上热气腾腾的包子。 把包子放在腿上, 我又有一些思绪飘散, 又看向了车窗外, 却刚好瞧见一个人匆匆走进老街口。 看背影, 怎么有点眼熟? 只是车一下子提速, 加上他进了街口。 我分辨不出来, 那是谁了? 总归, 这人我好像认识。 车里头太安静, 安静的我就不好意思打破。 故作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开车的姜蒙, 他应该有二十五六岁。 又偷看了一眼后排的沈济, 他还是闭着眼, 一动不动。 翻出来手机看了看, 茵茵还是没通过我好友。 我又给戴卢发了一条信息, 喊他随时帮我, 注意着阴架,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尽量去帮忙, 我会记一个人情, 以后还给他。 戴卢几乎秒回了我消息, 说好。 在之后, 我就拿出铜盒, 翻开了石棺像术。 我觉得我已经静下来了, 现在我不知道要去哪, 要多久的车程, 总不能一直发呆。 不知道是因为我已经看过了两次, 还是这次是平静下来的缘由。 我觉得, 自言好似没有那么灰色。 不由自主地, 我心中在默念, 大凡官人相貌, 以古至五行, 致其面石棺, 古之起初, 古节像金石, 古与肉相衬, 气与血相应, 大凡物有不全, 平则瘦, 负则妖。 一下子, 我变入了神。 这, 石棺像术的第一页, 描绘得, 是人的骨头, 从头到身的全部骨头。 只不过, 其中内容晦涩难懂, 我只能知道大概, 想要融会贯通, 还得不知道肯多久。 在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有两双眼睛在看着我。 一双来自于神迹, 一双来自于江萌。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脸微微抽搐了一下。 有, 有事吗? 女子的明媚风情, 沈济又是古典的冰山美人。 被他们这样看着, 我一时间都不知所措。 还是沈济先开口, 说到服务区了, 问我下不下去。 下, 下。 我结结巴巴回答, 推开车门, 险些摔下去。 落脚, 我看看站稳, 风很大。 我冷得打了个寒净。 刚冬至没几天, 气温已经很低了。 我先去上了个洗手间, 就准备喊姜蒙和沈济下车吃东西。 结果回到车旁, 却看见沈济正在吃干粮, 姜蒙也在吃一块肉脯。 这, 不吃点热乎的。 沈济没理我, 姜蒙倒是递给我一小块干粮, 让我试试。 我接过来后, 吃了一口, 满嘴都是麦香, 还带着一丝药味。 愣了一下, 我还以为干粮会和压缩饼干差不多, 没想到挺好吃。 你早点吃完, 早点回来, 此行霸粥, 还得两天左右的行程。 沈济开口道, 我们是去霸粥? 我心头一紧, 沈济点点头, 我心头稍稍振奋了些。 干粮的味道是挺好的, 要不, 我也吃这个。 我将剩下的干粮塞进口中, 坐回了副驾驶。 沈济没回答我, 姜蒙倒是拿出来一份干粮和肉脯给我。 我一边吃东西, 一边吹着凉风, 却又想到了吴先生和老先生。 他们藏匿在暗处, 那应该, 他们会给人和一些掣肘。 人和吃扁了一次, 应该还会卷土重来。 他应该在暗处跟着我们。 就在这时, 我听到了轻微的滋滋声。 扭头瞥了一眼车外, 我顿时瞳孔紧缩。 一只肥瘦的耗子正津津有味地 吃着地上的干粮残渣。 我看到他的瞬间, 他也抬起头来, 眼珠子滴溜转了一圈, 骤然滋起尖锐的牙齿, 胸利地盯着我看。 我猛地伸腿, 一脚踩了下去。 他飞速一窜, 便消失不见了。 姜蒙问我怎么了? 我皱了皱眉, 下车走了一圈, 结果没找到那耗子。 回到车上, 我说没事。 审计没什么反应。 我镇定下来。 服务区躲在山边, 看见个耗子很正常。 那女孩带着老玉跑了, 总不可能来找我们以卵击石。 又过了一会儿, 姜蒙继续开车上路。 我一直在看石棺像术。 第一页, 我大致看明白了, 却总想找人看看。 可车上就姜蒙和审计, 沿途服务区人烟同样稀少。 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就多看了姜蒙和沈继几次。 姜蒙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古怪。 沈继发现了我的小动作, 问我是不是不想要眼睛了。 我幸幸然, 不敢说话。 两天一会儿过。 霸周到了。 车窗外大雪漫天飞舞, 沈继变得比之前更冷, 整个人好似透着寒气一样。 姜蒙略不自然, 问沈继要不要先找个地方休息一夜。 沈继点了点头, 姜蒙便带我们找了家酒店落脚。 一共三间房, 可分完房卡后, 沈继却跟着进了我房间。 他站在窗户旁, 背影孤寂。 我将行李箱靠墙放好, 又检查了一下木棍没有受损。 你背过活尸吗? 沈继忽然问我。 迟一片刻, 我告诉沈继没背过。 不过背试人有专门的手段背活尸, 我能背。 沈继沉默了一会儿, 又和我说, 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 至少有上百凶尸, 以及一个凶狠的赶尸匠。 那赶尸匠挟持了一个村的人, 还有一个和他息息相关的人, 抑制了赶尸匠, 让他无法害死村民。 这就是他的心结。 他要做的, 就是对付赶尸匠和凶尸。 而我, 要送走那个和他息息相关的人, 他是一口活尸。 我脑袋嗡嗡作响, 上百凶尸。 我只有一个字, 想脱口而出。 沈继却转身, 从我房间出去了。 半上, 我勉强镇定下来。 行李箱却发出砰的一声, 开了一条口子, 伸出来一只小小的手。 我打开一看, 却发现蒋优女额头上的铜钱, 居然掉了。 他一只手搭拉在行李箱外, 另一只手, 竟掐着那鹰胎的手腕。 鹰胎有一截手指, 被蒋优女瞬息在嘴巴里。 蒋优女血红的皮肤, 居然带着一丝丝泛青。 鹰胎却干扁了不少。 我眼皮狂跳不止。 取了一张布, 戴在了蒋优女和鹰胎的身上。 我才回到床上躺下。 困一袭来, 又一夜无梦。 继续驱车朝着城外赶路。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到了一个有牌楼的村子前。 公路右侧是一片白雪矮矮的草地, 左侧就是村民的房屋。 车停在牌楼下。 姜蒙头一审计询问的眼神。 显然, 是地方到了, 姜蒙不敢进去。 我打开车窗, 盯着村里头。 只不过, 我却没看出来什么问题。 除了天太冷, 雪太大, 这村子怎么看, 怎么普通? 白天, 应该没什么大碍, 先开去祠堂。 沈济沉宁片刻, 开口道。 我定了定神, 沈济这话没错。 即便是被鬼上身, 也就是他所说的撞碎, 控制了村民。 但白天, 鬼碎又不能出来, 我们进村还是可以的。 江蒙发动了油门, 车缓缓进了村子牌楼。 可就在这时, 路边的一个屋子, 门突然开了, 乌样样地走出来了, 起码七八个人。 那些人手中都提着羊铲, 匹柴刀, 还有粗木棍, 一下子就惊, 我们的车围住了。 围守的是个满脸高原红的汉子, 他沙包大的拳头, 咚咚咚地砸了两下窗户。 你们是哪来的人? 继娘村不欢迎外来者, 掉头, 赶紧走。 那汉子神色严厉, 其余人有的围住了车头, 有人则来拽门把守。 我愣住了, 沈济不是说, 村民都受困了吗? 怎么这几个人, 好端端的。 还有, 这村子可真怪, 我还第一次听到, 拿娘做村民的。 姜蒙同样愕然, 沈济罕见地变了脸色, 他直接推开车门, 下了车。 那几人一下子朝着沈济围过去, 神色凶横。 我也赶紧推门下车, 我倒是不怕沈济怎么了, 而是怕沈济忽然动手, 伤了这些普通人。 结果, 下一刻, 那几人的凶横变成了大惊失色。 鹰, 鹰先生, 围守那汉子哆嗦地看着沈济。 他居然砰的一下, 直挺挺跪在了地上, 眼眶都红了。 我更惊愕了。 鹰先生, 江萌和丁家的人喊沈济先师, 这儿的人怎么又喊他鹰先生? 沈济有几个身份, 其余人也都喷喷跪下, 眼眶通红地看着沈济。 惊愕的不只是我, 沈济也是面色愕然, 眼中都是不敢置信。 直觉告诉我, 此处和沈济认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几秒钟后, 沈济恢复了镇定, 凝重地说道, 先去祭司居, 再告诉我村里情况, 你们脱困了。 师尊呢? 话语间, 沈济将为首那汉子搀扶起来。 其余几人起了身, 他们眼眶却更红了。 祭司居不能进, 先去祠堂, 村内情况很不好。 那汉子沙哑回答, 他禁止往前带路, 其他几人围着我们往前走, 木马人缓缓跟在我们后边。 虽说现在是天亮, 但村内的屋舍 却给人一种死寂空旷的感觉。 没什么活人气息。 几分钟后, 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宅前。 高高耸起的瓦顶, 瓦片都透着苍凉杆, 厚重的大门紧密地封闭起来。 几个汉子推开了大门。 我们先后进去, 姜蒙也跟了进来。 他们立刻将门重重地关上。 这祠堂内很空旷, 只是在右侧墙角的地方堆放着很多东西, 甚至还有炉子正在冒着烟气。 最后方的位置, 屹立着一尊雕像, 我只瞧了一眼, 眼皮子都狂跳。 邪靶子脸。 我下意识地低难道。 结果, 那几个汉子都猛地扭头, 眼神极为不善地盯着我。 沈济眉头微醋, 沉声道, 他叫蒋洪和, 出来乍到, 还不知道咱们继娘村的事情, 无碍。 沈济给我介绍了为首的那汉子, 叫做沈真, 是祭司祠的一个护卫。 当年那一役, 他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其余人, 他记不全名字了。 顿时, 后方那几个汉子, 纷纷说了自己的姓名。 我挠了挠头, 尽量不去看那鞋靶子的女人雕像, 跟沈真他们道了歉, 几人的神色顿时好看许多。 沈济又问了沈真, 如今村内的情况。 沈真眼中却流露出恨意, 低沉地说道, 这一切, 还要从当年, 您跟那男人离开村子说起, 我又一愣, 沈济跟着一个男人离开村子。 当然, 我没开口打断。 沈真又道, 虽说老鹰先生趴在那赶尸匠的背上, 他不敢对我们村里的人下毒手, 但老鹰先生让他给村里人解尸毒, 那赶尸匠藏了一手, 没有彻底将毒解干净。 每天晚上, 大家要闻到一种特殊的烟气, 才能够延缓尸毒发作。 在之后, 老鹰先生和那赶尸匠斗过一次, 老鹰先生折了一条胳膊, 赶尸匠也少了只眼睛, 他们钻进了叔婆的居所, 再也没有出来过。 沈真的话, 我听得半懂不懂, 赶尸匠就是沈记要对付的那个人。 老鹰先生就是沈记的心结, 我们要送走的活尸。 我思绪间, 沈真又艰难地说道, 但大家依旧不敢离开, 因为身上的尸毒, 如果走了, 必死无疑。 而每到了天黑, 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当年死在山上的人, 他们会回来, 想要放掉村民的血, 还有一颗头颅, 在村内四处移动, 如果谁遇上了他, 就会被咬掉脑袋, 被占据身体。 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 想要和那赶尸匠拼了, 有老鹰先生在, 可能会有机会。 可白天的时候, 叔婆的住处被大物笼罩, 根本进不去, 等到了夜里头, 又会有大量的夫侍围着屋宅, 只有解毒的烟气飘出来, 让我们苟活, 有些村民承受不住这个折磨, 走了。 可到了晚上, 他们就会自己走回来, 已经成了活尸, 这一次, 我是完全听明白了。 让我惊意不定的是, 这些人出去了, 不但会死, 还会成活尸自己回来。 那不是死都逃不掉吗? 沈济闭了闭眼, 在睁开时, 眼眸中伤感更多, 恨意更浓烈。 村里, 还有多少活人? 沈济沙哑道, 不知道, 我们几个是胆大的, 敢在外延活动, 我联系到了一些外边的人, 一段时间会给我们送来吃的, 本来我想找您的, 可是不知道您的下落, 其余的村民, 白天都在疲惫休息, 夜里头才会疲于奔命, 我们会在叔婆的房子, 附近出现, 吸食烟气, 延缓身上的毒性, 可当我们暂时解读后, 又要躲避村中走动的尸体, 以及那颗头, 沈真又说道, 这时, 后方一个人小声道, 殷先生, 您既然回来了, 那我们去将剩下的村民, 全都带到祠堂里来, 有您保护, 我们就安全了。 沈济沉默片刻, 摇了摇头, 他道, 天亮, 所有尸体肯定都在沉寂, 不知道我们来了, 可一旦大张旗鼓, 那敢试的必定会有所反应, 我暂且不知道你们的试毒程度, 万一没有了解毒的烟气, 就害了大家。 顿了顿, 沈济又道, 我还不知道那些肤尸变成了什么模样, 当年是血煞化清, 虽说三年了, 但那敢试降在村中, 没那么多生气养尸, 应该不会变化太大, 可总要警惕会不会出现意外。 我晚上会跟着你们一起, 先去看看情况。 与爸, 沈济看了一眼姜蒙, 让他将车停到村外再回来。 姜蒙点头说好, 我赶紧跟上姜蒙, 去将行李箱拖了下来。 再回到祠堂里, 我却发现沈济坐在了那雕像前头, 他一言不发, 也好像一个雕像。 我又多看了雕像几眼, 这一次, 我感觉他不是单纯的邪靶子脸了。 雕像容貌虽然稀奇古怪, 但他整体骨头, 好像有一个很特殊的走向。 下意识地, 我想要靠近过去。 结果沈真为首那几个汉子, 却挡在了我身前。 他们眼中的不善虽然没了, 但眼神还是透着抗拒。 我尴尬地笑了笑, 没再靠近。 沈真还是站在那里, 像是护卫沈济一样。 其余人则去了火炉子边, 看上去是在捣吃饭时。 没过多久, 姜蒙就回来了。 他走到沈济身边, 倒是没有人阻拦他。 我又站了一会儿, 干脆平放了行李箱, 坐在上边, 又拿出来石棺橡树, 研读。 时不时的, 我会偷偷看一眼雕像, 结果我发现了一件怪事。 本来邪靶子脸很不好看, 极丑, 和美完全站不上边。 可现在我看那雕像, 居然觉得他很美。 从细微处, 他好看到了一种难以言语的地步。 我晃了晃脑袋, 咬了咬舌尖。 清醒过来看他整体, 我才觉得怪异。 可丑陋的那个词汇, 从我脑袋里头消失了。 又过了一小会儿, 从墙边过来了一个人, 低声跟沈真说了句话。 沈真立刻毕恭毕敬地向沈济行李, 请他先吃饭。 沈济起身后, 沈真才喊我和姜蒙。 姜蒙对沈济恭敬, 这些人对沈济的恭敬也过了份。 我不由得想, 英先生是这个姬娘村的什么人? 听他们说了老英先生, 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名号。 到了墙边的火炉前头, 火蛇时不时窜出铁锅底部, 暖意中了不少, 国内沸腾着牛杂汤, 还有一些煮软了的肉干。 沈真先给沈济盛了满满一碗, 才一次分了餐食。 一餐饭吃罢, 沈济让沈真拿了一些衣服出来, 让我们套在外边。 这一下, 我们和沈真他们没多大区别了, 都穿着本地气息十足的衣服。 这时, 沈济又要回到雕像前头去, 我喊住了他, 问他晚上具体要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对付那杆尸将? 沈济告诉我, 先探清楚情况。 如果那杆尸将依旧被束缚着, 不能随意外出, 我们就先对付村内那些尸体, 多得还不好说。 我心头悬起来了不少, 又问他, 那些尸体是怎么死的? 怎么和陈大强一样, 要放人血呢? 难道, 他们死于偷兽。 刚才沈真的话, 说了村里一共三种死人, 一些死于山上的人, 一颗叶里头会咬人脑袋的头, 围着叔婆宅子的夫尸。 夫尸我不知道是什么, 那颗头也很阴森恐怖, 看起来最正常的是死于山上的人, 可他们又要放人血。 我抑制着自己的思绪, 认真看着沈济。 没想到, 沈济的脸色苍白了不少, 他沉默半上, 才道, 这世上除了吴先生, 没有再和偷兽相关的事情了, 那些人死因特殊, 放干了身上鲜血, 才会渴血。 我心头微跳, 发现了沈济情绪不太好, 就打消了其他的问题。 沈济到了雕像前坐下, 将蒙守在他身边, 沈真挡在远处, 其余几个汉子围着火炉, 竟然睡着了。 我就只能一直看石棺像术, 连续三天的仔细钻研, 我大概懂了一些人体骨像的东西。 而骨只是最浅显的, 第二部分, 是肉。 书中记载, 肉, 生血藏骨, 其象有土生万物而成物者也。 风不欲有鱼, 兽不欲不足, 我又看得入了神。 只不过, 描述肉的篇幅, 要比骨深邃太多, 我没看多久, 又回头去看骨的篇章。 我读了十几年书, 《心之葫芦吞枣》是读书的大忌。 一晃眼, 天黑了。 江门过来喊我, 我跟着他到了沈济身边。 这一次, 沈真没拦我, 其他几人反倒是簇拥到我们身边, 我们离开祠堂, 沈真走在最前头, 给我们带路。 阴沉沉的天, 空中飘着稀稀拉拉的雪花。 地上湿漉漉的, 雪太小, 不足以凝结铺开。 这整个村子和白天的气息完全不同。 上空好似还萦绕着黑气, 耳边一直能听到其余的脚步声, 就像是有很多人在走动一样。 可我们却看不见, 那些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沈真带着我们, 一直在一些巷子里绕圈。 十几分钟后, 我们到了一个巷口。 视线往巷口里头看, 我顿时就头皮发麻起来。 这是一块略微空旷的地方, 在最中央, 有一个平房。 平房很奇怪, 一头大, 一头小, 长条的形状, 像是一口棺材。 哪有人将房子修成棺材的? 此外, 平房外边, 一圈一圈, 站着几十个人。 这些都是男人。 而他们的身上, 居然穿着暗红色的衣服。 看上去, 这些衣服, 就像是洗袍一样。 所有男人的脸上, 都贴着一张符。 符纸透着射人心魄的深青色。 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不过, 还好深青的只有符。 那些男人裸露出来的脸, 大多是血中带青。 可, 这也足够让人胆寒。 血煞化青。 几十个。 疯了吧? 上哪儿来的这么多凶尸啊? 饶氏, 我早有心理准备, 都不由得腿软了不少。 还有, 明明是尸体, 却穿着洗袍。 我额头上又密出来了不少汗珠。 血子张交过我, 施着红衣卫大胸。 风一吹, 半空中的雪花碎片更是飞速四散。 那酷似棺材的屋子四周, 开始冒出来一些白烟。 白烟很浓郁, 将四周完全不满, 就好似雾气一样。 沈真几人用力地呼吸着, 他们眼神透着排斥, 可身体的本能却告诉我, 他们在渴望着烟气解毒。 江蒙威掩住嘴巴, 我也一样。 天知道, 这烟气中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沈济没动, 可我注意到, 那些烟气飘到他身前后, 并没有钻进鼻翼。 显然, 他屏住了呼吸。 空地还有好几个巷口对着。 我注意到, 那些巷口也有人。 那些都是村民, 他们伸长了脖子, 贪婪的大口呼吸。 棺材房太过寂静, 这种寂静又给人一种阴寒。 好似他的房顶随时会掀开, 然后起来一具凶悍的尸身。 约莫过去了十几分钟, 白烟消失不见了。 其余巷口的村民开始逐个散去。 沈真他们几人的脸色好看了许多。 他们没动, 显然是在等沈济吩咐。 沈济的目光从那棺材房落在了四周身着洗袍的夫尸身上。 他忽而抬手, 一枚铜钱从他手中落下, 朝着夫尸那边滚去。 接着, 沈济给了沈真一个眼神, 还做了一个口语。 我看明白了, 沈济说走。 我几乎和沈真同时回头。 路早就记不清楚了, 还是沈真在带着走。 又绕了几条巷子, 我们回到了马路上, 祠堂已经在不远处。 不过, 沈济却露出几分疑惑。 的, 我能察觉到, 附近有很多活尸, 怎么一个都不靠近我们。 沈真先露出忌惮, 接着也不自然地说, 是有点奇怪。 平时, 我们都得一直躲避, 还有可能擦肩遇到, 今天好像运气很好。 沈济摇了摇头, 说让沈真他们去迎几个回祠堂, 他在祠堂门口等。 沈真眼中闪过恐惧之色, 但还是咬咬牙, 点头说好。 沈真等人离开, 去引诱村中游走的可雪活尸。 沈济则快步朝着祠堂走去, 我和江蒙紧随其后。 快靠近祠堂, 我却瞧见, 祠堂前面居然有一个人, 再用力推动大门。 我看清楚了, 顿时经得头皮炸起。 那是个男人, 他脖子上紧紧粘着一个腐烂的女人脑袋。 女人脑袋只有一颗眼珠子, 另外一边只有白骨。 他嘴巴微张, 似是想要啃食什么东西。 噼啪噼啪的声响, 似是从祠堂内传出。 那是波浪鼓的声音。 优女, 我心头惊疑。 沈济脸色骤变, 陡然跨步, 同时拔出腰间长边, 飞速冲上前, 仰手一挥。 说时迟, 那石块, 那男人居然推开了祠堂门, 直接钻了进去。 噼啪。 一声, 长边抽在了门上。 又是碰。 得一声闷响, 祠堂门关得严严实实。 沈济又是一边挥出。 噼啪。 声穿透夜空, 门却纹丝不动。 我和姜蒙也到了境前。 可我慌了什么? 波浪鼓的声音消失不见了。 那男人应该是被鬼上身的村民。 那女人头, 就是沈真说会咬人脖子的头颅。 我怕它是被蒋优女身上的阴气吸引来的。 我额头冒汗, 直接抽出了腰间的分尸刀。 沈济收回长边, 抬起长腿, 重重踹在门上。 可这门, 居然还是没开。 我靠近跟前, 从门缝中隐隐瞧见, 后边有人撑着。 举起分尸刀, 我就要从门缝中插进去。 不准杀人。 沈济一声呵斥, 制止了我。 他抬手, 掌心却多了一张符, 直接拍在了门上。 只听见门后传来一声闷哼, 忽然一下, 门反倒是开了一部分。 沈济又一脚踹上去, 门完全开了。 刚才那男人, 瘫倒在地上抽搐着。 我却瞧见, 行李箱也开了。 蒋优女的尸体直立着, 他一手提着波浪鼓, 另一手锤着。 在他的肩头, 却吸附着一颗半腐烂的女人头。 蒋优女一动不动, 磁堂内却出现了尖锐的笑声。 咯咯咯的声音没有稚嫩, 只有阴森恐怖, 让人头皮发麻。 蒋优女身体大部分暗轻, 只有一小部分还是血色。 行李箱里, 还能看见一具干瘪的阴胎。 那阴胎几乎被吸干, 一点动静都没了。 放开我妹妹。 我强忍着惊惊, 冲着那女人头喝倒。 女人头没有反应。 反倒是蒋优女手中的波浪鼓, 又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这颗头很凶利, 要利用蒋优女借尸还魂。 不过, 蒋优女没那口活湿气, 还好, 神机一眼就看出来问题所在。 我愈发心惊。 这脑袋有些诡异, 按道理来说, 蒋优女已经不弱了, 居然没有反抗她。 这根本不可能。 踏步, 我静止走上前, 分尸刀就要朝着那女人 粘连蒋优女肩头的位置调去。 可蒋优女睁开了眼。 她眼神带着音乐, 完全不像是蒋优女的情绪了, 更像是那颗头颅的。 后方忽然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将蒙轻易的话音传来, 先师, 东西来了。 神机面色凝重地回过头去。 蒋红河, 你对付那颗鬼脑袋, 我对付外头的东西。 神机沉声喝道。 话音未落, 她已然一个侧身, 急不出了祠堂。 这空旷的祠堂内, 就只剩下我和蒋优女。 外加她脖子上那颗头了。 我稍稍驻足了片刻, 随即又迈步往前。 分尸刀果断地探出去。 忽然, 我觉得自己脖子上一阵麻痒。 阵麻痒钻心, 让我顺庭顿下来。 我本能地扭头一看, 脑袋顿时嗡的一下,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因为那腐烂了一半的脑袋, 居然挂在了我肩膀上边。 她独眼里近视音乐, 脑袋一偏, 直接朝着我脖子咬来。 我大惊失色, 分尸刀反手朝着自己肩头挑来。 说实吃, 那石块, 眼看我就要挑中它。 她呼地露出一个尖锐的表情, 站立地笑了起来。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却不敢手软。 就在这时, 一声稚嫩的尖叫在我耳边炸响。 我脑袋天旋地转, 瞬间醒过神来, 竟发现分尸刀处在我自己的脖梗上, 就要戳穿我脖子。 而我肩头哪儿有什么头颅? 那头颅, 还在蒋优女的肩膀上。 蒋优女的小手, 刚好塞在那头颅的嘴巴里头。 心红的血迹, 从蒋优女双眼中躺出。 我心头大汗, 被鬼障眼了。 要不是蒋优女将我喊醒, 我差点把自己捅死。 我一下子抽开分尸刀, 再次探出。 刀尖斜着刺向那头颅空洞的一只眼眶, 顺势向上一条。 这动作一气呵成。 可没想到, 那头颅飞但没有从蒋优女肩膀上掉下来, 反倒是连带蒋优女一同被挑飞。 我大惊失色, 正准备收力, 可已经来不及了。 右侧高大的墙体上, 刚好有个窗户, 头颅连带着蒋优女, 从那窗户甩了出去。 我赶紧转身, 快不出了词堂。 外边的一幕, 却更让我心惊胆战。 路边, 沈济和几个容貌枯狗, 衣着蓝绿的人斗在一团。 那些人莫不是脖子上有一道争鸣的伤口, 就是双手手腕有致命伤。 他们伸手都极其毒辣, 招招致命, 而且眼神极度地可险, 好像要将沈济生吞活泼。 沈济却很怪异, 他并没有落入下风, 却不下狠手。 这和此前沈济的风格完全不同。 姜蒙在一旁盯着, 手中却攥着一串服, 好像在等着机会出手。 姜蒙身后是沈真等人, 他们惊慌失措, 显然没有对付那些活尸的本事。 只扫了一眼这里的情况, 我就飞速看向外墙窗口的位置。 蒋优女躺倒在地上, 可那头颅却不见了。 我闹不明白沈济为什么投鼠忌器, 不下狠手, 可我怕蒋优女出问题。 急不到了蒋优女身前, 我看她没什么大碍, 立即弯腰将其抱在了怀中。 我松了口气, 那颗头颅眼看不敌我, 跑了。 我刚想到这里, 余光却瞧见前方十几米外, 那头颅还在咕噜咕噜地滚动着。 月光灰暗, 她好似还在狼狈逃窜, 却没逃多远。 一瞬间, 我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迈步, 我朝着她走去。 蒋优女却传来一阵冰凉的感觉, 好似在阻拦我。 我抿着唇, 却没停步。 优女, 这脑袋很鲜门, 哥要做掉她。 我低声说道, 可怪的事, 十几米的距离, 我追上去了, 她居然又往斜边滚了一下, 滚进了旁边阴暗的小巷。 我咬了咬牙, 一口气胯部追了进去。 只不过, 小巷子中, 有一个人, 头颅被她抱在怀中, 那人生着一张马脸, 整个脑袋都搭拉着, 一双细长的柳叶眼, 直溜溜地盯着我。 她忽然笑了笑, 露出一口泛黄的牙。 你想杀我女儿。 她干巴巴地问了一句, 我浑身汗毛炸力, 骤然就想后退。 可我身后, 却传来一阵冰冷感。 砰的一下, 我撞在一个坚硬冰冷的东西上。 我痛得眼前发黑, 却感觉双臂一下子被抱住了。 余光一瞥, 我头皮更发麻。 在我身后, 居然是一具身着大红色洗袍的肤湿, 它脸上顶着一张符, 双臂死死地咕着我的双臂。 那马脸人转过身, 脚步蹒跚地朝着巷子深处走去。 那肤湿机械地咕着我, 把我提到了半空, 一起一幅地跳着往前, 我浑身冰凉。 不知道是因为被吓出来的冷汗, 还是因为这肤湿太冷。 我无法挣扎, 它就像是一个钢圈一样, 没给我任何机会。 本来我想大喊出声, 引来审计救我。 可刚一张嘴, 那肤湿往上一跃, 又重重一落。 我下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直接合上来, 咬到了舌头根。 这剧痛, 让我眼前骤然一黑, 整个人差点昏厥, 眼泪都滚了出来。 上一次, 审计拍我下巴, 咬了一下舌头, 也没这么痛。 要是力道再大一点, 恐怕我就是被迫咬舌自尽了。 被这么一耽误, 我已经被带着进了巷子深处, 还绕了两道弯。 叫审计, 肯定是来不及了。 我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想脱困之法。 可我心头更寒, 肤湿来自于之前的棺材房, 他们守着保护着里头的杆尸匠, 审计不是说了, 老鹰先生趴在杆尸匠的背上, 意志着他不能出来害人。 为什么? 他出来了? 之所以确定他是杆尸匠, 就是因为这幅尸并非活尸, 但是能行能动。 除了活尸, 只有杆尸匠能有驱动尸体的本身。 我背上又觅出了更多的汗珠。 难道, 那老鹰先生的活尸, 已经被这杆尸匠想办法干掉了? 那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杆尸匠没有撤走。 能操控那几十口血沙化清的尸体, 还有全村几十个可血活尸, 我们怎么打? 越想, 我越觉得点呗, 要是早来一段时间, 是不是没这么多变故? 按照审计的法子, 逐个击破, 先对付了村中游走的活尸, 再想办法对付夫尸, 和最里头的杆尸匠, 还有老鹰先生里应外合。 现在, 却成了父辈受敌。 刚想到这里, 我已经被带到了接近巷口的位置, 这并非是我们刚才偷窥的地方, 而是另一个巷口。 那杆尸匠忽然身体哆嗦了两下, 低声骂了句, 老东西。 嗯? 我目光立即盯着他。 一下子, 我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背上裹着一个厚厚的围帛, 那围帛居然颤动了两下。 感尸匠的速度更快, 他静止出了巷子。 入目, 便是刚才那群夫尸, 以及他们围着的棺材房。 感尸匠钻过夫尸群, 进了棺材房内。 我同样被带了进去, 整个棺材房中, 极为逼色。 虽说一眼看上去, 其中很大, 我们是从尾端较小的地方进来, 另一头很宽阔。 但这种逼色, 来自于意识深处, 就好像这里暗无天日, 真的是一口棺材。 入目的是十来张床, 每一张床上, 居然还躺着一具肤尸。 那些尸体完全不同, 他们的皮肤是暗青色, 头顶的符更是清黑。 这一眼, 我如坠冰窖。 不只是血沙化青, 居然有真正的青尸杀。 这时, 感尸匠回过头来盯着我。 他脸上流露出一丝痛苦, 一把扯下来围搏。 我心头顿时一惊, 因为他脖子上, 居然缠着一个人。 那, 赫然便是老鹰先生的活尸。 老鹰先生哭搞得好似一把干柴。 他额头上贴着一张符, 而那符却在他身体的颤动中 飞速落了下来。 缓缓睁开了双眼, 老鹰先生瞥了一眼感尸匠, 悠悠道, 马宝叶, 你开窍了, 这幅倒是压住了我, 可你下一次还压得住吗? 再走出这门一步, 我就掏了你的心。 话语间, 老鹰先生的手顺着落到了 感尸匠的胸口上。 感尸匠的额头上 密出细密的汗珠, 不过, 他的柳叶眼却显得极为狡黠, 阴毒。 他压根没理会老鹰先生, 还是盯着我。 老鹰先生也才看看发现我。 他脑袋勉强抬了抬, 眼神透着一丝冰冷。 外人, 他薄唇轻起, 忧冷又倒, 杀了他。 感尸匠并没有动, 他还是冷冰冰地看着我。 忽然, 他胳膊微颤了一下, 那幅尸双臂松开了, 我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 我粗重地喘息, 终于闷哼出来一声。 可我迅速站起身, 一手踢着分尸刀, 一手抱着蒋优女, 警惕万分地盯着感尸匠。 感尸匠还是盯着我, 他忽然笑了笑, 低头抚摸了一下 怀中抱着的人头。 说真的, 这一幕太神人了。 即便感尸匠是摆弄尸体的, 但一颗头啊, 还有什么妇女情深? 老东西, 我凭什么听你的? 感尸匠瞥了一眼老鹰先生, 眼中都是厌恶。 老鹰先生的手, 忽然收紧了一下。 感尸匠闷哼了一声, 整个身体都蜷缩起来。 不过他的手, 却瞬间抬起, 掐住了老鹰先生的脖子。 两者就这样僵持起来, 我看得心惊胆战。 本来我想要后退, 三十六计走围上。 可刚退出一步, 老鹰先生的手, 就忽然松开了。 感尸匠也面色冰寒地盯着我。 我只觉得双腿发软, 好似被钉在了地上。 感尸匠朝着我走来, 我静怡之下, 脑中飞速转动。 目光在落至老鹰先生身上, 我脱口而出。 我跟沈姬一起来的, 他要来救你。 我声音很大, 直接在屋宅内形成了回音。 老鹰先生的双眼, 一瞬间瞪得滚圆。 感尸匠的脸色也变了, 沈姬他干巴巴的脖子, 似乎滚动了一下, 眼中的音乐变得更多。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 难道, 刚才只是这感尸匠在那岔路口子, 看见我要斩这头颅, 他还没来得及发现沈姬。 坏事了。 感尸匠目光又落在我脸上, 他静止上前, 手朝着我脸抓来。 我惊惧不已, 但也不可能坐以待毙, 骤然提起手, 分尸刀直接朝着他的脸刺去。 就在这时, 那老鹰先生双臂抬起, 一把束缚住了感尸匠的右臂。 感尸匠一手还抱着头颅, 被束缚住胳膊。 这让我大喜过望, 我狠狠一刀刺下去。 非要将他捅得脑袋对穿。 结果, 感尸匠左手仰起, 直接将那脑袋朝着我脖子上按来。 那脑袋睁獰的嘴巴, 还有那怨毒的毒眼, 让我恶心地想吐。 我想后退, 可却来不及了。 剧痛从脖子上传来, 那脑袋被按在了我脖梗处, 冰冷尖锐的牙齿刺穿了我皮肉。 波浪鼓的声音骤然响彻。 我好似听到了稚嫩的哭声。 赶尸匠松开左手, 一把抓过我腰间的蒋优女, 狠狠将她摔在地上, 一脚踩在了其后背。 脚还用力钻了两下, 蒋优女被踩着在地上摩擦了两圈。 我眼眶红了, 是痛的, 更是愤怒。 昏厥感从意识深处传来, 到我扎不下去了, 身体再一软, 整个人就倒了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倒在地上, 手脚都被捆着。 这是棺材房最宽的那头, 右侧摆着一张正常的床榻, 左侧制棱着锅碗瓢盆, 还有一个木箱。 木箱里头, 马着一层层的干肉, 蒋优女的尸身被摆在上边。 赶诗将在我正前方机密处, 蹲在地上, 直愣愣地瞅着我。 他身边好像还有个东西, 用一张白布搭着。 那瘦长的马脸, 细细的柳叶眼, 更让我不寒而栗。 而他背上的老鹰先生, 此刻却一动不动, 在其头顶贴着一张符。 我抿着嘴, 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显然, 老鹰先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的时候, 也没想着让我离开, 还喊赶诗将杀了我, 这等排外的心理, 死都没忘。 可他听到审计, 就要动手帮忙, 可我还是没能走掉。 我脑子里在疯狂思索, 怎么样能逃? 可一时半会儿, 却想不到办法。 要是老鹰先生能帮更多, 那还好, 现在他又被扶植住, 我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眼前就是死局。 此外, 我脖子很疼, 还很重。 赶诗将忽然问道, 你们来了多少人? 除了审计, 还有谁? 我思绪瞬间被打断, 和赶诗将对视一眼, 抿着嘴没接话。 不说吗? 赶诗将悠悠悠道, 牛角, 眼珠子也看得见, 非要问别人吗? 我抿着嘴, 接了一句话, 赶诗将眼神顿时更冷, 忽然, 他笑了笑, 朝我走来, 我一时又觉得不寒而栗。 他到了我镜前, 一把将我拉了起来, 直直地打亮着我的眼珠。 下一瞬, 他掏出一把匕首, 朝着我眼睛挖来。 我被吓得不轻, 一言不合, 就要挖我眼珠子。 我还想着和他能周旋几句。 三! 三个! 我一下子就掩气息鼓了, 直接脱口而出。 三个! 赶诗将的手稍微停了下来, 他眼中逐渐流露出恨意, 喃喃道, 果然, 他也来了。 他! 我思绪飞速转动。 赶诗将提到他的时候, 明显比听到沈记的名字更狠。 那个他和赶诗将有深仇大恨。 我抿着嘴, 眼皮狂跳, 又沙哑道。 对, 他也来了。 你要杀我, 他们不会放过你, 肯定会要你的命。 赶诗将忽然身体抽搐, 他笑了笑, 悠悠道。 你以为我怕他? 啊, 一时间,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难道, 赶诗将不怕? 我飞速地分析这细节, 因为我想找机会, 保命, 逃生。 还有, 他是谁? 是不是沈真所说, 审计跟着的男人? 我刚想到这里, 就觉得, 十有八九是那样。 我等了他很多年了, 吃饭的时候, 我就想着, 这是他的肉。 喝水的时候, 我想着, 那是他的血, 就连睡觉。 我做梦都想要他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将他包皮抽骨。 未接我儿, 我妻, 我女的在天之灵。 你以为, 我怕他? 赶诗将开始还镇定, 后边的话, 却变成了猙獰的嘶吼。 我感觉他唾沫心子, 都要碰我脸上了。 我心头更是骇然。 他们之间, 这么大的仇恨。 说真的, 我后悔了。 要是审计早点说, 这地方恐怖成这样, 几十个血煞化青, 几十个活尸, 甚至有青尸煞, 以及这样一个赶诗将, 他但凡说清楚一点点, 我都不会来。 现在我感觉就在鬼门关前头一样, 这赶诗将, 就是收人的阴差。 而且, 这赶诗将和他们之间的仇恨, 要让我来出眉头, 我觉得冤枉啊。 我正想开口, 赶诗将的匕首又比坏了起来, 刀刃在我胸口划过, 又划过我的胳膊腿。 他忽然又笑了笑, 舌头舔了舔嘴皮。 接着, 他又凑近我, 在我脸上嗅了嗅。 我们距离太近了, 我都闻到了他身上浓郁的尸臭, 不知道是他自己沾染上的, 还是那活尸的。 你身上的味道, 很好闻。 赶诗将难难道, 阴气很重。 看来, 你从小和尸体一起长大, 这种新鲜的阴气, 要比那些干肉好闻多了。 他这话, 这表情, 又让我不寒而立起来。 我强忍着身上的鸡皮疙瘩, 哆嗦地问他, 想干什么。 他反倒是不回答我了, 转身走到了那火炉锅碗那里, 捡起来火钳捅吃了两下, 又从旁边的水桶打了一瓢水, 倒进锅中。 火光从火炉锅底接触的缝隙冒出来, 他稍沸腾了水, 又转身走至我跟前, 并且把我的袖子挽了起来, 匕首在我的胳膊上比划着。 我这下总算看出来, 他想做什么了。 我骂娘的心都有了, 哆嗦地说了句, 人肉是酸的, 你没吃过, 怎么知道是酸呢。 赶诗将淡淡地说道, 他现在看我的表情, 就和看一个死人没区别。 杀了我, 对你没好处, 我又站立说道。 呵呵, 杀你了, 很有好处, 这老东西, 让我一直出不了这地方, 我只能弄血水吃, 煮食肉干, 你很新鲜, 阴气重, 很滋补。 罗石六见不得死人, 死了同行的你, 他和沈济就乱一分阵脚。 这难道不是好处吗? 赶诗将又道, 他匕首竖起, 刀尖扎进了我胳膊, 我疼得额头上, 汗珠直冒。 我现在才觉得, 以前瘸子张带我看的那些东西, 一点都不恐怖了。 甚至人和, 对比这杆尸匠来说, 我感觉他都差了很远很远。 他是真的想吃了我。 我听了罗石六的名字太多次, 却没想到, 还没见着他人, 就要先给他背锅, 承受这杆尸匠的怒气。 这电光火石之间, 我思绪更快。 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 杀我, 真没好处,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朋友, 马先生, 我们是朋友, 我话飞速出口, 声啪慢了一秒钟, 这杆尸匠就拉下来我一块肉。 M, 而且我也想起来, 刚才那老鹰先生, 喊了一句马宝义。 抓来。 马宝义的动作, 果然停下来了。 他因义无比地盯着我的眼睛, 道, 你想骗我。 小子, 我会把你舌头掀烤了。 说着, 他抬起匕首, 当真要来割我舌头。 我额头上, 冒出痘大的汗珠, 沙哑又道, 我没骗你。 你想想, 他罗十六是个大先生, 沈济不但是先生, 还是道士, 两个人天天替天行道的。 我就是个背诗人, 还带着我这血煞化轻的凶狮妹妹, 他们凭啥带着我? 我是被他们抓来利用的, 他们想要用我, 把你身上的老鹰先生背下去, 还想要利用我干别的事情。 杀我, 没有意义啊, 我能帮你。 最后这几个字, 我说得斩钉截铁。 同时, 我心里头在默念, 对不住了沈济。 这会儿活下去更重要, 只能先骗过马宝义。 马宝义的动作停顿了下来, 他又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背诗人, 他喃喃诱导, 倒是听说过, 只是现在很少见了, 上三下九, 背诗人游离在其中。 话语间, 马宝义指了指尖头的老鹰先生, 眯着眼道, 你真能将他弄下来? 此时, 马宝义眼中的杀鸡并没有减少。 我回答错一句话, 他照旧会割我的肉, 甚至会因为恼羞成怒, 直接杀了我。 能背下来, 可没那么容易。 我立即回答, 我留了一个心眼。 从之前沈记, 沈真双方说过的话, 外加老鹰先生和马宝义刚才的争斗, 我都能判断出来。 只要这老鹰先生离开马宝义的身体, 马宝义肯定就要将他分尸。 这老鹰先生是沈记的心结, 要是他死了, 心结就要称死结, 我不能因为保命, 牺牲掉他。 我要保住他的同时, 还得抱住我自己, 保住蒋优女。 我思绪飞快。 马宝义却目光灼灼起来, 他眼中透着渴望, 急促到把他弄下来。 无论多麻烦, 都给我弄下来。 这地方不行, 我故作皱眉的开口, 风水不好。 风水? 你会风水? 马宝义的眼神, 顿时出现一丝警觉。 我没露怯, 正色道, 卑识人一脉, 有自己的传承, 对付各类尸体, 都有办法。 你是敢施将? 难道你没有什么手段? 没等马宝义再开口, 我就扫了一眼四周, 道,死人太多, 阴气太重, 煞气太重, 我要换个地方, 要和这老阴先生生前息息相关的。 能牵动他情绪的, 还得是个活人呆着的地方。 之前我听沈纪他们说了, 这里除了祠堂, 还有个祭司祠。 我语速更快了, 直接不给马宝义思索的机会, 说了自己的要求。 马宝义眼中的警觉消散了一点, 他眉头皱得更紧, 摇了摇头道, 祭司祠, 离这里太远了, 我好不容易钻研出来的困师符, 就能挣脱, 换个地方。 我摇摇头, 告诉马宝义, 我能弄下来这老阴先生, 已经是不容易, 还怕失败, 怎么能随便换地方。 他能找一个, 让老阴先生一眼, 就情绪波澜的地儿。 从刚才马宝义的反应, 我就看出来了, 我推断的没错, 祭司祠和老阴先生关系不小, 当然, 想归这样想, 我不可能说。 马宝义一时间不吭声了, 似是在思量。 我趁机又对马宝义说, 这事情很危险, 因为我也不能直接将老阴先生弄下来, 只能趁着他情绪波动的时候, 暂时将其挪到我身上。 在我被杀死之前, 马宝义得帮我结果了老阴先生, 我才能脱困。 其实, 我这话也是引导, 同样是我的计划之一, 让马宝义认为, 他的帮手, 也是这件事情中的一环。 马宝义的柳叶眼, 微眯成了一条缝。 他总算松口了, 干巴巴地说, 他会想办法。 雨霸, 马宝义的匕首又是一动, 捆着我的绳子断了。 我赶紧挣扎两下, 甩掉了绳索, 快步走到那木箱子旁, 将蒋幽女绑在我腰间。 马宝义瞥了我一眼, 没多说别的, 而是走到床边, 从枕头底下摸出来两张符纸, 眼神更加冰冷。 他将符随身装好, 扭头扫了一圈屋内, 道, 走吧。 虽然只是一眼, 但我认出来了。 那两张符, 和老阴先生头上贴得一模一样。 符, 只有两张了? 看来这幅画出来并不容易, 不然马宝义就不会那么犹豫了。 三两步, 他就走过我身侧。 我心跳速度很快, 却是没想到, 马宝义的性格这么干净利落, 居然是说走就走。 我怕他起一心, 就迈不跟上去。 之前我就和沈济说过, 卑诗人有卑活诗的手段, 这并不假。 假的是, 我必须要将老阴先生放在身上。 可这与我来说, 反倒是保命符。 我放开马宝义, 这必定是一个凶险万分的事。 若是有老阴先生, 他想谢莫杀驴, 就没那么容易。 我还能将他带到沈济面前。 这也是, 我能想出最好的折中之法了。 要是我什么都不做, 恐怕就得成了马宝义肚里的神。 一转眼, 我们就走出了棺材房。 马宝义一具尸体都没带, 静止朝着北边的一个巷子走去。 他很警觉, 示意我跟在他身边, 生怕我弄出来什么动静似的。 我倒是想叫沈济, 可现在是叫不来的, 自然打消了所有念头, 按计划行事。 约莫十来分钟, 我们走到了一处院外。 这里和继娘村内其他屋宅不一样, 几层台阶上是一道宅门。 宅门上布满了乌黑色的血迹, 好似多年前这里经过一场乱战一般。 马宝义刚要踏上台阶, 他肩头的老鹰先生忽然颤动了一下, 直挺挺地抬起来了头。 马宝义速度极快, 一张符纸又贴了上去。 之前的符还没掉, 加上新的符, 老鹰先生顿时又垂下去了头。 马宝义一把就推开了祭司祠的门, 又催促我快进去。 我跟进去后, 眼前的荧幕又让我心颤了几分。 地面上有很多干涸的血块, 两侧的乌射破损不少, 中间还有一口三足铜顶。 让我心颤的并不是这里的破损, 而是台阶和墙角, 有一些死尸。 尸体要么是薄薄的一层皮, 要么就是枯骨了。 这些人都是马宝义杀的。 小子, 该你了, 怎么把他弄下来? 马宝义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把他弄下来的汗珠。 之前不知道马宝义杀这么多人, 现在我看他, 身上一瞬间就攀伏起大片的鸡皮疙瘩。 我喘了口粗气, 抑制着本能的惧怕, 摸出来了瘸子张给我的黑布。 将其打开后, 暴露在视线中的是一排透骨钉。 我还没说话, 马宝义就骤然后退了两步, 警惕无比钉轴的手。 这模样, 是怕。 我思绪飞速落定, 对马宝义的反应故意视而不见。 这透骨钉, 是卑诗人一脉传承之物, 只要实力足够, 能钉死骨头, 让尸不得寸动。 我只要钉住这老鹰先生的鼻鼓, 让气无法喘息, 活失那口气用不上, 他就动弹不了。 我沉声说道, 马宝义不经意地两步回到我身前, 忽然道, 那口气钉住了, 岂不是能斩了他的头? 我立即摇了摇头, 苦笑道, 如果换老张书来, 真有可能彻底钉死骨头, 我实力还不够, 最多勉强抑制他的活失气。 你真要借机斩他头, 恐怕他瞬间就能挣脱, 只能趁机将他拉下来, 放在我身上。 我如今还是纯阳身, 对他有抑制作用, 到时候, 你再和我一起对付他。 马宝义若有所思, 道, 还是得到了你身上, 才能除掉他, 对吧? 我用力点了点头, 说, 对, 动手吧。 马宝义留夜眼又闪烁了一下, 我稍微靠前了一点, 手指抚过黑布, 拔出来了一枚一纸长的透骨钉。 其实, 我没完全说实话, 真的拼命定老鹰先生, 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将他定死, 但我肯定不能那么做。 这马宝义利用不了我, 就肯定会杀了我, 就算我勉强活了, 我也不想被审计追杀。 我自理行间已经暗示马宝义两次, 得他帮忙, 但他必定也心怀鬼胎。 思索间, 我双指夹着透骨钉, 对准了老鹰先生的鼻梁。 凭住呼吸, 我小心翼翼地将钉头落在了他鼻梁正中心, 接着大拇指狠狠按在了钉子尾端。 结果, 我就像是将钉子按在了一块坚硬的木头上, 只扎进去了一点点外皮, 根本压不进去。 瞬息间, 老鹰先生头顶的符, 速的一下冒出暗蓝色的鬼火, 符被烧掉的瞬间, 他双目圆睁。 小子, 你想坑我? 马宝义大惊失色。 老鹰先生双臂瞬间抬起, 一手插马宝义胸口, 一手去抓他喉咙。 我头皮发麻, 老鹰先生怎么这么硬? 我哪见过这种诗? 可我不敢乱了阵脚, 马宝义还有一张符, 要是我办不了老鹰先生, 他用那张符震住他的瞬间, 就足够顺手要了我的命。 我毫不犹豫咬破了舌尖, 一口血喷了出去。 血落在老鹰先生脸上的瞬间, 有一部分刚好落在钉子上, 那皮肉瞬间软化了一些。 这顷刻间, 马宝义已然用双臂挡住了老鹰先生的攻击。 我用力又往下一摁, 钉子再次没入了一部分, 进入老鹰先生鼻梁中, 我感觉到骨头那里之后, 只进去了一小点, 就再也按不动了。 老鹰先生的鼻梁, 已经瞬间变得漆黑一片。 他双目忽然变得涣散, 呼吸只剩下微弱的一丝, 双手软了下来。 马宝义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阵惊喜。 他一改刚才的惊慌和凶狠, 迅速道, 好小子, 把他弄你伸上去。 快! 我抿着嘴, 保持心神镇定, 拉着老鹰先生往背上放。 这就不是我骗马宝义了, 是我真的定不死他。 而且我们挪动老鹰先生身体的时候, 那枚钉子还在迅速地退出来。 马宝义的动作更快, 他猛地缩身一甩, 老鹰先生就压在了我的肩膀上。 扑! 得一声轻响, 那钉子完全退了下来。 我只感觉到一阵寒气透骨, 似有一双遇事人的眼珠子盯着我。 我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这一刹, 我后悔了。 因为这眼神比马宝义的更恐怖, 没有回头和他对视, 我都感觉, 他更杀人不眨眼, 杀的人比马宝义更多。 马先生, 快! 我心慌之下, 猛地摸出一枚最粗的透骨钉, 直接朝着尖头一拍。 这一下, 我用了死劲。 马宝义非但没上前, 反倒是快速后退到了门边。 他阴侧侧地盯着我, 道, 好小子, 这个勤奋, 我记下来了, 帮你就算了。 这老不死的比狗皮膏药还死, 你保住性命。 雨霸, 马宝义就窜出门外, 消失在了夜色尽头。 这刹那间, 我的手被老鹰先生死死扣住。 我感觉骨头都在疼, 下一刻, 他就能将我右臂掰断。 疼痛, 让我额头上开始滚落大壳的汗珠。 这不是怕的冷汗, 是真的疼的手要断了。 而老鹰先生的另一只手, 卡住了我的咽喉, 我脖子被瞬间收紧。 马宝义, 你跑不掉, 老鹰先生阴意的难道, 那语气活脱脱像是刚从阴间爬出来的恶鬼。 我拼命挣扎, 艰难地挤出来一句话, 误会, 我在, 帮, 帮你。 老鹰先生压根没有理会我, 他手上的力气反倒是更大了。 很显然, 老鹰先生要杀了我, 再继续去找马宝义。 我另一只手抬起, 用力抓着老鹰先生, 卡住我脖子的手。 瞬间的松弛, 让我喘了口气, 可下一刹, 他又将我卡死。 沈济, 心结, 我只说出来这两个字, 眼前就一阵发黑, 整个人都朝着地上倒去。 脖子上的手, 忽然松开了。 我重重地倒在地上, 冰凉的地气不停地钻入我身体。 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手臂断裂一般的疼痛消失了。 一个枯瘦如柴的身影, 从我肩头爬了下来。 我勉强抬了抬眼皮, 瞧见的便是老鹰先生狭长的脸。 他的眼神很复杂, 有疲惫, 有自责, 有得意, 但更多的却是担忧。 起来, 他薄唇微动, 冰冷的声音入耳。 我艰难地爬了一下, 勉强坐起来身体。 这时候我看清了老鹰先生的身子, 他当真太瘦小了, 整个身体都好像能被一把抓起来, 可他的实力却绝对不容小觑。 你和继儿, 一起来的寄娘村? 老鹰先生的声音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我用力点了点头, 答道, 对, 现在呼吸顺畅了, 我说话也没阻碍了, 我立刻说, 我刚才是在忽悠马宝义, 我想将他弄到我身上来, 这样一来, 我脱困了, 他也能安全。 我们闹了个大乌龙, 他不能杀我, 我马上去带他找审计。 老鹰先生眼神却依旧冰冷, 他道, 是吗? 可刚才你喊马宝义动手的时候, 你语气很果断。 你下手那枚钉子, 可没留什么余力。 说着, 老鹰先生抬起手, 摸了摸自己的鼻梁伤疤。 我, 我没想到, 他心思这么缜密, 就连细微的披露都给我挑了出来。 我刚才是再一次开口, 可我还没说几个字, 老鹰先生的眼神从冰冷又变成了复杂, 可最后又回归了冰冷。 油嘴滑舌, 但你骗马宝义够了, 骗我, 再活一百年, 你也骗不到。 我一下子粘巴了不少, 脸上都是苦味了。 这老鹰先生没说谎, 他对我的感觉, 真让我觉得骗不了他。 但我思绪并没有凝滞, 他放开我, 就代表他不会杀我了。 是刚才心结二字起了笑。 于是, 我苦笑了笑, 说了原由。 包括马宝义要吃了我, 我被逼无奈想出了办法, 以及刚才我要动手的原由, 是真的怕他, 他眼神比马宝义更恐怖, 好像杀的人比马宝义更多。 我与爸, 老鹰先生才点了点头。 不过, 他还是盯着我的眼睛。 我身体微僵, 会了意。 我说了自己的名字, 告诉他, 我是和沈济姜盟一起来的, 以及沈济带着我来的目的。 老鹰先生的头, 忽然又垂了下来, 他身体抽搐颤动了一下。 难难道, 为了我这一把老骨头, 真的有那么个必要吗? 我不过是个罪人罢了。 嗯, 我挠了挠头, 道, 老鹰先生, 你犯了什么罪? 老鹰先生却抬起头来, 盯着我, 眼神冰寒至极。 下一瞬, 他竟又到了我的肩头, 我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只不过他很轻, 轻若无物。 话音静着耳边, 讲红河, 你很聪明, 但小聪明太多的人, 会死得很惨。 我不知道为何, 既然是带着你回来, 而不是罗氏六, 但你比不上他。 收起你的所有想法, 否则, 你就埋骨在这里吧, 现在带我去找劲。 我, 这会儿, 我是真的欲哭无泪了。 老鹰先生这样厉害的人, 怎么就和秦六娘一样了? 我对沈济哪有过什么念头? 他真因此对我有了敌意, 我就简直比痘鹅还冤。 我一边朝着祭司祠走, 一边和老鹰先生解释, 说他误会了。 我身体一僵, 只能闭口不言。 刚迈不出了祭司祠门, 外边却冒着一股浓郁的雾气。 这雾气将整个祠堂笼罩起来, 还透着一缕缕的青色。 我顿觉头皮发麻, 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就在我刚才站过的台阶处, 一只手猛地探出一抓。 差一点, 我就被抓中了。 那只手, 竟是通体犯青。 青失煞。 我大惊失色, 马宝一折回来了。 我本以为他会甩开老鹰先生之后, 立刻就去对付审计。 那样的话, 我带着老鹰先生回到祠堂, 刚好还能帮上忙。 可我万万没想到, 马宝一居然会折回来。 雾气朝着祭司祠瞬间逼近。 福! 老鹰先生幽冷的话音响彻而尽。 我没福, 我额头上汗珠更多, 损了一口舌尖, 扑得吐了一口血出去。 雾气被破开的瞬间, 一张深青色的福出现在我视线中。 那幅后边是张青色的脸, 其身上穿着大红洗袍, 是一具夫尸。 棺材房里头, 一共有十来具青尸煞的夫尸。 无形中的压力, 让我腿脚更软。 没福? 老鹰先生惊一道, 后退。 我立即听他的话, 后退了数步, 一股雾气钻进祭司祠内, 又挡住了那夫尸的脸。 雾气中钻出一个人, 是普通村民的穿着, 可他一张脸透着青色, 眼珠子更是如此。 这赫然是一个鬼上身的人。 马宝一没来, 试用了凶尸, 外家村中人被撞碎。 你钻进右边的屋子, 有个木箱, 里头有福。 老鹰先生的话音迅速, 他忽然一下, 从我肩头窜了下去, 直接落到了那村民的头顶。 村民双臂抬起, 死死抓住老鹰先生的胳膊, 就要朝着雾气中冲去。 显然, 他要带着老鹰先生到青尸煞身边。 我来不及多思索, 眼睛朝着祭司祠右侧一瞄, 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手推开了古色古香的木门, 房间里满是尘埃, 格外晦暗, 根本不能事物。 我快速摸出手电筒, 照射了一下。 一张连带着床围的木架床, 床头是雕花的柜子。 一口大红箱子就放在柜子上。 我急不走过去, 一把掀开的箱子。 果然, 其中有一层层落起来的符, 甚至还有一根短鞭。 那鞭子和沈记的有几分相似, 材质不一样, 一眼就让人觉得身上刺疼。 我抓起来一把符, 没敢碰鞭子。 转身, 快不出了房间, 院内的一幕, 却让我惊骇不已。 被鬼上身的那个村民, 身体都被折断, 瘫软在地上无法起身。 老鹰先生趴在地上, 他身上也有伤口。 雾气占据了祭司词一小半的院子, 若隐若现, 我瞧见其中至少有三四个人影晃动。 福! 成一排, 挡住他们。 老鹰先生尖锐喊道。 我强忍着腿软和惊慌, 快不踏前。 我选择院子中间, 还没有被雾气侵入的范围, 直接将一排符贴了下去。 雾气, 瞬间不动了, 甚至开始缓缓后退, 慢慢退出了祭司词。 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地面满是杂乱脚印。 好险, 是浮起了作用。 不然的话, 恐怕我和老鹰先生, 都要被这些青尸煞给弄死。 我手心一直冒汗, 又快步上前到了祭司词门口, 将剩下的符, 全部贴在了院门的屋檐和门槛处, 最后, 我用力一把关上了门。 做完这些, 我衣服都快被汗水浸透, 肩膀的位置又是一尘, 这尘的并非重量, 而是那种压迫力。 我侯杰滚动了一下, 回过头, 又和老鹰先生对视。 老爷子, 我又不会走, 您一直爬人肩膀, 不累吗? 我小声说了一句, 老鹰先生没理会我这句话, 眼神却透着几分失望, 忧冷道, 不会阴术风水, 会阳算吗? 嗯, 我摇了摇头, 无言以对的是老鹰先生了。 继而真的因为, 你是个卑诗人, 就带你来寄娘村, 还告诉你心结。 半晌后, 老鹰先生问道, 那, 不然呢?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毕竟蒋家的事情, 我不可能逢人就说, 老张叔和秦六娘不是外人, 这老鹰先生绝对不是自己人, 他翻脸就可能杀了我。 下一刻, 老鹰先生闭上眼, 脑袋似乎垂下来了。 我迟疑了一下, 用肩膀顶了顶他。 他一动不动, 我怕因为刚才那打斗伤势, 让他那口气儿没了。 这样, 我没办法给沈济交代。 正当我心慌, 想将他从背上摸下来的时候。 血脉, 老鹰先生一声揭叹。 我松了一大口气, 还好, 他气儿还在。 可我更不明所以, 这和血脉有什么关系。 马宝义应该是去对付劲儿了, 可他用练出来的青狮守着我们, 我如今拿不了伏笔, 画不出厉害的符。 现今凭我的本事, 对付不了那些青狮, 尤其是他们为继娘夫, 对我有有压制。 老鹰先生再一次开口, 头稍微抬了起来。 继娘夫? 我先疑问了一句, 接着又认真地说道, 天亮之后, 他们应该会散开, 我们那时候去找沈济。 老鹰先生, 沈济很强, 一时半会儿, 应该没事, 他有能镇压青狮的手段。 老鹰先生却摇摇头, 说, 你认为, 当马宝义能走出那棺材的时候, 这继娘村还能天亮吗? 我刚想说, 怎么不会天亮? 可一下子, 我凝掖住了。 抬头, 我看天。 天空上一层层黑气萦绕着, 那实质性流淌的黑气, 并非是雾, 而是怨气。 学子张教过我, 因怨遮天之日, 当凶煞遍地, 我们绝不能进这种地方。 因为因怨遮天, 便暗无天日。 这村子, 要化作狮村鬼地了。 一旦成为这样的地方, 阳光将无法穿透怨气, 狮鬼不得安宁, 心滋生的怨气阴气, 会让头顶的黑气更重, 那就更没有阳气进入, 活人将难以生存。 怎么办? 总不能等死吧? 时间长了, 我怕审计撑不住, 得对付了马宝义, 不然就得跑, 我艰难地开口道。 你太没用了, 不会化服, 如果你会, 我们尚且还有机会, 我可以让你化服器, 化村为解。 老鹰先生瞥了我一眼, 眼底极为无奈。 这, 我也无奈了, 化服师倒是先生的事情, 或许石棺像术以后会教我化服, 可现在我咋会? 服器难吗? 要不, 你让我试试看。 我试探地问了句, 老鹰先生没接话, 我们两人之间的氛围, 就变得极为凝脂。 总不能等死吧, 虽然你是活师, 已经不会死了, 但是审计和江萌慧, 这村里头的村民慧, 我小声嘀咕。 其实是你怕死。 老鹰先生, 好似看穿了我的内心。 我抿了名嘴, 又说道, 老鹰先生, 你这话, 我咋回答? 我和审计认识不久, 就算关系匪浅, 我说我不怕死了, 你能信吗? 认识不久, 关系匪浅。 老鹰先生的投胎得更高了, 他语气都中了不少。 我身体微僵, 正想解释。 老鹰先生的脖子朝着我伸了伸, 眼睛更是正对着我的眼珠。 他又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下一刻, 他眼底的情绪又变了。 我都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情绪了。 箱子里有伏笔, 燕台, 去拿出来, 磨磨画符, 我口述。 你画符, 看你有没有那个命了。 老鹰先生干巴巴地说道, 我心头猛地狂跳了一下。 不多言, 我立即走回了右侧的屋里。 果然, 我在那口箱子底部找到了一只毛笔, 一块黄色的燕台, 一块石墨。 老鹰先生, 喊我拿起来去堂屋画符。 我将那几样东西夹在腰间, 又将箱子里头剩下的符全都取了出来。 老鹰先生问我干什么? 我小声说, 以防万一。 转身又去了堂屋, 我先将所有的符都贴在了堂屋的门槛屋檐上, 才按照老鹰先生所说走到屋子中的长桌前。 不过, 桌上并没有符纸。 我正想回刚才的房间找符纸, 老鹰先生去喊我就在桌上画, 桌下的抽屉里有符布。 如果我能画出来, 再用符布。 如果我不能, 他就会带我直接冲出去, 看看能不能斗过轻尸。 我其实很想直接说, 肯定斗不过。 但这会儿, 明显不能刺激老鹰先生, 万一他连符气都不浇我了呢? 我低头磨磨, 但我发现没水, 正要去打水。 老鹰先生却抬起一只手, 他长肚躺下来一些发黑的血。 难闻刺鼻的血腥气让我有些头晕, 可我还是忍着磨磨。 很快, 墨汁研磨好, 我用符笔的壕间浸满墨水。 怎么话? 我深吸一口气, 慎重开口道, 要不, 您示范一个。 我将符笔递给老鹰先生, 他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看了我一眼。 接着, 符笔左侧, 指甲轻微滑动。 一道符被画了出来。 顶端是一个唐字, 不过顶端的盖子头, 两树分别朝着中间交叉过来, 形成了一个椭圆的斜叉, 而那斜叉延长而下, 形成了两树。 被试人的符, 我是会画的。 符, 都有两道竖线裹住符身。 紧接着, 老鹰先生在符中填字, 分别是摄, 山, 风。 风的两侧拉长而下, 和唐的两树对齐。 这次的空隙中, 老鹰先生写了几个小传, 分别是土母白虎, 土公青龙, 最中央又写了一个封, 不过去掉了其中的意。 老鹰先生停笔了。 好了。 我问道, 不过我眉头微皱, 总觉得这幅欠缺了一点什么。 虽说碑诗人画的符, 是很普通的辟邪的符传, 但老张叔教过我, 符成之后, 浑然一体, 还有一股画符人的气息, 才有功效。 老鹰先生这幅, 虽然是指甲刻出来的, 但是显然没结束。 老鹰先生淡淡地说了两句, 王你是卑诗人, 活诗画符, 天地不容, 你不知道? 我并不是那个死道士, 没有一枪正起, 符笔让我用, 现在又问我, 有没有画好符, 是想我被天打雷劈? 看来, 我们还是直接出去吧。 老鹰先生说完, 我就感觉肩头一股力道, 似是推动我往外走。 我身体都僵住, 尴尬地说了句, 情况特殊, 你不是很厉害吗? 我没, 眼看老鹰先生不理会我, 我赶紧提起来了笔, 接着, 我落笔在桌上, 快速照着他画的符勾勒,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虽说老鹰先生是分开画符的, 但是与我来说, 这道符, 怎么像是一笔勾勒而成? 我额头冒汗, 心更是狂跳, 手快速抖动, 一笔一画飞速走过, 手上似是有一股气, 让我一口气将符勾勒而成, 可写到最后的封那里, 因为我不知道后边怎么画, 手忽然一颤, 失重地往上一提, 整道画出来的符, 瞬间又被我毁了, 我粗重地喘息着, 瞪大了眼睛盯着桌子, 手却控制不住地颤抖, 并且我觉得头疼欲裂, 好像一天晚上没睡觉一样, 肩头却陡然一松, 老鹰先生居然从我身上下来了, 他静意不定地盯着我, 眼中都是恶然, 蒋红河, 你真没画过符, 他画音透着质问, 我用力扶着额头, 狠狠拍了一下, 冰凉和刺痛, 让我稍稍清醒了一点点, 我吐了口啄气, 告诉老鹰先生, 真说符, 我会一点背诗人的, 可我们背诗人的符, 一点都不复杂, 感觉三分之一的难度都比不上, 老鹰先生沉默, 他又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几秒钟后, 他道, 你在桌下抽屉里拿出来一卷布, 重新画一张符记, 符收尾之处, 写上后图审计, 审计? 我诧异, 老计福利之计并非计儿, 老鹰先生低声解释, 我默默思索了一会儿, 打开了桌下抽屉, 拿出来了一卷布, 将其平铺在了桌上, 你叫沈记, 他叫沈记, 你们还有什么关系? 不是上下任鹰先生这么简单吧? 师徒, 妇女, 我又问了老鹰先生一句, 你话很多, 他眼中显然有了冷硬和不满, 就在这时, 祭司祠的院门处, 忽然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门, 居然又开了, 屋檐上的符, 竟开始一片片地掉落, 老鹰先生急促道, 华佛, 我眼皮狂跳, 却没忍住抬头看了一眼, 雾气前头走出来一人, 那依旧是个普通村民, 可他脖子上却挂着一个腐烂小般的脑袋, 马宝一没来, 却让自己女儿来了, 我又觉得脖子一阵生疼, 低声骂了句, 这烂脑袋, 我有机会非要把他踩爆了不可, 那脑袋没什么反应, 被鬼上身的村民却显得愈发凶狠, 他手微微一动, 沉闷的铃声响起, 这方却传来了整整齐齐的脚步声, 就像是有很多人在外边, 只是那些脚步声鸡泻沉闷, 压根就不可能是活人, 我头皮发麻, 想到了棺材房外边的大量腹势, 你再不化佛, 就要死在这里了, 我也很难逃走, 你会害死劲儿, 老鹰先生悠悠道, 他的视线却紧紧盯着那颗脑袋, 我抿着嘴, 屏住了呼吸, 将豪肩再次浸满了血沫, 只是抬起手来, 将要落笔的那一瞬, 我额头上满是汗珠, 头疼欲裂的感觉再一次传来, 让我的手都忍不住在发抖, 余光还是忍不住去嫖院门口, 屋檐上所有符全部落了下来, 变得漆黑, 门槛上的符也开始掉落, 被鬼上身的村民又往里走了几步, 后方的雾气更多钻入院内来, 那村民走到了院子中间那一排符的位置, 再次被拦下, 半个院子都是厚重的雾, 那雾气中却绝非刚才的三四个人影, 我揣测, 除了三四个青尸煞之外, 至少还得十几个血煞化清的膚湿, 马宝一号阴毒, 丢下我不管的同时, 还用了这样的手段, 要斩草出根, 越想, 我压力却越大, 手抖得更厉害, 脑袋更疼, 我没有信心画好符了, 手都开始变软, 蒋红河? 你在干什么? 老鹰先生冰冷的话音再次入耳, 我艰难地挤出来一个子, 院子中间那一串符开始变得漆黑, 逐渐要拦不住他们了, 你, 废物! 老鹰先生面上终于浮现了焦急, 还有不甘, 我手又猛地攥住了笔身, 我不想死在这里啊, 但现在的转机明显是这道符, 可我又无法宁审, 更焦虑, 我心就更乱, 甚至都要忘记那道符的笔画了, 就在这时, 耳边忽然听到了当当一声轻响, 是波浪鼓的声音, 冷不丁的, 我就想起来了审计教我的吐纳之法, 顿时, 我闭上了双眼, 长长地复吸一口气, 小腹传来一股热流感, 我又将那口气吐了出去, 再接着, 我按照审计教我的频率, 带着节奏呼吸, 脑袋骤然就恢复了清明, 我手稳稳地落下, 变形的唐字为首, 两笔拉出符身, 摄, 山, 风为后, 风去翼, 其中填入土母白虎, 土宫青龙, 中心又是一个去掉翼的风字, 我手丝毫没有停顿, 最后几个字, 一气呵成, 后吐审计, 这个字落定的那一瞬间, 腹部忽然一阵颤动, 我身边的老鹰先生, 他身体也是一颤, 枯搞一般的脸, 好似多了一点点的血肉, 看上去没有那么恐怖和削瘦了, 他手, 忽然一抬, 那道浮素的一下, 直接挂在了这堂屋的房梁之上, 他身体猛然一窜, 直接冲出了堂屋, 消失不见, 堂屋内, 只剩下我一人, 我脸色大变, 因为我化妇期间, 那村民已经顶着马宝一女儿的脑袋, 走到了堂屋门口, 屋檐上挂着的符也在迅速地掉落下来, 等符完全落尽, 他们就能进屋, 符其实化好了, 其中还写了老鹰先生的名字审计, 他明显有变化, 好似变强了, 可他居然甩下我跑了, 我紧咬着牙关, 骂娘的心都有了, 当浪当浪的波浪鼓声响起, 我腰间格外冰凉, 显然, 蒋优女要帮我, 老妹, 我抬头, 看着那颗腐烂一般的脑袋, 哑着声音喊了句, 误会, 我刚才救了你爹, 我刚说完最后一句话, 屋檐上最后一道符落下, 那村民脉不往里, 雾气之中挤出来了十几个身影, 就要进入堂屋, 显然, 那些尸体, 要将我活活撕碎, 操, 我骂了一个字, 同时我刚才缩在身后的手, 直接抽出, 我手中握着七根透骨钉, 七窍所失, 我又一声力喝, 透骨钉朝着那脑袋拍去, 同时, 我喷出一口舌尖血, 那脑袋骤然一颤, 好似要从村民尖头掉落, 我大喜过望, 他肯定没老鹰先生的投影, 我只要钉死他, 说不定有机会, 可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那脑袋旁侧, 探出一只深青色的手, 直接朝着我挡来, 我手中的透骨钉, 直接拍在了那青石手掌上, 钉子没有没入分毫, 尾端撞击在我手上, 钻心地疼痛传来, 下一刻, 那村民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双手抬起, 直接来插我眼珠, 说实实, 那十块, 就在我躲闪不及的时候, 一道鞭影从后方射来, 鞭投诉的一下, 缠中了我的肩膀, 我整个人被拔起, 朝着堂屋外拉去, 身体穿过雾气, 一眼看到, 下方荡针是三口青石煞, 十来口血煞化青, 我头皮发麻, 砰的一下, 我脚落地, 我本以为是审计来了, 可我身边的并非审计, 而是老鹰先生, 他手中握着一根鞭子, 这鞭子要稍微短一些, 右边的房门开着, 我才想起来, 腹旁边, 有这样一根鞭, 那鞭子多看一眼, 都皮肤刺痛, 看来, 这是老鹰先生的兵器, 沈老爷子, 我还以为你溜之大吉了, 还好, 还好, 我强忍着心计, 沙哑开口, 老鹰先生并没有理会我, 他身体从鱼铝, 开始变得挺直, 雾气薄了, 此时, 我们站在院子尾巴, 临近院门的位置, 那些解煞化青和青尸煞的夫尸, 反倒是在院内, 缭绕着他们的雾气, 一点点地钻进了鹰先生的身体里, 正因此, 鹰先生才挺直了身体, 活尸凭借一口气, 保持着生前最后的模样, 老鹰先生虽然厉害, 能克制马宝义, 但我刚才也看出来了, 他身体有缺陷, 那么鱼铝, 似是枯柴一般的尸身, 就好像被吸走了一切, 甚至比当时的陈大强, 看着还要凄惨, 要知道, 陈大强都是被偷走了寿命, 我不知道, 老鹰先生死的时候, 经历了怎么样的痛苦, 才能在这种死相下, 还保留了一口气, 可现在, 他却稳稳当当地站起来了, 虽说他依旧枯瘦, 依旧瘦得像是一条竹竿, 但他体内, 明显在不停地吞噬阴气, 怨气, 这会让他比之前更强, 老鹰先生静静地握着长边, 看着唐屋前头, 那些血煞化清的肤尸, 以及那三口青尸煞, 这时, 那些尸体机械地转过身来, 与此同时, 最中央的村民走出, 他肩头还是立着那颗脑袋, M, 我这才注意到, 村民的身上, 有很多细细的钢丝, 这些钢丝连接在那些尸体身上, 村民的行动连带着尸体在动, 原来, 敢尸将是这样的控尸之法, 这和纸扎将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村民左右看了一眼, 忽然开口道, 老不死的, 他话音很细, 像是个女人, 老鹰先生并没有接话, 下一瞬, 村民忽然一甩双臂, 他猛地冲出身体, 与此同时, 所有的肤尸, 全部纵身扑出, 那一幕, 别提有多恐怖了, 我就站在那里, 都觉得透骨冰寒, 即便是老鹰先生变强了, 可这里毕竟是十几个血煞化清, 还有几个青尸煞, 他能对付吗? 不是我怀疑他的能力, 他的确很镇定, 这气场很强大, 可毕竟审计那么强, 他都要凭借其他的东西, 镇住青尸煞, 其实, 三十六计, 走为上, 现在却来不及走了, 说实迟, 那时快, 老鹰先生忽然另一只手, 从衣服内取出来了一样物品, 那居然是一根唢呐, 唢呐落至老鹰先生的唇边, 一声七碗的哀乐在院内响彻, 我形容不上来, 总之我感觉从心底升起了一种压迫力, 这压力自上而来, 让我难以喘息, 铺出的那些夫尸居然砰砰砰地, 全部跪倒在了地上, 哀乐气凉婉转, 在祭司词内回荡, 那些夫尸跪倒之后, 脑袋都诡异地垂着, 任凭那被鬼上身的村民再怎么用力拽动, 都没有丝毫动静, 我看得傻眼了, 这唢呐, 是什么东西, 完全颠覆了我对唢呐一响的认知, 老东西, 你, 那村民一声尖叫, 他眼中却闪过一丝恐惧, 他身体骤然一跃, 就要跳出祭司词外, 老鹰先生还是在吹奏唢呐, 可他另一只手的长鞭猛然往前一扬, 啪, 鞭子击中了那颗头颅, 直接将其卷了下来, 村民口吐白沫, 砰得一声倒地, 老鹰先生往后一拽, 头颅就落到了我们脚下, 他却咕噜咕噜地朝着门口的滚去, 老鹰先生没有动, 我面色微变, 骤然抬腿, 一脚朝着他脑袋踩去, 我稳稳当当踩中了他的头, 只觉得一阵寒气自脚上传来, 我刚好踩中的居然是他嘴巴, 他好像要咬我一样, 我陡然变了一下力道, 脚往后一缩, 接着我狠狠一脚踹上去, 他骤然被我踹飞, 撞在了一侧的院墙上, 又弹了回来, 我从兜里快速摸出来的驴蹄子, 骤然冲着他甩出, 他本来要弹飞到我身上, 却被老驴蹄子打中, 去掉了冲饰, 老驴蹄子也刚好塞进他空中, 他又落了地, 不过却没有咕噜咕噜地滚走了, 我走到头颅跟前, 用力地踩着他, 鞋底狠狠地碾了两下, 哀悦一般的唢呐声停下来了, 老驴先生悠悠说道, 你为何拦住他, 我要让他去找马宝一报信, 好意网打尽, 嗯, 我迟疑了一下说道, 沈老先生, 万一, 马宝一跑了呢? 我这话, 直接就让老驴先生沉默了, 我刚大的解释, 说, 你看你吹了个唢呐, 就直接镇住了轻尸煞, 马宝一又不会想和你死磕, 他直接跑了, 你说你咋整? 老驴先生总算点了点头, 他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才说道, 脑子很活络, 聪明又激烈, 我稍稍松了口气, 其实刚才他还说我小聪明太多, 很容易早死, 但人总凭实力说话, 我刚才那道符, 才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走, 我们去找沈静,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又道, 马宝一肯定对付他呢, 我们过去, 杀他的措手不及, 老驴先生却沉默了不守, 又低下来了头, 我捡起来了地上的头颅, 用一张布将气裹起来, 又不解地看了老驴先生一眼, 疑惑道, 为啥不走, 马宝一的实力不容小觑, 他给自己留了七口轻尸煞, 我怕审计出事, 老驴先生还是没回答我, 沈老先生, 不信这个结果眼将脾气的, 虽然我不晓得你们发生过什么, 但你不能拖延时间, 我迈步, 走至了老驴先生跟前, 正要伸手拽住他胳膊, 拉他走, 他却摇了摇头, 道,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暂且, 他们没事,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猴杰都滚动了一下, 老驴先生这么神, 站在这地方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刚才, 他显然是不知道的, 我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堂屋内, 悬挂着的福气, 继而如今, 怎么样了? 老驴先生语气忽然倦怠了几分, 拉家尝试地问我, 我挠了挠头, 回答说, 多得我也不知道, 就知道他很强, 会画符, 会用倒数, 快阴数风水, 又会阳算补挂, 倒数, 阴数, 阳算, 老驴先生, 目光都变得灼热几分, 那罗十六呢? 他又问我, 嗯, 这下我就只能摇头了, 说我不知道, 甚至都不认识他, 只是听不而言, 老驴先生若有所思, 他上下又打量了我一遍, 道, 你跪下吧, 跪下? 我眼神更不减, 你年纪不大, 只多二十一二, 模样尚可, 三年多了, 罗十六却没跟着继儿来, 看来, 继儿对他无念, 你这张皮囊, 的确是继娘所喜爱, 继儿血脉相传, 他带上你, 也是情有可原, 老驴先生, 与继平静了很多, 又道, 虽然你弱, 但你的确天赋一柄, 福气, 居然看一眼就会, 你败施于我, 我教你音术, 好让你不要那么废物, 我总算明白, 之前老驴先生说了一句血脉,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现在虽说的继娘, 看来就是沈继的先祖, 继娘喜欢好看的男人, 沈继也喜欢好看的男人, 可我却无语宁业, 老驴先生, 还真和秦柳娘一样, 没完没了了, 此外, 我又知道了一点点, 关于沈继的事情, 他和罗十六, 有一些男女之情的瓜葛, 我定了定神, 告诉老驴先生, 他误会了, 沈继咋, 可能对我有意思, 我对沈继, 也没他想的那种念头, 虽然我承认, 我这张皮囊是好看, 但我有女朋友, 老驴先生眉头紧皱, 眼中却多出几分愕然, 下一瞬, 他眼神冰冷了下来, 你不但锅躁, 有嘴滑舌, 还很平嘴, 居然有女人, 还要招惹劲儿, 我睁大了眼睛, 问驴先生, 是不是没听明白我说的话, 我先说了, 我和沈继相互都没任何可能, 老驴先生却冷冰冰地说, 他是了解沈继的,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关系, 他肯定不会带着我来寄娘村, 还说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身体彻底僵住了, 眼看老驴先生, 眼中已然有了杀鸡, 我心知事情瞒不下去了, 就和他说了我血脉的事情, 以及我和沈继的关系, 在辈分上来说, 他算是我曾祖奶奶, 他带着我, 都是因为蒋家的传承, 我们有一件共同的事情要去做, 老驴先生眼中的杀鸡, 这才成为恍然, 脸色都变得好看许多, 我松了口气, 善笑了一下, 现在可以走了吗? 老驴先生还是没动, 他又打亮了我一眼, 还是喊我跪下, 我茫然了, 问他, 这会又让我跪什么? 老驴先生平静地告诉我, 刚才他怕是审计看上了我, 所以想教我, 让我不要是个废物, 现在, 他就是单纯地愿意收我为徒, 觉得我天赋不错, 我脸上就都是苦笑了, 我说, 我不能拜他为师, 老驴先生微眯着眼睛, 问我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拒绝他的收徒, 会让我这辈子都追悔莫及, 其实, 我想学啊, 刚才他唢呐一响, 镇住了那么多符诗, 还不乏有轻师傻, 甚至他教我的符, 让他变得这么强, 还有他用鞭子, 肯定是他教审计的伸手功夫, 可我已经拜师了老先生, 开始学十冠像术了, 那张符纸上写了, 我一旦改换门庭, 就会伸手易处, 五脏俱焚, 魂飞魄散, 我更是苦笑, 和老驴先生说了, 我已经拜师学艺, 而且发过毒誓, 无法再拜他, 紧接着, 我神色又认真许多, 如果他真看我天赋一禀, 要不就直接教我一些东西, 我虽然不能喊他师尊, 给他行拜师礼, 但我肯定会把他当师尊一样敬重, 甚至可以天天背着他, 老驴先生白了我一眼, 转身直接朝着祭司祠外走去, 我提着头颅, 跟上了他, 在小巷子里七绕八拐地走着, 老驴先生像是知道路一样, 此时, 所有的巷子都极为安静, 好像没有任何诗鬼一样, 可我心里头却知道, 那些东西, 恐怕都和马宝义一起去对付沈继了, 老驴先生的步伐很快, 我紧跟着他, 速度也不慢, 没过多久, 我们就走出了巷子, 身处于一条马路上, 远眺, 还瞧不见有继娘雕像的祠堂, 我们两人继续往前走去, 这时候,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老先生是我师尊, 吴先生和老先生又是师兄弟的关系, 蒋盘是吴先生的父亲, 沈继是蒋盘的徒弟, 沈继的确和吴先生一个辈分, 那他现在也不能算是我曾祖奶奶了呀, 最多是我姑姑, 我刚想到这里, 忽然, 一便突生, 本来好端端走着的老驴先生, 好似胸口遭遇重击, 腹部猛地往里一缩, 整个身体好似快折断了一样, 一下子弹射而出机米,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我面色大变, 快不到了老驴先生身边, 更是惊骇地左右四看, 老驴先生的气息本来已经攀升很高, 这一下, 又变得萎靡了下来, 他同样静意不定地左右四看, 下一瞬, 他又看向了自己的腹部, 我顺着视线看过去, 心头更惊愕, 他腹部出现了一道极为严重的伤痕, 就像是被铜器烫伤了一般, 这是刚才无形的一击, 可周围什么都没出现啊, 是什么东西伤到的老驴先生, 这, 怎么回事, 我静意不定地问道, 老驴先生整张脸都紧绷着, 他半嗓才缓过来, 沙哑道, 忽然窜入村内一股正煞之气, 冲着我来的, 本来他要将我穿透了, 不解到什么是正煞之气, 老驴先生却迅速爬到了我的后背上, 他甚至比之前更鱼铝为米了, 往前走, 去见稷儿, 再来两股正煞之气, 我就撑不住了, 村外来了高人, 想要诛灭村内所有的鬼祟, 老驴先生的话音变得极为严厉, 我脸色再变, 不敢停顿, 朝着前方小跑去, 几分钟后, 视线中的村路就变得熟悉起来, 果然瞧见了祠堂, 祠堂之外, 乌泱泱地密集着大量血煞化清的夫师, 最前方, 则是几个青尸煞, 除此之外, 我还瞧见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那赫然便是马宝义, 打斗的声音, 从祠堂内不停地传出, 我眼皮一直狂跳, 马宝义坐山观虎斗, 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 肯定是村中的活师钻进了祠堂内, 再和审计搏斗, 他是想看着审计历劫, 再让夫师动手, 同时, 我肩头的老驴先生, 手挣扎着动了动, 似要动鞭子, 我思绪极快, 低声道, 沈老先生, 你先别动, 等我靠近点, 你再给他一个狠的, 老驴先生的头垂了下去, 似是没呼吸了一般, 我扯着脖子, 大喊了一声, 马先生, 帮我, 恰逢此时, 马宝义扭过头来, 他狭长的柳叶眼, 看向我这边, 眼中却出现一抹恶然, 好似不敢相信一样, 我没给他思索的机会, 大声又喊道, 这老不死的, 快断气了, 刚才你拍过来的人, 帮了我大忙, 可他们都被干掉了, 我做不掉他, 钉住了他的骨头, 快帮我砍了他的头, 转瞬, 我已经跑到了那群伏师前头, 马宝义眼中思索极快, 神色又是一狠, 沉声道, 好小子, 你很不错, 带他过来, 话语间, 马宝义手从腰间一摸, 便拿出来了一把匕首, 伏师并没有阻拦我, 轻易地, 让我走到了马宝义跟前, 脸上, 蒋红河, 你干什么, 沈济愤怒的尖叫, 骤然传出, 我身体一颤, 说真的, 沈济这一嗓子, 充满了愤怒和杀技, 可我现在却不敢扭头, 因为现在要对付马宝义, 我怕我一分神, 就要出纰漏, 马宝义阴狠的脸, 瞬间变得兴奋扭曲, 他仰起胳膊, 手中的匕首, 散发着阵阵寒芒, 老不死的东西, 压着我三年多, 今天你咽气, 明天我就烹你的骨肉汤, 他匕首瞬间朝着老鹰先生脖子上一盏, 马宝义, 你敢, 尖锐的呵斥声, 几乎刺穿了我的耳膜, 马宝义哪里会审计, 说实迟, 那时快, 老鹰先生的头猛然抬起, 身体骤然往前一探, 马宝义毫无防备, 老鹰先生一把就挡住了他握着匕首的手, 另一只手直接插进了他的胸膛, 这么近的距离, 马宝义已经来不及反抗, 鲜血见射而出, 马宝义瞪大了眼珠, 张开嘴巴, 血却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 老鹰先生又骤然收手, 回到了我肩头, 我蹬蹬蹬地后退了数步, 马宝义手中的匕首光荡一下落地, 他双手死死地捂住了胸前的伤口, 其瞪大的双眼中竟是很利和不甘, 你, 和老东西, 骗我, 马宝义口中艰难挤出几个字, 我额头上轻轻鼓起, 太阳穴都在突突突地跳动, 盯着马宝义, 眼看他此时的伤势, 足足地致命, 我眼神也冷冽下来, 解开了腰头装着马宝义女儿脑袋的袋子, 手一翻, 袋子里就落出来了那颗腐烂小半的头, 头落到地上, 我抬起腿, 狠狠往下一踩, 咔嚓一声轻响, 是那头裂了, 驴蹄子也从他口中落了出来, 呜, 马宝义目自欲裂, 站立地喊了一句, 连狱, 你猜我妹妹的时候, 不是很用力吗? 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冷声又道, 你还将它和那堆尸肉放在一起, 打算吃了我, 又吃掉它, 抱着你女儿去啃吧, 我话音落霸的瞬间, 抽出分尸刀, 一刀直接插进了那头颅的顶端, 分尸刀一阵炙热, 那股滚烫, 险些让我握不住手, 我再提刀一甩, 头颅朝着马宝义飞去, 马宝义骤然抬起一只手, 接住了头颅, 他此时半张脸都是血, 胸口还在冒险, 可他的脸上, 竟是悲愤和绝望, 他没有再开口, 将那头颅塞进胸口, 又用一团衣服, 堵住了伤口, 突然, 他的身体骤然倾斜, 做出前冲的动作, 双手食指快速律动, 守在祠堂外的肤施, 开始动弹了起来, 尤其是最前方的七个轻尸煞, 缓慢机械地向前移动, 我只感觉, 周身上下都充满了庞大的压力, 好似下一刻, 就会被他们分尸, 这一次传来, 这一次就没刚才的杀鸡了, 我余光这才看了一眼祠堂内, 几十个衣衫蓝履, 遍体鳞伤的活尸村民正在围斗审计, 审真为首的几个汉子, 外加江蒙都躲在了继娘雕像那边, 不过, 我没动, 因为肃的一声轻响, 一句轻尸煞乐器落至了祠堂门前, 轻尸封门? 我根本不可能跑进去, 马宝一森寒地立鹤, 骗我害我, 驻我女儿魂魄, 小杂种, 老杂种, 受死! 他骤然迈步往前, 所有的肤狮同时冲向我和老鹰先生, 他们全都抬起双臂, 似要将我们扎成马蜂窝, 老鹰先生也动了, 他从我肩头勉强直立起身体, 双手却拿着一柄锁呐, 哀乐声骤然响起, 就这么转瞬之间, 所有的肤狮全部呆呆停在了原地, 砰的一声, 跪倒下来, 马宝一原本的充施, 被他控制肤施的钢丝骤然拽住, 整个身体啪的一下摔倒在地, 他浑身都在站里, 哆嗦地支棱起来身体, 惊慌地看着老鹰先生, 宋桑的哀怨, 你这老东西, 对, 你是祭司, 也是祭品, 你们祭娘村, 都是一群疯子, 马宝一神情愈发癫狂, 但他的话音, 却开始变得虚弱, 骤然间, 马宝一直起身体, 双目圆睁, 却猛然一转身, 朝着村路另一头狂奔去, 我面色微变, 还以为马宝一表现得这么歇斯底里, 是要拼死燃烧一下, 可没想到, 他居然是陶, 我迈不就要追上去, 耳边的哀怨消失不见, 老鹰先生伸手按住了我的头, 他被我打断了心脉, 活不了一时三刻了, 不用追, 老鹰先生略疲惫地说道, 这时, 又有丝丝缕缕的雾气, 从周围那些夫尸身上萦绕而出, 老鹰先生的身体, 明显好转了一些, 他离开我肩头, 身体落至地上, 我心跳得厉害, 肉眼可见, 那些雾气钻入老鹰先生身体更多, 他的身体更挺直, 这便让我松了一大口气, 看来, 刚才的正煞之气虽然强, 但老鹰先生, 好像以整个济娘村为阴气的根源, 正在迅速恢复, 之前他显然没办法这么做, 难道是因为有了那道福气? 我刚想到这里, 老鹰先生忽然面朝着祠堂, 抬起手来, 黑红色的血液在他掌中流淌, 顺着手臂滑落而下, 他口中悠悠嘀喃, 但我听不清楚他具体说的什么, 祠堂内正在拼命进宫审计的那些活尸村民忽而一下全停顿下来, 所有活尸村民都扭头看向了老鹰先生, 突然, 他们都迈步, 朝着老鹰先生走来, 说实在的, 虽说我知道老鹰先生控制住了他们, 但毕竟是那么多活尸, 我还是怕, 尤其是他们逐个走到了老鹰先生的身后, 也相当于在我身后, 我不敢将后背留给那么多死人, 随着最后一个活尸村民走过来, 我身体往前一窜, 就要朝着审计身后跑去, 结果一个力道, 却忽然从我肩头传来, 还伴随着老鹰先生的疑问, 蒋红河, 你干什么? 我肩头被定住, 双腿一阵甩空, 显现梅衣屁股坐在地上, 还好老鹰先生抓得紧, 我才看看站稳, 扭头, 我善笑了一下, 瞥了一眼后边的活尸村民, 老鹰先生这才皱皱眉, 坑了马宝一两度, 可现在怎么又怕了他们? 他们不会吃了你。 啊…… 我还没说话, 沈济却忽然砰得一声跪倒在地, 双手交叉在头顶, 俯身磕头。 这一幕更让我傻眼了。 我承认, 仕途相见肯定会煽情一点, 可我没想到, 沈济居然用这种方式下跪, 这不只是简单的仕途之情, 更有上下尊卑。 唉…… 老鹰先生一声揭叹, 摇了摇头, 复杂地看着沈济。 继儿, 你早就不用跪我这赎罪之人, 起来吧, 莫因此引起枪足不满。 沈济还是跪着, 又拜了两下, 才站起身来。 一贯冷若冰山的沈济, 却眼眶通红地哽咽道, 继儿逃避了很多年, 一直没敢回来, 让您受苦了。 老鹰先生松开了我的胳膊, 朝着沈济走近。 此时, 他眼中欣慰了不守, 神色更是正正。 一个赎罪之人, 又有什么苦? 倒是继儿, 你变强了, 变得更像是继娘, 让为师欣慰, 让整个继娘村都为之振奋。 老鹰先生话音极为感叹, 转眼, 他就要走至沈济跟前。 可就在这时, 我忽然察觉到了一丝怪异的温度, 还有接连不断地倒地声。 我余光一看, 居然是外边的活尸村民, 一个个直挺挺地倒下。 我脸色陡然大变。 小心! 我惊慌地大喊出声, 本能地驱使, 让我骤然侧身, 直接挡在了老鹰先生的背后。 一种极为炙热的温度, 穿透了我的身体。 这并未给我带来丝毫伤害。 后方, 却传来了咔嚓一声轻响, 似乎什么东西断了。 师尊! 一声惊恐地尖叫, 让我头皮都发麻。 我猛然回过头, 却瞧见老鹰先生的身体无力地坠落至地面。 我惊慌之下, 探手, 去搀扶老鹰先生。 几乎同时, 沈济也伸手扶他。 我们两个同时撑住了他的身体。 老鹰先生双目圆睁, 声音了。 他上半身还算正常, 可下半身却变得很是迟钝。 我毫不犹豫, 一个侧身弯腰将他背在了背上。 正煞之气! 我脱口而出, 沈老爷子说了, 村外有高人, 要诛灭整个村内的鬼祟。 沈济眼中却怒火滔天。 他往前一步, 走到了祠堂的门前, 又急不到了外边的村路上, 盯着村外的方向。 我没敢多说话, 因为这会儿的沈济, 神色太过冰寒, 杀鸡都要喷涌而出。 下一瞬, 沈济单手掐指, 似是在计算着什么。 同时, 他另一手托起了阳弓盘, 低头看着阳弓盘上转动的指针。 片刻后, 沈济喃喃道, 阳龙撞鹰煞, 外头有人改了风水, 以正煞破鹰, 可正煞破鹰, 是追阵眼而去, 村内最凶的不是马宝义吗? 这怎么可能? 师尊, 你是阵眼? 沈济骤然扭头, 看向了我肩头的老鹰先生。 可老鹰先生, 已经回答不出话来了, 就那么霹雳地搭拉在我肩头。 沈济的额头上, 又冒出来了汗珠, 眼中是按耐不住的交集。 下一股正煞之气还在蓄力, 应该是从远处的山龙改来的风水, 并非大洞, 可必须要解决阵眼的问题, 不然下一道气, 还会打在您身上。 沈济又开口道, 老鹰先生的手, 勉强指了一个方向, 再次垂下。 我能看见, 有淡淡的雾气朝着他身体上萦绕而去, 是在修补他身体的创伤。 可这一次, 他显然比刚才伤得重, 恢复的速度不如之前, 恐怕就如同他所说的一样, 再来两股, 他就挡不住了。 现在只差最后一股, 就要送他归西。 沈济的视线, 眺望老鹰先生所指的方向, 瞳孔紧缩, 喃喃道, 祭司词。 跟我走。 沈济的语气带着命令。 他迈步往前, 我紧随其后。 这时, 后方又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余光一看, 是江蒙和沈真几人跟上来了。 我和沈济并肩走着, 沈济面色紧绷, 一直催促我快一点, 他脸上净是黄疾。 我虽然听不懂正煞之气, 改风水这一类的话, 但我知道, 他是要尽快解决问题。 外头的气, 不应该打老鹰先生, 可现在却不偏不倚地打中了他。 这缘由, 是从祭司词而来。 我刚想到这里, 忽然身体一颤, 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福气! 我脱口出, 福气! 沈济猛然盯着我, 惊一道, 蒋红河, 你说什么? 这里有福气? 在哪儿? 沈济刚问出来, 他又盯着老鹰先生, 眼中闪过恍然之色。 我几乎同时说出, 在祭司词。 沈济纵身一跃, 上了一处房顶, 沿着屋脊飞速即迟。 我心头咯噔一下, 也跃上房顶, 堪堪跟上沈济的脚步。 几分钟后, 我们赶回了祭司词。 沈济先一步进了堂屋, 他静一不定地看着堂屋房梁上挂着的福气。 后途沈济, 真的是福气, 化村为界, 怪不得马宝一不敌, 沈济话音未落, 手已然扬起, 一鞭子击中了福气, 将其打得寸寸断裂。 我明显感觉到背上的老鹰先生, 气息更为萎靡了下来。 不过, 刚才他也吸收了一些村内的鹰气怨气, 至少勉强抬得起来头, 不会断气了。 我松了口气, 沈济却走出了堂屋, 扫过地上的肤石一眼, 又看向了村子上空。 我跟上沈济, 同时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本来, 这济娘村的天上是鹰气怨气涌动, 是失村鬼地, 暗无天日。 可现在, 天空中却忽然出现了一抹阴晕的红, 好似从最中间炸开, 鹰气和怨气开始逐渐消散了。 天要亮了, 带我师尊回屋内, 他最好不见天光。 沈济又吩咐了我一声。 我刚才走出来, 又后退了几步, 回到堂屋中。 黑夜迅速被天光驱散,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天果然亮了。 我摸出来手机瞧了一眼时间, 这会儿都早晨八点钟了。 若非失村鬼地的原油, 早就应该天亮了。 我肩头的老鹰先生,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没了丝毫生气。 外头的那些肤石, 全都瘫倒在了地上, 虽说阳光照射, 但却没给他们带来伤害, 他们也像是睡着了一般。 沈济又进了堂屋内, 他紧紧皱着眉头, 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看地上的福气碎片。 低难道, 不应该。 难道是当年罗石六流的福? 可为什么师尊之前没用? 我, 其实, 我本以为沈济会很认真地问福, 是哪来的? 我都想好了, 要怎么回答? 可他居然会想是别人画的福, 留在这里的。 说真的, 在马宝义面前, 先背了罗石六的锅, 承受了马宝义的怨气。 这功劳, 沈济居然就本能地归功给他了。 我张了张嘴, 正想到明实情。 后方却传来了脚步声, 是江萌。 沈真等人进了祭司祠。 江萌一声, 惊呼传来。 显然, 他是被这里的夫尸吓了一跳。 沈济抬起头来, 看向了院内。 江萌快步走进了堂屋, 沈真几人也没落下。 先师, 天亮了, 怨气散了。 老鹰先生他, 没事吧。 江萌眼中, 显然有担忧。 沈真几人更是担心无比地看着老鹰先生。 沈济恩了一声, 说没大碍, 不过村外来了高人, 可能是看继娘村英气冲天, 才会动用风水。 他让江萌去村口等待, 等高人进村, 将其请来。 江萌立即点点头, 道了一声, 遵命。 沈济又看向了沈真等人, 沉生又道, 去村内各处, 将存活的村民全部找出来, 马宝义被老鹰先生中创, 没有多少时间, 可活了。 等会儿我就会将他抓来, 再想办法给大家解读。 沈真等人脸上浮现出惊喜之色。 他们和江萌都领命, 快速离开了祭司祠。 祭司祠内, 就只剩下我和沈济两人。 沈济先看向我肩头, 再看向了我, 眼中疑惑。 他问我是怎么背上他师尊的。 昨夜他看我走到一条小巷子里就不见了, 本来要去找我, 可活是村民来得越来越多, 他无暇顾及。 再之后, 马宝义就来了, 马宝义还和他叫嚣, 说已经将他师尊斩杀。 我嘀咕了一句, 说马宝义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然后才详细告诉了沈济, 我是被马宝义抓了, 以及我巧用计谋, 将老鹰先生背在背上的事情。 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兴致不高。 沈济喃喃道, 原来如此, 然后师尊让你拿出来了福, 他也能因此吹奏丧乐, 制服所有福尸。 我睁大了眼珠子, 和沈济对视。 嗯? 沈济眼中再次露出疑惑, 问我怎么了? 没事, 就是你说的都对。 我回答了一句, 想要先将老鹰先生放下来。 沈济眼中显然出现了一抹不满, 小声道, 蒋红河, 你又敷衍我。 同时, 他上前按住了我的胳膊, 让我不要放下来, 就暂且这么背着他师尊。 我张张嘴, 最后又掩气息鼓, 没打算说话了。 其实是说, 也没啥意义。 我干脆坐在了椅子前头, 正正地看着院内的浮尸出了神。 这寄粮村, 有很多地方让人不明所以。 老鹰先生的身份, 沈济的身份。 老鹰先生十句话, 不离一个罪人。 沈济又对他如此谦卑恭敬。 还有, 罗十六和沈济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想了半天, 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摸了摸自己的脸, 鬼使神差的, 居然又想到了寄粮的脸。 我打了个寒劲, 极力驱散了自己的念头。 心想自己在干嘛呢? 怎么会想起一个邪靶子? 晃了晃脑袋, 我抬起头来, 却发现沈济在看我。 不, 他是在看老鹰先生。 沈济的眼中, 又有几分哀伤。 一点点阳光映射在他的身上。 我忽然发现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沈济的脖子上, 有一道伤痕。 那伤痕是鼓起的, 细细一条, 环绕着整个脖子。 它本来肌肤无暇, 那一条伤痕, 却破坏了一些美感。 能形成这样的伤疤, 绝对是很严重的伤势。 沈济居然受过这种伤。 我思绪开始延展。 沈济忽然冷哼了一声, 低声道, 蒋红河, 你一路上, 已经看了不知道多少次, 你越来越过分了。 沈济的话, 让我回过神来。 第一瞬间, 我是尴尬的。 因为我路上学石棺像术, 的确没少偷偷看他和江萌。 可下一瞬, 我又不愤了起来, 嘀咕了一句, 我又对你没意思, 你都知道我为什么看你。 刹那, 我就觉得自己, 被一股冷意笼罩。 沈济语气又冷了不少, 盯着我, 说, 你路上是看相, 但刚才的眼神并非看相。 我脱口出了一句话, 那你以为我在看你脸? 只不过, 你脖子上有条疤而已, 我看的是那条疤。 沈济的脸色再变了变, 他手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脖子, 眼中却露出了一抹慌张。 他直接转过头去, 似是躲开了我的目光。 这一下, 我又有些后悔了。 多多少少, 我那话有些冲。 女孩子对于容貌, 皮肤, 都格外在意。 显然, 沈济的伤疤, 更是戳到他的伤疤上了。 站起身, 我不自然地说了句对不起。 沈济没回头, 还是一只手捂着脖子。 下一刻, 他就朝着祭司祠外走去。 临到祭司祠门口的时候, 他低头, 沙哑地说了句, 他现在去将马宝一带回来。 如果沈真带着村民们来了, 让他们都在这里等待。 如果江蒙带着高人回来了, 也让他们在这里等一等。 一转眼, 沈济便消失在我视线中。 我尴尬地在原地站了许久, 又坐了回去, 正正地看着桌上的笔墨宴台, 苦笑着自言自语, 和一个没见过的人, 你这什么气呢? 祭司祠内, 格外地安静, 就我一个活人。 我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楚。 我扭头瞧了瞧背上老鹰先生的脸, 本能地耸了耸肩头。 不过现在白天, 他回应不了我。 扫了一眼堂屋内, 我发现墙边还有椅子, 上边搭着衣服。 我就过去, 取了一件衣服搭在了老鹰先生的身上。 一时半会儿没人回来, 我因为之前精神高度紧张和集中, 更没多大困意, 索性就摸出来了十罐橡树, 又开始读了起来。 读了一会儿, 我瞳孔便紧缩了一下, 喃喃道, 生血藏骨, 阴阳骨肉均。 我直接起身, 果断地将老鹰先生的身体 从肩膀上挪了下来, 平放在了长条木桌上。 我尽量摆正了他的手脚四肢, 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身上的肉。 我看的并非是皮肤, 而是肉。 看了半上, 我想, 我知道老鹰先生是怎么死的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 我解开了老鹰先生胸口的衣服。 暴露在视线中的, 是干瘪的皮肤。 皮肤上有深浅不一的痕迹, 粗看无法发现, 可仔细看下去, 就逐渐明显起来。 我一只手遮住老鹰先生的额头, 在手掌的背光之中, 同样有略深色的痕迹。 这, 是伤。 胖伤一类的名伤, 而是肉伤。 时间应该过去了很久, 这肉伤恢复了很多, 可就像是一面镜子碎了不会复原, 肉伤之后依旧会留下痕迹。 生血藏骨之肉, 更有着支撑着人的生气。 老鹰先生如此干扁, 是生气从肉中被吸走, 穿透出来的伤势。 这绝对是莫大的痛苦。 他居然能在这种痛苦中, 保持一心好心好心好失之气, 其性格着实坚韧可怕。 我又联想到了那些活食村民 他们身上的伤口, 但是放出了血。 雪中同样蕴含了精气生气, 我顿时不寒而栗。 事情哪有那么多巧合, 老鹰先生是和那些村民一起 变成活食。 这继娘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死那么多人, 消耗那么多生气。 我刚想到这里, 脚步声从祭司祠外传来。 沈真等人进了祠堂, 后边鱼贯而入, 进来了不少人。 他们都和沈真穿戴相仿, 全是继娘村的村民。 不过每个人都在左右四看, 眼中犹犹渴渴望, 当他们瞧见我的时候, 脸上透着疑惑, 在看见桌上的老鹰先生时, 几乎同时攻身行礼。 我心头突地一跳, 赶紧将老鹰先生的身体扶起, 让他坐在了桌上, 又帮他拉上了衣领子。 天亮了, 人要醒, 活食要睡觉, 我立即解释, 怕引起误会。 不过, 大家并没有理会我。 沈真匆匆进了堂屋, 问我鹰先生呢? 自然, 他说的鹰先生就是审计。 抓马宝义, 给大家解读, 我答道。 沈真松了一口气, 其余村民眼中终于有了振奋之色。 在之后就是等待了, 祭司词内人太多, 我不好看石棺像术。 可这一等, 居然就等了四、 五个小时。 都已经到了一点钟, 审计居然还没回来。 村民大多露出担忧之色, 审计要带人去找审计。 我一样不安, 想着得去找找的时候, 审计终于回来了。 他冷着一张脸, 自他身后, 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沈济身上有不少破损伤口。 显然, 马宝义没有束手就擒。 沈真立即单膝跪地行礼, 院内所有村民几乎同时单膝跪下, 双手按在身前。 沈济一眼扫过众人, 抿了抿唇, 道, 村内, 只剩下大家了。 众人相互看了看, 所有人眼眶都红了, 没人多言, 只是全部看向了马宝义, 恨意和杀鸡喷涌而出。 如果眼神能杀人, 可能马宝义已经死了一百次。 解读之法, 说出来, 沈济闭了闭眼, 才垂头看向马宝义。 此时的马宝义神色违米, 气弱犹斯, 随时都会弃绝身亡。 我注意到, 他胸口的伤势经过简单的缝补, 不过断了心脉之伤, 不可能恢复。 老鹰先生说得没错, 他撑不住太久了。 马宝义只是脸皮动了动, 好像没力气说话。 沈真匆匆走到了沈济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又看了看众多村民。 沈济松开了马宝义的胳膊, 他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他又取出来了一个小瓷瓶, 倒出来了一枚药丸, 交给沈真。 我一眼就认出来, 这和沈济, 让我给瘸子张吃得要一模一样。 沈真立即就给马宝义服下。 马宝义的脸, 肉眼可见地恢复了血色, 支冷起来了身体。 解读之法。 说, 沈真语气很利地多。 马宝义张着嘴, 呵呵地喘了几口粗气。 睡一觉吧, 睡着了, 梦里什么都有。 马宝义挤出来了几个字。 沈真仰起了巴掌, 啪得一耳光, 抽得马宝义, 一下子瘫倒在地。 他又将马宝义拽起来, 哑着嗓子道, 嘴硬是没用的。 不说, 你就会生不如死。 周围的村民眼神恨意更多, 沈济平静地说道, 虽然你断了心脉, 但是我不想要你死, 你就死不了。 至少, 这个过程会被无限延长。 呵呵, 马宝义眼神嘲讽, 冷笑了一声, 他语气透着淡漠, 我而丧命, 被你们分尸的时候, 连玉和我婆姨被你们残害的时候, 我早已经生不如死。 老东西压着我, 让我无法杀了你们报仇。 我想要去杀罗十六, 他不让我离开寄娘村。 三年多了, 这生不如死, 我还怕吗? 马宝义冷冰冰地看着审计。 忽然间, 他又笑了笑, 我逃不掉了, 想来这辈子没机会再报仇, 但我也没有牵挂了, 连玉被你们害得魂飞魄散。 我想, 等今晚开始, 这些村民逐渐毒发, 你们会和我一样, 生不如死吧? 整个寄娘村只能活下来你审计, 还有那老不死的东西, 以及这个小信号信号信号。 我眉头一皱, 马宝义说, 我的时候, 本能的, 就让我心头生起一股子冷意。 我走到堂屋门口, 盯着马宝义的脸。 马宝义的脸色, 骤然就变得癫狂起来。 小信号信号信号, 你去死。 他猛然一窜, 要站起身。 结果一旁的沈济抬手, 长遍一下击中马宝义的双腿, 他砰的一声, 又跪倒在地上。 马宝义一口黄牙, 要咬出血来。 沈真和其他村民, 眼中却流露出来了恐惧。 我看明白了, 他们恐惧的是, 马宝义要破罐子破摔, 不肯给他们解毒。 而此时马宝义的癫狂, 就是恨我不能死。 他不给寄娘村的人解毒, 同样会让沈济和老鹰先生痛苦, 可他不能让我痛苦, 才会这个模样。 场面, 一瞬间陷入了僵局。 沈济忽然冷声道, 解毒, 我放了你。 我面色陡然一变, 因为我没想到, 沈济会说放人。 马宝义脸上的癫狂, 又变成了痴笑。 他悠悠道, 沈济, 我心脉断了。 你放了我, 我还能活多久呢? 我说了, 梦里什么都有, 你们去做梦吧。 沈济的面色, 又成了一片寒霜。 村民都露出哀求之色, 看着沈济。 显然, 他们都不想死。 马宝义不再理会他们, 只是怨恨无比地盯着我。 显然, 这是一个死局。 并且看起来, 只有我是置身事外。 僵持中, 时间缓缓过去。 几个村民按捺不住了, 先走至沈济面前请示。 当沈济点头后, 他们就围住了马宝义, 开始拳打脚踢, 喝马威胁。 马宝义就伤右天心伤, 被打得遍体鳞伤, 依旧无动于衷, 就那么一直怨恨地盯着我的脸。 我注意到, 沈济脸色愈发苍白。 摸出来手机看了看时间, 这一晃眼, 居然五点钟了。 快天黑了, 寄娘村的人, 每天晚上都要解读, 不然就会慢慢成活尸。 真想不出来办法, 这村子, 真就要玩了。 很显然, 马宝义的嘴巴比石头还硬, 沈济肯定知道这一点, 不然绝对会动手。 那些村民已经打累了, 马宝义还是没有开口的征兆。 我往前走去, 一直走到了马宝义的跟前。 村民们颓废地后退几步, 我和马宝义对视, 马宝义又想从地上站起来, 可他膝盖受损严重, 没办法起身。 我取出来了一卷黑布, 里边装着透骨钉。 马宝义嘴角勾起, 他眼神极为轻蔑。 小心号星号星号, 我都没告诉他们, 更不可能告诉你, 你这个死。 他话还没说完, 我粘起来一根透骨钉, 冲着他右边眉骨的位置拍了下去。 咔嚓一声轻响, 钉子没入了三分之一。 一声惨绝人寰的哀嚎, 让我一阵耳鸣。 沈济眼皮猛地抽搐一下, 其余村民呆呆地看着我, 眼中透着恶然。 刚才他们折磨了马宝义很久, 但马宝义都没这么痛苦过。 其实, 我也一直在想, 怎么让马宝义开口? 人真的到了绝望的时候, 就不会。 痛苦了? 看似马宝义是这样, 可实际上, 我觉得不是。 否则他被殷先生击中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必死, 为什么不临死反扑, 还要逃。 他不答应审计的条件, 肯定是怕审计骗他, 才会彻底地破罐子破摔。 可人, 既然有那么一丝丝的侥幸, 那就肯定有所恐惧。 马宝义之前, 露出惧怕透骨钉的神色。 石棺像术关于骨那一片, 让我更了解骨头最坚硬, 也最脆弱的地方。 和肉紧密相连之处, 伤后痛苦更重, 甚至能透进意识深处。 正是因此, 我才选择了透骨钉。 思绪若定, 我抓住那枚透骨钉的尾巴, 用力往外一转。 马宝义的右眉出现一个血洞, 他发出一声哀鸣, 身体朝着前方一倒。 紧接着, 我又用那透骨钉, 朝着马宝义左边眉毛一拍。 同样三分之一的深度, 同样一声惨绝人寰的哀嚎, 这一声带着破音。 我在将透骨钉拔出之后, 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盯着马宝义的脸, 认真地说道, 马先生, 咱们都是吃死人饭的。 你应该知道, 人死不过是断了气, 还能投胎, 魂飞魄散, 才是最终结果。 你害的人已经不少了, 子女双亡, 死了老婆。 你有没有想过, 是报应? 何必再拖着那么多人一起去死? 院内变得静若寒蝉, 没任何人说话。 我余光发现, 那些村民看我的眼神, 透着一丝丝恐惧。 审计眉头紧锁, 拧着的双唇微微发白。 小心号, 心号, 心号。 也去做梦, 马宝义站立地说出来这句话。 我毫不犹豫, 透骨钉直接拍进了马宝义人中。 这一钉子的深度, 超过了一半。 马宝义并没有昏厥, 伤到骨头的伤, 已经很难昏迷了。 尤其是伤处, 还是在人中。 这里是人骨之中最痛的一点。 我拉着钉子的尾端, 速度反倒是很慢地往外拔钉子。 马宝义想挣扎, 可我用一只手压住了他的肩膀。 沈针很有眼力价, 直接招呼几个人上前, 压住马宝义身体其他部位, 让他无法挣扎。 惨叫声一直没有剑断过。 当我将透骨钉拉出来之后, 我微眯着眼睛看了看钉子上的道刺, 还有一些骨扎, 额头上也隐隐冒了汗。 这样的疼痛, 马宝义居然都坚持住了。 我眼皮抑制不住地狂跳, 真这样, 我也没办法了。 抿着嘴, 我再一次要拍下去透骨钉。 马宝义站立地开了口, 住手, 他眼眶里头一直有血躺下来, 不知道是眉骨的血, 还是混杂了他因剧痛, 哭出来的眼泪。 我说, 但是, 要放我出村, 马宝义嘶哑的声音都带着一股血腥气。 众多村民眼中历时露出一丝振奋之色, 沈济却闪过几分游疑。 我眼皮也狂跳无比。 马宝义要开口了, 让我松口气, 可他要求放他。 这断了心脉的伤势, 他还能活下来不成。 眼看沈济就要说话, 我立即先说道, 好, 我答应你。 马宝义粗重地喘息了一声, 他看我的眼神透着更多的恨意。 小心好心好心好, 骗了我一次, 骗我两次, 还想骗我第三次吗? 你答应了没用, 还要沈济答应, 并且发誓, 绝对不能对我出手, 更不能让你们或者任何人对我出手。 让我平安走出寄娘村, 否则的话, 我魂飞魄散, 这满村活尸, 大家都别好过, 马宝义咬牙切齿道。 我脸色难看了几分, 马宝义居然学聪明了。 这时, 沈济却没犹豫了, 他直接食指中指并拢, 对天启示, 会放马宝义离开寄娘村, 不让任何人出手对付, 否则遭雷劈天前。 马宝义终于松了口气, 道, 取一活尸村民之谷, 研磨成粉末, 混入香中燃烧, 烟气可解尸毒。 他们的毒, 实际上也是怨, 是那些死不甘心之人的怨气, 骨粉消怨。 这期间, 沈济一直盯着马宝义的眼睛, 显然, 是在判断马宝义有没有说谎。 他一直没打断马宝义, 最后还露出了一分松缓之色。 显然, 马宝义没骗人。 天开始发黑了。 沈济立即就吩咐了沈真, 去祠堂门口, 带一星号星号星号师回来。 沈真当即领命, 带了人出发。 马宝义阴冷地盯了我一眼, 他忽然又看了看天, 只不过, 他并没有立即走。 周遭那些村民, 眼中依旧怨恨, 不过没人赶上前。 因为沈济答应了不杀马宝义。 你为什么不走? 沈济眉心紧促成了个疙瘩, 看着马宝义。 马宝义忽然笑了笑,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道, 我天黑会走的。 说着, 他双手撑着地面, 朝着我爬来。 我本能地后退了两步。 狮子薄兔一须全力, 我可不想被马宝义临死反扑。 本来我想去答应马宝义, 再让沈济动手, 可他没上当。 这样一来, 就算马宝义将死, 我也没办法对付他, 因为我打不过。 更遑论, 马宝义肯定还有活下去的办法。 我退到了堂屋里头, 马宝义刚好到了一口青尸煞的膚尸旁。 他居然脑袋一埋, 从那膚尸的脖子上咬下一块尸肉。 就在这时, 天空中轰然一声惊雷作响。 黑夜, 降临了。 马宝义的身体却开始抽搐了起来, 皮肤迅速变得有黑, 一股可怕的煞气从他的身体内散发而出。 我隐隐看见, 他眉心形成了一个疙瘩。 隐隐的, 好像是一个棺子出现。 夜, 瞬间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马宝义的脸上露出痛苦和凝恶, 像是承受着莫大的折磨。 刹那间, 他呼吸好似变得薄弱了。 可这种熟悉的感觉让我心头一寒。 这种薄弱不正是活尸的气息吗? 他居然让自己变成活尸。 这就是他苟延残喘的办法。 而他额头上那个棺子却更让我心神不明。 审计打了两个手势, 所有的村民朝着唐屋内退避。 他手攥着鞭子, 警惕无比地盯着马宝义。 马宝义嘴角忽然笑了笑。 他面前那口青尸煞, 居然开始干瘪为民。 顷刻之间, 整个青尸煞都成了一张皮。 马宝义没理会我们, 又要走向另一口青尸煞。 对, 他不是啪啪, 而是走动了。 好像成了活尸, 他伤势因此恢复了一样。 我更头皮发麻。 一下就吸干了一个青尸煞, 马宝义是变成了什么鬼东西。 眼尖他已经到了另一口青尸煞面前。 审计手中鞭子一挥, 直接卷住那青尸煞, 将其拉到了唐屋前。 马宝义, 我答应了不动你, 让你走, 可你不要太过分, 不准动进娘村任何尸体, 也算不得我违背誓约, 审计冷声呵斥。 马宝义抬头瞥了审计一眼, 阴侧侧地笑了笑。 接着他又看向了我, 并伸手擦了擦眼尖上的血痕, 他的脸都变得血乎乎一片。 好一个心狠手辣的卑诗人, 今天, 算是我灾了, 不过,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马宝义的声音, 已经变得无比空间。 我想, 我们不会见面了, 我额头上密出细密的汗珠。 命数的东西, 你说得准吗? 哦, 你说不准, 因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卑诗人, 因果之说, 审计比你更明白。 马宝义又笑了笑, 他的柳叶眼变得无比死寂, 又道, 送你们两句话吧。 蒋红河, 你这名字带着河, 那血流成河之日, 你将受穿心之死。 你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 一个断头, 一个火焚。 至于你审计, 你会成为下一个妓娘, 死于男人之毒。 话音落罢, 马宝义发出尖锐的笑声, 转身, 静止走出了祭司词。 多少是有点毛病了, 我嘀咕了一句, 他没有病, 打断我话的, 是沈济。 沈济满脸的阴霾, 还没病? 还说我穿心而死, 还有我最亲近的两个人, 断头和火焚。 这不就是打架打不过了, 诅咒对面全家吗? 我又说道, 沈济还是摇了摇头, 道, 这是死咒, 有些怪异, 马宝义好像成了讨死狗, 可又不是, 这种活尸, 又不是普通活尸。 啊, 我问他什么是死咒, 逃死狗又是什么? 沈济却并没有回答我, 只是让我将马宝义的话放在心上, 但凡有不慎, 可能就会应验。 我, 沈济的认真, 不似作假。 这时, 沈济几人回来了, 抬着一星号星号星号诗村民。 那活诗村民还没有动静, 显然之前贯穿他们身体的正煞之气太凶, 让他们还没恢复过来。 沈济又看了我一眼, 喊我去踢下来一根活诗骨头。 我将在原地没动, 不是分尸人踢骨头这事儿, 我不在行。 沈济促眉, 说刚才看我打马宝一股像的时候, 挺在行的。 啊…… 我装作没听到, 扭头瞅了一眼长木桌上的老鹰先生。 他还是垂着头, 没醒过来。 沈济又喊了我一声, 让我不要装聋作哑。 我赶紧伸手, 倒了倒老鹰先生的肩膀。 二话不说, 就将他背在了背上。 再抬头, 我善笑地看着沈济。 沈济又皱了皱眉, 不说话了, 在地上的活尸村民。 在之后的一幕, 便有些血腥。 我挪开了视线没多看。 老鹰先生慢慢地有了点动静, 应该是快醒了。 其实, 他之前的伤势稍微恢复一点了, 现在还没醒来的缘由, 和马宝一吸走了大多村中阴气有关。 还有一个缘由, 就是这夜空中, 时不时出现一点暗红色的光韵。 这给我的感觉, 是正煞之气, 在村中炸开。 没了福气, 老鹰先生并非阵眼, 他不受损伤。 可阴气的减弱就让活尸被影响, 他苏醒得就更慢。 回想到审计的认真, 还有马宝一刚才的阴毒。 他那死咒, 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还有, 他还真可能来找我。 我额头上密出的汗珠更多, 盯着我的眼睛已经够多了。 我可不想被那么恐怖的一个活尸盯着呀。 目光, 扫过了桌上的笔墨艳台一眼。 我心头却砰砰狂跳了起来。 我脑袋里冒出来了一个不太成熟的计划, 但我觉得未尝不能一试。 目光又飞速扫向院内。 我瞄到了刚才马宝一待过的地方, 那里有不少血液反射着悠悠寒芒。 我拿起燕台, 快步走了过去。 其中, 老鹰先生留下来的血沫已经干涸了。 我小心翼翼地捧起来马宝一年稠的鲜血, 弄尽燕台不少。 接着我又跑回了长条木桌前, 研磨石墨。 很快, 我就弄出来不少血沫。 我又从桌下取出来了一张布, 将其铺开, 豪肩粘过血沫, 我宁神, 一笔勾乱下。 我勾画出来的, 赫然就是一张福气。 并且次数多了, 我画得越发熟人。 最后的, 当我写下厚土马宝一的时候, 整张福气忽然一颤。 一股阴风从院内刮起, 直接将福气卷了起来。 这时候, 沈济刚好从村民中走出, 显然他完成了踢鼓, 村民和沈真正在完成后续。 沈济一抬头, 便瞧见了福气。 他眼中闪过一丝恶然。 接着, 他看向了我。 我眼皮微跳, 盯着那被风卷起的福气, 不知道为什么, 我身体一阵失重, 就好像被一双眼睛盯着看了一眼似的。 当然, 那并非是沈济盯着我。 这给我的感觉, 是马宝叶。 风, 忽而变得更大, 福气仿佛要被吹出祭祀词。 沈济猛然扬起长边, 直接朝着福气卷去。 他眼中不但是恶然, 更是惊怕。 只不过, 飞得更高, 朝着村口的方向飘去了, 沈济并没能拦住。 长边落地, 沈济看我的眼神, 透着惊怒, 还有一丝惊慌。 你会画福气? 可你疯了。 你给马宝叶画进娘村的福气。 他还没出村, 福气追他而去。 他恐怕就不会走了。 话音稍顿, 他又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哑着声音道, 等我回来, 再和你算账。 与爸, 他纵身就朝着祭司祠外冲去。 我根本来不及喊他停下, 这时, 院内一部分村民抬头, 看向我, 他们的眼中有疑惑, 同样有警惕。 不过大部分人, 还是在忙活着, 怎么解读, 没顾上我。 我肩头传来了一阵颤动, 还有呵呵的咳嗽声。 稍稍扭头一看, 居然是老鹰先生醒来了。 神老爷子, 我赶忙喊了他一声。 老鹰先生没理我, 只是看着周遭的村民, 脸上悠有欣慰的笑容。 接而呢? 老鹰先生又问我道。 显然, 他才醒来, 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抬头看了看天, 刚才我化福气的时候, 刚好一团正煞之气, 在夜空中炸开。 下一股, 还没来。 稍稍握了握拳, 我迈步朝着祭司祠外走去。 嗯? 你要去什么地方? 老鹰先生话音入耳。 去追沈剑, 他去追马宝义了。 我喊他先不要动手。 我匆匆回答, 已然一步出了祭司祠。 老鹰先生惊疑不定地问道, 马宝义? 还没有抓到? 已经一天了吧? 显然, 老鹰先生认为, 他沉睡过去的时间, 我们会解决很多事情。 我快速捋顺了思绪, 一边走, 一边和老鹰先生说了之前发生了什么。 当他听到解读之法已经拿到的时候, 松了一口气, 在听到马宝义的死咒时, 眉头促起, 尤其是听到马宝义成了活尸, 更是眼眸惊疑。 临最后我说了, 马宝义走了, 但是我化了一道福气, 福气追着马宝义去了, 审计才立即去追。 给马宝义的福气。 老鹰先生声音凝重, 却恍然大悟。 蒋红河, 你想利用正煞之气, 破马宝义的活尸? 我松了口气, 哀了一声道, 沈老爷子, 明明事理。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继而太过担忧村内人的安危, 马宝义对我们继娘村恨之入骨, 他成活尸, 本就是一个威胁, 甚至还给继而下了死咒, 他没办法瞬间想透彻, 不怪他。 老鹰先生略唏嘘, 稍微一顿, 他又道, 聪明伶俐, 但不识果断狠辣。 蒋红河, 你的确是个不错的苗子, 可惜, 继而没早些将你带来继娘村, 被人节足先登了。 老鹰先生仰天对月, 露出可惜之色。 嗯, 我挠了挠头, 脚下速度更快。 嗯? 老鹰先生疑问。 没啥, 其实我刚才本能的是想说, 我要拜师的事情, 在我出生的时候就被算计好了, 这不是节足先登, 就算我先来了继娘村, 也不会有机会拜老鹰先生为师。 其实我表态了, 我愿意学艺, 只是不能拜师。 这两句话都没说出口, 前一句明显会打击老鹰先生, 后半句可能又会换来一个白眼, 说了没意义。 不多时, 我先经过了祠堂。 刚过去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小心地喊话, 蒋先生。 我顿住脚步, 扭头瞧了一眼。 祠堂的门后, 躲着一个女人, 她探出来了半个头, 露出半张娇好的脸庞。 那不正是江萌吗? 马宝义在村口牌楼上, 先是追过去了, 你先别过去。 那马宝义本来要走, 忽然又不走了, 脑袋上顶着一张符, 坐在牌楼上, 她很凶, 很可怕。 你过来等, 等先是解决她。 江萌急匆匆说道, 我脸色在变。 正煞之气每一股之间, 有很长时间的间隙。 我怕沈姬在这个间隙中和马宝义动手, 他又有福气, 沈姬肯定会吃大亏, 还得违背誓言。 想到这里, 我压根没理回江萌, 拔腿就朝着村口的方向狂奔。 两三分钟后, 我瞧见了继娘村的牌楼。 同时, 我还瞧见了距离牌楼几十米, 站在路中间的沈姬。 他双手绷着长边, 想要出手, 又似是不敢出手。 牌楼上的人赫然便是马宝义, 他双腿盘膝, 坐在牌楼之上, 头上果然顶着一张福气。 那福气随风凌冽。 周遭一股股黑气顺着牌楼蔓延而上, 钻进马宝义的身体中。 马宝义之前那些伤势居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此时的马宝义居高临下, 气势和之前完全不同, 尤其是其眉心的那个官字愈发得明显。 我已经走到了沈姬身旁。 沈姬还是盯着马宝义, 额头上细腻的汗珠不停地落下, 他整张脸都是铁青的。 他用余光瞥了我一眼, 眼神冷冽至极。 你干的好事。 他抿着唇, 怒声道。 我尴尬地笑了笑, 目光还是落在马宝义身上。 继儿, 你莽撞了。 老鹰先生开了口。 师尊, 沈姬张了张口, 他话语明显有几分变化, 似是被老鹰先生说得委屈了。 马宝义的脸色很陶醉, 他双手张开, 似是要和圆圆不断的阴气融为一体。 沈姬又瞪了我一眼, 还要开口, 老鹰先生却张口做了一个唇语的动作。 沈姬身体骤然一僵, 眼中更是恶然。 这一下, 沈姬闭口不言了, 只是, 他在余光看我时, 惊涩更多。 我没理会沈姬, 往前又走了一步。 扯着嗓子, 我喊了一句, 马先生, 感觉怎么样? 这张符, 好用吗? 马宝义狭长的柳叶眼闪过一丝金光, 他忽而呵呵笑了一声, 道, 小杂种, 还想撑口舌之力。 我倒是没想到, 寄娘村还有这种好东西, 临我要出村的时候, 给我一个大机缘, 大惊喜。 你再怎么能说会道, 也没用了, 骗不了我, 我改变主意了, 此地是我的洞天符址, 再等我吸上两口阴气, 就先把你练成活尸。 我额头上冒出了几颗汗珠, 脸上没掩饰住, 有了几分惊怕。 这正煞之气, 怎么还没来? 我真怕他来在马宝义动手之后, 本来马宝义就凶, 这会儿是凶上加凶, 只能先拖延时间。 思绪落定, 我勉强笑了笑, 又道, 马先生, 都说喝水不忘挖井人, 你用着这张符好用, 怎么又要练我了? 符又不会凭空出现, 有没有可能, 那是我给你的机缘和惊喜。 你。 马宝义的脸色, 终于闪过一丝惊诧。 他忽然一把抓住头顶的符气, 拉扯下来, 轻易地盯了一眼, 眼神阴狠了数十倍, 道, 小杂种, 你又想干什么? 显然, 马宝义是被我坑怕了。 一听是我给他的符气, 瞬间就将其弄掉了。 不过下一刻, 马宝义眼中又露出阴霾, 男男道, 小杂种, 你想骗我, 对不对? 凭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卑诗人, 能画出来这样的符? 你想方设法地要弄死我, 怎么可能给我好处? 还有, 就凭你, 还敢说给我机缘和惊喜? 马宝义面色更狠利, 他直接将符气卷起来, 放在了胸口贴身处。 我后背全是冷汗, 心里悬起来的石头又瞬间落了下去。 抢笑了笑, 我说道, 马先生, 被你看出来了。 正当我还想继续拖延时间的时候, 马宝义狭长的柳叶眼中, 又闪过一丝杀机。 他骤然从牌楼上跳下, 脉步朝着我走来。 一而再, 再而三, 一屠杀, 又要乳, 小杂种。 你不出来, 我还真打算等会儿就走了, 但你阴魂不散, 我就先让你成阴魂吧。 活诗, 我都不想要你做了。 审计立即脉步, 到了我身侧。 审计, 别忘了, 你才刚发了事, 想天打雷劈。 不阻拦你走, 可你要动寄娘村, 我就要动你。 审计赤和出声。 呵呵, 好, 我没把寄娘的尸体弄到手, 弄到你的, 也未尝不可。 马宝义双手猛地一甩, 袖子却弹射出数十根钢丝。 显然, 那是他控制尸体的钢丝, 只不过现在没有尸体, 反倒是成了他的武器。 此时, 马宝义整体的气势 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 阴气给了他太多加持。 我拔出来了分尸刀, 额头上汗珠成了痘大一颗。 就连老鹰先生也挣扎着要动手, 可他腰身断了, 无法从我肩膀上下去。 眼看, 争斗一触即发。 马宝义忽然顿了顿脚步, 往回看了一眼。 那瞬间, 他眼中是疑惑的。 我却感受到了一股热浪。 似是从远处传来。 我瞳孔紧缩, 盯着村口的方向, 一条笔直的长路中似是有些暗红。 马宝义低声骂了句, 见鬼。 他纵身一跃, 朝着路边窜去。 显然, 他是要躲避这气浪。 我和沈济没动, 可我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视线直追着马宝义的身体一动而去。 马宝义扭头瞥了我一眼, 眼中露出几分阴狠的笑容。 宝东显, 你要下去了。 他悠悠一声。 显然, 马宝义能知道那气息是什么。 他甚至认为我没躲开, 会让老鹰先生丧命。 下一刹, 那股暗红色的气浪冲至村口, 突然脱离了笔直的村路, 朝着一侧吹去。 马宝义刚逃到路边, 脸上的笑容还没有落下。 轰然一声, 气静炸开。 马宝义胸前的衣服, 速得一下燃烧起来, 他胸口立时就被烧得焦黑一片。 凄厉地惨叫声, 甚至比刚才我用透骨叮叮他的时候, 更为痛苦。 那正煞之气一鼓之后, 就散开了。 又要一段时间, 才会酝酿来下一鼓。 马宝义刚提起来的气势, 现在又完全围灵了下去。 他眼中露出金黄之色, 死死地盯着村外。 想杀我? 他愿毒无比刀。 接着, 他又低头看了一眼胸口, 站立地说了句, 我的福, 马宝义胸前的衣服都被毁了, 福刚才被他放在胸口, 显然也被毁了。 我, 马宝义心疼, 我却觉得心塞。 那这样一来, 下一股正煞之气, 就不会针对马宝义了。 就在这时, 马宝义却朝着村外冲去, 一眨眼, 就消失在了村口。 看他那方向, 居然是冲着正煞之气的来处去了。 他好强, 被正煞之气冲了一下, 居然看起来没什么大案。 他不会是想去杀了那个 弄正煞之气进来的人吧。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看向了沈济。 沈济眼眸透着思索, 点点头道, 看起来是这样。 他得弹球多服了。 我没忍住, 笑出来了声。 老鹰先生说过, 那是高人, 沈济也说过类似的话。 马宝一怒气冲冲, 要过去兴师问罪, 恐怕会死在那人手里头。 嗯。 沈济点点头, 也看向了远处, 不过他眼神更透着疑惑不解。 还是有些问题, 一整天了, 那人没进村, 是因为他觉得村内东西没被跟除, 还是因为, 就是路过, 顺手射了一处风水。 沈济难难自语, 管他呢, 总归帮了我们忙。 我接了一句, 沈济看了我一眼, 面色沉了沉。 蒋红河, 如果下一次, 你再擅作主张, 我会给你好看。 此事风险太大, 还好刚才马宝一的符被毁了。 如果他符没被毁, 受伤之后, 又直接去找那高人, 没有死, 之后回来寄娘村了。 这里, 就真成他的洞天福祉, 恐怕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沈济的话音格外严厉。 我善笑了一下, 却发现沈济的脖子上, 居然缠着一条细细的丝带, 刚好挡住了那伤疤。 继而, 别骂蒋红河了, 他是为了帮忙。 老鹰先生规劝了一句。 沈济发现, 我在看他脖子, 并没理会我。 只低声道, 师尊, 他性格有一些问题, 行事风格更是兵行险招, 他很重要, 不能出纰漏。 老鹰先生顿了顿, 忽而笑了笑, 道, 重要归重要, 但让我看, 并没有什么危险。 只要在自己的掌控内, 这些都是计划。 沈济, 他不说话了, 又看了一眼村外远处, 便转身朝着村内走去。 我这才松了一大口气, 冲着老鹰先生 竖了一个大拇指, 就朝着沈济追去。 差不多到祠堂门前的时候, 我追上了沈济。 或者换句话说, 他停在了那里。 沈济垂头看着那些肤尸, 眼中透出的是厌恶之色, 再看那些倒地的活石村民, 却犹有哀伤。 看沈济这神情, 我就不好开口, 只是在旁边站着。 过了几分钟, 沈济迈步朝着祠堂内走去。 我跟进去, 将门从左侧的阴暗处匆匆走出来, 到了沈济身后。 沈济一直走到了继娘的雕像前, 他抬头看着那斜靶子的脸, 目光成了凝视。 又过了许久, 沈济喃喃道, 他, 就是阴霾。 雨霸, 他猛然抬手, 杨鞭鞭鞭直冲着那继娘雕像而去。 这一击, 是要毁掉这雕像。 我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沈济会忽然动手。 这雕像可不一般, 是继娘村的供奉之物, 也让村民恭敬。 之前我说了句邪靶子, 沈济等人要对我动手, 就可见一般。 沈济要干什么? 说时迟, 那时快。 我尖头呼得一颤, 只见老鹰先生一跃而出, 仰手一挥, 一条鞭子直接缠中沈济的鞭子, 将其往下一拽。 同时, 老鹰先生落在了继娘雕像之前。 他一手勉强撑着地, 盘膝坐在了地上, 堪堪支棱着身体。 继而, 莫要胡闹。 老鹰先生沉声喝道。 沈济眼眶微红, 却盯着那雕像, 与其沙哑了很多。 一字一句道, 他就是阴霾。 他是继娘。 老鹰先生的眼神, 开始变得格外严厉。 我静若寒蝉。 在我看来, 沈济这一出, 有些莫名其妙了。 马保一刚走, 村里的人都能救, 这不是没事了吗? 他为什么又要毁掉雕像? 看起来, 都要和老鹰先生冲突了。 思索间, 我正想劝说, 老鹰先生忽而看了我一眼, 沉声道, 蒋红河, 你先出去吧, 我们有些事情要商议。 我不好多说什么, 就朝着外边退去。 姜蒙, 你也出去。 审计的话音同时传来。 姜蒙眼中闪过一缕担忧, 但他并未多言, 和我一起走出祠堂。 我们刚到路边, 屋内却传来了一阵阵怪异的呢喃。 这声音是老鹰先生的。 祠堂外, 那些倒地不起的活狮, 居然开始缓慢地抽搐着站了起来。 那些活狮微微仰着头, 就像是在听着那怪异的呢喃。 下一刻, 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他们分成了两组, 一组约莫二十来活狮, 朝着村路一个方向走去。 一组三十来个活狮, 开始将祠堂门前的夫尸扛起, 一个个走进祠堂内。 这一幕, 让我惊诧无比。 可担忧归担忧, 我也知道, 沈济和老鹰先生肯定是打不起来。 我忽然想到一点, 他们刚才的冲突和矛盾, 难道是因为与继娘村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关? 活狮并非一两个, 沈济身上有相仿的伤口。 老鹰先生死因相同, 还有那么多夫尸。 你晓得, 这里发生过什么吗? 扭头, 我看向了江萌。 江萌面露迟疑之色, 摇了摇头, 说没有先师的命令, 他不能告诉我。 我皱眉, 再看另一个方向, 那些活狮, 失去了祭祀祠。 重重吐了口啄气, 我没在祠堂前头等着了。 既然弄不清楚事情, 也没必要在这里耽误时间。 我朝着祭祀祠走去, 江萌跟上我两步, 又停下来了, 还是守在祠堂门口。 在我快到祭祀祠的时候, 果然遇到了那些活狮村民往回走的队伍, 他们全都扛着祭祀祠内倒下的肤尸。 天空中萦绕着淡淡的白烟, 那是解毒的烟雾。 不多时, 我回到了祭祀祠内。 M, 幸存的那些村民, 都坐在院中, 最中央一口三足铜顶里头, 几根惨白色的骨香正在燃烧。 他们的脸色居然完全恢复正常了。 不过, 他们还是没走, 还在吸食着香气。 显然, 他们怕没有完全根治解毒。 一些村民抬头来看我, 眼中还是有警觉。 我也没搭理他们, 就喊了沈真一声, 问他能不能给我找点吃的, 来这里一天两夜了, 厉米未尽, 光干了活儿, 人都要饿晕了。 沈真立即起身, 走至我跟前, 从兜里掏出一个布袋子, 从中取出一块牛肉干, 和一个水囊。 这牛肉干, 显然比不上姜蒙, 给我的肉铺干粮。 可我的确饿极了, 接过来就咬了一口, 结果硬得, 差点没崩掉了牙。 我只能小口撕着吃, 又喝了点水。 吃上东西, 再加上精神松弛下来。 血糖一上升, 困意就来了, 打了个哈欠。 沈真问我, 要不要找个地方给我睡觉? 我摆了摆手, 说没那么麻烦, 转身走进了右边的房间。 关上房门, 我就躺到了 那带着床围的木架床上。 腰间传来轻微的凉意, 我顺手将挂在那里的蒋优女 拿到了脑袋边, 摸了摸她脑袋, 便沉沉睡了过去。 这一觉, 我睡得比想象中要沉, 要久。 只不过睡着了, 我居然做了个梦。 其实我很少做梦, 以前是老梦到 被蒋老汉踢着脖子甩, 之后梦就少了。 这一个梦更诡异, 居然是我坐在八毛镇的房子里头哭。 我身前躺着两具尸体, 全都盖着白布。 其中一具尸体的脑袋位置 空空如也的干瘪, 另一具尸体胸口 则是渗透了大量的鲜血。 我哭了好半上, 之后我反应过来, 这是做梦了。 就想起身往前, 去掀开白布。 可当我的手刚碰到白布的时候, 梦境忽而一下支离破碎, 眼睛是晕烫的, 好似阳光照射在脸皮上。 我艰难地睁开了眼, 发现天色已经透亮, 房梁上方的瓦片透进了阳光, 将我照醒了。 我直立起来身体, 才发现手居然攥着石棺橡树的铜盒。 昨晚上, 我自己拿出来的, 扭头看了一眼蒋优女。 她皮肤呈现一缕淡淡的青色, 不过还没有完全转变成功。 晃了晃脑袋, 我嘀咕了一句, 什么破梦? 回想梦中的内容, 我脸色微微发白, 低声又骂了句, 什么破感识人? 我用一张布果起来蒋优女, 将她别再腰间。 走出了房间, 祭司祠内忙活得热火朝天, 昨天还满是血迹, 伤痕累累的祭司祠, 这会儿居然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当然, 到处的伤痕都还在, 不过那些污秽都被清理干净了。 十几个村民正在忙活着, 沈真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脸红扑扑的正在指挥大家干活。 蒋先生, 您醒了? 沈真匆匆朝着我走来。 他又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进堂屋吃点东西。 这反转我一时间没看明白, 先进了堂屋。 长条桌上摆着不少饭时, 我端起来一碗, 一边胡人吃着, 一边问沈真, 是不是沈记过来安排了? 他人呢? 说实在的, 昨晚的事情我插不上嘴, 但我还是好奇他和老鹰先生最后怎么了? 沈真饿了一声, 才凑到我耳边, 小声告诉我, 等我吃完东西, 就送我去村口, 过去了, 就知道了。 我心头疑惑, 很快吃完了东西。 沈真带着我离开了祭司祠。 中途, 路过了祠堂。 让我面色微变的是, 祠堂的大门紧闭, 左右两侧, 居然竖着贴了两道符。 符极为怪异, 阳光照射下, 仿佛格外的炙热。 复尸, 活尸, 都被封了进去。 又跟着沈真往前, 到了村口。 江蒙站在车旁, 来回踱步。 沈记在牌楼下, 他的身影还是孤寂, 可给人的感觉, 没那么多萧色了。 可我却有些不自然, 因为我很想问问沈记, 老鹰先生呢? 他不会把自己师尊 给封进祠堂了吧? 我这担忧并不无道理。 毕竟昨晚上, 沈记忽然变脸, 对继娘雕像下手。 老鹰先生阻拦, 两人成了针锋相对。 虽然我是沈记带来的, 但是这几天下来, 老鹰先生做的事情 我都看在眼里。 他为了这继娘村鞠躬尽瘁, 腰身都给折了。 沈记真要是翻脸不认人, 我肯定不答应。 我是打不过他, 可人总得讲道理。 我脑子里思绪一直在盘旋。 沈真先给沈记行了礼, 毕恭毕竟道, 鹰先生, 蒋红何来了? 您一路平安。 沈记淡淡地嗡了一声, 扭头看向了我。 我本来已经要开口了, 可又瞥了一眼沈真, 心想着, 在沈真面前和沈记讲道理, 又不太好, 让人以为我不给沈记面子。 可沈真却没走, 一副恭敬垂首的模样。 一时间, 村口氛围凝制了几分。 你咋不走? 我没忍住, 开口问沈真。 沈真略迷惑, 说, 蒋先生, 你怎么不先上车? 我要目送你们离开, 再回祭司祠。 我, 沈记好似看出来了什么, 轻声道, 现在就回去吧。 沈真又行了一礼, 这才转身离去。 他走出十几步后, 我再安纳不住了, 直接就问沈记, 老鹰先生呢? 沈记深邃地看了我一眼, 轻声道, 问这个做什么, 和你关系很大吗? 我眉头一皱, 这话还真把我问住了。 不过我顿了顿, 又道, 关系不大也不小, 至少白学了一张符, 要走了, 我总得道个别。 他没有醒, 况且师尊是往生之人, 早已是人死灯灭, 无须道别。 沈记又道, 人死灯灭? 我喃喃道。 嗯。 沈记平静点头, 我脸上的轻松没了, 阴晴不定地盯着沈记。 嗯。 沈记语气微变, 眼中透着疑问。 我不再说话, 转身, 直接又要朝着村内走去。 结果, 我眼前一阵残影, 沈记居然拦在了我面前。 我们要走了。 沈记语气中了几分, 我笑了笑, 然后盯着沈记的眼睛说道, 沈记, 我不想和你绕弯子, 你看得出来我的意思。 你居然真将老鹰先生封禁在了祠堂, 这件事情你太过分了, 我撕掉那两张符, 就会和你一起走。 沈记太聪慧了, 我提起来话头, 他却三言两语带着道理, 直接要将我带偏。 所以我直接就挑破。 沈记忽然沉默了, 他闭了闭眼, 在睁开时, 眼神透着几分感伤。 他的表情, 却让我更不解, 心里头还憋着一股子不舒服的气。 他还伤感了。 话说难听一些, 封住自己师尊, 是不是再狠一点, 就是欺师灭祖了。 我又要开口, 因为我见不得欣欣作态。 可话到嘴边, 我又身体僵硬, 因为我还想起来一件事。 老鹰先生, 是沈记的心结。 纵观临近寄娘村的时候, 沈记伤感的情绪, 在看窦马宝义的过程中, 沈记误以为, 我要对老鹰先生下手时的目自欲裂。 人的情绪, 能作假吗? 那沈记, 又为何吓得去手, 将老鹰先生封入祠堂中。 这思绪闪过的瞬间, 我张开口, 却说不出话来。 师尊没有看错你, 是我看得太片面了。 沈记在开口, 打破了气氛的凝滞。 只不过, 他这显然又拉开了话题。 我抿了抿嘴唇, 还是问出了口, 我这个旁观者, 也不轻了。 沈记忽而笑了笑, 又仰头, 看了看天。 阳光洒落在他精致无瑕的古典脸颊上, 再加上那一丝丝七楚, 甚至, 他眼中隐隐有一些精盈, 更让人生出怜惜之情。 沈记在将目光看向我, 喃喃道, 很多事情, 已经成归尘, 土归土。 昨夜, 我和师尊谈了很多。 封住祠堂, 封住夫师和活师, 是师尊的要求, 将他封入其中, 和继娘最后的雕像长伴, 也是他的要求。 昨天后半夜, 正煞之气就没再出现过, 我给他留下来了一张福气, 若是继娘村再有难, 村民可以随手撕下门上的福, 若是师尊都不能解决, 村民知道, 上哪儿能再找到我? 有些事情我不想多提, 你知道也毫无意义。 你只需要晓得, 如今事情解决了, 师尊依然是个为村子亲近一切的人, 不就够了吗? 这, 我不得不承认, 沈记这话, 将我说服了。 沈记抬手,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又张望了村内一眼, 才转身朝着车子走去。 正当我要进副驾驶的时候, 沈记忽然喊了我一声, 让我上后排坐。 我心想着, 沈记要后换地方了。 结果, 我前脚刚上后排, 沈记居然也跟了上来。 淡淡的女子幽香, 让我心神紧张了几分。 沈记这是什么意思? 我赶紧到最后一排坐下, 还好, 沈记坐在了前面那排, 江萌发动了油门, 车上了路。 沈记却回头又看了我一眼, 正当我有些手足无措的时候, 沈记递给我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小小的包袱。 这是啥? 我愣了一下, 问道, 师尊给你的灵蝶之礼。 沈记轻声回答,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接过来包袱, 迅速打开。 包袱里头, 静静地躺着一块燕台, 一支伏笔。 我快速将燕台翻过来, 可惊喜之余, 又有一点小小的落空。 不如你所愿。 沈记的话音再次入耳。 嗯, 我挠了挠头, 善笑了一声道。 看到伏笔和燕台, 我还以为, 老鹰先生求贤若渴, 要给我一点本事。 不然光拿着伏笔和燕台, 就像是个纪念品, 我总不能逮着一个死人, 就给他画福气吧。 而且, 福气具体的作用, 我也不知道。 沈记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却摇了摇头。 不要套我的话,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还有, 总有一天, 这伏笔和燕台会有用, 这并非普通之物。 而是纪娘传承下来的东西, 当年秋初道让纪娘将其和藏隐观山一起带走。 他们不属于你所能知道的, 任何阴阳先生的笔墨厌态。 沈记语气很认真, 眼中游游不舍。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部分话, 我一直半解。 譬如纪娘传承, 而秋初道我完全不知, 那是一个大师? 藏隐观山肯定不弱, 都能困住吴先生。 这不禁让我又想到一件事。 老先生是阴阳先生, 他现在传给了我石棺橡树, 这只是算命术。 啥时候他传给我风水术? 石棺橡树我浅浅用了一点点皮毛, 都让马宝义叫苦不迭, 可想而知其强横。 那风水术呢? 不得是惊天动地, 闪闪发光。 我小心翼翼地将伏笔和燕台收起。 可一晃眼, 我看到了燕台侧边似有刻字, 又将燕台翻过,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 精细的小转雕刻在燕台 微微弧度的边缘上。 五弟? 这位置太隐晦了, 很难发现。 我又检查了一下那只伏笔, 仔仔细细找了半天, 才在笔身上找到风葬两个字。 五弟燕, 风葬笔? 这两个名字是真的高调, 一点都不含蓄内敛。 我小心翼翼地将其包裹了两三层, 贴身放在了衣兜里。 车忽然停了下来, 审计下了车。 我下意识从窗口往外看, 不由地一愣, 因为我们的车并非进了城, 而是到了一处山脚下。 往前已经完全被阻拦, 没有了路, 只能徒步上山。 这是干啥? 我随后下了车。 一眼看过去, 我才发现, 这山只是一个入口, 它就像是横栏在地上, 往后还有一座更大的山。 那大山之上则是云雾缭绕, 看不清晰山顶。 怎么来这儿了? 咱们不进城吗? 我问沈介。 其实我还想问沈介, 之后去哪儿? 进娘村这一行, 闲死还生, 虽然最后得了好处, 有惊无险, 但我还是不敢直接去红河。 缘由简单, 运气是固定的, 先用完先死, 不能每次都赌运气。 我怎么也要和之前商定好的一样, 掌握一部分石棺像术。 我思索间, 沈介回头看了我一眼, 告诉我, 高人没有进村, 正煞之气消失, 这地方, 就是风水被改之处。 他要看看这里的情况, 马宝一是魂飞魄散, 还是如何? 我顿时恍然大悟。 沈介又继续打量山体。 我仔仔细细看了看, 却发现怎么看, 这都只是一座山而已。 沈介又拿出阳弓盘, 在山前来回走动。 最后, 沈介站在山脚一处, 一动不动。 他站了很久, 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才走过去。 山脚处, 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我疑惑地问沈介, 有什么问题? 沈介沉默了一会儿, 才告诉我, 这山的确被改了风水。 本来的横断山是护卫之山, 但在山上布局了几处聚气之所, 又将山中龙气引导而下, 直接冲刷纪娘村。 这就形成了正煞之气。 可风水又被破了, 并且绝对不是布置此处的人破的, 而是另一种手段。 怪就怪在, 他看不出来那手段是什么。 因为该有的布局没有消失, 龙气却不见了。 这就代表, 有人要用正煞之气破纪娘村, 又有人出手, 将其打断。 更为怪异的是, 这里留有马宝义的气息, 却没有打斗的痕迹。 马宝义当时那么癫狂地冲过来, 不可能不斗起来。 这样一来, 昨天夜里, 这山下可能有三方人。 沈济的面色变得格外严肃。 我脸色僵住了, 迟一片刻。 难道是那高人还有对手, 高人布局, 对手就拆局? 沈济摇了摇头, 他说, 世上没那么巧合的事情。 我又说, 要不补一挂。 沈济促没问我, 是不是将杨蒜当成万能的东西了? 我刚大起来, 解释说, 我不是不懂吗? 沈济才告诉我, 就算要起挂, 也总要有个根源, 还有个推算之物。 昨天这里三方混乱,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凭空断不了挂。 就算是罗石六要补挂, 也总要看到某个人, 或者知晓一些八字信息。 说完, 沈济转身上了车。 我又看了那山脉一眼, 就赶紧跟了回去。 沈济先上了后排, 我一拉把手, 居然又打不开了。 驾驶时玻璃落下去, 姜蒙笑了笑, 喊我上副驾驶。 我有一个字, 当讲又不该讲。 去副驾驶坐下之后, 姜蒙掉头开车。 我好半场顺下去那口气, 扭头瞥了沈济一眼, 率先开口问他, 说那这会儿, 我们去什么地方? 肯定不是去红河吧。 沈济并没有理会我, 而是平拖着手掌, 掌心中静静地躺着六枚铜钱。 我一下子就安静了。 沈济不是说, 断不了挂吗? 怎么又开始酸了起来? 疑惑归疑惑, 我却不能打断沈济。 时间过了至少得半个小时。 沈济一把握住了铜钱, 下一瞬, 他又将铜钱抛飞至半空中, 再次摊开手掌。 铜钱又一次落入他掌心, 呈现正反不同。 沈济又保持一动不动, 似是心无旁骛地算卦。 我看得眼睛都酸了, 索性不看他了, 拿出来石棺橡树研读。 温习了一遍骨盒肉的篇幅, 我发现很多知识点, 我都记下来了, 便继续往后看。 后方的内容稍稍简单了一点, 不过篇幅更细分, 围头, 呃, 面, 眉, 目, 鼻, 人中, 口, 唇, 舌, 尺, 尔。 具体归纳起来, 就是人的五官。 这一部分的内容, 没有那么晦涩玄奥, 而是已经固定的五官模样, 以及预兆的事情, 一下子就将我吸进去了神。 我也不知道看了多久, 这一次没有霹雳和脑袋发疼的感觉了。 当我自己停下来, 心满意足地合上书液的时候, 我发现车居然停在一个服务区里, 江萌不在车上, 扭头往后看, 我发现沈济在看我, 眼神还很凝重。 我眼皮微跳, 有啥事发生了? 不过, 我还是下意识地先说了句, 老说我看你, 现在你看回来了, 扯平了。 沈济没理会我这句话, 而是说道, 我起了三次挂想, 一次算师尊, 算正煞之气, 为何针对他? 但我发现, 正煞之气针对的不是他, 而是其他人。 第二次, 我算自己, 正煞之气一部分灵于我身, 第三次, 我便算了你, 有一部分又灵于你身, 这就代表布局的高人, 是冲着我和你来的。 而且, 挂想呈现大胸。 我脸色变了变。 沈济又开口道, 本来, 你应该多数于变数, 无法算挂, 可现在, 逐渐快要成定数了, 这是你接触的东西越多, 你的命数, 开始有了一个确切的走向。 好的, 还是坏的。 我赶紧追问沈济。 我想好, 你也想好, 可有人不想你好, 暗处的手, 变得很深。 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 更改风水的是人和, 破掉风水的人, 应该是藏匿在暗处的老先生和吴先生。 沈济又道, 我脸色在变。 沈济顿了片刻, 继续开口, 挂向有株连三足之相隔, 盘根错节, 这人和肯定不只是一人行动, 他跟着我们, 伺机下手, 而和你相关之人, 他们还是不想放过老张书。 我咬了咬牙, 沙哑开口。 沈济却又摇摇头, 说,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其中还有一处变卦, 指向了你血脉归宿, 还有人在找你。 此人非母即父, 血清寻仰清, 他应该会找到那瘸子, 并且也是去意不善。 我脸色彻底变了, 蒋书兰肯定是跟着吴先生走了。 那找我的, 是我生父, 还去意不善, 我的拳头钻井, 齿缝都渗出了心甜的味道。 可隐隐的, 我又觉得后爬, 先不说关联我身上的事情。 就说, 我和沈济在济娘村拼命啊, 暗处人和又来了一手。 我们还以为是高人帮忙, 结果是釜底抽薪, 就是人和要做掉老鹰先生。 如果老鹰先生死了, 那村内无人能克制马宝义。 光凭那些轻尸杀, 说不定就能杀了我们。 阴差阳错, 老鹰先生扛住了两下, 沈济发现是福气的问题。 再之后, 又阴差阳错, 我让马宝义背了锅。 虽说这风水被破了, 但老先生和吴先生 破风水的速度不够快。 这应该和沈济说, 人和不是一人有关。 老先生和吴先生 在暗处和人和斗, 局面明显更复杂了。 除了这件事情, 其中隐含的危急 更不只是一心半点。 人和那一方的人 还想动我身边的人, 即便是我们走了, 他们都不善罢甘休, 靴子张不安全。 甚至, 任凭他们兴风作浪, 我们一直解决不了。 被动的话, 还有一个关键的大麻烦。 就是我和沈济, 即便是去了红河, 那地方绝对危险更多。 人和一行人 在弄出一个幺蛾子呢? 我们恐怕都得死。 难道, 我们真干不掉人和? 老先生和吴先生 即便在暗处隐秘了, 我们也承受不起 几次阴招, 太被动了。 我不甘心地和沈济说道。 沈济垂手, 沉默片刻, 至少目前看起来, 我们无法将他拔出来, 得靠那老先生和吴先生配合。 可他们也在暗处, 应该是在等机会。 我抿着嘴, 一言不发了。 沈济又道, 人和一方, 动得越多, 就会被发现得越多。 老先生和吴先生, 肯定在算计他们, 我们只能保证好安全。 这一次, 我沉默得更久了。 然后我才说, 我在他身边, 保证安全不难。 可我身边的人呢? 人和他们, 也就是拿捏准了这一点。 他才能算到, 我株连三足的挂。 沈济没接话。 过了半晌, 他总算在开口了, 告诉我, 我们还是回一趟先逃逝。 他有办法, 让我相关的人安然无恙。 我们要送他们去一个地方。 刚好, 这段时间, 人和那一方的人, 一定会不停地出手。 就让他们出手, 我们再徐徐破支, 顺便让暗处的老先生和吴先生, 有更多, 算计他们的机会。 另外, 寻找我的那个血清, 他推断了, 应该是我父亲。 此事在挂象中也是大凶, 还是要解决, 不能留下隐患。 我差不多明白沈济的意思了, 点点头, 说我明白。 他又喊我联系一下瘸子张, 叮嘱他们注意安全, 说我们现在就回去找他们。 我摸出来手机, 马上给瘸子张打了个电话, 并且我开了扩音。 很快那边接通了, 瘸子张略诧异, 问我怎么联系他了。 我尽量让思绪镇定下来, 说我和沈济又要回一趟先逃逝, 他和秦六娘会有危险, 让他们小心一些。 瘸子张一愣, 道, 你们要回来? 我认真的说, 是要回来。 而且还要送他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顿了顿, 我又告诉他, 我生父可能会去找他, 也是心怀不善。 煞时间,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下, 我却听到一个广播的声音, 说什么登机。 我脸色微变, 立即就问, 瘸子张在哪儿? 瘸子张却告诉我, 他在机场。 秦六娘的朋友, 杨通慧又来了, 并且杨通慧解释了当初的事情, 又说了, 他这段时间去了一次内阳, 先找到了那大先生罗十六, 说明了情况, 是罗十六让杨通慧来找他们和我, 结果我已经跟着沈继走了, 杨通慧就说, 已经和罗十六沟通, 让他们先去那阳。 瘸子张说, 秦六娘的意思是去, 不但能见到大先生, 还能保证安全。 我愣了一下, 心头却不由地生起疑惑。 这时, 沈继忽然说了句, 那个叫做杨通慧的人, 去告诉了罗十六, 蒋红河跟着我走了。 瘸子张立刻回答说对啊, 就是因为这样, 罗十六才喊他们过去那阳。 沈继的脸色顿时就一变, 沈继道, 杨通慧在骗你们, 任何地方都不要去, 就留在仙桃室。 沈继这话, 说得斩钉截铁, 我都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 其实, 瘸子张说, 杨通慧和罗十六那番话, 都让我愣住了, 我还真以为是真的。 下一刻, 瘸子张的话音变得低了几分。 他们过来了, 我知道了, 电话, 一下子就被挂断。 我背上去都是冷汗, 因为杨通慧骗瘸子张和秦六娘, 他的目的是什么? 绝不可能单纯地将他们骗走。 还有, 沈继为什么那么斩钉截铁? 我没有遮掩, 问了沈继自己的疑惑。 沈继面带寒霜, 说, 罗十六如果知道我的存在, 肯定会大惊失色, 肯定还会立刻找他求证。 现在他没接到罗十六的电话, 这肯定就是假的。 羽霸, 沈继取出来了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他显然打了两个电话, 都没有人接。 沈继眉又换了另一个号码拨通, 很快, 电话被接通了。 我隐隐听到, 那边是个女人的声音。 沈继语气平缓下来不少, 开口说道, 施语, 我想找十六, 可联系不上他, 他人呢? 电话那边的女人回答了沈继几句, 我听不清都说了什么。 电话挂断, 沈继看向了我。 她面色紧绷, 告诉我, 罗十六进了一处风水地取物。 最近这段时间都不在内阳, 她的判断绝对没问题, 阳通会是在骗人无疑。 沈继这回答, 打消了我的疑问。 我本能地问了句, 进风水地取物, 是挖坟盗墓。 沈继看我的眼神, 顿时就极其怪异。 我挠了挠头, 尴尬地说, 说错了吗? 好风水的地方, 不大多都是人的坟。 虽然我不懂这些, 但风水正常的好地方, 肯定不会打不进去电话。 那地方都没信号, 肯定是坟墓, 说不定是地底下。 就像是我们之前在八毛镇蒋家村没信号, 在那老仙儿的坟里头, 就只能用个手电筒了。 沈继还是没接话, 只是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刚好, 姜蒙提着一袋子矿泉水回来了。 他将谁给我们分了, 又问我们要不要下车透透气, 再休息半小时, 就要继续出发了。 沈继推门下车, 我喝了口水, 也下车朝着服务区洗手间走去。 回想沈继的挂项, 我心头又悬着一块巨石。 杨通会骗瘸子张和秦六娘是其一。 他的目的还是我。 想要用我去罗石六那里换好处。 这其实还算好点了, 至少瘸子张和秦六娘不会有生命危险。 人和那一方的人不放过瘸子张, 再加上我生父要找他。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我们得两天才能回到仙头, 足够发生很多变故。 匆匆用完洗手间, 我朝车子走去, 边走边给瘸子张又打了个电话, 却一直没人接。 这就让我心烦意乱。 快步到了车旁, 我告诉姜蒙, 不休息了, 我来开车, 我们要日夜兼程, 快点回仙头。 啊?姜蒙不解地看向我, 后排的审计嗡了一声。 姜蒙不再多问, 去了副驾驶坐下。 两人交替着开车, 不到一天, 我们就回到了仙头市。 我再次联系瘸子张, 电话却直接关机了。 我知道坏事了, 恐怕瘸子张和秦六娘不跟着杨通会走, 让他们起了冲突。 可毕竟是在机场, 光天化日的, 杨通会还能强硬不成。 瘸子张也不是吃素的。 只是, 联系不到人, 我心里头就坠坠不安。 我和沈记说了情况, 沈记让我先不要心急, 回老街再说。 我们又回了老街。 老街的铺门紧闭, 我在墙缝里找到了钥匙。 开门进去, 铺子里头空空无人。 我问沈记, 能不能算一挂, 看看瘸子张在哪? 沈记告诉我他正有此意, 问我瘸子张的生辰八字是多少。 这问题又难倒了我。 我只知道瘸子张六十二岁, 哪儿晓得生辰八字? 我告诉沈记不知道。 沈记眉头青醋, 沉默不语。 之前沈记就说了, 算卦也要根源之物, 显然, 八字就是他要的东西。 思索了半晌, 我转过身, 走到了铺子的收银木柜后边翻找。 我想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出来。 结果, 我在一落账本下边, 找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手机。 这是秦六娘的备用手机。 我心跳都加快了不少, 立即就去翻电话簿。 这手机上的号码太多了。 我翻了半天, 可能都没翻过去十分之一。 其中备注的姓名, 大致是秦六娘做过法事的人家。 还有一些近货的渠道, 都标注了某某道士卖服, 某某先生看风水。 我看得眼睛都酸了, 翻了得有十来分钟, 总算看到了一个姓名。 杨通慧。 秦六娘给她的后缀备注, 是买卖风水法器。 找到了。 我猛地抬起头来, 看向了铺子中央的审计。 审计神色一宁, 立刻问我找到了什么。 我一字一句地说, 杨通慧的电话。 审计微眯着眼睛, 身上顿时溢出一阵阵杀气。 我正要拨通那号码, 手又是一将。 用秦六娘的备用号码打过去, 杨通慧如果存了呢? 我直接质问她, 肯定没啥用处, 反倒是有反效果, 说不定反被她用瘸子章和秦六娘要挟。 我脑袋一瞬间就活络了起来, 开始思索对策。 很快, 我便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立马对审计说, 让她用她的手机给杨通慧打个电话, 并告诉杨通慧, 说她从别人那里求到的杨通慧电话, 她遇到了一些风水上的麻烦, 愿意出重金, 想让杨通慧指点一下迷惊。 虽说我只接触了杨通慧一次, 但从她想要用我在罗氏六那里谋好处, 就知道她是个唯利是图的人。 一个需要帮助的女人, 还有重金回报, 杨通慧说不定就会中招。 可当我说完了这些, 沈继却面色一冷, 摇了摇头, 说, 你让我去骗一个骗子。 嗯, 我摇了摇头, 认真解释, 说这哪叫骗, 我们这是秩序。 沈继还是皱了皱眉, 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姜萌, 问她有没有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 姜萌恭敬地说, 听明白了。 沈继就让我把号码说给姜萌。 姜萌摸出来手机, 道, 蒋先生, 明念。 我说完了号码, 姜萌正要打。 我又喊姜萌等一下, 姜萌不解地问我怎么了。 我先用自己的手机, 给戴卢打了个电话。 戴卢很快就接了电话, 他的声音很谨慎, 问我怎么联系他了。 是有什么事吗? 我让戴卢给我一个地址, 要一个他家的空房子, 现在就能去的。 戴卢停顿了几秒钟, 就说马上发给我, 问我是不是要现在过去, 他派人去开门。 接着, 他又问我, 不是离开先逃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让戴卢不要问那么多, 先给我地址就可以。 至于需不需要开门, 再等我通知。 电话挂断, 我也收到了地址。 我把地址给了姜萌, 告诉他, 现在去联系杨通慧, 如果我们能去找杨通慧最好。 如果杨通慧说要来找他, 就刚好说这个地址, 免得漏了线。 姜萌恍然大悟。 沈继看我的眼神, 又有了几分变化。 我顾不上审计, 紧张地看着姜萌。 姜萌深呼吸了两下, 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并且开了扩音。 嘟了两声后, 电话接通了。 喂? 杨通慧的声音传出。 我只听杨通慧说了一次话, 对他的声音都有些模糊了。 杨先生吗? 姜萌的声音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还有点软绵绵的。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冲着姜萌竖了一个大拇指。 他和我们说话都是清脆爽朗, 这加起来的嗓音让人有种保护欲。 嗯? 我是杨通慧。 你是哪位? 杨通慧语气明显正色了一些。 姜萌又用软绵绵, 略无助的语气说道, 杨先生, 我是从别人那里打听到的您, 我家的风水出了一些问题, 想问您有没有时间, 指点一下迷惊, 我愿意出重金筹谢。 这, 杨通慧迟疑了一下, 道, 风水问题。 姜萌又嗡了一声, 说对, 我现在还有一些紧要事儿, 小姐, 你让我考虑考虑。 杨通慧又说了一句, 电话却直接挂断了, 姜萌抬头, 不自然地看我, 我眉头拧扒起来, 这杨通会不按套路出牌啊。 他难道看出来什么了? 沈济促眉, 忽然道, 他还会打过来。 我愣了一下, 问沈济怎么知道, 他既没有看见杨通慧的脸, 又不能起挂。 沈济眼中却出现一丝厌恶, 不过, 这厌恶并不是针对我。 他让我静等就可以, 总归杨通慧会马上就联系过来。 姜萌此时也稍稍镇定了一些。 差不多三四分钟, 果然, 姜萌的手机响了。 他接通后, 又开了扩音。 杨通慧声音传来, 问姜萌住在哪儿。 是一个人吗? 他又问了姜萌的名字。 姜萌立即说了, 他叫姜月, 又念了一个地址, 说是一个人住。 杨通慧语气随和了不少, 笑呵呵地说, 我的确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忙。 不过姜小姐慕名找我帮忙, 作为一个先生, 不能见男而退, 我将事情稍稍压了一下, 这就过来找姜小姐。 审计脸上的厌恶更多了, 我还是没看出来缘由。 姜萌亲身问杨通慧, 大概多久能到? 杨通慧思索片刻, 说大概一小时。 姜萌答了一个好字, 电话又挂断了。 我心跳的速度很快, 马上先给戴璐打电话, 喊他去安排人开门。 接着, 我一边开导航, 一边示意沈济和姜萌跟我走。 出步子, 我快速关上了铺门, 导航显示, 我们去那地方, 只需要半小时左右。 三人上车后, 姜萌开车, 静止朝着那边赶去。 这期间, 沈济还是一言不发。 我迟疑了一下, 问到底怎么了? 我没听出来, 杨通慧有什么问题啊。 沈济却看向了窗外, 我只是一脑袋忙。 片刻后, 我稍微定了定神, 不再想, 沈济为什么会神色变化。 能将杨通慧引来, 我们就有破局的可能。 将瘸子张救下来, 赶在了另外两方之前。 这就不会再有危险。 真得尽快将他们送去 沈济所说的地方, 否则这滩浑水, 迟早会出事。 半小时一会儿过, 我们到了戴卢发的地址。 这是一个临街的别墅, 门口停了一辆车, 旁边还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显然是戴卢的手下。 我们下车之后, 那人就毕恭毕敬地靠近我, 喊了我蒋先生, 将钥匙递给我。 我催促他离开, 不用留在这里。 那人匆忙开车走了。 我又让江萌将我们的车 停在了一旁的巷子里, 隐秘起来。 之后, 我们三人快速进了别墅。 江萌待在一楼, 我和沈济则是上了二楼。 因为二楼有个半露天的阳台, 刚好能藏身。 我和沈济待在那阳台的阴暗处。 那地方还有几个柜子和阳台窗帘。 我拉上了阳台窗帘, 遮蔽视线的效果更好。 从窗帘缝隙中能瞧见江萌在院子里头踱步。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差不多十几分钟后, 别墅门口停了一辆出租车。 从车上下来了个矮矮胖胖的男人。 我从窗帘缝隙里, 凝重地盯着杨通慧。 他还是那深黄色的长山行头, 腰间挂着一块螺盘。 只不过, 这一次看见他, 显然和之前不同。 杨通慧脸上游有光泽。 我顿时就明白过来, 心里默念, 猎百步之邻居, 通吴府之神路, 推三才之丞相, 定义身之得失者。 面也, 其实他还是那个杨通慧。 不一样的是, 我之前只是个普通的卑诗人, 蒋洪和。 现在, 我学了一点石棺像术, 纵然只是皮毛, 但刚好会观一点点鼓, 也能观一小部分像。 杨通慧笑呵呵地走入别墅院内, 江萌小碎步地迎了上去, 似是惊喜地喊了一声, 您就是杨先生。 杨通慧面带笑容地, 上下打亮了江萌一眼, 看了一下这别墅。 我很警觉, 避免露出破绽。 显然, 杨通慧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他又道, 江小姐, 别墅之外, 看不出来全部, 要进里头才能看明白。 还有, 这诺大一个别墅, 你一人独居, 可不是太好。 说话间, 他让江萌闭上眼, 他要给他看看面相。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 面相? 杨通慧不就是个风水先生吗? 还会看相吗? 下一瞬, 江萌闭上了眼。 杨通慧的眼神明显闪烁了几下。 我这才看出来不对劲。 杨通慧, 眼神不对, 面色不对, 其实他进来的行动幅度也不对, 他的笑, 更不对。 石棺像术, 棺人骨, 肉, 面。 齐言称, 面皮轻薄眼不定, 行动轻飘脚无根, 含笑平平眼口吻。 断此人赢不正。 我总算明白, 刚才为什么沈济是那副厌恶的面色了? 我半调子能看一点面相。 沈济可是一个实打实的阴阳先生。 其实, 石棺像术里头, 也有一部分关于声音的描述。 从听声音, 同样能判断人的性格。 很显然, 沈济从杨通慧刚才的语气, 就判断了他图谋不轨。 此刻, 杨通慧明显打起了姜蒙的主意。 他当真认为姜蒙是一个独居的女人。 我思绪在转瞬之间, 杨通慧刚好摸出来一条白布手帕, 朝着姜蒙的脸上捂去。 同时, 他还是笑咪咪道, 姜小姐, 你的面相倒是有一点点小瑕疵, 姜蒙还是闭着眼, 没有反抗, 似乎没发现杨通慧的不对劲。 说时迟, 那时快。 窗帘忽然一颤, 我身边的沈济不见了。 下一刹, 我瞧见沈济冰冷的背影, 出现在了阳台栏杆上。 一道边影, 呼啸而下。 虽说那边影没有打我, 却让我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啪! 清脆的声响, 伴随着的是痛苦无比的惨叫, 穿透夜空。 杨通慧的额头到下巴, 出现一道血红色的边痕。 他脑袋都晕乎了, 在原地转了两个圈。 姜蒙忽然动了。 说真的, 我没料到姜蒙会动。 好一条长腿, 往上一扬, 直接举过了杨通慧头顶。 下一瞬, 他一腿劈在了杨通慧的肩膀上。 杨通慧就像是个炮弹一样, 重重地砸在地面。 他一动不动, 显然是昏死过去了。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拉开了窗帘。 沈济跃下了阳台, 我跟着也跳了下去。 到了杨通慧近前, 沈济将肠边缠在腰间, 眼中杀意更重。 姜蒙冲我笑了笑。 说真的, 我嘴角抽出了一下。 因为我一直认为, 姜蒙只是个跑腿的跟班, 给沈济忙活身前身后的杂事。 哪能想到, 一个萌萌的少数民族美女, 居然伸手也不简单。 刚才那一下, 姜蒙要是披在杨通慧的脑袋上, 可能他就死了。 用你的钉子, 把这个恶心的人弄醒, 问出来瘸子张和秦柳娘的下落。 沈济冷冰冰地说了句,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侯杰也在滚动。 显然, 沈济动怒了。 嗯, 我也觉得恶心, 应该不用透骨钉。 我说道, 你骗人。 沈济语气冷了不少。 我善笑了一下, 才如实说, 杨通慧的嘴巴不会比马宝一应。 还有, 他命可能也没马宝一应, 我怕给他钉死了。 沈济皱了皱眉, 我让沈济和姜蒙先去车上等我一会儿。 我肯定能问出来杨通慧话。 沈济这才不多言, 姜蒙也人畜无害地朝着别墅外走去。 我从身上摸出来了铜爪和绳子, 先将杨通慧拖到别墅门口, 将绳子扔到铁门一侧, 又从空隙处将绳头拉下来。 接着, 我又将铜爪那一头绑在杨通慧的双手手腕上, 稍稍调动了一下方向, 铜爪的钩子对着他右手手背。 再接着, 我用力掐了一下杨通慧人中, 他晃晃悠悠地醒了过来。 和他小眼睛对视了一瞬, 他掀一阵茫然, 紧跟着便是脸色骤变。 蒋红河? 你不是跟人走了吗? 你…… 他用力挣扎起身, 显然发现我绑他的手, 正要挣扎。 我双手攥着绳头, 用力往下一转。 杨通慧双臂被拉起来, 直接就被挂在了贴门上, 他又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 右手手背勃勃地流出鲜血。 我松开了绳子, 让杨通慧能站稳。 他惊怒无比地瞪着我, 骂道, 操! 小杂种! 我眉头一皱, 一脚蹬在铁门上, 又将杨通慧挂了起来。 他再惨叫了一声, 便开始哀嚎求饶。 我冷声说了句, 我生平最讨厌人骂我杂种, 你全家都是杂种, 你以为你是马宝叶? 让我不敢骂你。 我又挂了他一会儿, 他胳膊都给血染红了, 才将他放下来。 杨通慧已经站不稳了, 哆嗦地直发抖。 他站立地问我到底想干什么, 他和我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 我笑了笑, 说, 是吗? 我又要用力拽绳子。 杨通慧扑腾一下, 直接跪地上了, 哀嚎了一声, 让我别拽。 他晓得了, 他说, 再接着, 杨通慧就和刀豆子一样, 说他那天知道我身份之后, 没能把我们带去找罗十六, 又不想和秦六娘冲突, 所以就先走了。 等之后想好办法了, 又想来找我们一次, 却发现, 我已经跟着一个女人离开, 他就想办法鼓动了瘸子张和秦六娘跟着他走, 打算再想办法把我弄过去。 我微眯着眼睛, 说了句, 鼓动? 杨通慧哭丧着脸, 说, 骗, 我又问杨通慧, 瘸子张和秦六娘人呢? 杨通慧苦着一张脸, 告诉我, 还被关在他那里, 因为他们两个忽然在机场闹起来, 又不走了, 他没办法, 动用了点小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 杨通慧说这话的时候,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眼睛时不时地眨一下, 又再看右边。 只不过, 石棺像术我懂得还不彻底, 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不对。 我眯了眯眼睛, 伸手点了点杨通慧的额头, 让他不要骗我, 我这手段还不够狠呢, 狠的人, 我刚让出去了。 杨通慧脸抽出了一下, 说, 爷, 我哪敢骗您呢? 在带他们走, 我嗡了一声, 将铁门上挂着的绳子拉了下来, 但我没解开杨通慧手上的, 拽着他往别墅外走。 结果刚走出来, 姜蒙已经将车开过来了, 刺目的远光灯照得我险些没睁开眼。 车停在我们身边, 我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推杨通慧上去, 又喊杨通慧和姜蒙说地址。 随后, 我拉开后排的门, 上了车。 神机闭眼, 盘息坐在位置上。 我拾去地去了后排。 杨通慧满脸陪笑, 和姜蒙说了地址, 说过去就能见到瘸子张和秦六娘。 姜蒙人畜无害地对着杨通慧笑了笑。 杨通慧额头上都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脸皮都在发抖。 车刚上路, 沈济忽然睁开了眼。 他目光落在了副驾驶上。 你刚才说什么? 沈济忽然说道。 嗯?地址? 杨通慧回了回头, 疑惑地回答沈济。 不,下一句。 沈济语气冰冷, 过去就能见到瘸子张和秦六娘。 杨通慧又道。 蒋红河, 你不行。 沈济的画风却对准了我。 我一猛, 我哪儿又不行了? 沈济摇了摇头, 才道。 我让你用那透骨钉, 你不肯用。 这恶心的胖子却满口谎言骗我们过去的地方, 绝对有问题。 我们根本见不到瘸子张和秦六娘。 车猛然被杀了一脚, 杨通慧面色惊恶地盯着沈济。 他脸都苍白了, 眼神更透着惊怕。 我心头就是一尘, 隐隐背上有冷汗。 杨通慧骗我们, 我是真没看出来。 那种情况下, 他还能骗人。 我们要是过去了, 等着我们的, 会是什么? 思绪至此, 我心更沉, 正要挪到前边, 用透骨钉给杨通慧好看的时候。 杨通慧忽然惊声道,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沈济, 你是那个沈济。 他眼中的惧色瞬间加重了数倍。 沈济面不改色, 只是瞥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继续往前挤了挤, 正当我掏出来透骨钉, 打算把杨通慧弄下车在逼问的时候, 杨通慧额头上汗珠都成了痘大一滴。 他盯着我的手, 又看了看沈济。 忽然, 杨通慧又哆嗦了一句, 救救我, 我一愣, 救救他, 他又打哪门子歪主意? 我不敢说, 救了我, 我就…… 结果杨通慧这话还没说完, 他的脸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 他眼神变得很绝望痛苦。 我心猛的一沉, 这是发生了什么? 沈济飞速探手, 朝着杨通慧的脖子上就是一点。 杨通慧身体一颤, 嘴巴就吐出一口污血。 紧接着, 沈济又摸出来一颗药丸, 塞进了杨通慧的口中。 杨通慧顿时双目紧闭, 嘴唇死死地抿着, 整个人像是失去了意识。 不过他脸上的黑气正在逐渐消失,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 车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似是血腥味, 又带着一些苦臭。 沈济面色微凝, 开口道, 是毒, 又不是毒, 他被人动了手脚, 刚才绝非带我们去找瘸子章, 是因为他想要吐露出来事实, 才会出事。 有人控制了他, 还给了禁锢的手段。 沈济皱眉说道, 瘸子章应该不在他手里了, 否则, 他当才不可能被引出来, 他带我们要去的地方, 很可能就有控制他的人。 那人想要借此将我们除掉。 我心头又沉了不少。 沈济的分析, 我觉得很有道理。 可我却不由地后怕, 因为杨通会在那种关口下, 居然还那么快地撒谎骗我。 若非沈济看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可我又觉得, 其中有些不对劲。 我总觉得, 其中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还没分析出来。 先是, 那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 大音传来。 回老街, 去一个有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 沈济平静开口, 江蒙驱车上路。 我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又苦思冥想了半场。 总算, 我想清楚了问题所在。 杨通会是要带 瘸子张和秦六娘走的。 瘸子张和秦六娘 却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后, 发生了变故。 本来他们应该被骗走, 却没能走掉。 我觉得, 在这时候, 杨通会应该都没有被人控制。 他的实力只能骗, 不能够强行带走人。 当瘸子张和秦六娘不走的时候, 应该就发生了变故。 来了另一方的人, 将他们抓住, 还将杨通会也制住。 之所以我这样分析, 是因为, 如果有人能这样制住杨通会, 也就能制住瘸子张和秦六娘, 那根本不会存在 他们没有离开仙桃的情况。 因此, 想带走瘸子张和秦六娘的是杨通会。 制住杨通会的, 绝对就是另一方人。 此时瘸子张和秦六娘 也在他们手中。 那一方人并不想离开仙桃时。 那他们抓人, 又留在这里, 目的肯定是我。 他们是任何一边的人, 还是说, 我生父? 又或者说, 什么都不是。 我定了定神, 将我这番推断告诉了沈继。 沈继和我对视良久, 他眼中的亚裔更多, 却微微点头。 那表情, 就像是在赞赏。 不管是哪一边的人, 矛头肯定直接指向的你, 回老街, 我会不下一个局。 沈继低声道, 我心头却坠坠不安。 因为这一次, 瘸子张氏真的落入人手, 不像是之前被陈大强带走。 等回了老街, 我还是心虚不宁。 沈继去了街口, 要布置奇门遁甲。 我和江蒙将杨通慧 从车上弄下来, 拖进了铺子里头。 我将他身上的绳子和铜爪 都摘掉了。 检查了杨通慧的呼吸, 他比之前虚弱了不少。 不过命却保住了,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其实, 我已经猜测出来了那么多, 杨通会醒不醒, 对我来说, 帮助都不大。 只是, 不沾染上人命, 会减少很多麻烦。 约莫半小时左右, 沈继回来了, 他告诉我, 已经布置好了。 如果有心之人进入老街, 他就能察觉。 我点点头, 沈继又让我去休息, 不要一直紧绷着。 我精神还很清醒, 可身体的确有种 抑制不住的疲惫了。 主要是赶路回来, 都没有些半口气, 再加上事情不顺, 心口有一股郁结之气。 得有个人守着他, 等他醒了, 尽量问出来一些事情。 我又看了一眼杨通会。 嗯。 沈继点点头, 我回到二楼房间,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将蒋优女放在床头, 才躺了下去。 这一觉, 我足足睡到了大天亮。 清醒过来睁开眼, 第一时间摸了手机, 瞧了一眼时间, 却发现有一个未接电话, 是昨天半夜打过来的。 我回拨了过去, 嘟的一声, 电话就被接通了。 我先喂了一声, 那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问我是不是蒋红河。 这声音很陌生, 我从没有听过, 立即就问他是谁。 煞时, 电话那边安静下来。 过了几秒钟后, 他又道, 我想见你, 前几日来找你, 你不再先逃了, 我便只能找买走你的人。 他刚好有难, 就顺手救了他。 我顿时就愣住了, 手一下子, 就紧紧抓住了手机。 这人, 是控制了杨通会, 抓走了瘸子张的人。 他倒是说得漂亮, 就, 看来, 是杨通会昨天没回去, 他又发现杨通会没死, 所以才找我。 你到底是谁? 我声音沙哑了许多, 质问道, 见到我, 你自然就明白我是谁了, 我在八毛镇等你。 他又道, 我还想说话, 结果电话直接就被挂断了, 我额头上溅了汗, 这其中又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昨天杨通会说的地址, 可不是八毛镇, 而是先逃逝某个地方。 难道, 这人为了对付我们, 又特意回了一趟八毛镇? 但我觉得, 压根没这个道理和必要。 翻身起床, 我又将裹着蒋优女的包袱挂在腰上, 匆匆下了楼。 沈济和姜蒙都在铺子里头, 杨通会还是没醒来, 躺在铺子角落里。 沈济抬头看我, 眼中略疑惑, 问我神色不宁, 发生什么了? 我如实将刚才电话的事情告诉沈济。 沈济同样皱眉, 半晌后, 沈济才分析, 恐怕是因为杨通会落入我们手中, 又不死, 让对方发现了。 而他们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一个安全的藏身地, 不想被我们知道, 所以换了一个地方, 等我们过去。 当然, 有可能八毛镇他们提前做了准备, 刚好现在去那边, 请君入瓮。 沈济顿了顿, 又看向了昏迷不醒的杨通会, 说既然这样, 杨通会没什么作用了, 就扔在这里, 我们去八毛镇, 将瘸子张和秦六娘救出来, 就送他们去安全之地, 便没有后顾之忧。 我和沈济差不多一个想法。 三人又离开老街, 朝着八毛镇赶去。 一个多小时后, 回到八毛镇。 进阵时, 江蒙放缓车速, 沈济和我都左右看镇内环境。 没有天黑, 雄狮就派不上用场。 虽说不晓得这人到底是那一方, 但小心无大错。 不多时, 回到我家门前。 我家门开着的, 一眼, 我就瞧见瘸子张和秦六娘在家里坐着。 第一瞬间, 我是惊喜, 可下一瞬, 心头却一阵惊疑。 因为我们的车到了, 瘸子张和秦六娘还是坐在那里, 压根没有反应。 下车之后, 我匆匆朝着屋内走去。 沈济和江蒙紧随我身后。 进屋之后, 瘸子张和秦六娘依旧没动, 两人双目, 焕散无神地看着前方。 老张说。 秦姨。 我压制不住心头的惊慌, 喊了一声。 沈济抬手, 按住了我的肩头, 阻拦了我碰到瘸子张和秦六娘。 不要乱了心神, 他们的魂不在身上。 沈济的语气极为警惕。 魂。 我脸色在变。 在盯着秦六娘和瘸子张的脸看, 果然, 他们眼底还有空气。 我立即转身, 走至其他房间门口, 用力推开门。 结果那些房间都是空空如也, 并没有人。 我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 扭头在看沈济, 他却靠近了瘸子张和秦六娘跟前, 分别在他们的头顶立着放了一枚铜钳。 铜钳发出轻微的嗡声, 嗖, 的一下转动了起来。 再接着, 铜钳又忽然停顿, 下一瞬, 却直接掉落在地, 啪的一下贴在了地面。 算到什么了? 我赶紧走至沈济身旁, 问道。 沈济却摇了摇头, 告诉我, 他不是在起挂, 而是定方位。 瘸子张和秦六娘丢魂, 魂肯定还在八毛阵内, 在抓他们的人手中, 他要将人找出来。 我心跳又加快了不少, 问沈济, 方位定到了吗? 沈济却摇了摇头, 告诉我, 本来要定到了, 却忽然被打断了。 对方的本事不弱, 至少是个和他水平相仿, 甚至比他水平高的阴阳先生。 我脸色微变。 沈济很强, 至少在面对仁和的时候, 他都没说过这番话。 应该是仁和那一方, 他背后的人。 我强忍着心跳, 低声问道。 未必。 沈济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再看向瘸子张。 这, 我张张嘴, 没说出来话。 沈济告诉我, 卦象中, 只向仁和那一方的人, 是株连三族之凶卦。 那他们对瘸子张, 可能就是杀身之祸。 但卦象里, 没有说他们能找到瘸子张的人。 反倒是我血清寻仰清, 在卦象中体现了可能找到。 那现在看来,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人, 和我关系匪浅。 一时间, 我沉默了。 沉默之余, 我眼眶却隐隐红了。 审计的分析, 很有道理。 而且十有八九是对的。 心头的恨意, 正在逐渐滋生。 只不过, 我脸色瞬间又苍白下来。 我又想到了一件事。 果然, 人和这一脉的人, 想要彻彻底底地毁掉蒋家。 当年蒋书兰被凌辱, 我此前还真以为, 只是普通村民, 乘乱起了色心。 却没想到, 那居然是一个阴阳先生。 他找我, 又有什么目的? 既然对瘸子张不善, 我就觉得, 他恐怕对我也不会有善意。 兜里的手机, 又嗡嗡震动了起来。 我拿出来一看, 果然是昨晚那个号码。 我先按了扩音, 再按了接听键。 电话那边, 却是一阵安静, 没有任何话音传来。 我强忍着心头恨意, 先喂了一声, 电话却忽然被挂断了。 我正疑惑不解的时候, 又有一条短信发了过来。 一眼, 我就看过了其中内容。 我只想见你, 不想被其他人打扰, 希望你单独来见我。 你走出门, 自然有人给你引路。 不要让那个女人跟着你, 莫要鲁莽, 免得引发不必要的后果。 我抿着嘴, 额头上溅了汗。 抬头, 沈姬正在看着我, 她眼中有询问之色。 我又看了看瘸子章和秦六娘, 眼皮跳动的就更厉害了。 她让我一个人过去找她。 我沙哑地开了口。 短信的内容, 是不让沈姬跟着我。 并没有连说都不让我说。 而我也不可能那么听话, 因为我没觉得, 找上我的生父, 是什么好人。 人和用来算计蒋家的人, 能有好人? 我思绪一直飞速在动, 沈姬眼中思索。 她忽然道, 把蒋优女给我。 我迟疑了一下, 将腰间的包袱摘了下来。 沈姬接包袱的瞬间, 我觉得手指度轻微疼痛。 抬手, 我瞧见指度上有一滴一出来的血珠。 再看沈姬, 她打开了包袱, 手指轻轻在蒋优女唇间划过, 便有一抹烟红 落在她微微泛轻的嘴唇上。 我没想到, 她水平这么高, 如果我跟你去, 应该见不到她, 可能他们还会出事。 沈姬瞥了一眼瘸子章和秦六娘。 她又道, 你去找她, 如果有危险, 她应该能感应到。 沈姬的目光又落向了蒋优女。 她沉默了一下, 又道,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若是人和一方, 我还有信心和暗中的吴先生老先生一起周旋, 可又冒出来了这样一个阴阳先生。 我很有可能不是她阴阳术的对手, 但我会保住你, 她不可能将你带出八毛阵。 我会尽快联系到帮手。 沈姬这话音, 前所未有的凝重。 这让我的心又沉下去了不少。 可现在却别无他法。 我和沈姬点点头, 便迈步走出家门。 沈姬没有跟出来。 走到路边, 正当我疑惑谁会给我引路的时候。 路上一些阵民突然停下来脚步, 不约而同地抬起手, 指着一个方向。 当然, 他们直指了一下, 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各走各路。 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我又定了定神, 朝着南边走去。 阵最难是火葬场的方向。 我走了大概三四分钟, 到了阵上一条街的时候, 忽然一个人从拐角冲出来, 撞到了我胸口。 我正吃痛, 想喊他注意点路, 他却忽然抬手, 又指了止息。 下一刻, 他哀悠了一声, 一边揉着肩膀, 一边和我道歉说不好意思。 与此同时, 路上的其余阵民, 好像都看了我一眼。 不约而同的是,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很怪异的笑容。 一瞬间, 我只觉得浑身冰寒, 阳光很大, 但这寒意更重, 我后背都开始溺出冷汗。 阵民不再看我, 又开始正常行走。 撞我的那个人, 也匆匆朝着别的地方走去。 我心头隐隐升起了一种畏惧感。 最开始面对人和的算计, 我是无力。 但了解他的弱点之后, 再加上老先生和吴先生, 以及审计, 我对人和的无力感已经消失了。 但即便最无力的时候, 也不是这种源自于内心深处的畏惧。 我丝毫不了解即将要见的这个人的手段, 甚至说, 他隐隐颠覆了我最近这段时间对阴阳先生的认知。 朝着西边又走了一会儿, 又遇到一次正名指路, 我到了正车站。 车站对面有一个宅院。 宅院门口站着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男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见到他的第一眼, 就觉得这人不一般。 他还隔着一条马路, 就在跳往我这边。 我心头顿时一沉, 他, 恐怕就是那个人。 阳光更大, 更为刺目。 那中年男人又和我点了点头, 便转过身进了宅院。 我深吸了一口气, 迈不过马路, 到了宅院门前。 门虚掩着一条缝隙, 我推门而入。 院子里干净整洁, 最中央摆着一张方桌。 不过, 桌旁居然有两人。 一人是刚才那瘦高的中年男人, 临近了我才看清楚他的妆属, 一身灰色的糖妆, 骑上袖着银丝。 他双手背负, 颇有一种高人的深邃感。 他是站着的。 方桌前还坐着一个人, 那也是一个男人, 感觉看年纪, 他还不到四十岁。 只不过, 他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病奄奄的感觉。 从他的眉目间, 我看到了熟悉感。 他和我的脸型几乎一样, 眉宇之间, 我和他有三四分相似。 再加上审计给我分析的卦象, 我一瞬间就知道, 这男人是谁了。 我眼神开始凌厉, 面色紧绷着。 那糖妆中年人, 才是阴阳先生。 那他呢? 又是个什么人物? 居然让一个这么厉害的阴阳先生屈尊站着。 老张说, 还有情义呢? 我先开口, 打破了氛围的沉寂。 那糖妆中年男人瞥了我一眼, 眼中隐隐有些轻视。 请坐。 并黏黏的男人伸手,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木桌上有茶壶, 他端起来, 倒了两杯。 我神色依旧紧绷着, 但现在瘸子张和秦六娘在他手中, 再加上这阴阳先生厉害, 我不敢鲁莽。 走到桌旁, 我和他面对面坐着。 那男人又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端起来了茶杯。 我没喝茶, 却没忍住, 多瞟了他几眼。 你应该很好奇, 我是谁, 叫什么名字。 那男人笑了笑, 说道, 我摇了摇头, 语气却比想象中镇定。 好奇归好奇, 但我人来了, 老张叔和秦六娘的魂在哪? 我沙哑地开了口。 哼, 天黑之后, 唐先生自会放了他们。 那卑诗人将你养大, 于我算是有恩情。 我说过, 我顺路救了他们, 自不会害人。 那男人又说道, 我身体危僵。 对他这话, 我不可置否, 真要是有善意, 他会把瘸子张和秦六娘的魂弄出来。 况且, 沈纪的卦象说了, 他来者不善。 其实, 我很想露出一副笑脸, 至少尾身求全, 先让瘸子张他们安全再说。 可真的和他面对面坐着。 我心头的那股怨气, 却有些压抑不住。 那男人见我没说话, 又轻叹了一声, 微微垂下去了头。 半晌后他再抬头, 眼中居然露出了愧疚之意。 我叫舒子辉, 自西北而来, 你身旁跟着一个女先生, 从你见到我的神态看, 想来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舒子辉眼中略有唏嘘, 我当即否认摇头, 说我听不懂她的意思。 舒子辉一正, 又叹气道, 你这怨气倒也正常, 可血浓于水, 我能找到你。 你迟早有一天, 也会想找到我。 我没接上话, 因为我觉得舒子辉很自信, 她凭什么那么自信? 再接着, 她又告诉我, 她有一些事情想要和我说, 当她说完, 我必定能削减几分对她的怨念。 我依旧没开口, 只是没阻拦她的话。 舒子辉才道, 大约二十多年前, 我年轻气盛, 因为不满家族安排, 赌气之下, 擅自离家, 一路来到了这些陶氏。 在这里, 我发现了几个不应该存世的人, 用着早已经失传的阴阳术, 他们正在相互算计, 斗数。 我好奇他们的阴阳术, 在一旁窥探, 却没想到被其中一个人发现, 毕竟我当时只是初出茅庐, 并不是她对手, 被她下毒, 又被驱使。 之后, 她设计, 算计了一个女子, 让其被凌辱。 我看那女子可怜至极, 就用了家族的秘术, 挣脱了其控制。 本来想要将那女子送走, 自己也逃之夭夭, 放弃窥探他们的阴阳术。 可没想到, 那人算计更深, 我刚动手, 还没等带人逃走, 就被她发现。 接着她对我下药, 让我去凌辱了那女子, 再之后, 她要杀我, 我扶要假死, 躲过一截, 心伤就患, 再加上她已经注意了我, 我不敢留下, 只能回到家族中。 而家族, 愤怒我离开, 还险些死在外面, 泄露家族隐秘, 便被禁足了十年, 才被放出。 之后十年, 我还是不能离开家族, 直到最近, 我数数有成, 族内才放我离开, 我便回到仙桃, 想要找到那女子。 可没想到, 我没找到她的人, 只能打探到一些传闻, 并且, 我知道了你的存在。 舒子辉眼中愧疚更多, 继续道, 我此行目的, 变了一变, 不只是找那女子, 还要带你离开, 去你阴去之地。 我脸色在变, 她的话信息量太大, 让我格外的震惊, 我一直以为是仁和算计, 她是故意的, 甚至是和仁和合谋。 我没想到, 她当年居然想救蒋书兰, 之后不成, 才发生那种事情。 早该失传的阴阳术, 就是吴先生, 仁和, 以及老先生所用的阴阳术。 这舒子辉, 也绝非常人, 他的家族, 是什么家族? 能认得出来, 吴先生, 仁和, 还有老先生, 这三种阴阳术。 舒子辉倒掉我面前的凉茶, 又添了一杯热茶。 我迟一片刻,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舒子辉脸上多了几分笑容。 他告诉我, 他不强求我现在认他, 他知道很难, 可他不急迫, 打算带我回到西北的族内, 再补偿对我的亏欠。 我对他的恶感, 在他说明缘由之后, 已经减弱了不少, 可说要跟他走, 我却半点没有这个想法和打算。 这时, 舒子辉又道, 你母亲下落我还不知道, 你应该晓得, 他在什么地方? 我深吸了一口气, 舒子辉面色略疑惑, 你不知道? 我知道, 但他现在很安全, 他和他外公在一起, 应该不会想和你走。 我回答道, 同时, 我告诉舒子辉, 我同样不能跟他离开, 我感谢他给我解惑, 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 总算能对某件事情减少一些怨念, 但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舒子辉端起来了茶杯, 杯子在手中微微转动, 旁边那穿糖装的阴阳先生, 却低头看了我一眼, 他神色极其不满, 道, 一个小小的卑诗人, 知道自己身上流着舒家的血, 不敢恩戴德, 居然还敢说减少怨念。 这不是让你选择, 只是通知。 舒子辉眉头一皱, 沉声道, 唐先生。 唐先生却和舒子辉抱了抱拳, 语气稍稍中了两分。 九先生, 此子眉眼狡黠, 多算计, 心思太深沉, 况且, 他对血清不敬, 其余几位先生叮嘱我。 你心态仁慈, 让我关键时刻, 不能让你优柔寡断。 况且, 此子辈时长大, 又在那几人算计之中存活, 心性绝非纯粮, 先带回去, 救了小姐再说。 他话语间, 竟是对我的蔑视。 内容更让我感受到一股芒刺在背。 下一瞬, 唐先生骤然抬起手来, 手指点向我的额头正中。 唐先生动作太快, 却让我头皮一阵发麻。 他眼神冰冷, 毫无善意。 我现在粗学石棺像术, 头师身上最重要的部位, 他积的更是我正额命宫。 这就是审计中的挂像不善的缘由。 我哪敢被他击中额头。 他手段虽然迅速凌厉, 但在我看来, 还是有不少破绽, 毕竟, 他可没有审计快。 右手瞬间拔出分尸刀, 我左手迎上, 挡住他的手指。 可没想到, 他手指居然点中我手腕, 我只感觉一阵酸麻袭来, 半个身子几乎都没了动静。 右手刚抬起来的分尸刀, 一下子弱了九成力道。 唐先生反手抽中我的脸, 我整个身体失控, 砰的一下倒在了地上。 我粗重地喘息着, 想要控制身体, 可那骨子麻袭却还没有消失。 唐先生垂头看我, 甚至还伸出脚踹了踹我胸口。 我死死地瞪了他一秒钟, 接着, 我勉强看向了舒子辉。 刚才舒子辉还是一脸诚恳的表情, 可现在他眉头促起, 神色却成了淡漠。 锁住他琵琶骨, 先带回去吧, 看他的反应, 好像知道你要对他怎么样。 二十年了, 他居然只是一个卑诗人, 我倒觉得有些问题。 舒子辉道, 唐先生语气凝重, 又道, 先就小姐为重, 等小姐身体好了, 再带词子回来。 嗯, 舒子辉点点头, 那卑诗人就让他魂飞魄散吧, 他没有资格教养舒家的血脉, 更何况, 还将他教得如此奸诈狡猾。 舒子辉的眼中, 也流露出了几分厌恶之色。 我脑袋顿时一猛, 眼睛骤然就红了。 我猛地用力, 想要窜起来身体, 可那唐先生对我动的手脚绝对不简单, 我只能像是一条虫一样, 蠕动了一下, 又瘫倒下去。 唐先生转身, 朝着唐屋内走去, 我瞧见屋内摆着两个白色的灯笼, 灯笼上似是贴着两张人形的符。 直觉告诉我, 其中一张符是瘸子章, 另一张就是秦六娘。 别动老张叔和秦仪。 我颤身开口, 因为身体受制, 我说话都干雅无力。 舒子辉并没有理会我这句话, 他瞥了我一眼, 平静道, 唐先生只是给你一点教训, 我所说的话都没有骗你, 我的确是你的父亲, 但显然, 你流落在外, 学了太多不该学的糟粕, 等回到族内, 救了你妹妹之后, 我会好好教养你。 他的话, 让我心头恶寒, 更生厌恶。 还有, 他还说妹妹? 那就是他另外的子嗣, 让我去救。 我不晓得, 这个中细节缘由, 自己也揣测不到。 但他们用这种方式抓我, 控制我, 我觉得, 他们要救人的方法, 也绝对不简单。 至少, 对我来说, 肯定没什么好处。 我思绪非常快, 唐先生已经进了堂屋, 摸出来一个打火机, 似要点燃灯笼里的蜡烛。 直觉告诉我, 蜡烛点燃, 肯定消耗魂魄, 蜡烛熄灭, 恐怕就是魂飞魄散。 唐先生先拿起来了一个灯笼, 我眼珠子瞪得更大, 沙哑道, 我听你的话, 老老实实跟你走。 梳子辉面色不变地答道, 我本来就要跟他走, 不管听不听都一样。 唐先生说得没错, 我品性奸华, 让我没有行动力, 反倒是好事。 我神色在变, 汗珠从额头滚落, 急促诱道, 阴阳术, 你不是想要阴阳术吗? 我可以帮忙, 让你有机会拿到其中一种阴阳术。 梳子辉微眯着眼睛, 深深地看着我。 只不过, 我觉得梳子辉的眼神, 好像没有审计的锐利, 甚至也没有唐先生的深邃。 他, 看不穿我。 不, 不对, 是因为, 他并非一个阴阳先生。 这不应该啊, 看起来唐先生是他随从, 虽然有些不听话, 但尊卑还是分明, 一个不是阴阳先生的人, 怎么让阴阳先生忠心跟随? 我思绪更加快。 这时, 梳子辉道, 哪一种阴阳术? 我余光还在看堂屋内, 其中一个灯笼, 已经被点燃了, 唐先生要点另一个。 我焦急开口, 当初那个险些杀了你的人, 他的阴阳术, 他叫任何? 把蜡烛灭了, 不要伤老张叔和秦姨。 不然的话, 你们就只能带走我的尸体, 尸体, 救救不了你女儿了。 你非但什么都拿不到, 还要惹上大麻烦。 我语气变得决然, 我这话没开玩笑。 我要是死在这里, 吴先生肯定会不惜代价, 来杀书子辉。 我和沈姬的命数息息相关, 他不可能坐视不理。 老先生是最态度不明, 但是又最明确的人, 我身上就有他的阳算, 实观相数。 我觉得, 就算舒子辉身份怪异, 本事不弱, 再加上唐先生阴阳术诡异, 但他们也未必能保住性命。 因为转念想一想, 老先生凭空能定住人, 能比这唐先生弱。 舒子辉眼中思索, 冲着唐屋内喊唐先生助手。 唐先生显然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吹灭了蜡烛。 舒子辉将我搀扶起来, 面色缓和了一些, 笑了笑道, 人和在什么地方? 我隐隐感觉, 那股麻劲稍稍退散, 能站稳了。 其实刚才脱口而出说人和, 也是我情急之下, 这是我的缓兵之计, 也是利用的办法。 说不定借舒子辉之手除掉人和, 也能想到法子逃脱。 最主要的是, 沈济说了, 他在找帮手。 只要他帮手来了, 问题应该也能迎刃而解。 甚至我认为, 舒子辉动手突然, 而且他的存在毫无线索, 老先生和吴先生都不知道, 我拖延出来一定时间, 他们也能发现问题。 屑时, 他们应该会出手。 思绪很快落定, 我与舒子辉对视。 他在暗处, 时刻准备取我性命。 我这两天回到仙桃, 除了你在找我, 就是人和。 我甘雅地说道。 舒子辉略作沉宁。 这时, 唐先生又到了我们身边。 九先生, 虽然那些阴阳术是失传之法, 但为了他们耽误回去的时间, 没有太大的必要。 唐先生又瞥了我一眼, 道, 辞子想逃。 我身体一僵, 完全没想到, 自己的心思, 居然又被唐先生看穿了。 一时间, 我后背又有不少汗珠。 舒子辉笑了笑, 说道, 如果是其余两人, 他们太老, 心思太深沉, 是不好对付。 仁和却并非如此。 我看得出来, 他背后还有老家伙, 仁和只是摆在了明面上。 当年, 他险些杀了我, 不论是报当年的仇, 还是他身上的东西, 我都没有放过他的道理。 唐先生眉头皱起, 却不说话了, 只是束手站着。 怎么样将仁和引出来? 舒子辉又看向了我。 放我回去, 我露出破绽, 仁和肯定会来找我。 你在暗中下手, 一击毙命。 我低声开口。 其实, 说这话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信心了。 唐先生太精, 能看穿人心底所想。 他的阴阳术, 当真是比审计深, 他恐怕会阻拦, 不让舒子辉放我回去。 因此, 我同时也在思考更多的办法。 果然, 下一瞬唐先生一声冷哼, 道, 小子, 你道我们好骗不成? 舒子辉没说话, 只是看着我笑。 这笑容, 显然说明了一些东西。 我眼皮微跳, 低声又道, 你们身上, 不是有毒吗? 可以给我下和杨通慧一样的毒, 如果我多说半句话, 就毒发。 况且你们的本事, 比我身边那个女人厉害, 还怕我跑了吗? 这话说完, 我眼皮还是忍不住跳动了一下。 虽说我知道, 审计的药能抑制毒发, 但杨通慧一夜没醒, 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目前这状况, 还是得回到审计身边, 再考虑别的, 风险, 我不得不去承担了。 毒? 舒子辉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道, 舒家从不会给人下毒。 我瞳孔陡然一阵紧缩。 唐先生却若有所思, 道, 杨通慧, 我们带那卑识人和女人回来的时候, 追他们的那个胖子, 他被下毒了? 两人的话, 让我脑袋都是一猛, 不是他们对杨通慧下的手。 那是谁? 我脑子瞬间转动得更快。 一下子, 我心里头就有了个答案。 瘸子张和秦六娘当时接到我的电话, 的确跑了。 杨通慧在追他们。 刚好, 唐先生和舒子辉赶到, 将他们两人带走。 让杨通慧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正好符合了舒子辉说, 瘸子张有难, 他们刚好救了的说法。 可在之后, 人和又到了。 他应该知道杨通慧带走了瘸子张和秦六娘, 因此将杨通慧制住, 甚至给他下了毒。 我觉得, 自己的推断, 十有八九是对的。 这三方人各怀鬼胎, 肯定更是人和了。 我沉申开口, 既然如此, 不放我也好。 你们只放了秦一和老张叔, 我知道人和在什么地方。 我们才对付了杨通慧。 我又继续道。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继续想他们放了我, 肯定达不到目的, 还会让他们更警惕。 先退, 再思考静, 反倒是好办法。 果然, 舒子辉又看了唐先生一眼, 道, 放了那两个普通人吧, 瘸子虽然身份低贱, 但不念及他功劳, 念及他两分苦劳。 唐先生不再反驳, 转身朝着唐屋内走去。 我稍稍低了低头, 掩饰了眼中的冰冷和恨意。 舒子辉没有令我生起任何一丝血脉之情, 因为他只把我看作他们需要的工具。 而他又凭什么说瘸子张低贱, 凭什么说他是苦劳。 转眼, 唐先生回到了唐屋内, 他提着两个灯笼又朝着院内走来。 我脸色微变, 这时候阳光刺目。 拿着灯笼出门, 这叫做放人。 临到门槛的时候, 唐先生停了一下。 我刚松了口气, 可他只是看了一眼天空, 就又往外走了一步。 赤裂的阳光, 照射在唐先生的身上, 那灯笼就像是着火了一样, 微微颤动。 下一刻, 唐先生抬手撕下来两张符, 朝着半空一炮。 符被风卷起, 居然在半空中四散裂开了。 我顿时脑袋一片空白, 身体站立, 双眼泄洪。 老东西, 我杀了你。 我又要提起分尸道。 唐先生却瞥了我一眼, 冷冰冰地说了句, 无知, 大鹰之石百鬼出游, 这一点时间, 即便是烈日高悬, 但阳气极盛, 阴气冲天, 它们根本不会魂飞魄散, 而是会回到身体里。 我呆呆地仰起头, 看着天空。 果然, 阳光很刺目, 可温度却几乎没有。 甚至, 我感觉后心发凉。 与此同时, 我手上的伤口, 似是痒了痒。 本能的, 我又低头瞥了一眼手指。 伤口处, 隐隐有一些血中发青。 我心头猛的一跳。 这时候, 虽然没有天黑, 但阴气冲天。 蒋优女发现我了。 余光注意到, 唐先生又看向了我。 我不动声色地将手握紧, 挡住了伤口。 同时我闭上眼睛, 嘴巴抿成了一条线。 十几秒钟后, 再睁开眼, 我已经完全镇定下来。 在与唐先生对视, 我勉强说了句, 抱歉。 唐先生看我的眼神, 依旧冷漠。 舒子辉呵呵一笑, 道, 既然如此, 这八毛阵就没有呆下去的必要了, 红河。 你带我们去人和的所在之处, 再看看唐先生是怎么对付那阴险小人的, 也算是为父给你报仇。 说真的, 舒子辉的话, 让我有点想吐。 仁和是阴险小人, 他好意思和我说为父, 更好意思说是给我报仇。 不过, 虽然这样想, 但我还是和舒子辉笑了笑。 皮笑若不笑, 便不用笑了。 唐先生的话音又让我身体僵硬。 这人能看穿得太多。 舒子辉倒是不再多言, 直接朝着院门外走去。 唐先生没有跟上舒子辉, 反倒是跟着我。 显然, 他不放心我在后边。 我们刚走出院门, 一辆很不起眼的白色轿车就停到了院门口。 唐先生去了副驾驶, 我和舒子辉坐在后排。 开车的是个女人, 模样一般, 但身材很好。 舒子辉和我点点头。 我明白他的意思, 开口说了地址。 直觉, 让我扭头看了一眼车窗外, 发现远处站着一个女人。 那不正是审计吗? 而我余光却注意到, 唐先生明显也发现审计了。 他抬起手, 指尖却夹着一张符, 再来回移动。 那是一张人形符, 多看了一眼, 我却觉得眼珠刺痛, 额头顶端的位置, 有一阵阵要穿透的感觉。 唐先生的符, 你不要多看, 看多了, 魂魄离体, 伤及本源。 舒子辉手落在我肩头, 我只觉得一种怪异的冰凉渗透心底。 一个机灵, 我清醒了过来。 那女先生有些难缠。 唐先生忽然说道, 他这话明显不是对我, 而是对舒子辉所说。 有唐先生在, 自恃无碍。 舒子辉倒是没有什么担忧。 嗯, 他若是靠近, 便收了魂, 他给我一种隐隐熟悉的感觉, 有些像是那群人。 唐先生又道, 哦? 舒子辉明显有些疑问。 八宅。 唐先生在开口。 顿时, 舒子辉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露出了几分冷冽和杀鸡。 其实, 从见到舒子辉开始, 他一直是一副病奄奄的模样。 刚才他拍我肩膀, 却让我察觉到不一样, 那种冰冷能尽透心底。 还有, 唐先生称呼他为九先生。 我感觉, 他不会阴阳术, 但他必定有更过人的地方, 否则, 绝不会被一个阴阳先生这么尊重。 他们的对话, 还让我误以为, 他们和沈记的来处有关。 但八宅两字, 我却从没听过。 沈记是来自枪族, 是枪族先师, 枪族还有个柳架, 这就是我现在所知的信息了。 车缓缓朝着八毛阵外开去, 出阵之后, 速度快了许多, 静止前往先逃逝。 舒子辉在闭目养神, 唐先生收起来了符, 正经微作地看向车窗前方。 我尽量让心绪镇定下来。 虽说现在处境艰难, 但好歹, 我成功拖延了时间。 蒋优女嘴上有我的血, 刚才明显是联系上我了, 沈记也因此找到我。 他肯定能接着找来。 江蒙之前也看过这地址。 另外, 吴先生和老先生肯定不会坐视不理。 我要做的, 就是时刻准备好应对突变。 当然, 还有借刀杀人。 差不多过了十几分钟, 车内只剩下安静。 我瞧了一眼舒子辉, 他几乎同时睁开眼, 又对我笑了笑。 你还有个女儿, 多大年纪了? 我稀松平常地问了一句。 九岁。 舒子辉轻叹了一句, 他眼底略复杂, 又道。 我被禁足十年, 家族放我出来之后, 要求我和另一个家族女子联姻, 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妹妹出生之后, 有先天的影集, 凭借舒家的地位, 已经用尽办法, 还是无法根治。 家族内的先生不挂, 算出, 我还有一子遗留在外, 这就是救命的契机。 停顿片刻, 舒子辉面带笑容, 道。 唐先生性格直率, 对血脉很看重。 他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等回到了家族, 治好了你妹妹病症, 我会教你舒家应有的传承, 而不是这小小的卑识人术法。 我故意让自己眼皮微跳, 眼中露出了几分好奇。 唐先生在前面, 就瞧不见我眼神了。 舒子辉倒是笑容更多。 我又问了一句, 我妹妹是什么病? 舒子辉正要开口。 九先生, 唐先生话音从前面传来。 呵呵, 等你回去之后, 你便知道, 届时还需认祖归宗, 更改姓氏。 舒子辉再道, 我没接这句话, 只是低下来了头。 与我来说, 我妹妹只有一个, 蒋幽女。 舒子辉所表露的善意, 还有她隐隐抛出的橄榄枝引诱, 对我根本毫无作用。 她还有一个女儿, 有病要治,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她真要是有半点血脉之情在, 就不会对我如此, 也不会对蒋幽女不闻不问。 这不过是在骗我就范, 跟着她们好好离开吧。 认祖归宗四字, 更是令我嗤之以鼻。 我只愿意承认, 我身上的蒋家写, 至于这舒家, 又算什么狗屁东西。 当然, 这些想法, 我现在只能压在心底, 不能表露出来。 车, 一直匀速朝着仙桃式前进。 我一直在养精蓄锐, 保持镇定, 让自己处于最佳状态。 同时我在回忆我所看过的识惯相熟, 想一个能对付唐先生的办法。 舒子辉显然没有唐先生精明。 这给我的感觉, 唐先生更像是一个护卫, 时刻提点他两句。 如果能让唐先生废了一双眼睛, 他们的实力, 就要大打折扣了。 石棺橡树以鼓起, 以肉根, 后边的篇章才是五关。 我再尽力回忆关于眼的篇章。 一小时晃眼而过。 我们进入了仙桃式, 又朝着洋通会给的那个地址前往。 差不多又过了一小时, 车却停在了一个城中山前。 仙桃很大, 城中山很多, 这并非上次直向那座山。 唐先生先下了车, 舒子辉和我随后下来。 开车的女人则依旧留在车上。 山脚有一排台阶, 顺势往上。 地址说的就是这座烂桃山腰, 有一座老院。 唐先生正要迈步朝着台阶走去。 我低声道, 慢着。 唐先生瞥了我一眼, 问我又怎么了? 我凝重地沉声说道, 没有天黑, 人和最厉害的本事是控尸, 至少我目前知道的是这样。 我们现在上去, 可能会打草惊蛇。 也可能给人和机会, 先发现我们的存在, 再调用更多的凶尸, 我们容易死。 唐先生眼中更轻蔑, 淡淡道, 你见短时前, 一个低劣控尸的阴阳先生, 也让你这么惧怕。 我们就上去, 站在那里, 等着他来。 这座山坐阳向阴, 此处白日对阳, 背面是阴地, 藏尸不下千据。 我们上去, 就让他觉得胜券在握, 天黑来犯最好。 不然, 我还害怕他跑了。 雨霸, 唐先生静止朝着山上走去。 狮子辉提示我跟上, 我面不改色。 其实, 我刚才那话是故意的, 我想用激将法, 因为我也怕这唐先生不够高调。 他够高调, 人和动手的手段肯定就更多。 人和能算计, 讲家那么多年, 那么多代人, 真那么普通。 太过狂妄的人, 总会被封闪了舌头。 只要变数多, 我就有脱困的机会。 一晃眼, 我们就快到山腰了。 隔着老远, 便瞧见了一间老院, 充满了陈旧感。 远观之下, 那院子似是一个趴着的人脑袋, 下巴处着地面, 曲线的院墙是他的脸和耳朵, 院门是漆黑幽深的嘴巴。 挂在门上的两个大灯笼是眼珠, 正在盯着我们靠近。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靠近他, 就像是不停地靠近一具凶尸的嘴巴。 还有刚才唐先生说, 这山背面是阴地, 藏尸不下千具, 真有上千具尸体。 我怎么觉得, 他是夸大其词? 如果是真的, 那人和未免太过手眼通天。 这仙陶氏, 岂不是人家大本营? 这唐先生也未免太过强横。 总算到了老院境前, 门头挂着一个牌匾, 写着, 仙陶氏烂陶山陵园亭亭海处。 院前还有一个指路的牌子, 指着院子侧边一条路, 牌子上写着, 新陵园由此去。 我心跳的速度稍慢了一点。 原来, 唐先生说藏尸千具, 是因为这山的背面, 是一个陵园。 这座山半片是目的, 反倒是正常了。 不然, 我还真怕他阴沟里翻船, 连累我一起被仁和做掉。 即便如此, 我不敢清待, 仁和选这个地方, 绝对是有准备的。 有没有可能, 他现在还留在这老院里头。 我刚想到这里, 唐先生便一手推开了院门。 枝鸦的声响中, 空荡荡的院子入了幕。 这老院给人的感觉有些逼着压抑, 虽说院子空间不小, 但是一共正, 左右, 三边的房屋都是没有窗户的直墙, 门扇距离很近, 每一道门扇距离都不超过一米。 其实不只是三方, 两边都有修好的屋设。 直觉告诉我, 那些门都不是活人该进去的, 其宽展程度, 怎么刚好让棺材抬进去摆放? 而且, 此地没有堂屋, 只有院子最中间摆着几张桌椅, 应该是以前给人接待用, 现在已经荒废了, 满是脏兮兮的灰尘。 不, 并非所有桌椅都是脏兮兮的灰尘, 有一套桌椅干干净净, 甚至还放着茶壶和瓜果盘。 唐先生静止朝着那套桌椅走去, 我们紧随其后。 九先生, 坐。 唐先生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梳子辉坐下。 梳子辉坐下后, 左右扫视一眼, 胡而道, 左边第三, 第四, 第五, 右边第一, 第二, 第三, 正面当中, 各停放了一具尸体, 此人有些门道, 五口血煞化青尸, 两口青尸煞, 现在这阴阳界, 有这种本事的人不多了。 我瞳孔紧缩, 脑袋都猛了一下。 我自诩对阴气的感应很敏锐, 只觉得这院子不对劲。 唐先生进来之后, 看过左右, 也没什么表现。 梳子辉这番话, 居然直接点明了这里的尸体。 我额头上开始冒汗, 唐先生却立即走向那几个房门前, 分别打开了门, 进入其中。 我站在原地, 不好过去, 只能瞧见里头都有棺材。 唐先生直接打开棺材, 我就瞧不见棺材那是什么景象了。 很快, 他又从那几个房门走出来, 手中多了几张符, 全部都是人形符, 阳光照射下, 符传要么是深青色, 要么是透着雪光的青色。 他们形似男女老少, 似是在阳光的照射下战力发抖, 魂魄都在被不停地消耗。 我简单看出来, 唐先生一些实力了。 他控制八毛阵人的手段, 我还不晓得是什么, 可他能用符收走魂魄, 这就是一个极为棘手的本事。 一旦魂魄落入他手中, 他想要弃魂飞魄散, 太过容易。 白天有阳光, 夜里头将符拍在任何辟邪之物上都会让魂魄重创, 甚至是烟消云散。 人和此事不在这里的原因我还不知晓, 有没有可能他发现杨通会出事, 就藏匿了起来。 可他留下的七口凶尸, 已经轻易被解决。 上次他对付我和沈济, 也就一口轻尸煞, 一口特殊的活尸。 他还能拿出来什么底牌吗? 还有, 这舒子辉的本事太邪门诡异了。 他是凭什么发现那些尸体的? 时间, 一点点过去。 唐先生在院门上方贴了一张符, 门槛左右贴符, 然后毫不客气地说, 和三道索命符无鱼。 再接着, 他就回到了舒子辉旁边站着。 天色, 逐渐开始变暗, 距离天黑越来越近了。 当天色彻底漆黑下来之后, 院内起了风, 悠凉悠凉的风, 好似带着窃窃私语的画声。 又过了至少得有一两个小时, 居然都没人回来, 这里也没发生别的什么事。 舒子辉开口说道, 看来, 那人不知道这里的尸体都被收了魂, 他控尸的本事并没有多厉害。 我心跳落空了半拍。 这意思就是, 人和还不知道我们来了, 没有准备来对付我们。 那他去了哪? 我心虚略有不宁, 只不过, 现在除了等, 就没别的办法了。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脚步声从院外传来, 同时还夹杂着人说话的声音。 爷, 真不怪我, 我就是徐摸赚一笔钱, 不是没去找你要的人, 我还见到他了。 谁知道, 是他让人骗我过去的呢, 他们肯定得来这里。 我和他们说, 那瘸子和娘们在这儿了, 说话声很急错, 还带着恳求, 不正是杨同会的吗? 并没有人回答他。 我瞳孔紧缩, 眼皮顿时狂跳起来, 盯着院门。 唐先生则极为平静。 舒子辉似是在闭目养神。 院门上, 门槛左右, 三道福, 外头两个人。 看样子, 其中一个必然是人和。 他不在的缘由, 居然是去找杨同会了, 甚至还破开了审计的奇门遁甲。 不过, 看样子, 他还没发现这里的问题, 否则不会这样回来。 很有可能, 下一刻, 他就要被抽离魂魄。 吱鸭一声轻响, 院门被推开了。 我先看到的, 果然是杨同会的脸。 杨同会动作很快, 正一脚迈入院内。 他身旁还有一个人影, 不正是人和吗? 人和原本面色冰冷, 刹那间, 他瞳孔紧缩, 警惕无比地盯着我们。 杨同会先一步进来, 眼中同样带着惊恶。 讲红和! 杨同会惊声喊道。 下一瞬, 他眼中都是惊喜和得意。 大爷! 我就说, 这小杂种是要回来的。 就在这时, 舒子辉的眼睛睁开了, 他皱着眉头, 眼中闪过一丝杀鸡。 唐先生忽然抬起手指, 轻轻一勾。 肃得一声轻响, 怨言上那道符落了下来, 刚好紧贴在了杨同会的脸上。 这道人行符本来瘦小, 可刹那间却鼓掌了一样。 人和的警惕变成了惊怡, 立刻往后退去。 可他还没后退出半步, 忽然双目失神, 却脉步朝着院内走来。 我心头惊害, 这就是唐先生控制证明的手段。 他是怎么做到控制了人和的? 人和已然朝着院内脉步, 门槛上两道符几乎同时弹起, 要贴向人和的身体。 说时迟, 那时快, 眼看人和就要中招。 他要落下的腿, 忽然僵直, 从他身上掉下来了一样东西。 他猛地往后一躲, 又用手一推杨通会。 杨通会倒下, 刚好被那两道符贴重。 之前他脸上那道符, 骤然间四分五裂。 鲜血, 从杨通会的眼儿口鼻处, 疯狂涌出。 嗯? 唐先生语气透着疑惑。 他往前迈步了一下。 就在这时, 天空中升起了一道烟火。 夜很黑, 那烟火的范围却极大。 啪! 得一声, 那声响却极为怪异。 舒子辉抬起头, 眼中倒是有些玩味。 不错的烟火, 很好看, 放得实际也不错。 唐先生, 不要那么轻易收了他的魂, 先活捉。 舒子辉淡淡说道, 人和却满头大汗, 压根不敢有片刻停顿, 掉头就要朝着山脚下冲去。 我眼皮狂跳不止。 人和之前, 被我用老先生的符定住的时候, 身上也掉下来过东西。 那应该是人和护身的物品。 而这烟火, 却更让我心神烦闷。 这叫好比火烧眉毛的时候, 旁边还有人拍手叫好。 舒子辉觉得这烟火恰到好处, 让他高兴。 对我来说却完全相反。 我觉得糟糕透了。 唐先生眉头再次一皱, 迈步往院外走去。 明明视线中他走得很慢, 甚至没有走直线, 但是下一瞬, 唐先生居然已经在院门口了。 我脸色在变。 此时, 人和刚逃出去十几米, 快要消失在视线中。 唐先生抬起手来, 手腕一抖, 几个铜质的珠子朝着人和射去。 可就在这时, 蹊跷流血的杨通慧, 居然猛背一下挺着身体, 挡住那几颗铜珠。 人和猛然驻足, 身体一抖, 从他身上散出大量黑色的雾粉, 风一吹, 那些粉末朝着唐先生席卷去。 唐先生陡然后退, 双手猛地一扬。 院门直接被关闭, 挡住了那黑色的雾粉。 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生起一股心惊肉跳的感觉。 舒子辉站起身来, 眉心紧皱, 眼中透着思索。 又是一种毒。 唐先生回过头来, 本来他胜券在握的神色, 变得阴晴不定。 他跑了, 不能让他跑。 我低声说道, 闭嘴。 唐先生冷声呵斥我。 我也冷眼看了一声唐先生, 隐隐站在了舒子辉的身后。 我心惊肉跳的感觉消失了, 毕竟那雾粉没正对着我。 不过我却故意抱了抱拳, 和唐先生说了句抱歉, 我不该为难他。 明显, 唐先生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杀意。 不过, 舒子辉却却看了他一眼, 并奄奄的脸上露出几分警告。 唐先生沉默低头。 片刻后, 他抬头道, 耐毒有些怪异, 隐隐给我直觉, 他会很致命, 粉尘无孔不入, 不能靠近, 他应该已经跑远了。 关键时刻, 他又利用了那个胖子, 挡住了我的铜珠。 小先生, 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 先回去救了小姐。 若是你还想要他们的阴阳术, 或者是沙纳人和抱当年的仇, 我们再折返回来, 好好算计, 一下人和。 半晌, 舒子辉没说话。 我看得出来, 他不高兴。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 他往前走去。 唐先生立即走至舒子辉前头, 先行去推开了院门。 杨通辉的身体还倒在地上, 他脸上流淌的血, 居然已经发干发黑了。 贴在他身上的其余人形符传, 全部四分五裂。 善用毒, 善控师, 胆小如鼠, 一旦遇到危险, 直接就要逃命, 好一个人和。 舒子辉语气冰冷了更多。 他又看了唐先生一眼, 忽然笑了笑, 说道, 下一次, 希望唐先生, 你不要失手, 毕竟你随我外出, 我其他几位兄长很看重你。 唐先生的额头上冒出了几颗汗珠。 舒子辉要朝着山下走去。 唐先生垂头, 就像是犯错的蒲丛一样, 紧跟着舒子辉的身侧。 我现在也只能跟着下山, 多瞥了一眼杨通辉。 毋庸置疑, 他现在已经成尸体了。 人和回来的突然, 跑得也突然。 最关键之处, 还是在于舒子辉和唐先生这个搭配, 有些太无解和邪门。 一个能看出来尸体藏匿在哪, 一个直接上去收魂。 我想借刀杀人, 被人和金铲脱鞘。 根本就没能耽误多少时间。 审计能有办法吗? 老先生和吴先生, 是不是已经在暗处盯着我了? 我心头逐渐滋生起来了胶着。 快要抑制不住的时候, 我们已经走到了烂桃山的山腰。 手指, 忽然感觉一阵冰凉。 我翻过来手指, 不经意地低头一看。 伤口处开始溢血, 血迹透着青红色。 审计和蒋优女来了。 就在这时, 舒子辉忽然停顿了一下脚步。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立即捏住了手指, 才发现, 舒子辉不是看我, 而是看了一眼我们身后。 再接着, 她仰头看向空中。 唐先生同样抬起头来。 他们在看什么? 我也疑惑地抬头往上看, 才发现刚才炸开过的烟火, 居然还有一些余韵的白色烟雾 在夜空中残留。 烟花质量不错。 我嘀咕了一句。 唐先生却微眯着眼睛, 忽然道, 九先生, 先回去。 嗯嗯嗯嗯嗯嗯。 舒子辉点点头, 我明显从他们两人的眼中 看到了警觉。 烟花有问题。 我眼中也犯起了疑惑和思索, 因为他们就是看了那些 白色烟雾的残留, 才说要折返。 走吧。 舒子辉示意我往回。 我顺着跟他们走, 同样, 我没有掩饰自己的疑惑。 问他们, 是那烟雾的问题。 不是简单的烟花。 舒子辉又嗡了一声, 她说, 我很聪明。 不过, 她不知道这烟火 是谁放出来的, 是刚才那人和, 还是说, 跟着我的那个女人。 如果是人和的话, 那就是命中注定, 人和今天要死在这里。 若是那个女人, 她就秉着善意的态度, 会留那女人半条命。 毕竟, 她是跟在我身边, 为了保护我的人。 嗯。 其实我很想问舒子辉, 我是不是应该和她说一句谢谢? 当然, 这话就只能心里头想一想了。 舒子辉这人, 很典型地笑面虎, 说翻脸就会翻脸。 就像是她刚才那样说 唐先生一样。 我可不想, 被他们捆着手脚, 堵着嘴巴带走。 一晃眼, 我们又快回到那亭海的老院了。 我大致还有一些揣测。 烟火, 可能是审计放的, 但凡是人和, 她都不可能那么惊慌失措的, 逃。 并且, 我还感受到了蒋优女来了。 另外, 舒子辉和唐先生明显很警惕, 这就代表, 这东西可以威胁到他们。 思绪再次落定, 我隐隐有些悸动起来。 当然, 我还是不动声色, 等待着机会。 一转眼, 唐先生先进了院内, 他却静止走向了那几道门。 也就在这时, 搜的一声破空声传来。 自我们来路, 直射而来一道桃木剑。 舒子辉骤然一侧身, 躲过了桃木剑。 桃木剑直射唐先生的后心而去。 这剑太快, 快得让人难以反应。 眼看下一瞬, 唐先生就要毕命当场。 这突如其来的一剑, 让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这肯定不是审计的剑。 我就见过审计用鞭子。 难道, 人和可以突如其来地跑, 唐先生也会死在这忽然的剑下? 我刚想到这里, 唐先生忽然朝着前方一倒。 他双手却撵着两道人行符。 朝着胸前拉拽了一下。 煞时间, 符凭空燃烧。 与此同时, 左右个一个房间的门, 轰然撞开。 桃木剑不会转弯, 搜的一下从唐先生上方掠过。 那两道开了的房门处, 却骤然钻出来了两具凶尸。 血红中, 带着青色的皮肤, 蓝绿的衣服, 鱼抛眼, 肿大的脸。 这两具血煞化轻的活尸, 显得极为凶利。 有一个不好的念头, 从我心底生起。 唐先生凭借刚才那两道符, 将它们控制了。 舒子辉立即按住我肩头, 带着我进了院内, 快步走至唐先生身后。 唐先生已然站起身来, 他的唐装略显狼狈, 脸色铁青难看。 那两具血煞化轻的活尸, 机械地走到了唐先生面前, 背对着我们, 面对着院门。 唐先生又快速摸出五张人行符。 我才看见, 符上有他的血。 他手轻轻一抖, 符指凭空燃烧起来, 又是五道房门轰然撞开。 再走出来了三具血煞化轻的活尸, 两具活轻尸煞。 当他们全部到了唐先生前方的时候, 这整个院子都充满了音乐的压力。 陶木剑, 是道士。 舒子辉忽然开口, 我总觉得, 那女人和八宅的人很像, 但并非那群人, 原来, 是他和道士混在了一起。 唐先生回答, 不过, 他现在的气息又平复了很多。 九先生放心, 白天我没诛灭这几个尸体的魂魄, 就是想着, 到时候教训人何用? 他是跑了, 但他们还是派上了用场, 对待这些地方的道士和先生, 两口轻尸, 足够让他们应对不暇, 我会拿下那女人, 还有随行来的道士, 供您发落。 唐先生再一次开口, 说时迟, 那时快, 又是嗖嗖几声轻响传来。 这一次, 并非是剑, 而是月光下的一道人影, 一道敏捷矫健, 身形完美的人影。 不是沈济, 又是谁, 只见他在山路上几个纵身, 如同剑射一般, 直接跃上了院门顶端。 他神色冰冷如霜, 眼中杀鸡喷涌。 在瓦顶上落下的一瞬间, 他仰手狠狠一抽, 长边呼啸而下, 当头抽向了唐先生的脸。 唐先生站在原地, 已然不动。 两具血煞化青的活尸骤然跃起, 直接抓住了沈济的长边, 用力往下一转。 沈济一声赤鹤, 身体猛然一旋, 震开了那两具活尸。 下一刻, 其余五具尸体同时动了, 全部朝着沈济冲去。 鞭子并飞长, 变强, 阴阳术学艺不精, 还兼修这些三脚猫的拳脚, 废物。 唐先生冷声呵斥, 沈济压根没有理会唐先生。 他手陡然往外一甩, 袖子却射出来一排弩箭。 嗖嗖的声响中, 五个血煞化青的活尸重箭, 直接坠落倒地。 那两个活青尸煞, 却毫发无伤, 已然冲至屋檐上, 一尸在左, 一尸在右, 分别近身攻击沈济的肩头。 小心! 我忍不大喊出声。 沈济眉间声寒, 活重重一塌右腿, 整个人凭空跃起。 一枚铜珠却刚好从他站着的地方射过。 唐先生一击不中, 微眯起双眼, 眼中引怒。 我额头上汗珠直冒。 沈济要是躲闪得不及时, 恐怕就要被击中。 那铜珠绝对不会比人形幅弱。 说别人是废物, 不说你是先生, 你还偷袭一个女人, 我看你连三脚猫都算不上, 就一个软脚下。 我毫不客气地骂了唐先生一句。 唐先生反手一甩, 就要抽象我的脸。 梳子辉手一抬, 却刚好挡住了唐先生。 我蔑视地瞥了一眼唐先生, 眼中有一分得意。 这反倒是让唐先生更为怒火中烧。 还有一个人, 来了。 你要认真一些了, 唐先生。 梳子辉悠悠开口。 唐先生目光一领, 再次看向沈济, 同时往前迈步。 沈济躲过那铜珠和那两个活青狮煞的一击之后, 将长边朝着屋檐上一抽, 整个人飞速向后方退去。 那两具活青狮煞, 就要跃下去追。 夜空中, 却传来一道正气凌燃, 让浑身血液都好似要燃烧沸腾起来的话音。 盖文,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百秧, 一斩去天秧, 天逢道路鬼, 斩去朱魔鬼, 永远离家乡。 二斩去地秧, 帝户将吉祥, 男邪女归正, 斩灭自消亡。 三斩去鬼秧, 百怪远前藏, 断阙诸恶事, 家眷自安康。 无缝御黄律令射。 这咒法声伴随着数道剑影。 最前头的是三柄深黄色的陶木剑, 中间是三柄黑色的木剑, 最后边则是一柄青铜剑。 这三股不同的剑影, 全部传射到了一具活青狮煞身上。 那活青狮煞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身上不停地溃散出白烟, 重重倒入院内。 他胸膛前都快被扎成马蜂窝了, 却依旧只是伤, 没有魂飞魄散。 我头皮发麻, 这活青狮煞, 荡真是强横。 刚才那个招式, 已然超出我的理解认知, 居然都除不掉他。 另一句活青狮煞已经冲出院子, 直追审计而去。 唐先生也踏出院门, 他又踏上了刚才那种怪异的步伐。 审计并没有跑, 他速度显然要比活青狮煞更快, 后退十几米之后, 窜上了左边山体的一棵树, 从高下, 越过唐先生和活青狮煞, 朝着院内冲来。 审计的眼神很坚决。 显然, 他的目的, 要到我的身边。 梳子辉眉头微挑, 眉眼中却露出了一股笑容。 可他这笑, 却让我毛骨悚然。 我总觉得, 梳子辉要比唐先生更危险。 又是两道铜光闪过, 唐先生追不上审计, 手臂颤动两下, 两枚铜珠直击沈济的身体。 他好似计算了沈济越过的方向, 刚好击向他前方一些。 这让沈济根本无法闪避。 沈济又是一声轻鹤, 手中长边抖动, 分别击向那两个方位。 铜珠骤然弹飞。 山路下方, 再次来了一道身影。 那人身穿青灰色长袍, 短寸的头发, 腰间缠着一圈桃木剑和青铜剑。 显然, 是一个道士。 那道士双手扬起, 射出。 一股攻击的是那活青尸煞, 阻断了他去进攻审计。 另一股, 直接射向唐先生的面门。 唐先生更为愤怒, 厉声喝道。 着死! 与此同时, 他放弃攻击审计, 将双手交错于胸前, 脚下踏出几个怪异的步伐, 居然躲过了桃木剑。 那活青尸煞已然中招, 短暂地被定住了身形。 唐先生却直接朝着那道士冲去。 那道士迎面上。 我正想大喊出声, 让他倒是不要大意, 千万不能因为唐先生是个先生, 就和他正面过招。 唐先生, 可还有一个本事没用。 但我话还没出口, 忽然, 身体就是一麻。 这种麻是出自于浑身上下, 就连头都很难移动, 只能眼珠动了一下。 舒子辉的一只手, 落在我胸口上。 等他抬起手的时候, 我胸前插着一根手掌长短的银色小针。 胸口立时传来一股剧痛, 这种痛, 让我想要哀嚎出声, 却喊不出来。 沈济落至房顶上, 眼眸中杀鸡喷涌而出。 谁让你伤他的? 沈济话音冷冽, 难掩目逸。 可这一句话, 却让我心头一颤, 不知道为啥, 我有种酸意涌了上来。 不能动吗? 他是我的儿子, 想要乱说话, 必要被教训。 舒子辉淡然地说道, 你配吗? 沈济再一次开口, 语气充满了厌恶。 他一跃而下, 逼近舒子辉身前, 一手承掌刀, 直接朝着舒子辉脖子击去。 另一手甩动长鞭, 朝着我缠来。 一心二用, 你们这些普通人, 不只是学艺贪婪, 做事更是如此。 舒子辉却摇了摇头, 他朝着右边踏了一步。 明明他速度更慢, 按道理, 绝对无法躲过去, 沈济这一招的。 可他居然躲过去了。 甚至, 他并没有阻拦沈济救我。 沈济用长鞭缠住我腰身, 将我直接拉到了他身旁。 那长鞭在惯性之下又是一卷, 竟将我绑在了沈济背上。 舒子辉的话, 压根没有让沈济分散思绪。 只是, 他躲过去了一招, 明显让沈济眼中多出几分惊疑。 沈济松开鞭饼, 双手朝着舒子辉肩头勤去。 舒子辉再次踏出几步, 不但躲过了沈济的双手, 居然整个人进到了沈济的面门前。 这距离太近了, 近到令我毛骨悚然。 而此时, 沈济是双手挥出的状态, 根本来不及收手防御。 刹那间, 沈济又是一声冷哼, 陡然抬腿, 朝着舒子辉一脚蹬出。 舒子辉骤然抬手, 挡住了沈济的脚。 沈济借力, 整个人凭空跃起, 居然跳到了屋檐上。 骤然的失重感, 让我心跳加速。 可沈济却又传出一声闷哼。 我能瞧见他侧脸露出几分痛苦。 甚至, 他的身体有些站不稳了。 我勉强移动眼珠, 将将能看见沈济的脚。 他右脚的脚背上, 穿透了三根银针。 这针, 远远比扎在我胸口的醋。 院内的舒子辉, 依旧是病腌腌的一副脸。 他在身上擦拭了一下手掌上的泥土, 另一只手背负在了身后。 可惜, 你要是独修任何一门手段, 这等资质和天赋都绝不容任何人小觑。 但现在, 你显然自己毁了自己。 舒子辉摇摇头, 话语平淡, 却带着轻叹。 沈济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他显然更为痛苦了, 勉强弯下腰, 拔下来了脚背上的针。 等他站直之后, 我才瞧见, 针身上有很多道刺, 那些细小的道刺上, 似是勾着血肉。 沈济喘息了两声, 另一手往我和他身体之间抓去。 我觉得, 胸前也是一阵刺疼。 他在抬起手来时, 也拿着一根针。 我勉强恢复了行动力, 单手搀扶着沈济的肩头。 因为那一瞬间, 我感觉沈济要摔倒了。 腰间的肠边顿时松开, 沈济声音变得微弱了不少。 他踩他的步伐, 很怪异, 好似走在了先天后天之间, 他走得不是路, 是阵法。 所以我挡不住, 抓不到, 我心头再次一领, 因为我听不明白沈济说的话。 走。 沈济强撑着身体, 带着我朝院外院下。 砰的一下, 我俩落地, 我勉强撑住身体, 让沈济没有扑出去。 刚才他背着我, 可这转瞬之间, 我只能搀扶着他了。 梳子辉并没有追出来。 我这才瞧见前方的路上。 唐先生还站在原地, 面带笑容。 至于刚才出手那道时, 他却手举起的模样, 好像主动探出了手掌。 在他的手掌正中, 稳稳当当地贴着一张人形符。 我脸色彻底变了, 低声说了句, 这老杂毛有个手段, 可以让人忽然被控制那么一瞬间, 刚才人和就中招了。 他利用洋通会挡了一下, 不然也跑不掉, 我刚才没来得及提醒。 沈济挣扎着摸出一颗药丸, 塞入口中。 他又快速递给我一枚, 我一口吞服下去。 沈济稍稍挣脱我的手, 自己能站稳了。 他声音透着浓郁的不安, 柳玄桑是一个老东西的弟子, 老东西为了保护我, 暗中安排他跟着我。 他居然, 唐先生反手收起来的那张符, 冰冷地看了沈济一眼, 道, 敢对九先生动手, 等会儿, 你就是行尸走肉。 唐先生再次朝着我们走来, 院内的舒子辉依旧没动, 这会儿, 他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般, 静静地看戏。 我手抓住了腰间的分尸刀, 只觉得浑身发寒。 这两人, 怎么就那么强? 这让我生起一个感觉, 就算是想要拼命, 都没办法。 可坐以待毙, 也太过窝囊憋屈。 我一声闷横, 骤然往前一冲, 就要朝着唐先生挥道。 那一刹那, 我感觉唐先生盯着我看了一瞬间, 一股无形的推力, 好似从四肢百骸推动了一下我的身体。 我居然朝着路旁侧的山坡冲了过去。 砰的一下, 我撞在了一棵树干上, 疼得我眼前一黑。 沈济喘息一声, 又要挥动长边。 唐先生抬起一只手, 手掌中却握着一张人形符。 他又盯着沈济看了一眼。 沈济身体一颤, 呆站在了原地。 我刚才挣扎着站稳, 心头却是一凉。 我本以为, 下一瞬, 沈济要走向唐先生, 自己去抓住那道符, 就和刚才的道士一样中招。 没想到, 沈济的腰间却落下来了一样东西。 那居然是一块硅甲。 瞬间, 沈济恢复了正常。 他手臂呼的一台, 一根铜剑从他袖口射出。 显然, 唐先生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幕发生。 院内传来舒子辉的金声大贺, 助手。 只不过, 他的喊声显然来不及制止, 沈济也压根不会理会。 同志弩箭直接射中唐先生右侧胸口, 他轰然一下被鸡飞树米, 重重倒地。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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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响传来, 院门处射出数根手指长的银针。 沈济已然来不及闪躲了。 我想要扑出去, 可我脚踝却忽然被一只手抓住。 那手猛然往下一拉, 我身体直接往下缩去。 我大惊失色。 谁? 我压根来不及做最后的反抗。 如果我将分尸刀朝着下方刺去, 不管下边是谁拉我, 都绝对不死, 也要脱半层屁。 可我没这样做。 而是手肘用力一甩, 分尸刀脱手而出, 直接射向那些银针。 火花在半空中暴闪。 我大喜过望。 可我鼻翼间, 却闻到了一股怪异的臭味, 浑身都僵硬了。 转眼间, 我被拉进了林子里, 再也瞧不见外边的情况。 速速地声响中, 我又被拉扯了好远一段距离, 到了一处树影稀疏, 有月光照射的地段。 我这才瞧见, 抓着我双腿的, 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 忽闪忽闪的桃花眼, 顿时让我回想起那句, 一只梨花春带雨, 眼神似醉又迷离。 不过, 现在她眼底只有冰寒和恨意。 这女孩, 不正是那老仙和老玉的孙女。 我额头上, 顿时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才出虎穴, 审计都还没脱险, 我又叫蛇蟹给抓了。 一时间, 我妈娘的心都有了。 现在这脸。 显而易见, 刚才的臭味我来不及分辨, 就是那些黄鼠狼的臭屁。 起来! 那女孩低声喝道。 我只觉得, 脖子上一阵毛茸茸的触感, 还听到了轻微的咔咔声。 再接着, 我身体就不受控制地站了起来。 女孩又恨意十足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 匆匆朝着山下走去。 我跟在她的身后, 快速下山。 这期间, 我一直在努力想要控制身体。 我身上是有解开这黄鼠狼迷惑的东西。 当初从这女孩身上得来的那木桶子, 我一直戴在身上。 只要拿出来秀一下, 我就能脱困。 现在单凭她, 我又了解了她的手段。 她还未必是我的对手。 可我刚才中招的时候措手不及, 现在完全控制不了半分身体。 没过多久, 我们就下了山。 这里并非靠着主路, 而是一条小径, 还有路牌, 指着另一面的陵园。 女孩继续往前走, 我继续跟着她。 月光下, 她娇小的身材, 玲珑有致,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她肩膀和脖子裹着一条毛茸茸的狐狸, 一部分隐藏在她头发下边, 双手手腕, 还有腰间都缠着细长的黑背白肤细蛇, 几只白毛耗子跟在她脚下。 湖白黄柳灰, 再加上我身上的黄鼠狼, 已经是四仙。 第五仙的刺猬, 应该藏匿在她衣服下边。 我回想起当时的老玉, 我给她一巴掌, 却被扎了满手洞, 顿时有些不寒而栗。 越往前走, 离开打斗的地方越远, 安全系数已经大大的增加了。 可让我坠坠不安地, 审计现在的情况。 唐先生中了那一弩剑, 飞死即伤, 舒子辉的一击被我用分尸刀拦下。 审计能脱险吗? 还有那个尾随保护她的道士柳玄桑, 中招被收走了魂魄。 说一千到一万, 我都不能现在离开。 可我一直挣扎到现在, 还是无法挣脱黄仙的束缚。 时间一点点过去, 随着我们走得越来越远, 周围的环境变得无比静迷, 甚至能听到隐隐的虫鸣。 我们走入了一处山体的斜坡, 左右两侧能瞧见修缮的整整齐齐的坟营了。 显然, 这就是烂桃山背面的目的。 女孩又带着我在山腰上七绕八拐, 穿过一些没有路的灌木丛, 便到了一处凹陷进去的山体前。 那凹陷像是一个入口。 她领着我进去, 走了差不多十几米, 是一个略窄小的山洞。 地面躺着一具尸体, 这赫然是当初那老玉。 只不过, 老玉面色苍白无血, 整张脸略微缩小, 身体已经僵硬, 显然是死了很长时间。 在她身边有不少家仙, 全都脑袋搭落在她尸体上。 这一幕显得分外甚人。 那女孩停下脚步, 正正看着老玉扮上, 眼眶通红, 扑腾一下, 跪在了老玉跟前。 奶奶, 我把这蒋红河小贼抓来了。 她声音哽咽, 更压着一股子怨恨。 我, 背上冷汗在冒, 我脑袋更是连轴转。 被她救了, 可不一定是救了。 不管她是怎么发现, 我在烂逃山的, 又是什么胆量, 让她偷偷将我拽走。 但她可不是傻好人。 下一刻, 那女孩站起身来, 回过头, 冷冰冰地盯着我, 突然从怀中摸出一柄尖锐的匕首。 她仰起小臂, 就要朝着我胸口扎来。 我瞳孔紧缩, 更是大惊失色。 她一句话都不说的吗? 这就要杀我性命。 我想要躲, 可压根没办法躲开。 她一匕首, 直接刺中我胸口。 只听叮, 的一声轻响, 紧跟着又是一声吃痛的惨叫。 那女孩蹬蹬蹬后退竖步, 手上却是一道鲜红的口子, 匕首直接落了地。 鲜血从她手上流淌而下, 她瞪大了双眼看着我, 眼泪更是婆娑落下。 显然, 她这是疼的。 她猛地抬头, 盯着我的胸口, 眼中全是难以置信。 下一刻, 女孩撕了一条布, 快速缠绕伤口。 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胸口能感到一阵阵影痛。 刚才她刺我, 却扎在了五滴咽上, 才会一时间没握住匕首, 反倒是划伤了自己。 隐隐地, 胸口除了疼痛, 还有一丝丝暖意。 我身体居然勉强恢复了一些知觉。 手瞬间朝着腰间的兜里一摸, 我便拿出来了那木桶子, 快速朝着鼻翼间一晃。 那刺鼻的辛辣味直冲天灵盖, 我彻底恢复了行动力。 尖锐的咔咔声传来, 又是一股难闻的臭气入鼻。 我反手一抓脖子, 刚好就抓住了那只黄鼠狼的后颈, 狠狠朝着地上一摔。 黄鼠狼一声惨叫, 飞似地朝着那女孩逃窜。 我纵身就要后退, 可后方却传来嘶嘶的声响。 我立马顿住脚步, 又朝着前边急冲两步。 惊疑不定地回头一看, 我刚才要逃窜的位置, 从山洞侧边的岩壁上, 窜出来两条黑背白腹的细蛇, 刚好交错而过。 我要冲过去, 就直接被两条蛇咬伤了。 与此同时, 接连不断地扑扑声传来, 整个山洞都弥漫着一层淡黄色的雾气。 恍惚间, 我瞧见我眼前有好几个女人, 正在摇曳着身姿。 我只出神了一刹那, 脚趾头就传来一阵剧痛。 我没忍住一声惨叫, 用力一甩, 才瞧见是一只白毛耗子挂在我脚上, 他还是死死咬住我脚趾头, 像是要将其咬断。 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甩不开他, 我干脆狠狠往下一踏。 可这个耗子聪明的井, 我还没踩中, 他就松开口, 一溜一二窜开了。 疼痛刺激, 让我眼前的幻觉消失不见。 若目所示的还是那女孩, 不过他身边左右都立着一只白毛的狐狸。 那两只狐狸眼睛尖细, 眼神狡黠, 就像是在发酵。 黄色的雾气还在弥漫, 我又用那木桶子在鼻翼间划了一下, 辛辣刺鼻的味道, 再一次直冲天灵盖。 那女孩盯着我的手, 脸一阵红, 一阵白。 无耻! 他咬牙切齿道, 我怎么无耻了? 我是真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眼睛睁得更大, 杀意却更重了。 一时间, 我们俩陷入了胶着对峙。 下一瞬, 女孩忽然从腰间一抽, 手中摸出来了三根香。 我脸色陡然在变。 我可没忘记, 当初那老玉就是摸出来几根香, 吆喝了个怪异的曲儿, 本事就迎风直尝。 现在, 我本就没在这女孩面前讨到好处。 等她用了这一招, 我恐怕就得隐恨在这里。 思绪间, 我立即抬手, 说道, 慢着。 那女孩果真顿了顿, 眼神诧异地盯着我, 透着疑问。 我稍稍松了口气。 她本事不弱, 能控制五家仙。 可明显, 心性不怎么强。 我迅速开口说道, 杀我, 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 要不是你们非要抓我伤我, 也不会得罪了沈姑娘。 你奶奶也不会受伤与命。 煞时间, 那女孩脸却急得通红, 话音都在发抖, 无怨无仇。 你这红口白牙的无耻之徒, 居然能说得出口。 我奶奶已经死了。 她双手握着的箱, 就要朝着地上插去。 她死, 是因为受伤。 可她为什么会受伤? 是因为审计。 你仔细想想, 是因为这样吗? 我语速更快。 难道不是因为她? 女孩又一声质问, 恨意更重。 不, 是因为杀恶到头中有报, 是你爷爷欠了的债。 你知不知道, 她害死了多少人? 你奶奶非要将尸体带出来, 全阵的人都会因你们而死。 审计真想杀她, 她当场就死了, 放走她, 就是念你们祖孙没有大错, 只是思念之情抑制不住, 一时间走错了路而已。 我这一番话连猪炮似的脱口出。 其实, 我不是胡乱这样说, 因为从刚开始我被她带回来, 一直到对峙那几句话,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女孩和老玉是不一样的。 老玉可以说是人老成精, 歹毒狠辣。 但她不是, 她甚至没有在山中杀我, 而是带到老玉面前, 是因为她认定我是凶手之一。 讲仇怨之人, 往往没有那么冷血无情。 真动手让老玉重创的人是审计, 审计也并非杀了她, 只是伤势而已。 我故意点出他们本来有错, 也点出来审计可以当场杀了他们, 却没有动手, 本意是要将他们放走。 在之后, 我才引导说老玉死于伤势, 而伤势也是因为老仙害人无数。 当然, 我也没有认为这番话一定有用, 全当是一个试探。 可我与爸的瞬间, 那女孩的手却站立发抖了。 她紧紧抿着唇, 手更是死死地攥着香。 她眼中的恨意和怨一瞬间变得茫然了不手, 脸上更出现几分挣扎之色。 我心头顿时便一喜, 果然, 他人并不坏。 我还是有机会。 因此, 我面色一沉, 又继续道, 我从小在八毛镇长大, 当年那老仙儿在镇内盘踞, 假意给证明办事, 实则暗中偷男道女。 难道用那人屁股的时候, 你们心不会慌乱, 不会觉得有人在你们耳边哭诉吗? 瞬间, 那女孩往后退了一步。 她手中的香落了地, 身体软倒靠在山壁上, 却变得格外痛苦挣扎, 眼泪又一次婆娑而下。 我, 我没有杀人, 奶奶, 从未害人, 爷爷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 奶她, 女孩话音都变得试错。 显然, 我所说那些镇鸣之死, 触动了这女孩的心境。 深吸一口气, 我脸色稍稍缓和了些, 往前又走了一步, 叹息道, 迷途之反还不算晚, 杀人是有报应的, 杨叉抓不走你, 这因果报应也肯定落在你身上。 你爷爷的错, 你何必承担? 你奶奶只是被鬼迷了心。 一转眼, 我快到那女孩身前了。 灰暗的光线下, 她梨花带雨的脸, 格外楚楚可怜。 我的手, 放在了身后, 本来想伺机动手。 可没想到, 尖锐的咔咔声从右侧传来。 余光能瞧见, 刚才被我摔地上的黄鼠狼站起身来, 像是个人一样, 盯着我的手。 几个白毛耗子趴在了女孩的身下, 那两个站着的狐狸更为警觉。 山壁上黑白的蛇影如动, 就连女孩身上的衣服都鼓动了几下。 我额头上又见了汗。 这五家仙, 显然不是吃素的。 他们察觉到我的意图了。 别伤他。 忽然, 女孩哑着嗓音喊了一句。 她在抬头, 和我四目相对。 忽闪忽闪的泪眼, 让我猴杰滚动了一下。 你说的没错, 爷爷心狠手辣。 这件事情, 我和奶奶提过了。 女孩嗓音更沙哑。 我一时间不晓得咋接话。 她抿了鸣嘴, 说, 我也知道, 奶奶的伤势不只是简单的弩剑伤, 其中还有一股气。 奶奶说, 那是驱邪劈煞的正气, 难以康复。 我眼皮再跳动了一下, 看出来, 这女孩还有话要说。 只要她不和我不死不休, 这结果, 来说我都能接受。 因此, 我没打断她。 女孩继续道, 你的话没错, 我也看得出来, 你是为了保命。 而奶奶临死的时候, 交代了遗言, 想要回到族内, 还要带着爷爷的尸体一起, 但我没敢回八毛镇。 奶奶死后, 她的尸体一直不正常, 我只能找到这个地方藏身, 是皇二太爷嗅到了你的味道, 我才悄悄潜伏, 找到了你。 你是一个卑诗人? 女孩最后问了一句。 我点点头, 嗚了一声说, 是。 女孩沉默片刻, 又道, 被我奶奶回北边, 还要带上我爷爷的尸身一起, 我们的仇怨既往不救。 否则, 奶奶死因还是因为你们, 如果她回不去, 我凭着报应不爽, 无法出马, 也要将你, 斩于奶奶尸身前, 再去杀那姓神的女人, 替她报仇血恨。 我脸色再次一变。 眼见我说服了这女孩, 同样还能看出来, 她本性绝对不坏, 甚至可以说是纯粮。 可她却要我卖苦力, 卑诗送她和她奶奶回家。 我哪有这个闲工夫? 当即我就要拒绝, 话都到了嘴边。 可她整张脸都紧绷着, 脸上净是坚决。 甚至我都没注意到, 她又摸出来了三根香。 我眼角抽出了两下, 拒绝的话, 变了字眼。 妹子, 万事好商量, 总动不动就要拼命, 太冲动, 那女孩还是紧绷着脸盯着我。 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蒋洪和。 我试探着打马虎眼。 柳馅儿。 女孩起唇, 她又背齿紧咬, 低声道, 你不要有嘴滑舌, 我知道你很会说话, 但你不能蒙骗我, 我不笨, 分得清是非, 你答不答应? 不, 差不多我摸清了这女孩一点性格, 心知这事儿是马虎不过去了。 北方有多北, 距离这里, 开车几天? 我开口问她, 三天。 柳馅儿回答, 她眼中略有一分喜色。 我思索了一下, 三天的时间, 算不上涨。 主要是现在我没办法。 虽说她年纪不大吧, 但手段真的不弱, 五家仙兜被她控制, 我的确打不过。 也还好她心善, 并非恶人, 否则的话, 我现在已经是尸体了。 我心中又生出一个计策来, 反倒是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直接点了点头, 道, 我可以答应你, 但我还有条件。 什么条件? 柳馅儿问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告诉她, 马上和我回去, 不能让审计出事。 刚才她忽然将我带走, 已经坏了我大事。 我让她尽量出手, 帮我对付敌人。 柳馅儿眼中显然有些不怨。 她告诉我, 她奶奶的伤是因为审计, 撇去因果报应的说法, 她也不能救仇人。 我又和柳馅儿沉声解释, 如果她真能看得清, 谁是善, 谁是呃, 也接受因果报应这个说法。 那她就不能认定, 审计真的是仇人, 再退一万步说, 她奶奶的尸身不是有问题吗? 这问题或许和审计用的弩剑有关, 那东西都能定住雪煞化青的尸体, 得让审计来解决。 一时间, 柳馅儿眼神挣扎。 我心头微跳, 直接上前一步, 一把就抓住了柳馅儿的手腕。 与此同时, 那些家仙就要窜上我身体。 柳馅儿低声喊了句, 住手。 顿时, 所有家仙又停下。 我直接转身, 拽着柳馅儿就往山洞外走去。 柳馅儿开始脚步裂浅, 之后就平稳许多。 跟着我走了, 出山洞的同时, 她还挣脱了我的手腕。 月光幽冷, 我们两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顺着原路返回, 柳馅儿还是紧跟着我。 我心神又定了不守。 其实我刚才拉柳馅儿, 是有缘由的, 并非我胡乱去拉。 而是因为人一旦犹豫某件事情, 其实就是在思考利弊得失, 答应与否, 对本身来说都可以。 柳馅儿拿不定主意在犹豫, 我拉他一把, 直接让他没有思考空间, 只能答应我的要求了。 往回走的速度很快, 一转眼, 就回到了我们刚才下山的地方。 原路是山坡太慢, 我就带着柳馅儿绕到了正面上山的山路, 急匆匆地朝着山上走去。 阴森诡异的亭海旧宅, 再次入幕。 旧宅前头, 我瞧见了三个人。 沈济坐在路旁的一棵树下, 垂着头, 好似昏迷不醒。 之前那倒是柳玄桑, 还是站在原地, 像是一具空壳, 一动不动。 唐先生依旧躺在之前的地方, 他右边胸口, 完全被鲜血浸透染红, 整个人已经在弥留之际。 舒子辉却不见了踪眼, 我格外警惕地盯着旧宅内, 继续往前走去。 柳馅儿稍微靠近了我一些, 低声道, 你小心, 刚才那几个人都很厉害, 稍不注意就会送命。 我没有理会他, 随着越靠近, 我就肯定, 舒子辉不在这儿了。 三步并坐两步, 我已经越过唐先生和柳玄桑, 到了审计身旁。 我才发现, 审计的胸口, 插着一排银针, 整尾巴都快完全没入衣服里头了。 我手落在审计鼻翼下, 稍稍松了口气, 他呼吸还算均匀, 暂且没有性命之忧。 我先将审计扶着, 躺平在地上, 盯着他胸口的银针。 迟疑了几秒钟, 我先撵住了他胸口当中一根银针, 往外一拉。 我显然感受到了一阵阻碍, 稍稍用力, 才将银针拔出。 银针的道沟上挂着一些血肉。 审计身体一颤, 咳嗽了一声, 嘴角溢出了血迹。 我大喜过望, 审计醒了? 这就再好不过。 要玩在哪儿? 我快速要去审计腰间摸索。 可我手腕, 却忽然被一只手死死抓住。 我吃痛地闷哼了一声。 抓住我的正式审计, 他单凤眼微微睁开了一丝, 眼中极为虚弱, 可手上的力气却没有半分减弱。 手拿开, 他更虚弱地起唇。 我只能将手缩回来。 他松开我的同时, 在腰间摸索了两下, 取出来了一个小小的药瓶。 我赶紧接到手上, 倒出一枚药丸, 塞入了审计的口中。 审计的脸上多出一些血色, 他立即坐直了身体, 似是在疗伤。 舒子辉呢? 就是刚才抓我那个人? 审计还是闭着眼睛, 低声道, 刚才你忽然消失, 不过你帮我挡了一击, 我正和他斗。 不敌的时候, 来了两个帮手, 一位是吴先生, 另一位, 应该就是给你留下传承的老先生, 那人被他们追着跑了。 审计眉心又露出一丝痛苦, 他抬手, 撵住了胸前一根银针。 同时, 他又喊我去看看柳玄桑, 别让他死了, 不然等回到枪足, 那些老东西, 必定禁足他, 再不让他出来。 我又匆匆朝着那道士走去。 这期间, 我余光瞥了一眼柳馅。 他一直抿着唇, 站在路中间。 他看审计的眼神, 有不少挣扎, 但那种怨恨是不存在的。 这更让我松口气。 柳馅, 的确是个好人。 虽说他奶奶不行, 爷爷不行, 但他毋庸置疑, 心地纯凉。 我转眼就来到了那道士跟前。 地上的唐先生, 勉强睁开了眼睛, 他嘴唇颤动了一下, 道, 救, 救我。 我低头, 盯着他的脸, 然后蹲身下来, 将他手中属于那道士的人行符拿了起来。 怎么放火啊? 我冷冰冰地说道。 信, 救我。 你的啊, 唐先生这话, 显然是盯上了刚才审计给我的药瓶。 想要药? 我淡淡地说了句。 给, 给我。 唐先生喘息道, 他似是想要撑起来身体。 从唐先生的伤处, 还有他现在的状态, 我能看出来, 审计这一招并没有致命。 我伸手摸到了他右胸那灯铜剑上, 微眯着眼睛, 轻轻转动了一下。 唐先生发出一声哀嚎, 他的手猛然弹起, 朝着我脸上打来。 我早就料到, 这老东西除了跑不了, 肯定还留有一丝余力。 反手, 我抓住了唐先生的手, 用力往下一甩, 他一巴掌就抽在了自己的脸上。 我同样用上了力气, 这一巴掌, 唐先生抽得自己嘴角又冒了血。 我不会杀你, 也不会让你死。 如果你还不告诉我, 怎么放魂, 我就不介意给你上点手段了。 老杂猫。 我冷声说道, 唐先生死死瞪着我, 眼珠子里满是血色。 我皱了皱眉, 伸手又按在了他伤口处的铜剑上。 疼痛, 让唐先生额头上冒出痘大的汗珠。 如果你想他开口说话, 胡三太也能有办法。 柳絮走到我跟前, 小声说道, 嗯, 我看了一眼柳絮, 认认真真的说道, 让他迷迷邓邓地说出来, 太便宜他了, 对待这种人, 说着, 我松开握着铜剑的手, 取出一卷黑布, 手指在黑布上俯过一遍, 拿起一根两指长的透骨钉, 将其尖端, 直接按在了唐先生的人中上。 唐先生额头上痘大的汗珠, 滚落而下。 你会像鼓? 唐先生嘴角一颤, 愕然问道。 我手指稍稍用力, 透骨钉已经钻进去了一丝人中皮肉。 我告诉你, 怎么放魂? 将服贴在他心门。 唐先生快速开口, 可我还是没有管他, 手指狠狠摁了下去。 唐先生一声惨叫, 整个人当场就昏死了过去。 他都说了, 你为什么柳絮呆呆地看着我, 满脸不解。 他刚才差点杀了我朋友, 而且他打定主意要杀人。 我只是给他点皮肉伤, 以示成见。 我告诉柳絮, 于爸, 我将透骨钉拔了出来。 唐先生醒了一下, 接着又昏厥了。 我拿出珠砂绳, 迅速将它绑了起来。 做完了这些, 我才拿着人行服起身, 到了柳絮丧面前。 我将人行服贴在了柳絮丧的信门上。 在石棺像树谷之一部分有写过, 信门在印堂上方, 发迹之间一般两指左右的距离。 人行服陡然一颤, 柳絮丧的身体紧跟着一抖。 他空气的双眼, 顿时就活泛了起来。 下一瞬, 他眼神变得极为严厉, 眉心更是出现几道深深的硬痕。 他将右手落在腰间, 似是要动见。 下一刻, 他明显镇定下来, 警惕地看过我, 又看向了倒地的唐先生, 再看向沈济。 柳絮丧眼神变得极其疑惑, 就像是不知道中途发生了什么一样。 你不知道怎么了? 我先开口。 柳絮丧没有理会我, 静止走向了沈济。 沈济没有睁眼, 没有抬头, 只低声说了句, 无碍。 这时我才发现, 沈济面前的地上多了数根银针。 那些银针都有道刺, 根根都沾着血肉。 柳絮丧站了片刻, 扭头看向我, 你就是蒋红河? 显然, 沈济将他召来, 应该是说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这倒是绝非常人, 手段也绝非一般。 现在那口轻尸煞, 还在地上没起来。 如果不是唐先生手段诡异, 柳絮丧没有防备, 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制服。 毕竟, 我的认知中, 先生晋身的本事都很弱。 恐怕唐先生靠近柳絮丧, 让他觉得有机会, 却没想到, 那是陷阱。 思续间, 我先点了点头。 柳絮丧问我刚才都发生了什么。 我身体危僵, 先说了我刚才也被柳絮带走了一会儿, 回来之后, 就是现在这一幕了。 当然, 我还讲了唐先生重见, 以及我们还有帮手来, 追着舒子辉离开的这两件事。 柳絮丧若有所思地将目光落至柳絮身上。 柳絮脸色略苍白, 往后躲了两步。 你身上阴气很重, 随身携带了阴晦之物。 柳絮丧问道, 柳絮眼露惊慌, 立即躲到了我身后。 我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柳絮身上的家仙都已经不见了, 显然是藏匿在了衣服里面。 可柳絮丧却一眼看破。 当然, 我并非是过河拆桥的人。 微微挡住了柳絮, 我抢笑了下, 道长, 个人手段不同, 我们背诗人背的还是诗, 柳絮来自北方, 身上带着的是仙家。 嗯嗯嗯嗯。 柳絮丧倒没有多说别的。 他又看了一眼唐先生, 走至其境前, 一手便拔出来了他胸口的铜箭。 一股血射了出来。 他手指飞速在唐先生胸口点了几下, 又摸出来一个药瓶, 在唐先生伤口倒上一些粉末。 血流被止住, 那应该是疮药。 再之后, 柳絮丧盘膝坐在了地上, 似是在打坐调养。 审计还没动静, 我自不能打断他。 扭头看了一眼柳絮, 我笑了笑, 说了句别怕。 柳絮却没笑出来, 只是警觉地看着柳絮丧。 你要食言吗? 下一刻, 柳絮问我。 他桃花眼忽闪忽闪地, 话却让我一僵。 还没等我说话, 柳絮又认真地说道, 奶奶教过我, 食言而肥, 必被仙家反噬。 我不知道, 你们卑诗人有什么报应, 但你真这样骗我,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说真的, 柳絮很聪明。 他定然是看出来了, 有柳絮丧和审计, 他不能再讲我怎么样了。 他所说的食言而肥, 好像与我来说, 我没在意过这东西。 在马保义之前的计谋, 在舒子辉跟前的周旋。 如今我本事不大, 如果没什么计策, 很容易死。 不过, 下戏多想一些, 就好像刚才我挡着柳絮和柳絮丧解释一样。 我不会过河拆桥, 同样我不骗好人。 思绪落定, 我和柳絮笑了笑, 告诉他, 我不会食言而肥。 真的? 柳絮显然有些不幸。 啊…… 我顿了顿, 又告诉他, 我不骗他, 可得等沈姬醒来。 我们弄清楚现在的情况之后, 看看什么时候能帮他送走他奶奶尸身。 哦, 柳絮拉长了声音, 点了点头。 我没再多言, 朝着院子走过去。 院门口的脚步杂乱, 院子里头那口活青尸煞, 依旧被钉着没能动弹, 其余血煞化青的尸体, 则彻底被诛灭了。 舒子辉之前站着的位置, 贴着两张符。 符指似是人脸一般, 极其怪异。 另一头的院墙上, 有一串杂乱的脚印。 显然, 吴先生和老先生, 是从那边追着舒子辉跑了。 我先走到院墙前边, 一跃而起, 落在了墙头。 院墙外是黑压压的一片山林, 他们离开的时间俨然不短, 我什么都瞧不见了。 我又跳回了院子里头, 复盘了一下舒子辉和唐先生的能力。 舒子辉并非阴阳先生, 他善于一种奇怪的步伐。 审计说, 踩在了后天和先天之间, 那又是什么东西。 另外, 他的针很怪异, 一针能定住人身体, 又能将人重创。 唐先生的本事, 如今看单一一些, 他步伐不如舒子辉, 现在展露出来的东西, 除了阴阳先生的眼力, 就是那怪异的人行符, 以及能让人忽然失控的本事。 西北的书家, 是个什么样的家族? 他们要用我救人, 是要用我什么去救人? 我脑子里莫名就冒出来了心肝脾肺这几个字眼, 接着我又, 自己否定, 心想着, 不会那么俗吧? 好歹自诩那么大的家族, 肯定不可能杀我的腰。 难道是因为命数? 接触审计久了, 知道自己的身世多了, 我更知道自己性命不凡。 只不过, 唐先生和舒子辉都口口声声说, 书家的高级, 要是看上的是我命数, 那也太双标。 轻微的咀嚼声传来, 我抬头看了一眼, 柳旋站在那几口血煞化青的尸体前头, 几只毛发都发白的耗子, 正在啃尸体的脸。 说实在的, 我有点想吐, 那什么, 死者为大, 能不能别啃脸? 我脱口而出, 哦, 柳旋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他唇间微动, 发出一点我听不明白的话音, 那几个白毛耗子钻进了尸体的领口, 咀嚼声便小了很多。 我, 心头轻叹, 柳旋过于单纯了, 说不啃脸, 还真的就不让耗子啃脸。 脚步声恰好传来, 神迹有些虚弱地走进院门, 他胸前的衣服满是斑驳的血痕。 柳旋桑跟在他的身后, 有种如影随形的济世感。 我心头一喜, 赶紧朝着沈继走去。 你没事吧? 沈, 我本来想喊沈小姐, 可话到嘴边, 又没说完。 我们算是经历许多事情, 生死艰险不少, 再这样叫, 未免生分。 思绪快速落定。 沈继眼中略有疑惑, 我咧嘴笑了笑, 喊了声姑奶奶。 沈继眉头一皱, 不过很快又若有所思。 无碍, 一些小伤。 沈继说完, 便看了一眼柳旋。 柳旋又有些警惕和不安。 我走至沈继跟前, 小声解释了一遍柳旋的事。 当我说了柳旋能看看, 老旋的尸体和老玉的死, 沈继眼中露出恶然。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再看柳旋, 眼中就流露着思索之色。 半晌后, 沈继道, 红河答应了你, 这件事情他就会做。 柳旋松了口气, 低下头, 还是看着地上的血煞化青活尸。 吴先生和老先生一起动手, 舒子辉应该跑不掉吧? 我问了沈继一句。 沈继却让我说清楚 舒子辉和唐先生的情况。 我言简意该的地, 说了一遍我与那两人接触的过程。 沈继面色更沉, 眼底阴霾和思索更多。 先天后天的挂像 本就是变化万千, 他这步伐太诡异, 能不能抓住, 不好说。 沈继如实开口。 这, 我额头上又见了汗。 下意识地, 我看了一眼柳旋桑, 才发现他拉着一根绳子, 后边唐先生被拽着, 还在院门槛外。 他嘴巴里, 应该能套出来不少话。 我恨恨地说道。 接着, 我赶紧又问沈继, 老张叔和秦姨怎么样了? 沈继脸色微微一变, 我心跳顿时落空了半拍, 一时间, 心慌无比。 沈继沉默了片刻, 才告诉我, 瘸子张是没什么事情, 离魂略久, 有些恍惚, 秦六娘应该是伤到了魂魄, 现在变得很迟钝, 咬着牙关道, 那老杂毛用秦姨点了灯笼, 伤了魂, 沈继扭头看了一眼柳玄桑。 他并没有说话, 可柳玄桑一抬手, 唐先生就被拽入了院内, 他一手刚好接住唐先生肩头, 唐先生便坐在了地上。 柳玄桑抬手一点, 唐先生头顶正中。 唐先生身体微颤, 竟是慢慢醒了过来。 他脸上极为痛苦, 不过没有刚才那么虚弱了。 显然, 柳玄桑的窗药也有效果。 之前的唐先生, 趾高气昂, 现在却狼狈至极, 灰头土脸。 秦姨被你伤了魂, 应该怎么让他恢复? 我嘶哑地质问。 唐先生显然没反应过来, 说了一句, 谁? 我灯石怒火中烧。 神机瞥了我一眼, 忽然反手一抓, 便抓到了唐先生肩头处。 唐先生发出一声惨叫, 显得更狼狈, 更痛苦了。 人符烧魂, 散了就散了, 损了就损了, 无法恢复, 他战力达到。 我眼睛瞪得更大。 操你妈。 我没忍住, 破口大骂。 一拳头, 我就狠狠砸在了唐先生的鼻梁上。 他一下子朝着后方仰倒。 可柳玄桑在其身旁, 手一下子又接住了他。 我又一拳砸在了唐先生脸上。 他整张脸高高肿起, 鼻子就和开了染房似的鲜血长流。 我再次仰起胳膊, 神机却拦住了我, 让我先别打了。 伤魂未必真的没办法, 还是要再看看秦柳娘的具体情况。 毕竟他之前没来得及检查。 我强笑不出来。 唐先生脑袋垂着, 他勉强又抬了抬头, 话音都在哆嗦。 蒋红河, 抓我。 你知不知道什么后果? 我劝你, 我愣了一下。 因为我, 着实没想到, 唐先生的嘴巴, 居然还这么硬。 我正想再给他点甜头。 神机却淡淡开口, 后果, 我们倒是不知道。 不过你现在要回答我一些问题, 还要如实说, 否则的话, 凭你杀人不眨眼, 害人不前的手段, 柳家斩你首级于此, 也是替天行道。 显然, 沈继直接说, 要他的命, 要比我的厉害一点。 唐先生顿时静若寒蝉, 眼中静视惊惧。 沈继在开口道, 书家,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族? 你是哪一派的阴阳先生? 语罢, 沈继定定看着唐先生的脸。 唐先生先是阴晴不定, 下一刻, 他眼神却透着一股巨傲。 好似前一刻他的害怕, 别别时全都烟消云散。 他先呵呵笑了笑, 其实他那么笑的时候, 我就想给他脸上一拳。 沈继却看了我一眼, 微微摇头, 我这才抑制住了自己的想法。 书家的秘密, 我又凭什么告诉你, 这样一个井底之蛙? 至于我是哪一派的人, 你又有什么资格知道? 唐先生的语气 陡然变得冷冽无比。 问, 还以为唐先生要说出来 什么害人听闻的家族, 没想到, 他居然半个有用的字都没说, 还顺到羞辱了, 一下沈继。 沈继脸色微变, 他骤然抬手, 再次抓住了唐先生的肩头。 可他并不是要伤唐先生, 反倒是低声说了句, 住手。 一时间, 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 可下一瞬, 唐先生却蹊跷流血, 脸上带着极度诡异的笑容。 唐先生, 断气了。 柳璇桑眼中惊疑, 沈继脸色格外难看。 我更猛, 因为我不知道, 唐先生是怎么死的。 不过, 沈继好像看出来了什么, 他要阻止唐先生, 却没能阻止成功。 他的手从唐先生肩膀上挪开, 这他胸前按了一下, 又马上抬手掐住了唐先生的下肋。 唐先生的嘴巴张开, 三颗铜珠落了出来, 掉到地上。 沈继又要伸手去捡, 我赶紧将其拦住, 让他别碰。 我说人心服已经够诡异的了, 这藏在嘴巴里的铜珠,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沈继却告诉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 铜珠已经废了。 他没有再去捡铜珠, 只是垂眼看着。 我顺着看下去, 才发现铜珠表面带着细小的纹路, 像是符纹。 不过现在符纹已经裂开, 像是被撑破了一样。 这铜珠应该和人心服一样, 是收魂的作用。 他在口中藏了三只, 只不过, 他心知没有脱困的可能, 用在了自己身上。 沈继解释道, 那, 唐先生怎么死的? 我刚问出这一句话, 忽而就想到了之前死的杨通慧。 他身上同时贴了三张符, 便魂飞魄散。 魂魄撕裂, 一颗铜珠就像是一道符, 能收魂, 可三颗就将魂魄撕扯成了三份, 魂飞魄散, 生死盗销。 沈继再一次解释, 我沉默了许久, 才摇了摇头, 说, 唐先生治愈的吗? 居然宁可魂飞魄散, 都不愿意回答问题。 沈继轻叹了一口气, 又看了一眼唐先生的尸身, 道, 看来, 西北书家, 还有他尸城的门派, 极为特殊, 应该属于一个极大的隐秘, 以至于他宁死都不愿意透露, 他应该知道我们能逼问出来, 才会选择魂飞魄散。 曾经的继娘村同样如此, 我压了一声, 就不知道咋接话了。 柳师兄, 你将这尸身放入一口棺木, 沈继看向柳玄桑, 柳玄桑点点头, 就要挪动尸体。 我赶忙说, 等一下, 我本来还想去唐先生身上摸索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行服, 可身体一僵, 我又作罢。 那玩意儿虽说厉害, 但碰到人就收魂, 唐先生能拿在手里, 我怕是办不到。 没事了, 我信心然又说了句, 柳玄桑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抬起唐先生的尸身便走。 沈继四世看出来我的心思, 摇了摇头,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发, 拉开话题, 问他身体有没有事。 沈继平静地说了句, 没事。 可下一瞬, 他眉心却露出一丝挣扎之色, 竟直挺挺地朝着后方扬倒下去。 我大惊失色, 立即探手, 将沈继搀扶住。 刚才还正正常常地沈继, 这会儿双目紧闭, 气息正在飞速地变弱。 他嘴唇和脸色迅速地苍白。 柳道长! 我大喊出声。 柳玄桑一个闪身, 就到了我近前, 搀扶住了沈继另一侧肩膀。 这, 柳玄桑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生机在减少。 他立即就要朝着沈继腰间摸去。 我探手, 抓住了柳玄桑的手腕。 你干什么? 柳玄桑语气冷硬, 姑奶奶不太喜欢被男人碰到。 我面色紧绷地取出刚才沈继给我的药瓶。 在你身上, 柳玄桑脸色在变。 他接过药瓶, 迅速倒出其中药丸。 只剩下三粒柳玄桑神色阴晴不定。 都给你用了? 他又问我。 这一下, 反倒是让我尴尬了。 柳玄桑一针见血。 当然, 这和沈继的实力有关。 凭他的实力, 应该用不到这么多药丸。 生机流失得太快, 恐怕来不及。 柳玄桑快速将一粒药丸喂入沈继口中。 沈继脸上稍稍有了一丝血色。 我要立即带沈继离开。 柳玄桑将沈继直接背在了背上, 急促地说道。 我一时间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跟着走吧, 是要去哪儿? 柳馅还好, 能让他跟着一起, 或者在这儿等我。 但吴先生和老先生去追书子辉了, 还没有一个结果。 但很快我就下了决定。 沈继的安全重要, 跟着他, 同样很重要。 吴先生和老先生本事不弱, 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 他们算计更深, 我不等他们, 应该也没什么麻烦。 思绪至此, 我直接就告诉柳玄桑, 我跟他一起走。 接着我又看向了柳馅儿, 问他, 是要跟我一起走, 还是在这里等我回来? 沈继现在性命垂危, 我肯定得先顾及他的安危。 柳馅儿明显有些犹豫不决, 可就在这时, 柳玄桑却说了句, 更不能带着他。 我脸色微变, 问为什么? 柳玄桑深深看了我一眼, 道, 因为我的师父, 两位师伯都不同意他外出, 这三年, 他本应履行先师职责, 前修道术, 阴阳术, 让枪族快速发展。 可他总说自己冤孽未消, 无法寸进, 阴阳术未曾出黑, 道术没办法出道, 已然让族内不满。 如果你跟着去了, 那你必定无法离开枪族, 更遑论你, 还要带着一个浑身都是蛇鼠之物的女人。 我, 柳玄桑直接转身, 朝着院外走去。 我本来想追上去, 柳玄桑不让我去, 我总得知道枪族在哪儿吧。 可我刚追到院门口, 嗡得一声轻响, 一柄桃木剑就扎在我的脚下。 柳玄桑背着审计, 快速消失在山路尽头, 他速度太快, 这眨眼之间, 我已经瞧不见影子了。 柳旋追到我身后,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没说话。 我死死盯着山路尽头, 又看了一眼地上的桃木剑。 这时候, 我才真有些猛, 心头更是茫然。 审计突然生机流逝, 是因为刚才受伤的隐患, 才体现出来。 柳玄桑要立即带他走, 可想而知, 这伤势太严重, 恐怕必须回去枪族才能治疗。 可这没有给我任何思考空间和反应机会。 再回想刚才柳玄桑说的那番话, 还有审计平时总提起来的老家伙, 那些人, 肯定比审计更厉害。 我去了出不来, 那审计回去了, 还能出来吗? 枪族在哪儿我不知道。 甚至下戏一想, 我连审计的电话都没有一个。 那这样一来, 我和审计同行的计划, 就被破中断了呀。 放下这些不谈, 更让我心头不安的是, 审计得要不够了。 能来得及回到枪族吗? 我在原地呆战了半场。 柳玄才小声喂了一声, 问我没事吧? 我勉强回过神来, 沙哑地说了两个字, 有事。 柳玄嘟了嘟嘴, 倒是说得好像没错, 你去不了, 我也去不了, 他现在要救人命, 不带上你很正常, 有没有可能? 那个女人恢复了, 还会来找你。 我又是一愣,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沈济找我找了三年, 他性格坚韧, 认定了红河之事, 是他宿命中的冤孽, 一定要完成的命数。 枪族说拦他, 拦得住吗? 真要拦得住, 就不会让他三年在外, 让他随身携带救命的药丸, 还让柳玄桑跟随保护。 沈济的身份地位绝对不简单, 丁家表示得那么恭敬顺从, 杨通慧都听说过。 那等沈济好了, 他必然又会来找我。 想到这里, 我才稍稍松了口气。 思绪挺活络, 蛮聪明的。 我和柳旭儿笑了笑。 柳旭儿桃花眼忽闪了两下, 认真道, 奶奶不止一次夸赞我, 还说我, 他话没说完, 面色就一正, 眼眶也红了。 奶奶不在了。 他勉强说完, 便一言不发。 我却不知道怎么劝他, 一时间院内, 显得格外安静。 过了好半场, 柳旭儿又低声道, 要走的时候, 你喊我。 他转身又到了那雪煞化青的尸身前, 守着他的家仙耗子。 我坐在了院门坎处, 将那柄桃木剑拔了起来。 事已至此, 我只能暂时等老先生和吴先生回来, 希望他们能抓住舒子辉, 多少带来点好消息。 至于我之后该怎么办, 也得听他们安排。 这一等下去, 天就亮了。 又等到了中午, 阳光刺目, 柳旭儿找我, 说他饿了, 问我还不走吗? 其实我腹中早已空空。 时间太久, 我不由得担心起来, 老先生和吴先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迟疑了一下, 我站起身来, 说了句, 一直在这里耗着, 意义其实不大。 吴先生和老先生想找到我, 都很容易, 吴先生也能打电话联系我。 还有一件事, 是当务之急。 秦六娘损伤了魂魄, 我得回去看看。 离开亭海老院, 顺着山路往下走。 当然, 我捡起来了自己的分尸道。 到了半山腰的时候, 柳旭儿要走另一条路。 我告诉他, 先不去动他奶奶尸体, 我们现在又不会离开。 等到时候再来取, 他奶奶尸体放在那儿安全, 他跟着我也方便。 如果他相信我, 也可以不用跟着我。 等我到时候来找他。 柳旭儿脑袋甩得波浪鼓似的, 一头长发都扬了起来。 我哑然失笑, 陈奔的心情稍微舒缓了一些。 不多时, 我们就走到山口。 一眼, 我就瞧见路边一处灌木前头, 竖着一根木棍。 木棍别在行李箱上, 行李箱右侧还挂着一个小小的包袱。 优女! 我心头一惊, 匆匆走了过去。 先拿起来包袱, 稍稍打开一看, 果然里头是蒋优女。 将其挂在腰间, 我又拉上了行李箱。 一阵风吹来, 缠在木棍上的那条布, 忽而一下打开了。 石棺橡树定今生前世, 五绝地书酿祸福吉凶。 布条在微风中轻轻飞舞。 我一时间, 心头又是一震。 难难道, 石棺橡树定今生前世, 其实, 我早明白过一个道理。 无能之事, 必定伴随一个无能之人。 沈济最开始遇到我的时候, 他总说我是废物, 溃兑了蒋家的血脉。 之后, 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 在继娘村, 说得上是出生入死。 对付马宝一之后, 他不再说我是废物了。 甚至老鹰先生也看得上我。 可事实上呢? 我凭借的并不是自己的本事, 卑识人的手段派不上用场。 只是因为马宝一好忽悠, 给了我可乘之机。 面对舒子辉和唐先生, 我几乎没反抗之力。 因为唐先生一眼就看得出来我的心计。 甚至, 真要说手段, 我还不是柳旭的对手。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 默契少年穷, 我身上有石棺像术。 这是老先生准备好的传承。 我只是没时间去学。 只要我学会了, 单凭那四个字, 定前世今生。 我都绝对不会弱。 思绪至此, 我腰背都挺着了不少, 郑重地将那条布缠好。 柳旭偷偷瞥着我, 眼神中透着几分好奇。 蒋红河, 你怎么气场忽然变了变? 柳旭认真问我, 我笑了笑, 却没多解释, 这让柳旭儿眼中好奇更多。 不多时, 就有一辆出租车经过。 我拦下来之后, 和柳旭儿上车, 给司机说了八毛镇的地址, 车朝着城外行驶而去。 这途中, 我给瘸子张打了个电话, 确认了他们在八毛镇。 瘸子张格外担忧地问我, 现在什么情况? 有没有遇到危险? 我告诉他, 等碰面了细说。 出城一小时, 到镇上一小时, 去我家途中, 柳旭儿忽然拉了拉我的衣袖, 问我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俩还利米, 未尽。 韩司机停了车, 就在路边的饭馆, 要了两份快餐。 我吃得食不知味, 柳旭儿小口小口地吃着, 保持着矜持, 不过他显然是饿了, 吃得速度又很快。 几分钟吃了一餐饭, 我才带着柳旭儿回到了家中。 瘸子张在屋内一蹶一拐地踱步。 他一看见我, 立马走到我面前。 瞬间, 他的目光落在柳旭儿身上, 眼中惊疑。 我赶忙说, 柳旭儿是有飞敌。 这事儿等会儿说, 让他先告诉我, 秦姨在哪儿。 瘸子张重重叹了口气, 折了住我房间。 我抿了抿嘴, 迈步走了进去。 一眼, 我就瞧见床榻上躺着的秦六娘。 她睁大了双眼, 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瘸子张和柳旭儿, 跟在我后边, 也进了屋。 秦六娘忽然坐起身来, 她看着柳旭儿空洞无神的双眸中, 竟躺下两行青泪。 小小, 你瞧见妈了吗? 快过来。 秦六娘哽咽地招了招手。 柳旭儿一脸茫然, 瘸子张又叹了口气。 小小是六娘的女儿, 早些年夭折了, 尸体都没找回来。 瘸子张无奈地说道, 她魂魄损伤太严重, 暂时只记得这件事情。 我沉默了许久, 才走到秦六娘面前。 她就像是没瞧见我一样, 还是看着柳旭儿。 这是她眼泪流淌得更多了。 小小, 你为什么不过来? 你还是在恨妈吗? 是妈没本事, 找不到凶手, 找不回你, 找不回, 秦六娘的面色骤然变得尖锐起来。 你不是小小。 她指着柳旭儿骂道。 在下一瞬, 秦六娘又变得呆滞起来, 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 我凝重地看着秦六娘的脸。 换句话说, 我看着她的骨盒肉。 可从石棺像术上来看, 至少是我如今学会的部分上。 秦六娘的骨和肉, 五官都没有受损。 这样一来, 我没办法帮到秦六娘。 王八蛋, 我咬牙挤出来了几个字。 她丢了一部分魂, 应该没散。 如果散了, 她应该会无法动弹, 像是植物人一样。 柳旭儿小声说道, 我一愣, 猛地扭头看向柳旭儿。 惊一道, 你有办法。 柳旭儿先点头, 又摇了摇头, 迟一片刻后, 才道, 在我们北边, 丢了魂就得找出马仙招魂。 当然, 并非要出马之后才能招, 好堂口的地马也能做到。 虽说我还是不明白柳旭儿所言的人, 但我立即就问她能不能招魂。 柳旭儿点点头, 我顿时大喜过望, 喊她帮秦六娘招魂。 瘸子章同样露出几分喜色, 得等天黑, 我不确保能招回来。 但她的魂, 的确不像是刚才那个人说的那样, 被烧没了, 应该只是烧散了, 游离在别处。 另外, 最好得让她亲人来。 柳旭儿又说道, 我看向了瘸子章。 瘸子章却一脸为难地摇了摇头, 说秦六娘没亲人了, 当年她男人跟着孩子一起丧命。 我心顿时就一沉。 柳旭儿小心翼翼, 说没亲人的话, 有其亲人的骨灰或者尸体, 也可以试试。 瘸子章又叹了口气, 说刚才秦六娘不就是在喊小小吗? 她女儿尸骨都没找回来, 至于她家其余人的尸骨分音在哪? 我们都不知道。 柳旭儿张了张嘴, 显然, 她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稍稍定了定神, 和柳旭儿说先试试, 看看能不能行。 柳旭儿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又让我要去准备点东西。 天飞之后, 她招魂。 我问她都是些什么? 她告诉我, 三只碗, 石灰粉, 红纸, 朱砂笔, 一只公鸡, 还有之前秦六娘被烧掉魂魄的地址。 柳旭儿稍稍顿了顿, 告诉我, 这种情况, 她只能用地址招魂法, 由我或者瘸子张来喊魂。 我和瘸子张相视一眼。 瘸子张说了句, 我去准备东西, 就转身朝着屋外走去。 我晓得瘸子张心里头不好受, 就喊柳旭儿在这帮忙看着秦六娘, 然后快步跟上了瘸子张。 出了家门, 走了一会儿, 瘸子张稍微缓和几分, 她叹了口气, 说, 要是秦六娘找不回来魂, 又该怎么办? 这事儿对她来说, 太无辜。 我沉默片刻, 说找不回来的话, 应该也是我们条件不够。 如果有她女儿的尸骨呢? 总归, 现在死马当活马医, 我们先试试。 瘸子张点点头, 神色正中了不少。 这时, 她又不解地问我, 审计呢? 我身体一僵, 面色却变得很复杂了。 捋顺了一下思绪, 我才开口。 将我们回来后, 发现她和秦六娘丢了魂, 再去见了唐先生和舒子辉, 以及之后我们斗起来, 我遇到柳旋, 沈继被舒子辉中创, 又被柳玄桑带走的事儿都说了一遍。 最后我又补充了, 唐先生自杀, 舒子辉被老先生和吴先生追赶, 现在还没个结果。 我担心沈继的安危, 以及吴先生和老先生能不能抓到舒子辉。 瘸子张脸上却金色不少。 她低声道, 那个舒子辉找到我的时候, 开始倒是彬彬有礼, 可当我把关于你的事情说完, 那唐先生就翻脸不认人, 将我和六娘魂魄收走, 也不知道舒家是个什么来头。 如果让舒子辉逃了, 恐怕后患无穷。 我沉默, 学子张所言很有道理。 可转念一想, 舒子辉如果没逃掉呢? 那西北的舒家会不会派人来找他? 唐先生口中的小姐, 舒子辉的女儿应该很重要。 舒子辉口中的几个先生, 应该是他的兄长, 恐怕不会放任不管他。 这事儿已经是个无可忽视的隐患。 唯有老先生和吴先生抓到舒子辉, 我们了解舒家的情况, 看看能否打消舒家找我的可能。 否则的话, 我没有把握, 更没有可能去面对那么一个家族。 一时间, 我没说话了。 街上证明不少, 人头攒动。 很快, 学子张就买好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临回反的时候, 学子张又问我, 真打算帮柳旋。 我点了点头, 说我不能骗好人。 不然的话, 人没了原则, 恐怕就要走偏了。 学子张安了一声, 点点头。 他道, 也罢, 或许去一趟北方, 也能让你历练不少。 这时, 他又告诉我, 关于我之前担忧联系不上审计, 这事儿其实不难, 我可以先送柳旋儿奶奶爷爷的尸骨去北边, 回来之后, 再去一趟内阳, 找那个叫罗十六的大先生。 学子张的话, 顿时让我醍醐灌顶。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我怎么就没想到。 另外, 除了内阳, 我其实还能去寄娘村。 只不过, 我显然没必要去那里, 因为红河一行, 或许沈济也会叫上罗十六。 毕竟当年罗十六在红河杀雨而归, 在洋通会的话语中, 包括沈济的直言片语, 也能看出, 他和蒋家关系匪浅。 去找他, 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这其中, 还有很关键的一环。 我有时间去掌握好石棺像术, 在和沈济见面的时候, 绝不会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卑诗人。 我对着瘸子张重重地点头, 说我明白了。 瘸子张笑了笑, 神色欣慰。 我迟疑了一下, 说等我走的时候, 让他们也得换个地方, 恐怕仙桃都不是九流之地。 瘸子张并没有回答我, 但他已然默认。 不多时, 我们就回到了家门口。 柳馅坐在堂屋的椅子上, 几个白毛耗子趴在他脚上, 尖溜溜的脑袋叹起又回缩, 给人的感觉像是在说话。 可我怎么觉得, 他们比之前要肥瘦了很多? 我和瘸子张进屋, 柳馅也站起身来。 瘸子张先放下被捆住双脚的攻击, 又把装着那些误实的袋子递给柳馅。 柳馅检查了一下, 点头说就差一个地址, 得告诉他, 他好写在红纸上。 我回忆了一下汽车站对面的宅子, 却记不清门牌号了, 幸好瘸子张说他倒是知道那里的地址。 等他说完地址, 柳馅似是想起来什么事的, 马上又说了句, 对了, 还差八字。 我脑袋一猫, 这我哪知道啊? 瘸子张却点点头, 说他晓得便又和柳馅说了秦柳娘的八字。 柳馅立即从袋子里拿了红纸和朱砂笔出来, 将瘸子张说的记录了进去。 我在旁边看着, 没有多说话。 事情要往好处想, 只希望柳馅能成事。 柳馅写好了地址和八字之后, 又将红纸叠了起来, 他从自己身上取出来了一根红线, 将红纸绑好, 便装进兜里。 等天黑。 柳馅慎重地说道, 这会儿才三点多钟, 距离天黑还早。 我问柳馅要不要睡会儿。 柳馅立即点点头, 我才发现, 他整个人都粘巴了不少。 显然, 他不像是我们, 可以一两天不怎么睡觉。 瘸子张看了看他房间, 又示意我过去收拾收拾, 换个床单。 啊…… 瘸子张这细节, 让我有点不理解。 不过他都说了, 我也不好不做。 我换了个干净床单, 柳馅高兴了不少。 躺上床, 就闭上了双眼。 差不多他闭眼的同时, 从他衣服各处就开始钻出来 白毛耗子、 狐狸、 黄鼠狼、 黑背白腹蛇。 我隐隐注意到 他右肩衣服的位置, 露出了一节刺猬的头。 一时间, 我觉得手掌隐疼, 赶紧退出房间, 顺手带上了门。 瘸子张坐在门槛上, 唇间夹着烟嘴。 我坐下来, 也觉得头皮有些抽抽, 索性闭上眼, 打了个盹。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天都快黑了。 柳旭已经在屋门外布置东西。 瘸子张领着秦六娘, 站在旁侧。 我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走了过去, 才发现, 我家外的地上, 洒满了石灰粉。 地上摆了三只碗, 中间的一只空着, 另外两只则是蜡烛。 柳旭将之前那个红纸方块, 绑在了公鸡的脖子上。 公鸡就站在往后边, 眼珠子低流转着。 天, 不知不觉间黑了。 柳旭回头看向我和瘸子张, 问我们准备好了吗? 谁来喊魂? 瘸子张咳嗽了一声, 说他来。 柳旭递给瘸子张一小把箱, 约莫有四根。 他让瘸子张先上箱, 再点蜡烛, 最后冲着那地址的方向跪下, 抱住公鸡, 喊秦六娘的名字, 一共要喊七声。 瘸子张没有犹疑, 将箱接过来之后, 立即照做。 他先点亮蜡烛, 又抱着公鸡跪下, 扯着脖子, 大喊秦六娘的名字。 幽冷的夜风, 乌叶地刮着, 将瘸子张的喊声卷向远处。 瘸子张接连喊了七声, 可周遭并没有什么变化。 反倒是风大了不少, 卷起来了地上的石灰粉, 还有不少铺在了我们头脸上。 香和蜡烛居然同时熄灭。 站在旁侧的秦六娘忽然咯咯地笑了笑, 接着他又露出来了哭腔, 喊了一声小小。 柳旭脸色略苍白, 他抿了鸣嘴, 说了句, 失败了, 不是血清, 果然喊不回来。 不过, 他魂魄的确在这个镇上, 只是被烧散得太多, 以至于他那部分魂魄也没神智, 可如果有血清或者血清尸骨的话, 是可以喊回来的。 瘸子张站起身来, 公鸡从他怀中挣脱, 朝着马路对面跑去, 他也没去追。 瘸子张又看了我一眼, 我想办法去找线索。 他声音低沉, 我点了点头, 沙哑道,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过有能恢复的契机, 就是一件好事。 你们要找多久? 柳馅忽而问道, 瘸子张皱了皱眉, 说这事基本上没线索, 恐怕得花上一番功夫。 柳馅才嘟了嘟嘴, 小声说, 他不能等我们那么久, 能不能先送他奶奶和爷爷回家。 等送到了之后, 他再跟我来先逃。 我略意思索, 这事并非不行。 正当我要点头答应的时候, 我手机忽然嗡地震动了一下, 是有人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立即接通了, 放着耳边。 红河。 苍老熟悉的话音入耳。 我身体一颤, 就要脱口喊吴先生, 可下一瞬, 立马反应过来, 喊了声增足。 还没等我往下说话, 吴先生就凝重道, 我们没追到他, 但他身上被我下了一张符, 拉出来了一缕魂魄, 他有很大的隐患。 仁河, 其实一直在先逃, 纪娘村中对你们下手的人, 是他背后, 人家其余的人, 他们更老辣, 还是知道我们, 藏在暗处。 不过此次那两人的手段, 同样吓到了仁河, 他们应该会谨慎很多了。 我抿着嘴, 紧紧握着手机, 吴先生又复杂地叹了口气, 似是有些不甘心道, 我给你准备了更适合你的数, 不过, 被那个满腹心机的家伙, 杰足先登了, 我的确不喜欢他, 但如今, 至少我们有一个目的, 我们依旧要在暗处, 牵制人家, 并且, 当年的事情, 我又有了一些眉目, 你要尽快成长, 莫让我失望。 他话音沉寂了下来, 我正想开口, 结果电话那边, 又换成了另一个声音, 喊了我一声红河。 我一愣, 应了声老先生, 半晌后, 电话那头才传来一声叹息, 我一时没明白, 他叹气的缘由。 没等我说话, 他又道, 你们不该让他随行的那个先生死掉, 很快, 他们就会卷土重来, 人家本就难缠, 这两人会更棘手, 你尽快离开仙桃, 去找地上堪余的罗石六, 人家的事情, 或许要做一个了断了。 我脸色顿时一变, 老先生, 居然也提到了罗石六。 之前, 老先生让我跟着审计, 我照做之后, 所遇到的事情虽说艰险, 但的确都迎刃而解。 如今, 他让我去找罗石六, 这应该就是目前难关的最优解。 刚好, 我想要通过罗石六, 重新联系上审计, 可算是郑重下怀。 只不过老先生的最后一句话, 人家的事情, 要做一个了断。 见到罗石六之后, 他们就会一起出手。 那这样一来, 我只是一个引线, 要推动整个事情的进展。 想到这里, 我顿时又沉默了。 其实, 我相当于诱饵。 人家不会放过我, 老先生和吴先生, 应该再给他们下套。 在这过程中, 他们固然会保护我。 首先吴先生肯定会拼命保我, 但对我来说, 我插不上手, 无力抵抗任何变故。 我并不抗拒当一个诱饵。 能灭了人家, 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可我不想再当一个没用的诱饵, 被任何人都可以拿捏。 思绪至此, 我低声回答, 我要去一趟北边, 回来后, 去找罗十六。 我本以为, 老先生会阻拦我。 我其实想好了应对的话。 一来是沈济联系过罗十六, 他进了风水地中取物, 我去内阳, 不一定能见到他。 二来, 沈济几天肯定好不了, 他也需要时间。 没想到, 我半个字都没说, 老先生居然就恩了一声, 说那老先生虽害人不浅, 但押述二十年, 算是一场因果。 他让我尽管去诵诗, 人家这段时间, 应该会稍微老实一些, 但他希望, 我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尽快学会石棺像术。 雨霸, 电话, 就挂断了。 我心跳的速度, 又加快不少。 老先生这最后一句话, 不但说出来了我此行的缘由, 更是说出来了目的。 如果是以前, 我只会觉得, 老先生当真是神机妙算。 如果他能计算更多, 那就好了。 可现在对我来说, 我知道他的算, 来自于石棺像术。 那我也有机会, 有同样的计算能力。 我先将那个号码存了下来。 这期间, 瘸子张将秦六娘领进了屋子。 柳旋还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回想刚才柳旋的话, 又看了一眼屋中的瘸子张, 思索片刻后, 告诉瘸子张, 我和柳旋得先离开。 之后再带他回来招魂。 很多事情, 现在我不能耽误。 瘸子张点点头, 说他明白, 让我不用担心。 而且, 秦六娘女儿丧命的地方, 并不在先逃。 他会来到先逃, 也是为了逃避现实。 他老家好像是喂水的, 但他要回去铺子看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 弄清楚情况。 我松了口气, 这样一来, 瘸子张一就会离开这里, 可以减少两分后顾之忧。 我身旁的柳旋露出惊喜之色, 还没等我开口。 他就格外认真的说道, 你们放心, 我绝不食言。 奶奶说过, 食言而肥, 先加反噬。 啊…… 我本能地看了看自己的腰身。 当然, 柳旋再次表态, 让我和瘸子张都稍稍松了口气。 瘸子张说事不宜迟, 让我尽快去办我自己的事情。 现在他就带秦六娘回铺子, 看看是去喂水, 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我抿了名嘴, 却只能凝重地告诉瘸子张, 让他小心, 有事情, 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本来, 我要将分尸刀还给瘸子张, 他带着秦六娘, 总得有个防身的东西。 瘸子张却直接拒绝了我, 说他已经托人打造了新的分尸刀, 等会儿就回去去。 他催促我不要婆婆妈妈的, 总要像是个男人一样独当一面。 我不再多言, 低头将行李箱打开, 拿出两套换洗的衣服, 又去房间里找出来个背包, 先放了衣服, 再将蒋优女也放了进去。 至于那个木棍, 我干脆握在手中拿着。 这样一来, 我整个人都比之前轻便了不少。 果然, 当初审计的话完全没错。 临最后, 我又在我房间的墙角里, 捡起来了一条被俘缠起来的胳膊, 交给了柳馅。 柳馅情绪瞬间就低落下来, 紧紧将胳膊搂在怀中。 没多言, 我从家中走出, 柳馅便紧跟在我身后。 不多时, 我们来到了之前老馅盘踞的老宅。 宅门前头的黄鼠狼尸体 已经消失不见了。 进了宅内, 我一眼就瞧见了口棺材。 老馅的尸体依旧立在棺材中。 月光照射下, 他的尸体干枯的就像是一具空壳。 自他眉心却插着三根铜织的弩箭。 柳馅的情绪波动更厉害, 师生喊了句爷爷就扑在棺材面前开始痛哭流涕。 其实, 我本能想阻拦柳馅, 让他别哭。 老馅害人不浅, 死有余辜, 魂飞魄散是报应。 可转念一想, 他毕竟已经死透了, 魂也散了。 柳馅思维也清楚, 没有说要报仇, 迷乱了心智。 他这哭, 哭的是他的亲情。 我阻拦并没有任何意义。 这期间, 我左右扫过院内。 堂屋中那面人皮骨正对着我们月光照射旗上, 发黄的骨皮上, 好似看到了人的毛孔。 边缘那些褶皱的人脸, 则变得极为痛苦哀求。 我心头像是被骨锤中击了一下, 发出了一声闷哼。 恍惚一眼, 又像是瞧见那骨的位置, 站着不知道多少个没有皮的人。 本能的, 我迈不朝着他们走去, 并且我抬起手来, 拔出来分尸刀。 这也是一种怪异的驱使, 要让我用刀将这人皮骨挑破。 当我要下刀的瞬间, 手上忽然一阵刺痛, 我身体更是一颤。 我才发现, 我手中的刀并没有对着人皮骨, 居然是对着自己的眉心正中。 这架势, 就像是我要自己挑破自己的皮一样。 我骤然惊醒过来, 额头上净是汗珠。 那些枉死的人, 皮做成了骨面, 魂魄早已经融入其中, 怎么会让我将其挑破? 我没有恶念, 他们都要我死。 缘由简单, 虽然是枉死, 但是他们跟着老仙多年, 又被镇压多年, 早已经成了厉鬼凶魂, 绝无良善可言了。 一时间, 盯着人皮骨, 我心头有种憋闷的感觉。 可没办法, 我还是在院中生了一把火, 直接将人皮骨架在其中。 火蛇开始吞并人皮骨, 我又反应过来, 立即将院内的那些家先干尸, 朝着火堆扔进去。 噼噼啪啪的声响, 干尸燃烧起来, 更添加了几分火势。 我又去捡回来了院门口的黄鼠狼尸体, 将其烧进去。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尸臭, 还有肉味。 噼噼啪啪的声响, 像是有人在其中奸笑, 又似是有动物在惨叫哀嚎。 跳动的火苗, 竟隐隐像是一个个跳动的人影, 风一吹, 火苗就扭曲起来, 那些抽象的人, 就像是弯下去了身体, 缠绕在了那些家先的尸体上。 柳絮终于不哭了, 回过头, 呆呆地看了院中一眼, 视线又落到了我身上。 我尝了一口气, 走到了棺材旁。 我先把拔下来了老仙儿眉心的三根弩箭, 并没有随手将其扔掉。 而是用一块布包起来, 装在兜里。 老仙儿的脸极为空洞, 这就是一句躯窍, 完全没了魂魄。 我将尸体从棺材中拽了出来, 整个尸身很轻, 只是比老鹰先生略沉一点点。 走了吗? 柳絮哽咽着问我。 我让他稍微等等, 不少布条、衣服将老仙儿的尸身缠了一遍, 成了一根布棍子。 再将老仙儿尸体扛起来, 虽然比之前重了些, 可从外表上已经看不出来是一具尸体了。 我又思索了一下, 想起来另一件事。 虽说我是背尸人, 柳絮也让我背他奶奶和爷爷。 但我总不能真背着走吧。 况且, 更不可能背着两具尸体。 坐车完全不可能, 我们刚进车站, 就会来一群警察。 所以, 我们就只能自己开车了。 秦六娘的车就在镇上, 他这情况肯定是用不上, 瘸子张也开不了。 我快速给瘸子张打了个电话, 问他们走了吗? 瘸子张告诉我, 正要离开, 东西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松了口气, 让他把大金杯的钥匙留在家里, 我得用。 瘸子张说了个诚, 他又喊我, 发给他一个卡号。 我问他要卡号干什么? 他说, 上一次我们赚的钱, 还在铺子里放着, 这一次我要出远门, 五二两银磅身, 肯定没那么轻松。 他把我那份存给我, 剩下的给秦柳娘。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才回想到那一百六十万的巨款。 本来, 我想说先留着, 到时候买房都差不多够了。 可转念一想, 瘸子张不会同意。 而我一路上肯定要花销, 总不能指着柳馅儿吧。 我看他也不像是有什么钱的样子。 我跟瘸子张说, 给我一半就行, 肯定还花不完, 瘸子张不置可否。 只是告诉我, 车钥匙就在桌上。 电话挂断, 我先翻出来银行卡, 发给了瘸子张。 随后就背上老仙儿的尸体, 又朝着家中返回。 等到了地方, 屋门紧闭, 瘸子张已经带着秦柳娘走了。 我进屋拿到了车钥匙, 将路边大金杯的后备箱打开, 放进去了老仙儿的尸身。 柳馅儿上了副驾驶, 我则进了驾驶室开车, 朝着城内赶去。 此时已经夜深, 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 我开车静止去了烂涛山。 将车停在山脚下, 两人朝着山上走去。 走了半个多小时, 总算到了之前的山洞。 我正要往里走, 柳馅儿却拦住了我, 小声道, 你等等。 我面露不解之色。 柳馅儿告诉我, 他奶奶有些问题, 尸体不平静。 说着, 柳馅儿先进了洞内, 让我跟在他身后。 我提起了120分的小心。 毕竟老玉生前本事就不弱, 他没伤害柳馅儿, 是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 对我, 老玉可就只有仇怨了。 转眼到了山洞内。 灰暗的光线中, 老玉直挺挺地站在眼壁边缘。 他眼睛睁得滚圆, 嘴角勾着音逸的笑容。 我觉得芒刺在背。 身后突然传来了轻微的咔咔声, 我本能地要回头。 柳馅儿却一下子按住了我的肩膀。 别看, 会给掉脖子的柳馅儿万分警惕。 我的心咚咚直跳。 柳馅儿又盯着老玉的尸体, 小声喊了句, 奶奶, 我们带爷爷来了。 老玉的眼睛忽然闭上了, 他嘴角的笑容同样消失不见。 其实, 我已经一只手去摸到了辟邪珠, 要准备定尸。 老玉没有闹鬼, 让我松了口气。 柳馅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说应该没事了。 他先靠近尸身, 我还是没彻底放松警惕, 跟着他一起。 不过, 当我距离尸体很近的时候, 老玉的身上便开始出现漆黑的绒毛。 我眼皮狂跳, 果然炸尸了。 不过, 我早有准备, 一手摸出来辟邪珠, 另一手去掐老玉的嘴巴, 要将辟邪珠塞进去。 只是一个黑煞, 足够定住尸身。 瞬间, 我掐中老玉的嘴巴。 他黑洞洞的口腔里, 却窜出来一条黑背白腹的细蛇, 直射我面门。 他速度太快, 我脸色陡然一变。 这时候, 我收手已经来不及了。 正当我要起身后退的时候, 柳馅儿双指一探, 夹住了那条蛇的七寸。 我松口气, 老玉的尸身顿时一软, 朝着地上倒去。 我身上还是冷汗不少。 要是被这蛇咬中, 没有了审计的药丸, 那才是不死也要脱层皮。 警觉地看着老玉的尸身, 我没有立即去碰。 柳馅儿小声解释, 应该没了, 奶奶去世之后, 大部分仙家都跟在我身上, 只留下来了两个, 守住他尸体。 我点点头。 不过, 对待老玉的尸体, 我一点也不敢松陷。 我先用铜钩将其锁尸, 又用朱砂绳绑死肢体。 做完了这些, 我悬着的心才落入肚子里。 将老玉的尸体背起来, 我喊柳馅儿先去车上。 回头我就瞧见, 先前我想转身的地方。 居然悬挂下来一条细细的麻绳, 还打了个绳套。 我浑身一紧, 不寒而栗。 还好刚才柳馅儿拦住了我。 和沈济待在一起太久, 他对付血沙化氢太容易, 一时间都快让我模糊了 对尸体凶利的界限。 当然, 普通的黑煞我一样能对付。 只是老玉并不普通。 很快, 两人下了山, 将老玉的尸体放在后备箱里。 不知不觉间, 天亮了。 我先问了柳馅儿具体的地址, 他告诉我, 在北边的陵屋省东南方向。 我正打算导航一下距离, 戴卢却刚好打过来了电话。 戴卢找我做什么? 我按了接听, 刚将手机放着耳边, 一个慌张的声音传来。 红河兄弟, 我刚听说了件事, 寻摸着得赶紧告诉你。 我问他什么事? 戴卢谨慎地说道, 音音出问题了, 好像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 他莫名其妙地就昏迷不醒。 医院的人说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醒不过来, 我脸色变了变。 上次丁家送回去了音音, 我重新加他好友, 他就一直没通过我。 我心里头晓得, 这其中必定有些界点, 可我事情缠身, 又没时间去找他。 因此, 我才会喊戴卢多帮我看着一些。 我本以为他不会再出什么事情。 戴卢所说却太过怪异, 要是普通病症, 医院怎么会说醒不过来? 还查不出问题。 我这一走, 短时间内就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先去北边, 再去那阳找人, 说不定在之后就要去红河。 在哪个医院? 你过来一趟, 和我一起去见音音。 我快速地说道, 戴卢告诉我是第一人民医院, 他现在就过去等我。 电话挂断, 我喊柳旋上车, 发动了油门, 静止朝着仙桃室返回。 柳旋问我,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忽然要去一趟医院。 我如实说了, 我女朋友可能出事了, 不知道是生病还是其他。 我得去先看看, 才能离开闲逃。 柳旋那那地看了我一眼, 小声说, 我还以为, 你和那个沈济, 他这话, 险些让我没握紧方向盘。 我皮笑若不笑地问他, 看起来像吗? 柳旋又摇了摇头, 说是不太像, 但两个人寸步不离地, 很难不让人那样认为。 他这句话, 噎得我差点没说出来话。 最后我只讲了一句, 审计是我姑奶奶。 柳旋才呕了一声, 不多言了。 我心头有股说不出的焦虑, 还有失重感。 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还有患得患失。 差不多七点左右, 到了医院门口。 一眼我就瞧见了, 带路在门边来回踱步。 我停车下去, 柳旋紧跟上了我。 带路冲着我挥了挥手。 等到了带路进前, 带路看我的眼神就很奇怪了。 既惊诧, 又带着一丝丝羡慕。 走吧。 我开口催促。 带路领着我往住院部的大楼走去。 这期间, 带路又告诉我, 他先到了好一会儿了, 去病房外头看了一眼。 音音的爸妈一直在旁边守着, 好像还有几个丁家的人也在。 丁家的人对他淡漠, 音音爸妈不怎么友好, 他就只能先退出来了。 更奇怪的是, 音音床头居然点了一根红蜡烛, 就像是人结婚的红烛一样。 我听到丁家这两个字, 心头就是一尘。 可上次, 丁家已经被审计吓走了呀, 怎么又回来了? 难不成是因为音音昏迷, 被他爸妈请来救人的? 一转眼, 我们上了住院部的电梯, 很快到了十楼, 带路又领着我们到了一个病房外。 他伸手咚咚咚地敲了敲房门, 病房门开了。 推开门的刚好是音音的爸爸。 他瞧见带路的第一眼, 明显不喜, 但还是勉强笑了笑。 可他看见我之后, 就大惊失色。 音叔说, 我带红河兄弟来看看音音, 他也听说音音身体不适。 带路伸手推着门, 就要进去。 不用了, 不用看。 音音爸爸眼中流淌过一丝慌乱, 缩身就要后退关门。 我眉头一皱, 抬手狠狠一推, 门直接就被推开。 带路快步进了病房, 我紧随其后, 却瞧见病床上的音音, 面色银润, 但却化了很浓的妆。 他被子下鼓鼓囊囊的, 左侧的床头, 果然还有一截烧了些许的红烛。 音音妈妈坐在旁边, 他同样被我吓了一跳, 惊声道, 讲红河。 你怎么来了? 我没理会他。 从丁架, 蜡烛, 音音的模样, 我已经看出来, 事情很不对了。 抬手, 我一把就掀开了音音身上的被子。 音音的身上, 居然穿着极为厚重的一套粪冠侠配。 我瞳孔骤然紧缩。 怎么回事? 我轻易地质问音音爸爸。 转身, 我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衣领子, 朝着墙上就是一撞。 他被撞得七昏八速, 哀嚎了一声, 音音妈妈更是尖叫了一声, 就要朝着我扑来。 带路一把就抓住了音音妈妈的尖头, 哀悠了一声, 问他们这是干什么? 我过来看音音, 是为了帮忙, 怎么就要扑人呢? 我还是死死盯着音音爸爸, 手逐渐用力, 压在他胸口。 音音爸爸呼吸越来越困难, 脸都占红了。 这时, 他才虚弱地求饶, 喊我松手。 我稍稍松开了一点力气, 让他说。 他勉强能喘气, 脸色稍稍正常了一些, 才告诉我。 昨晚上, 音音忽然就昏迷不醒了, 他们赶紧把人送来了医院, 大夫的确什么都查不出来, 人醒不过来, 恐怕就要成植物人了。 结果丁家的人刚好来了, 告诉他们, 说他们家中, 先生算了, 说音音遭遇恶难, 再难醒来, 之所以来找他们, 就想趁着音音还活着的时候, 还是立下一个名义上的婚气, 给他们少爷冲喜。 我面色在变。 丁家的人, 来得这要巧合。 名义上的婚气? 冲喜? 我怎么不信呢? 带如神色微精, 额头上直冒汗。 这时, 柳旋的话音忽然入耳。 不对劲。 我扭头, 才瞧见柳旋已经在床边站着, 一脸狐疑地看着音音。 音音的身上, 趴着几条黑背, 白肤的细舌, 正在轻微晃动, 发出嘶嘶的声响。 我松开了音音爸爸, 急促地问柳旋, 发现了什么? 柳旋眉头拧巴着, 道, 魂魄才被拔出去不久, 好像是用了什么办法? 先让他受惊, 之后硬拔的魂。 我脸色陡然在变。 音音爸妈, 只剩下惊疑和不安了。 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看着音音的脸, 心头却极为难受。 丁家, 哪那么大的胆量? 他们不怕审计了。 想到这里, 我心头就落空半拍。 当初那丁家的先生, 没算到沈继这个变故, 可沈继在我旁边出手了, 他立即就算到了, 联系了人道歉跑路。 沈继出事了, 从仙桃室离开。 难道, 他也算到了? 我刚想到这里, 音音爸爸忽然接了个电话。 他面色略苍白, 将手机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后, 按了免提。 谁? 我沉声问道。 呵呵, 蒋红和小友。 这声音略苍桑。 没等我回答, 他继续道, 别人丁一郎, 昨日心有所感, 补了一挂。 无意间发现, 枪足仙师命悬一线。 我那不争气的孙儿, 身体日渐变差, 还是苦无办法, 便取了音音的玉堂贵命魂魄, 想来你会颇有不满。 喝不到丁家来, 我同你一叙。 我瞳孔紧缩, 手却死死地攥着手机, 一时间, 心头恶寒至极。 丁家, 果然来得没有那么巧合。 他们一直都在盯着音音。 你真是无意间算得挂吗? 我甘雅地答道。 哼, 有心还是无意, 总归是命数。 若是你不满, 来丁家寻我便是, 老夫自然让你满意。 丁一郎的话语听似平和, 可内容中, 总让我去丁家。 而且他点出来了说我的不满。 我去了丁家, 他想做什么? 正当我思索之间, 丁一郎又道, 当然, 如果你不敢来, 那至此之后, 便离我丁家越远越好。 枪足仙师护得了你一时, 护不了你一世。 你若妄想再如我丁家, 我必将让你付出代价。 丁一郎这句话, 就变得格外生亡。 电话被挂断了, 我眼眶陡然通红, 更为用力地握着手机, 指关节都在发痛。 音音妈妈搀扶着音音他爸, 两人都惊慌无比地看着我, 带炉面色也透着不安。 不过他, 还是站在我身后。 我又看了一眼床上的音音, 床旁的柳旭儿眉心紧促, 小声说道, 你不能去找电话里这个人, 他故意接你去呢。 胡三太爷告诉我, 那人话语深处是杀鸡。 不晓柳旭儿说, 我都知道是杀鸡。 审计不在, 这丁家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丁一郎虽然我没见过, 但他或许很轻易就能将我碾死。 当然, 吴先生和老先生如果出手, 结果肯定不一样。 可不用问我也知道, 他们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出手。 但真要看音音死, 我走到床边, 看着音音的妆容, 心头针扎了一样难受。 柳旭儿眼神却变得很奇怪, 他问我, 怎么这表情像是死了人一样? 本来我一直觉得柳旭儿乖巧。 他这话, 却让我觉得气闷了不少。 这种情况, 他这是给我补刀。 下一刻, 柳旭儿又到, 奶奶教过我, 千万不能情绪用事, 他没有死, 因为一旦死了, 他魂魄就成了鬼魂了。 拿走他魂魄的人, 就成了结死人亲, 活人不会要死人亲的。 你要不要等沈纪回来了, 再来找他? 柳旭儿这一番话, 却让我身体又是一颤。 你确定吗? 盈盈真不会死。 我立刻问柳旭儿。 柳旭儿迟疑了一下, 答道, 除非, 拿走他魂魄的人, 想要死人亲。 我闭上了眼, 重重吐了口啄气。 丁家不会要一个死了的盈盈, 不然还有什么结情冲喜的作用。 再睁眼, 我看向了盈盈爸妈。 其实, 我还有几句话想说, 譬如, 就是他们的贪婪, 才让盈盈成了这个模样。 可看他们的模样, 除了怕我, 好像都没那么多悲伤。 也对, 能将女儿当作筹码的人, 怎么会悲伤? 说不定, 刚听了那番话, 他们还会去巴结丁家。 因此, 我什么都没说, 迈步朝着病房外走去。 带颅和柳旭儿, 立即跟上了我。 等我们进了过道, 后边我隐隐听到盈盈爸爸小声骂我, 说装什么大尾巴郎, 一会儿身边换个女人, 还天天盯着盈盈不放。 我猛然回头, 盈盈爸爸还揉着胸口站在门口, 他被我吓得不轻, 一把就关上了病房门。 我勉强平复了一下呼吸, 转身往医院外走。 带颅略有不安, 问我要咋整, 不会真要去丁家吧? 他也觉得, 不能去丁家, 得等上次那个姑奶奶来, 才好办事。 我恩了一声, 让带颅不用怕, 我不会去, 就算是要去, 也不会喊他带颅。 带颅顿时松了口气, 一转眼, 我们已经到了医院门口了, 临走前, 我叮嘱带颅, 让他这段时间费心, 多用一些人手看着鹰家。 带颅拍拍胸脯, 让我放心。 回到车上, 柳馅又上了副驾驶。 我直接就导航了林屋省, 显示的距离, 还真是要开整整三天的车。 驱车, 静止朝着城外而去, 我一直没说话, 就那么闷不作声地开车。 一直到远离仙桃市, 又途径第二个服务区的时候, 我才将车开进去加油。 柳馅小心翼翼地问我, 没事吧, 要不要休息休息再走? 我恩了一声, 说休息。 昨天白天虽然休息了一会儿, 但晚上没睡觉, 再加上至少开了200多公里, 我已经很疲惫了。 先下车去买了点吃得喝得回来, 我才发现, 柳馅坐到了后排, 那里是最靠近老玉和老仙尸体的地方。 我开门将食物递进去, 他说了句谢谢。 接着, 他又小声说了句, 蒋红河, 你不平嘴了, 有点吓人。 我勉强笑了笑。 回到了驾驶室, 吃过东西后, 我放平了椅子睡了一觉。 结果醒来的时候, 居然正在下暴雨。 劈劈啪啪啪的雨珠, 已经模糊了窗户外的视线, 什么都看不清了。 又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是五点多钟。 这么大的雨, 上高速太危险。 虽说路程是三天, 但我没有必要赶时间。 因此, 我取出来石棺像术的铜盒, 开始翻阅。 最近这几天, 一直在办各种事情, 前面的内容, 我记得不够死, 都生疏了不少。 我又温固了骨盒肉的片段, 再去看五官。 五官部分, 要学起来, 就没那么快了。 因为这具象画到了特定的形象。 譬如说眼, 天地之大, 托日月以为光, 日月为万物之鉴, 眼乃为人一身之日月, 左眼为日, 父相也, 右眼为月, 母相也。 而目秀且长, 必尽君王, 目似即鱼, 必定加肥。 光在眼的部分, 就有足足39种眼形。 比有24, 口有16, 而有16, 没有25。 这一看, 我就看得出了神。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我感觉窗外安静无比的时候, 才回过神来。 被雨水冲刷过后的窗户, 干净透亮。 天已经彻底黑了, 服务区格外安静, 月亮悬挂在干净的夜空中。 我脑袋更清明, 差不多我看过了所有眼形, 还记下来了关键的五种。 你看了好久好久, 真有人可以一直看书那么久吗? 软糯的话音从耳边传来。 我一回头, 才瞧见柳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坐在后排的第一个位置上。 他双手撑着下巴, 桃花眼睁大的看着我。 呃, 我挠了挠头, 脖子有些发酸。 还好吧, 比高树好看多了。 我回答道, 高树? 那是什么? 柳旋眼中奇怪。 我一时间宁验。 你多大年纪了? 我合起来了石棺橡树, 问了柳旋一嘴。 十七, 柳旋认真回答。 没读书? 我又问。 柳旋忙说读了的, 只是不多, 他从小就得跟着奶奶侍奉仙家。 奶奶说要全心学艺, 才能早日出马。 出马? 那是什么? 我好奇地问道。 我已经不止听见过一次出马的字眼了。 柳旋眼中却露出虔诚之色。 他告诉我, 那就是他们这一脉人最高的追求, 也是身份的象征。 我恍然明白了一些。 同时, 我又想起了柳旋桑说的, 审计阴阳术无法出黑, 道术无法出道。 这三脉术法, 同带了一个出字。 出马, 出道, 出黑。 应该就是形容这些术法到了极限之后, 应该的称呼。 这项挺远大, 我看好你。 我摆出了个鹿齿的笑容。 柳旋同样笑了起来, 他话音依旧软软糯糯。 你总算好了, 我还怕你一直都沉沉闷闷的呢。 我挣了一下, 答了句, 谢谢。 柳旋却冲着我伸了伸手, 又挪了弩嘴。 嗯? 我没明白意思, 不过还是下意识地把手伸了过去去。 柳旋脸一红, 一巴掌打在我手心上, 小声道, 你干什么? 我要吃的, 你全放你座位下面了, 我顿时就尴尬不已。 把之前买的吃食拿出来, 又和柳旋分了。 他的确是饿了, 快速地吃着东西。 我填饱了肚子, 困意开始升了起来, 依旧在车里对付了一夜。 只不过睡到半夜, 我总觉得身上有毛茸茸的东西窜, 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盯着。 时不时, 又有一点凉意从脸上掠过。 我勉强睁开了眼睛, 心卷猛地狂跳了一下。 我胸口居然趴着一只白毛狐狸。 他细长的双眼正盯着我的脸呢。 和他对视的一瞬间, 他嗖的一下跑了。 我瞌睡都给惊醒了, 扭头看了一眼后排, 柳旋蜷缩在位置上, 睡得正香。 副驾驶的椅子下边放着我的背包, 之前柳旋坐后排, 我就给拿到前面了。 我打开背包, 把蒋优女给拿了出来, 抱在怀中。 接着在睡, 便再没什么东西爬到我身上来。 这一觉, 直到阳光照射在脸上, 我才看看清醒过来。 柳旋早就醒了, 他在后排坐着玩手机, 在他肩膀上趴着一只黄鼠狼, 尾巴轻微摆动。 我打了个哈欠, 将蒋优女放回了背包里。 接着我告诉柳旋, 我去买点吃的回来, 我们就继续出发。 柳旋先哦, 那一声, 看我的眼神都怪异不少, 问我是不是一直睡觉, 都喜欢抱着一具凶狮。 我脸皮抽搐了一下, 其实我很想说, 这得问他身上那些二太爷三太爷们。 但这话讲了也没意义, 反倒是让他觉得我害怕了。 耸了耸肩, 我就说了句, 那不是凶狮, 是我妹妹。 就像狐狸不是狐狸, 黄鼠狼不是黄鼠狼, 是你的二太爷三太爷。 原来如此。 柳旋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却感觉自己的膝盖好像中了一箭。 不再多言, 我下车去买回来了不少吃食。 吃了早餐, 又去服务区的洗手间洗漱, 我们才继续赶路。 柳旋没催促我时间, 我就秉承着开四小时, 休息四小时, 看石棺像树的节奏。 等第二个四小时, 开车到了服务区, 我就停下来继续看书, 一直到深夜然后睡觉, 次日便继续赶路。 路途中, 我收到了瘸子张存给我的两百万巨款。 我当时还愕然, 不是一百六十万吗? 我打电话给了瘸子张, 问了他是不是弄错了。 瘸子张告诉我, 龙有得还给了一笔钱, 按照抽成分了, 刚好凑够了二百。 瘸子张说二百, 就真像是二百块那么轻描淡写。 可这让我觉得, 自己走路都可以带风了。 之后我又和他聊了几句, 知道了, 他现在到了喂水, 找到了秦六娘家的老宅, 暂时和秦六娘一起住在那里, 顺便打听秦六娘女儿的事情。 我又叮嘱了他, 让他小心一些, 再喂水尽量别遇到丁家。 如果遇到了, 千万不要和他们冲突。 瘸子张说晓得, 不过他觉得, 丁家当初都怕了, 不会有什么大碍。 我顿了一会儿, 才告诉他音音被把走魂魄的事情。 瘸子张顿时就一言不发了。 半晌, 他才说了句, 丁家那先生也是盲目, 他真以为审计会死。 我沉默片刻, 说这件事情, 等我回来了, 我自己来解决, 不能总依靠别人。 瘸子张叹了口气, 让我一定要平稳心态。 如果遇到什么拿不准的事情, 就问他。 我说了让他放心后, 就挂断了电话。 因为我赶路的方式, 三天的路程, 硬生生给开成了十天。 不过路途上我收获也不小, 没, 眼, 靠, 逼, 我几乎全部看完了, 记住了不少内容。 当然还有耳朵, 人中, 以及别的需要死记硬背的, 我得花更多的时间。 现在的学习进度, 已经让我很满意。 更关键的是, 柳旋比沈济还有江萌好多了。 我学石棺像术, 自然是要看像。 沈济总要挖我眼珠子。 柳旋就没这样做。 他发现我看他之后, 先问我看什么, 我解释了看像。 他就很有兴趣地让我多看看, 还让我和他解释。 我俩的关系变好了不少, 主要是没带勾。 第十天的晚上, 我们下了高速, 又朝着东南的方向开去。 最后这段路, 差不多花了四五个小时。 因为寒冬腊月的北方多雪, 路就特别难走。 柳旋的家, 在一个看似是镇的村里。 对此, 柳旋和我解释, 说北方的村子都是这样, 小的百十来户人, 但大的能有几千户。 在村路里七绕八拐, 车还差点翻沟里, 总算到了柳旋家门前。 青砖院墙修气得很高, 墙头上搭着不少各色的布条, 门口栽着一排歪脖子树。 下车, 柳旋去开了门, 我先背起来了老玉的尸体, 跟着进去。 结果刚进院内, 我就觉得一阵不寒而栗。 院子里头阴风阵阵地, 左右两侧, 还有耸立起来的小竹楼, 当然, 只有一人高左右。 正中是一个大堂屋子, 其余的房间在两侧, 整个屋宅都透着一股阴液。 更关键的是, 那些小竹楼里头, 都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盯着我偷看。 在柳旋的指引下, 我将老玉尸体放进堂屋, 又去挪来了老仙儿的尸身, 最后, 我背了自己的包裹, 储着木棍进来了。 感觉稀松平常。 是因为蒋优女在我背包里, 还是因为我拿着老先生的木棍? 柳旋路途还算开心, 回来了, 整个人却低落了不少。 他说, 给我找个房间休息, 等明天, 他要给奶奶和爷爷办丧事。 我顺口就说了句, 他爷爷直接埋没问题, 老玉是凶尸, 还是黑煞, 我就送佛送到西, 帮人帮到底, 给他背诗上山, 管他落脏不闹鬼话煞。 柳旋感激地和我道谢。 我摆摆手, 事意不用险。 柳旋又给我安排了房间。 屋里头布置简单, 木床, 花被子, 不过该有的东西都有, 还有个单独的卫生间。 我先去洗了个澡,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顺便把脏衣服搓了几下。 最后躺在床上, 裹紧被子, 半赏才把被窝误热。 我又想到了审计。 十来天了, 他应该早就回到了枪族, 现在, 他必然脱险了吧。 老先生说, 人和会收敛一些, 他们应该没跟上我。 又或者说, 老先生和吴先生会有所行动。 困意还不重, 我拿出来石棺橡树读了一会儿。 我觉得, 我应该要在柳旋家里待上一段时间, 掌握好了石棺橡树, 才能离开。 差不多读了半小时书, 困意来足了。 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大亮了, 阳光透过窗户晒在我脸上, 烫烫得还挺舒服。 床头上边, 居然摆着一碗飘着热气的豆腐脑。 显然, 柳馅都进来给我放了早餐。 我的确是饿了, 坐起身来端着豆腐脑喝了一口。 然后那口豆腐脑就在我喉咙里, 如梗在喉。 这豆腐脑居然是咸的。 迟一了半上, 我告诉自己要入乡随俗, 绝不是因为我现在肚子了。 几口就将豆腐脑膝溜进了肚子。 简单洗漱了一下, 我顺手拿起木棍, 出了房间。 院子里头很安静, 空无一人。 柳馅并不在, 不过堂屋里头却摆着两口棺材。 发白的棺木透着一股死忌的感觉。 我皱了皱眉, 走进了堂屋, 到了棺材旁。 柳馅这速度也太快, 太心急了。 老玉怎么能直接装棺材? 这样能送走, 都是全凭借他被我镇压着尸体。 一旦落脏, 肯定会炸尸, 破坟而出。 我立马推开了左手边的棺盖子, 棺材装着老仙。 他没魂破了, 已经无所谓。 我又将他棺材盖上, 打开了右手边的棺材, 将老玉的尸体搬了出来, 平放在地上。 正当我思索, 要不要将老玉嘴巴里的辟邪猪, 还有身上的铜爪拆掉的时候。 院门忽然开了。 柳馅正领着一群人进来。 这些人男男女女都有, 年纪普遍比柳馅大上一些。 他们一直在说话, 极为嘈杂, 表情还透着一份填膺。 柳馅儿脸发白, 情绪显得格外低落, 他还在低声说着什么, 似是解释。 我皱眉, 看着那群人。 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过来, 盯着我。 馅儿! 你看看他! 他都在干什么? 柳馅儿, 旁边一个年轻男人, 神色愤恨, 语气更是无比尖锐。 黄奶奶刚入关, 居然又给他拉出来了。 这人就是凶手。 他花言巧语骗你, 连带那下手重创黄奶奶的女人也是真凶。 他就是看你单纯好骗而已。 我猜不幸柳爷也会害人。 他当年是我们一脉最年轻厉害的出马仙。 外出一趟, 却惨死在外, 还被人当成凶尸压着。 你年纪太小了, 他肯定对你图谋不轨, 还给你到家了。 那年轻男人唾沫横飞。 其余那些人看, 我的眼神都恨意十足。 我脸色变了变, 他们全都是和柳馅儿一样的人。 我还以为柳馅儿和我一样, 一脉单传。 他们家族这么兴旺, 他没提前说啊。 这时, 那年轻男人已然要越过柳馅儿, 看他的神色动作, 是要动手。 我立即起身, 手压在了腰间的分尸刀上, 浑身肌肉紧绷起来。 其余那些人, 显然以那年轻男人为首, 同样准备动手。 柳馅儿赶紧往前两步, 伸开手, 直接挡住了他们。 长津哥, 蒋红河不是坏人, 我都和你们解释过了, 他没骗我。 爷爷真做了很多人屁股, 柳馅儿极力解释。 那叫做长津的年轻男人, 一把抓住了柳馅儿肩头, 将他拉在了一旁。 他面色紧绷, 眼神更严厉了一些。 雪儿, 你糊涂。 人屁股和柳爷爷放在一起, 他就害了人。 你之前不还说了, 柳爷爷在村里头都成了仙, 帮了那么多人, 他为什么还要害人? 我看, 就是你说的那道士和先生杀了他, 还抹黑他。 你等我先拿下这蒋红河, 等会儿舒适那些长辈来了, 让他们发落。 长津再不由柳馅儿多言, 跨步朝着堂屋内逼近。 他身后的人, 有两个拦住了柳馅儿, 其余人跟着他, 同时朝着我冲来。 我脸色不好看。 这群人, 可不像是柳馅儿那么好说话。 柳馅儿阐明了事情原委。 我是要承认, 我有忽悠了柳馅儿的成分在内。 可他口中的柳爷爷, 也就是老仙儿, 是当真杀了八毛阵那么多人。 他这都一口就给推翻。 我肯定不能被他们拿下, 否则麻烦就大了。 骤然起身, 我刷的一下抽出了分尸刀。 眼看乱战一触即发, 但我并没有乱了阵脚。 脑子里在飞速计算, 我应该怎么动手。 这十天对石冠像术的掌握,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战斗力, 但我对人骨研究非常多了。 从他们的身上, 我都看出来了一些破绽。 长津先进了堂屋内, 一声力喝, 当头就朝着我脑袋上一拳。 就在这时, 院内却传来了一声尖叫。 下一瞬, 一道身影快速冲过那些人, 居然直接挡在了长津面前。 娇小玲珑的身影, 散开的黑色长发。 这不正是柳旋吗? 只不过, 这时候的柳旋桃花眼中都是冰冷, 近似一双舌头一般。 他抬手, 直接挡住了长津的拳头, 手又不合常理地往后一掰。 长津哀忧了一声, 直接翻倒在地。 后边那几人立刻顿住, 都面色大变。 其中有一人更是惊声喊道, 柳旋儿你疯了。 长大哥是为了你好? 柳旋儿没有回答, 他眼瞳好似寒剑一般盯着长津, 忽然说道, 他是为了送奶奶, 才跟我来的, 他还是卑识人, 要安稳送他上路, 你们不准动他。 奶奶教过我, 什么是是非? 他见了爷爷, 迷了心智, 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见了那些女人和孩子的皮, 我知道什么是报应。 柳旋儿软弱的声音, 此时竟带着极度的冷意, 倒在地上的长津, 满脸占红。 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又盯着柳旋儿看了一眼, 接着, 他又看向我, 眼中却透着恼羞成怒的恨。 我眉头还是紧皱着, 不过手中的刀却放了下来, 我稍稍松了口气, 一来是柳旋儿手段真硬, 他居然那么强。 另外, 我从这长津眼中, 看出来了一些其他的味道。 我们也就一面之缘, 他这恨, 可不像是来自于老仙儿和老玉, 更像是被人拿走了自己觊觎的某种东西, 而恼羞成怒。 我若有所思, 长津却后退了两步。 他声音格外沙哑, 旋儿, 你太单纯了, 我就是担心你出门在外被骗, 这蒋红河, 绝对没安好心。 柳旋儿眸子更冷, 他肩头糊地钻出一条黑背白肤的细舌, 冲着长津狠狠吐了一下杏子。 长津腿一软, 险些玫瑰倒在地。 他抿着嘴, 退出了堂屋, 又匆匆退出了院子。 其他人全都不敢停留, 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一下子, 院内又变得安安静静。 柳旋儿闭上眼, 在等他睁开的时候, 似舌头的眼睛恢复了正常。 我奶奶和爷爷, 只有一个孩子, 也就是我爸。 他身体孱弱, 侍奉不了仙家, 甚至奶奶觉得他可能没办法延续香火, 就让别人过继了三个孩子给他。 我有两个伯伯, 一个姑妈, 他们就是长经说的书神。 不过我不喜欢他们, 也不喜欢长经, 只是奶奶去世, 总得要人一起来送。 柳旋儿语气很低落, 为什么不喜欢他们? 我问道, 柳旋儿却变得更沉默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说一说, 就不用憋在心里了, 憋久了, 可是会长皱纹的。 我故意让语气轻松了些。 他们想要传承。 柳旋儿终于开了口。 传承? 我眉头也皱了皱, 道, 他们不是已经侍奉仙家, 有了传承吗? 不一样。 柳旋儿摇摇头。 为什么不一样? 我又问。 辈分不同, 供奉的仙家不同, 本来如果没有我的话, 奶奶会收养五个孩子, 分别让他们拜五鹿堂口, 但因为有了我, 她没有继续收养, 并且, 我那两个伯伯, 一个姑妈, 分别拜的是长天龙, 长天花, 和胡巴太爷。 柳旋儿回答道, 这番话, 我就听得一脸梦了, 因为我听不明白区别。 柳旋儿才继续和我解释, 刚才就请了长仙太奶上身, 直接压制了长经。 长仙太奶和太爷, 就是辈分最高的, 旗下的天龙天花, 就是小辈。 再好比胡三太爷, 就是胡家出马仙中, 辈分最高的仙家, 在胡巴太爷之上。 顿了顿, 柳旋儿又告诉我, 她奶奶供奉了五大家, 可距离真正的出马, 总还有一不知遥, 如果她真的出马了, 可能就不会因为爷爷的失身, 而乱了心智, 以至于落的这个下场。 话音至此, 柳旋儿又有点哽咽了, 我差不多听懂了, 追问道, 那这样说, 你现在就是继承了 你奶奶所有仙家。 柳旋儿立即点点头, 我恩了一声, 又道, 那长经比你伯伯、 伯母都还小一辈, 算是你孙子伴儿了, 还觊觎着你, 下次我帮她清醒清醒。 柳旋儿顿时就破涕微笑, 情绪明显好了一些。 这时她才问我, 为什么将她奶奶的尸体 拉了出来? 我简单解释了 几句卑诗人的忌讳, 还有对待凶尸应该怎么送葬? 此外, 她奶奶身上还有铜爪, 朱砂绳, 辟邪猪。 她能将其放进棺材, 和那些东西有关, 被震尸的情况下是能够安葬, 但一定会死后不安宁, 只能去掉所有东西, 做完白事, 最后让我背尸。 下葬的时候, 还需要血清挖坟。 必须这样, 才能让她奶奶安息。 柳旋儿这才恍然大悟。 我将她奶奶身上所有东西都拿了下来。 就在这时, 院内却传来了嬉嬉琐琐的响动。 我抬头一看, 院子四周那几个竹质小楼, 居然开始爬出来家仙。 他们钻进了堂屋中, 全都到了柳旋儿奶奶的身边, 像是之前我山洞里看见的家仙一样, 身体搭拉在她尸身上。 这时候, 柳旋儿又开口道, 长津肯定会添油加醋地乱说话, 不过我不怕她, 她和我其实没啥血缘关系, 是大伯的亲戚。 大伯, 二伯, 还有伯母, 本来对我就不好, 碍于奶奶, 他们才假一逢营, 有长太奶, 长太爷, 和其余太爷太奶在, 也不用担心他们。 我正要点头, 柳旋儿又喊我, 跟他一起出去一趟。 他刚才本来是想带了长津回来, 让他们先守灵, 就要去接他爸爸的, 他让我跟着一起去, 说不定可以帮忙背一下, 他爸爸腿脚不灵便。 啊, 我其实想说, 我是背诗人, 背活人难免有点晦气。 可柳旋儿一脸认真, 我目测了, 他这体格便点头说醒。 临离开之前, 柳旋儿冲着他奶奶的尸体拜了拜, 口中又呢喃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那些话是说给仙家听的。 再接着, 他就领着我出了院门。 地上积雪不少, 一搅一个大印子, 我拿着木棍, 那棍子一下一下插进雪里头更深。 不过没多久, 我对于这雪的兴起就成了一个字。 冷, 在村路上走了很久, 因为这村子实在是太大了。 路途上遇到不少村民, 他们都笑呵呵地和柳旋儿打招呼, 又奇怪地看着我。 总算, 柳旋儿带着我到了一个院子前头。 红砖墙, 黑瓦顶, 院门右色发亮。 柳旋儿小声告诉我, 他霸脚流笼, 脾气不太好, 让我多担待担待。 我笑了笑, 说无碍。 他伸手敲门, 片刻后, 门开了。 后边是一个手扶着轮椅的男人, 他生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圆脸, 眼睛搭拉着, 没多少神光。 瞧见柳旋儿后, 他眼皮总算抬了抬, 不过却还是没多大情绪。 爸! 柳旋儿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句。 嗯, 有事吗? 没事就回去吧。 流笼语气很平淡, 那感觉就像是见了个普通人似的。 柳旋儿咬了咬唇, 低声道, 奶奶去世了, 我接你过去守灵, 这位是蒋红河, 我喊他来背你。 煞时, 流笼眼神一震, 不过他却笑了笑, 道, 死了? 那死得挺好的, 你们走吧, 我不去。 柳旋儿脸色微变, 我却从中看出来了一些蹊跷。 流笼对柳旋儿奶奶, 太过平静平淡, 甚至可以说冷漠。 死得挺好。 这类似的话, 我同样说过, 就是在对蒋老汉的时候, 无风不起浪, 他身上绝对发生过某些事情, 柳旋儿奶奶做过什么, 让他这么淡漠和恨。 爸! 奶奶他, 柳旋儿又要开口。 滚! 听不见吗? 流笼眼珠子陡然瞪得滚圆, 伸手就要关门。 柳旋儿被吓得后退两步, 眼见院门就要关上。 我却发现了蹊跷怪异之处, 流笼面上的骨盒肉变了。 这一路上对石冠像术的钻研, 让我粗略懂一些看向。 他眼眉之间有交错的纹路, 这叫做鬼魅, 并且他整体气色很暗, 这是命不久矣的征兆。 前一刻, 他好端端的, 怎么就要命不久矣? 我一把挡住了, 就快关上了门。 你干什么? 流笼凶了我一句。 叔叔, 人死灯灭, 死者为大。 我诚恳说道, 流笼脸色愈发难看, 又推了一下门, 没关上, 便不理会我和柳旋儿了, 转着轮椅回了院里。 我正要跟上。 柳旋儿却低声道, 我们回去吧, 我爸和奶奶关系不好, 很多年了一直都这样, 他不会去的。 我反手拉住了柳旋儿, 带着他进了院子, 跟着流笼的轮椅进了堂屋。 流笼停顿下来, 他回过头, 并黏黏的脸上近视冰寒, 说道, 旋儿都知道要走, 你又跟进来干什么? 我不会去的。 我笑了笑, 道, 我知道了, 那你还不走? 流笼又道, 不走。 我回答, 流笼, 我面色不变, 还是盯着流笼的脸看着。 毕竟石棺像术学的时间不够长, 我也怕我看错了, 所以得再三确定。 柳旋儿好像也看明白了什么, 他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毕竟这一路上, 我没少给他看下。 流笼却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极为不适地扭开了脸, 说了句, 神经病。 我还是没理会他, 又往左边走了两步, 盯着他的眼睛。 你到底想做什么? 流笼有些受不了了, 怒气冲冲地喝道。 我心却一沉, 因为, 我不只是确定了, 流笼将要命不久已, 还看出来了, 他将要死得应有。 叔叔, 我想做什么? 你应该问问自己, 你想做什么? 我反问道, 流笼看我的眼神忽然变得恶然惊疑。 他和我对视了几秒钟, 额头上开始溅了汗。 我还是凝视着他, 眼中审视更多。 流笼忽然说道, 我跟你们去。 我立即就露出了笑容。 柳旋儿显然松了口气。 我正要上前去背流笼, 他却又推着轮椅到了墙边。 稍微等等。 柳旋儿小声喊我。 我停顿下来。 墙边有一个小方桌, 柳旋儿点了几根香。 方桌上供奉着灵位, 写着王妻泄汝之灵。 等柳旋儿上完香, 我才过去将他背起来。 往回走的路上, 柳旋儿还有询问之色。 我晓得, 他肯定想知道, 我看香看到了什么。 可我现在却没法说, 毕竟柳旋儿还在我背上。 石棺相术有叮嘱, 看命者, 一旦看穿他人命数, 据以命数之不同, 不可随便道出, 否则会引发变数。 没过多久, 我们就回到了柳旋儿家。 我们刚进了门, 就看见院内站着数人, 长径站在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身后。 其左边还有一对男女, 都约莫三十多岁, 模样都挺普通, 但那女人身姿妖娆, 颇有几分风韵。 柳旋儿先打了招呼, 喊了大伯, 二伯, 姑妈。 那几人皮笑若不笑, 对柳旋儿态度很一般。 尤其是他们看我的眼神, 就更冰冷。 对于刘龙, 他们就像是视若无人一样。 柳旋儿皱了皱眉, 要往堂屋里走。 结果他们却抬手, 将我和柳旋儿挡住。 堂屋里头传来一阵咳嗽声, 夹杂了个老麦话音。 长径, 去将你四叔背过来。 长径从柳旋儿大伯身后走出, 到了我跟前。 刘龙显然不想在我身上, 直接攀上了长径后背。 我视线投掷堂屋内, 才瞧见老玉的尸体旁边, 站着一个小老太太。 她被完全弯曲, 头发稀疏, 老得不成样子了。 一双浑浊的眼睛下, 是黑漆漆的眼带, 看上去像是骷髅似的。 大奶奶, 柳旋儿冲着堂屋内喊了一声。 跪下。 那小老太太嘴皮一颤, 冷冰冰喝倒。 柳旋儿脸色微变。 她双手握拳, 紧咬下唇。 很显然, 柳旋儿不想跪。 我眉头一皱, 这小老太太, 是老玉的姐姐, 还是妹妹? 那小老太太, 又捏着嗓子喊了句, 还不跪下, 柳旋儿, 你还懂不懂尊卑了? 柳旋儿脸色顿时苍白不少, 她眼中还是抵触。 我侧身挡在柳旋儿面前, 沉声道, 老太太, 现在是旋儿爷爷奶奶的丧事, 她是当家女, 跪也要跪王者, 你开口就让她跪, 不怕她奶奶不满意吗? 那老太太, 却忽然一眉眼。 我只觉得, 膝盖一阵钻心的疼痛, 闷哼一声, 显现没站稳身体。 柳旋儿面色一慌, 立即伸手搀扶住了我。 大奶奶, 你不要动手, 蒋红和事, 柳旋儿话还没说完, 那老太太就问声又道, 蒋红和, 卑诗人, 长经都告诉我们了。 长经还说了, 你鬼迷心窍, 我这才来了一趟。 果然, 你被这男人骗得五迷三道。 你们三个, 还看着干什么? 柳旋儿鬼迷心窍, 将她拿下。 这蒋红和是凶手之一, 不能让她跑了。 老太太直接下令。 顿时, 柳旋儿的大伯二伯和姑妈三人迈步上前, 几乎同时竖起三根箱, 要朝着地上插去。 柳旋儿面色紧绷, 沙哑道, 大伯, 二伯, 姑妈, 你们真要对我动手。 大奶奶, 我敬重, 你是长辈, 可我奶奶, 她真想你来这里。 要么你从这里出去, 要么, 我就要将你请出去了。 柳旋儿这一句话, 赫然是翻了脸。 我一下, 就听出了蹊跷。 怪不得柳旋儿之前没提过这个大奶奶。 应该她和老玉本身就有矛盾冲突, 两人关系不好, 柳旋儿压根没想丧事情她。 不过, 柳旋儿竟她是长者, 刚才没多言, 一直到这老太太要动手, 她才要翻脸。 旋儿, 你大胆。 柳旋儿大伯, 指着柳旋儿的脸, 厉生呵斥。 柳旋儿脸色微变, 但她的眼神没有丝毫退避, 反而带着强硬。 我大胆吗? 十年前, 奶奶病重垂危, 大奶奶是来了一趟没错。 可她做了什么? 没有给奶奶治病就罢了, 还加了一道药, 给奶奶下了毒。 事后她说是意外, 配要错了, 但真是意外。 我奶奶把这件事情不提, 但她从此之后, 没和大奶奶再有交集。 这话, 柳旋儿是盯着那中年男人说的。 她又转头, 冰冷地盯着那小老太太, 手中同时寄出来了两把箱, 那老太太的眼神顿时尖锐不少。 除此之外, 她眼底还有深深的忌惮。 我大致能看穿, 这绝非柳旋儿自己的水平高过于她们, 全是因为柳旋儿继承了她奶奶的仙家。 这所谓的大奶奶都和她奶奶有仇, 这会儿赶来, 能有什么好念头? 她同样寄予柳旋儿身上的传承。 我刚想到这里, 忽然, 那小老太太垂着头走出了堂屋, 她腰身更余缕了, 就像是真被柳旋儿吓住, 要离开了一样。 一时间, 柳旋儿的大伯二伯以及伯母都面露惊疑之色。 柳旋儿稍微松了口气, 可眼神依旧冰冷。 一转眼, 那小老太太走过柳旋儿身侧。 可骤然间, 她却抬起头来。 我只瞧见她, 眼睛泛白, 都快瞧不见眼球了。 她嘴巴一张, 扑的一口, 居然吐出来几根针。 距离太近, 我没防备, 因为我不了解她的手段, 只是注意了她没有动手的征兆。 哪知道她嘴巴能吐针。 柳旋儿大惊失色, 想要躲避, 可已经来不及了。 真瞬间扎进她身体各处, 她整个人都将在原地不动。 那老太太阴冷地盯着我, 又要起唇。 我脸色再变, 一把抓住了柳旋儿的尖头, 飞速朝着后边退去。 柳旋儿那几个伯伯、伯母 直接踏步而出, 他们口中喃喃, 手中的香同时插至地面。 瞬间, 他们的气势就变了。 直接将柳旋儿背在背上, 朝着院门处飞逃。 一转眼, 我就跑出院门。 膝盖着实太痛, 我额头上都在落汗。 我转身一看, 他们几人快速逼近, 我却只能往后退, 因为硬碰硬, 数量和实力, 我都不是对手。 这一下, 我被逼出了院门外, 又退了几十米。 我脸色很不好看, 因为柳旋儿这一脉的人, 太复杂了。 怎么个个都心怀鬼胎。 眼看那几人还要追上来, 我转过身, 他们才没有继续追上来。 血又大, 我又不知道去哪儿, 只能先往柳笼家里投奔。 等到了柳笼家里, 我推门进去, 将柳旋儿放下来。 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身上, 我发现了五根针。 其实这不是针, 而是刺。 尾端漆黑, 顶端一部分发白。 这是白仙刺猬的刺。 那小老太太, 侍奉的白仙。 我小心翼翼地, 将那几根刺拔下来。 柳旋儿, 顿时恢复了行动力。 他脸色苍白, 眼中透着愤恨。 奶奶养了几个白眼狼, 柳旋儿咬了咬牙。 你知不知道, 大奶奶当初是真的想杀了我奶奶。 那么多人, 我没直接说出口, 当年他真下了毒。 柳旋儿恼恨无比, 他资质不够, 只能供奉白仙娘娘, 却觉得我奶奶侍奉五路仙家, 想要奶奶的东西。 我张张嘴, 却叹了口气。 果然, 和我猜测的一模一样。 但这会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柳旋儿。 呲牙咧嘴地坐下, 看了自己膝盖一眼, 我膝盖上也是那种刺。 我赶紧将刺拔了出来, 无奈地说了句, 各怀鬼胎, 都有八百个新年子。 而且真说硬实力, 你应该打不过他们, 加上我也够强。 柳旋儿面色又苍白不守, 低声又道, 他们在奶奶身上, 什么都找不到, 东西都在我身上, 等会儿他们发现没有, 就得来找我了。 我皱了皱眉, 面色阴晴不定。 你奶奶是黑煞, 没有我在旁边, 她肯定会闹起来。 而且死者为大, 在死人身上搜传承, 是抢死人的东西, 天一黑, 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我先安慰了柳旋儿两句。 柳旋儿显得更悲伤难过, 她哽咽道, 真要这样, 奶奶会伤心死的。 我一震, 顿时也恍然。 老玉收养了三个孩子, 最后这三个人跟着想下毒, 害死他的人一起, 搜刮他身上的传承。 这死人都得蹦起来三尺高。 老玉的确是可怜。 这也是报应。 毕竟他和老仙儿是夫妻, 老仙儿害人不浅, 他断然过不上什么舒心的好日子。 柳旋儿又低声道, 还有, 他们能对付黑煞, 奶奶身边的仙家, 辈分高的, 都一直跟着我们。 剩下在嘉仙楼你看到那些, 都是些没成气候的, 奶奶就算是诈尸了, 用处可能都不大。 而且, 我觉得, 他们恐怕都不会让奶奶下葬, 甚至还有可能, 说着, 柳旋儿眼眶红了。 我问柳旋儿, 他们可能做什么? 柳旋儿紧抿着唇, 低难道, 希望他们不会, 不然, 他们就太过分了。 这样的话, 我宁死都不可能让他们拿到传承。 柳旋儿不愿意说, 我就不好问了。 将刚才别在腰间的木棍摆弄了一下方位, 我又四下打亮了屋内一眼。 下意识地, 我走到了之前流笼下跪的灵位前头。 看着那灵位上的字, 我脸色变了变。 男男道, 坏事了, 柳旋儿眼神茫然地问我怎么坏事了。 这是他妈妈的灵位。 我立即解释, 说不是这个灵位坏事。 是他爸那里, 可能会出事。 我面色难看不少, 说不应该让人背走他的。 柳旋儿脸色在变, 问我, 他爸会出什么事。 自意, 我挤出来了两个字。 柳旋儿骤然面色苍白。 为什么? 怎么可能? 他不安置疾地问道。 我苦笑了一下, 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刚才我看穿他的面相, 就是他要自意。 之所以我没有说, 也是因为我说了, 他必然就会改变自己的死法。 因为他是真想死。 柳旋儿瞬间就快哭了。 他猛地转身, 就要往院外走去。 我一把又抓住了他的肩膀。 他用力挣脱, 说要去把他爸带回来。 我还是没松手, 陈生说, 带得回来吗? 过去了, 恐怕就是他大伯二伯, 以及姑妈和他大奶奶一起动手。 别说带人了, 他都得留在那里。 他奶奶给他的传承, 也要被抢了。 柳旋儿脸色又变了变, 他更煎熬了, 问我那怎么办? 总不能等着他爸也自意了吧。 他就那么一个亲人了。 我额头上顿时密出了不少汗珠, 绞尽脑汁的思索办法。 要是天黑了, 就好了, 可惜还没天黑, 我低声难难。 话音刚落, 我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抬头, 我看向柳旋儿, 慎重道, 长津的联系方式, 你有吧? 让他把人送回来。 柳旋儿面色微僵, 不自然道, 我的亲戚, 他肯定是帮他们, 最开始我们都动手了。 我笑了笑, 微眯着眼睛道, 你按我说的做, 他肯定送人回来, 你信不信? 柳旋儿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我低头思索了片刻, 告诉他, 让他先给长津发一条短信, 说是他发现自己被骗了。 刚才我将他带走, 结果图谋不轨, 他好不容易才恢复了行动力, 勉强将我打倒。 但现在, 他需要长津帮忙, 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 柳旋儿瞅目结舌地看着我, 娜娜道, 可你没有啊, 我哭笑不得, 只得跟柳旋儿解释, 说我肯定没有, 这样只是为了让长津听话。 柳旋儿却嘟了嘟嘴, 小声说, 我不明白。 我问他, 想不想将他爸安全地送回来。 柳旋儿立即又点了点头, 我就喊他, 马上按照我说的做。 柳旋儿这才摸出手机, 编辑短信发了出去。 我告诉柳旋儿, 长津应该很快会联系他, 让他告诉长津, 关于那大奶奶不好的地方。 还有刚才大伯二伯姑妈动手, 伤了他的心。 胡三太爷说, 他们想抢夺他身上的传承, 他现在觉得谁都不能相信, 只能想到长津了。 所以想让长津将他爸爸送回到家里来, 他不想他爸爸被当成要挟的把柄。 我这番话说完, 柳旋儿眼神都有些发呆。 我又慎重地叮嘱他, 记清楚了, 他立即点点头。 恰逢此时, 柳旋儿手机响了, 他马上接通电话。 那边果然是长津, 柳旋儿完全按照我的叮嘱, 将话说了一遍。 电话又挂断了。 柳旋儿看我的眼神, 已然带着喜色。 长津说, 等会儿就找机会, 把我爸送回来。 不过, 现在还不行, 他是偷偷跑到一旁, 给我打的电话。 至此, 柳旋儿话音又有些担忧, 说现在他大奶奶盯着他爸, 寸步不离。 我让他不用担心, 那小老太太盯着他爸, 至多是想得到点什么, 可他什么都得不到。 柳旋儿神色松缓了些, 点头说对。 紧跟着, 他又不安地问我, 那我奶奶呢? 我思索了一下, 说等天黑, 天黑之后, 他怎么也得花纱, 我妹妹也还在院子里, 如果黑纱不能够让他们喝一壶, 还有血纱花青, 等长津将人送过来了, 我们没有活人被当把柄, 再去一趟院子。 柳旋儿, 立即说了的好字, 可这一等, 就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长津一直没来, 柳旋儿开始还好, 之后, 却一直坠坠不安, 问我, 是不是我们骗人被发现了? 还是说, 长津带人出来, 被发现了? 我皱着眉头, 说先稍安勿躁, 再等等。 又等了许久, 天逐渐黑了, 长津还没来。 可按道理来说, 包括柳旋儿和长津通话, 长津都不应该发现什么。 唯有的可能, 还真是他带人出来被发现了。 这人, 给他机会都抓不住。 我自言自语, 什么机会? 柳旋儿疑惑地接了话, 我摇了摇头, 却叹了口气。 走, 准备回院子吧, 得小心一些, 不能直接动手, 要等我先将背包拿到手里。 我答非所问, 正当我准备动身的时候, 砰砰砰地敲门声传来, 其中, 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话音。 旭儿, 这不正是长津在说话吗? 柳旋儿脸色顿时一喜, 立即走向院门。 我面色不变, 一个闪身躲在了唐屋侧门后边。 稍微探头, 这位置刚好能看到院门, 但那边不太能瞧见我。 柳旋儿刚好打开院门。 长津站在门口, 尖头还扛着个人正是昏迷不醒的流笼。 柳旋儿与其微慌, 喊了声罢。 长津一脸谨慎地瞥了一眼身后, 急促道, 旭儿妹妹, 先进屋再说, 叔叔没事, 我将她打昏了。 好。 柳旋儿赶紧让开了门。 他们进来后, 柳旋儿又将门关上。 长津弯着腰腾出一只手,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又去抓柳旋儿的手腕。 柳旋儿本能地躲了一下。 长津顿时露出尴尬的表情。 不过, 她很快就掩饰了过去, 叹了口气道, 旋儿妹妹, 还真让你说准了, 大奶奶真的不安好心, 刚才你刚走。 她又搜了黄奶奶的身, 还质问了叔叔, 黄奶奶平时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 叔叔哪知道啊? 居然被她请出白仙娘娘问话, 柳旋儿脸色变了变。 长津又无奈道, 几位书神也同你说的一样, 甚至大叔拜提议将黄奶奶魂魄提出来, 炼成清风。 柳旋儿更是大惊失色, 站立地说了句, 她敢。 长津一脸苦笑, 慎重道, 大叔伯这样做了的话, 就真的是出声不如了。 我当时就劝说了她几句, 暂时打消了她们的念头。 只不过, 她们的矛头就对准了你, 再过一会儿, 说不定就会找到这里来, 我们先将四叔放下, 她们应该不会为难她了, 我要立即带你走。 长津语速极快, 同时朝着堂屋内走来。 柳旋儿紧跟着她身边。 这时, 长津又匆匆说了句, 那个蒋红河呢? 走之前, 我得好好给她点教训, 她居然胆敢染指你。 说这话的时候, 长津眼中都是恼怒。 她, 柳旋儿刚开口, 他们两人实则已经踏不入堂屋了。 我面带微笑, 从门后走出, 道, 长津, 你找我。 我的动作, 吓得长津一个机灵。 她惊恶无比地瞪着我。 可我并没有给她反应的机会。 趁她现在背着柳龙腾不出手来, 我陡然抬手, 掌刀朝着她脖子上狠狠一击。 最后那一瞬间, 长津眼中都是恶然惊惧, 不过她眼睛一闭就朝着地上倒去。 我一手就接住了柳龙, 任由长津倒在地上。 紧接着, 我将柳龙放在了桌上, 探了探鼻息。 柳龙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之前的面相还在。 柳旋儿却抿着嘴唇, 眼眶都红了。 要冷静, 长津刚才说的话, 一部分应该是真的, 另一部分, 是想骗你和她一起走。 这人, 我话还没说完。 柳旋儿就颤声道, 他们要练了奶奶, 这应该是真的, 清风是鬼, 往来是家中亲人丧命后不走, 留下帮人, 强行练出来的清风会被控制。 我要和他们拼了。 雨霸, 柳旋儿猛地转身, 就要往外走去。 我脸色骤变, 立即喊她停下。 柳旋儿没停。 我快步走至她身前, 将她拦住, 沉声道, 你现在去, 被他们抓了, 到时候传承保不住。 你奶奶的尸身, 依旧带不回来。 柳旋儿潸然泪下, 显得格外痛苦。 我告诉她, 我们不是不管, 而是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不能热血上头。 再退一万步说, 要是我们直接就走了。 等会儿她爸醒来了, 自议了怎么办? 谁能管? 就算是她爸没这样做, 长津醒来了, 发现被我们摆了一道, 她下狠手又怎么办? 我这几句话显然将柳旋儿震住了。 她呆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半晌, 才艰难地问我, 那该怎么办? 我让她别冒险, 跟着我就好。 雨霸, 我转身又回了堂屋里。 我先将长津五花大绑扔在了墙角, 又将柳拢的手脚捆了起来, 问柳旋儿卧房在哪。 我先把她爸放床上, 这样我们才能放心离开。 柳旋儿立即给我指了指, 我扛着柳拢进了屋。 柳拢的卧房竟带着一股紫冰冷的气息, 甚至还给人一种感觉, 这里有尸体。 卑诗人对于尸体的感知很敏锐。 我警觉地私下看了一眼, 屋子中间是个铁炉子, 右边一张床, 床头柜旁边摆着木衣柜。 我并没有瞧见尸体在什么地方。 我先将柳拢放在了床上, 鼻头耸动了两下。 你怎么了? 柳旋儿不安地问我。 不对劲。 我低声难难。 你爸和你奶奶之间, 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矛盾? 我随口问柳旋儿。 柳旋儿摇了摇头, 说她不知道总归自打她记事起, 她爸和奶奶的关系就没好过。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怎么没听你说过你妈妈? 我又问了一句。 柳旋儿一正顿时露出哀伤的神色, 她告诉我从来没见过, 听说她出生的时候, 妈妈就死了。 呃,我低声说解爱。 晃了晃脑袋, 我没有问那么多了, 刘龙看上去奇奇怪怪, 可现在重点不是她。 她不自杀就行, 我们得赶紧解决了老玉尸体的问题。 老仙儿都魂飞魄散了, 自不需要担心什么。 柳旋儿之前说了, 清风是鬼。 如果老玉被那几个白眼狼和小老太太 练成了能被他们控制的鬼, 就会很麻烦。 我们得赶在那之前, 把尸体弄出来。 可这难度不小。 我又开始思索计策。 片刻后, 他们的传承应该是什么模样的? 信物还有咒法。 柳旋儿回答道, 他们都认识。 我又问柳旋儿。 柳旋儿摇了摇头, 说现在就只有她见过, 她奶奶临死才传承出来。 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脑袋里冒出来了一个计划。 我告诉柳旋儿, 让她交给我一样东西。 能假装是信物, 我要带着去见她那几个伯伯和姑妈, 以及大奶奶。 但是那东西, 要看起来是真的, 实际上是假的, 还必须要被她家那些白眼狼亲戚看出来。 柳旋儿面露金色, 眼中疑惑却更多, 问我为什么? 我让她别多问, 照做即可。 柳旋儿迟疑了片刻, 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柄汗烟枪。 这个, 我若有所思, 当时初见老玉, 她不就用着这把汗烟枪吗? 这是奶奶的随身物品, 若是你不知道, 我可以说她是信物, 但是大奶奶和伯伯他们,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柳旋儿认真道。 妥了。 我接过来汗烟枪, 将其挂在了肩头。 接着我又问了柳旋儿, 她大奶奶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 柳旋儿告诉我, 是医术问诊。 白仙娘娘也最擅长这个。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告诉柳旋儿, 我现在就回她家去, 让她在暗处跟随我。 要等我的信号, 她才能出来, 千万不能被发现了。 柳旋儿眼中颇为不解, 但还是说了个好字。 我转身离开房间, 静止朝着院外走去, 柳旋儿跟着我一起出了门。 不过, 我刚走几步路, 柳旋儿就隐蔽在了血液中, 不见了踪影。 我继续往前走, 心里头又将计划完善了一下, 嘴角故意勾起一丝得逞, 还有蔑视的笑容。 没过多久, 我就回到了柳旋儿家门外。 皎洁的月光挥洒在雪地上, 路面隐隐反光。 我伸手, 重重敲了两下门。 谁? 院内传出惊疑警惕的话音。 我没等人来开门, 腿带上十足的力道, 砰的一脚, 直接就降门, 踹开了。 院内火光弥漫, 中间有一处篝火, 焚烧着一些东西。 堂屋中, 老玉的尸体四周被摆满了蜡烛。 烛光忽明忽灭, 老玉的身体呈现一个怪异的姿势, 像是后心被什么东西撑着顶了起来。 之前那小老太太盘膝坐在她身旁, 一只手伸出似是在抓取什么东西。 柳馅那几个白眼狼亲戚正在旁边守着。 不过这时候, 他们的注意力都被我吸引, 警惕无比地盯着我。 我迈不进了院内, 胆了胆胸前的灰尘。 实则还不经意地动了动肩膀, 故意突出我挂着的汗烟枪。 几位, 看起来挺忙活。 清风不怎么好练吧? 当姊妹的要练姊妹, 几个当儿女的又要练了娘, 我才不怎么容易。 我故意露出讥讽的笑容。 柳馅大伯、二伯、姑妈满脸阴霾地走出了堂屋。 他们面面相去, 眼中却透着惊异不定。 小子, 胡说八道什么呢? 柳馅大伯骂了一句。 哦? 敢做不敢当? 那你们在干什么? 觉得我看不懂吗? 柳馅大伯眼神顿时一寒, 他抬起手就要招呼动手。 我又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 道, 我对你们这几个心怀鬼胎的人没什么意思。 老太太, 我找你有事。 抬起手, 我指着堂屋最中央的那小老太太。 小老太太的手, 缓缓放下来了。 她站起身, 一脸阴逸地盯着我。 与此同时, 老玉的尸体落屏在了地上。 没等她说话, 我淡淡道, 这老玉传下来的信物, 已经在我身上了, 被你们破坏了计划, 我也很无奈。 不过还好, 柳馅心思简单, 好对付也好骗, 全靠你刚才动手定住她, 给了我机会。 我来找你, 是知道你有点本事, 想要你帮一点忙。 小老太太眼皮一颤, 忽然道, 你拿了信物。 她目光在我身上扫视, 最后落在我肩头, 浑浊的眼睛闪烁了两下。 信物在哪? 雪儿肯交给你。 她又问道, 看着小老太太的反应, 她已经静透了。 我笑了笑, 平静道, 你不是瞧见了吗? 煞时, 小老太太的眼中透着几分古怪。 柳馅的大伯, 二伯, 姑妈的眼神 同样怪异了起来。 很明显, 他们都在思考分析。 哦, 原来如此, 看来雪儿的确被你拿下了, 也没想到, 她拼在我们面前保你, 你却心思叵测。 小老太太阴阳怪气地说道, 老太太, 心思叵测这话, 东施不说西施, 我有我的目的。 难道你们, 没有你们的目的? 我面色不变, 淡淡回答, 嗯, 你想要我做什么? 小老太太往堂屋门口走了两步, 似是朝着走来。 我身上有些病症, 知道你身上的白仙 善于问诊治病, 帮我治病。 我直接开了口, 作为报酬, 我也知道你的目的。 现在我已经得手了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让我满意, 我自然给你。 我语气很笃定。 小老太太点点头, 难难道, 算盘打得不错, 我倒是可以帮你看看, 那雪儿在什么地方? 她现在什么情况? 小老太太已经出了堂屋。 同时, 柳雪儿的大伯, 二伯, 姑妈, 呈现一个扇形的动作, 朝着我包围而来。 我脸色变了变, 一把拿起尖头的烟枪, 另一只手同时抽出来了分尸刀。 我眼中也流露出威胁之色。 还没等我开口, 那小老太太又道, 我们对你手上的东西没意思, 雪儿在哪儿? 你只要如实说, 我已经答应要帮你了。 她再次朝着我身边逼近。 我眉头紧皱, 眼中故意露出思索之色。 接着我说道, 村东口不是有一片花树林子吗? 一直往林子深处走, 里头有个草窝棚, 柳雪儿就在那儿呢。 就在我花音落霸的瞬间, 那小老太太忽然纵身一跃, 她瘦小的身体居然窜至屋檐上, 飞适地冲出了院子。 追! 柳雪儿、大伯低贺一声。 他们三个几乎同时追着小老太太而去。 和我擦身而过的瞬间, 他们都露出了讥讽之色。 刹那间, 院内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月光冷静, 风吹之下带着一些细细的雪花。 我回头看了一眼院门, 眼中也露出了讥讽。 不过, 我还是背上冒了不少汗。 和这几个人周旋, 消耗的精力太大, 我也怕漏下。 现在他们肯定想着的是, 我是个蠢货, 压根不知道什么是信物, 被柳雪儿骗了。 可实际上, 他们能找到那片林子, 但想找到那窝棚, 就做梦吧。 林子是真的, 窝棚就是我随口说的。 我得要时间, 不能让他们太快回来。 深吸了一口气, 我快步朝着堂屋内走去。 到了老玉尸体旁边, 我低头看着他尸身, 却生起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他嘴巴是张开的, 眼睛同样睁开, 就像是魂魄要被抽出来了一样。 伸手, 我按住了他的双眼, 往下一抹。 再抬手, 老玉的眼睛总算闭上了。 紧接着, 我正打算给柳雪儿一个信号。 院门处却闪进来一道人影, 那不正是柳雪儿吗? 柳雪儿快速地朝着堂屋这里走来。 到了我镜前, 他眼中都是喜色。 我手都在嘴巴边了, 哨子还没吹出来呢。 放下手, 我嘀咕了一句, 不是说好了等信号。 柳雪儿小声说, 我瞧见他们都走了, 怕你出事。 说着, 柳雪儿的目光就落在了老玉身上。 他又看了一眼周围的蜡烛, 面色一阵苍白。 好险, 他不安道。 接着, 他又问我, 怎么把人弄出去的? 我平复了一下呼吸, 说, 等会儿路上讲, 现在要将尸体弄走。 我背老玉, 他带老仙。 说着, 我直接弯腰, 将老玉的尸体背在了背上。 柳雪儿速度很快, 打开了老仙儿的棺材。 他搬运尸体的时候, 我则快不去了自己的房间。 背包没人动过, 我随手拉起来挂在肩头, 匆匆出了屋。 柳雪儿背上了老仙儿。 我们相视一眼, 又离开了院子, 静止朝着柳龙家里狂奔。 不多时, 我们就回到了柳龙家中。 进院的同时, 我带上了门。 余光却瞧见院头一些隐蔽之处, 都趴着黄鼠狼似是在盯着我们。 这应该是柳雪儿留下的手段。 只不过刚进堂屋, 我和柳雪儿脸色就同时变了变。 因为, 长巾不见了。 地上是一把断掉的绳子。 我放下老玉的尸体, 柳雪儿放下老仙儿。 他快步朝着他爸的房间走去。 我跟上他, 可脸色同样阴晴不定。 因为我绑长巾的手段, 都和绑凶尸如出一辙。 就算他醒过来, 也不可能自己挣脱。 谁帮他逃走的? 一转眼到了柳笼房间, 推门而入, 床榻上居然也空空荡荡。 哪有什么人? 完了, 柳雪儿露出慌乱之色。 不过, 我却发现了一丝怪异之处。 因为这房间, 很空气。 这空气和之前对比, 完全不同。 之前, 这屋子里头, 是让我感觉有尸体。 现在那感觉却没了。 不能在这里拖太久, 不然大奶奶, 还有大伯二伯姑妈都会找来。 长巾把我爸带去哪儿了? 柳雪儿咬唇, 脸上都是焦急。 就在这时, 我却听到一阵怪异的嬉嬉琐琐声, 像是什么东西被拖拽了一样。 与此同时, 还有咔咔声传来。 我警惕地转过身, 快步走出房间, 柳雪儿同时跟上我。 我目光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也就是那堂屋的门前。 却瞧见几个黄鼠狼钻进了堂屋中。 是他们发出来的声音。 我刚想到这里, 堂屋里头, 却传出了急促的咔咔声, 显得极为惊慌。 柳雪儿神色惊疑往堂屋走去。 我们两寝客间就进了堂屋。 可眼前的一幕更让我大惊失色。 老仙儿的尸体没什么变化, 放在原位。 可老玉的头却不见了, 只剩下一具无头尸。 那几只黄鼠狼在老玉的无头尸体旁边乱窜, 咔咔声不绝于耳。 柳雪儿捂着嘴巴, 站立地说道, 头呢? 我额头上密出了痘大的汗珠。 是啊, 头呢? 就这么一转眼的时间, 老玉的脑袋就让人偷走了。 那几只黄鼠狼显得格外焦急, 甚至窜到了柳雪儿面前, 身体像是人一样直立着, 又发出了轻微的咔咔声。 他们说, 刚才一团黑影闪过, 我奶奶的头就不见了。 他们没看清, 追进来的时候, 黑影已经不见了。 柳雪儿急速地告诉我, 是不是长惊没走? 他语气更加不安。 我微眯着眼睛, 脑中在飞速地分析着。 被仙家看见了, 但是又消失, 那就是消失在屋里头, 有可能是长惊, 但我觉得不太像。 我一边说着, 一边仔仔细细地扫过屋内。 冷不丁地, 我又回想起来 柳涌房间里头那种感觉。 忽然间, 耳边响起轻微的咣咚声, 似是波浪鼓响了。 我心跳陡然加快, 低难一声, 幽女。 柳雪儿恍然地看着我, 眼中犹有疑惑。 我一手摸在了身后的背包上, 一股凉意渗透进我的身体。 鬼使神差地, 我朝着南边的墙体走去。 这就是堂屋的正面墙, 显得极为厚重。 我的手, 又像是被驱使一样抬起。 我并没有抗拒这种感觉。 掌心落在墙面的瞬间, 我就感觉到透骨的寒意。 耳边似是听到一个尖细的笑声, 让我心头猛的一跳。 被驱使的感觉消失了。 可柳楼房间中那种 有尸体的感觉又来了。 这并非老玉和老仙儿带来的感觉。 墙有问题。 我抬起手, 用力敲击了一下墙面, 回音极为空洞。 你爸家有暗示? 我侧头问了柳旋一句。 柳旋茫然地摇摇头, 说他几乎没在这里住过, 不知道。 我定了定神, 又在墙上敲击了几下, 确定墙体是空心的。 我将双手压在墙上, 开始一点点往里按压寻找。 当我往左边走了三步, 手指好似压到了一处凹陷的地方。 墙体忽然活动了起来, 轻飘飘地往侧面凹陷了一处下去。 我心跳猛地落空半拍。 一处黑洞洞的暗门出现在视线中。 冷不丁地, 暗门中却突然探出来一只手, 朝着我脖子上抓来。 我飞速反应过来, 身体一侧, 躲过了那只手, 同时抬手, 猛地一把抓住它, 狠狠往外一转。 被拉出来的, 赫然是长睛。 不过此刻的长睛, 眼眶漆黑, 眼珠子便圆了不少。 这并非是仙家上身, 而是鬼上身。 滚。 长睛猛地张开口, 发出尖锐的贺骂。 我身上瞬间就都是鸡皮疙瘩。 长睛! 柳馅儿惊声呵斥。 他双手陡然掐出一个绝法, 自他尖头扫出来两条黄鼠狼的尾巴, 同时弥漫出的还有两股黄色烟雾。 我正想捂鼻子, 不过那两团烟雾并没有营绕到我身上, 而是全都裹在了长睛的头上。 我本以为他会被止住。 可没想到, 长睛居然毫无反应, 他黑漆漆的眼珠子忽然盯着柳馅儿。 下一瞬, 长睛居然哭了。 哀怨乌叶的哭声从他口中传出, 他陡然抬起另一只手, 朝着我眼睛插来。 眼见柳馅儿的手段不起作用, 我骤然抬腿, 膝盖猛地击中长睛腹部。 大力让他直接撞在了墙上, 我迅速摸出辟邪珠, 一把将其塞入长睛口中。 长睛的身体骤然开始发抖, 嘴巴不停地吐出白沫。 瞬间, 他就软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出去了? 柳馅儿明显很紧张。 我当然知道, 他指的是长睛身上的鬼, 便冲他点点头。 不是我奶奶, 我爸家里怎么还有鬼? 柳馅儿不安道。 是个女人, 还挺凶。 我喃喃开口。 我先从长睛口中抠出来了辟邪珠, 忍着黏乎乎的恶心, 将其在身上擦了擦, 放进兜里。 抬头, 我又盯着那黑漆漆的暗门入口, 看了两秒钟, 然后从兜里摸出手电筒, 冲着里头打了光, 才往里走去。 柳馅儿立即跟上我, 他显得格外谨慎。 这暗道并不长, 两步路之后就是一个转弯, 两三米之后能瞧见一个紧闭着的房门。 手电筒已经将这里全都照亮了。 那房门呈现暗红色, 在这种环境中的红门, 让人忍不住的心惊肉跳。 我们走至门前, 柳馅儿想抬手去推门, 我立刻侧身挡住他, 一脚将门踹开了。 我并没有立即进去, 而是将手压在分尸刀上, 警惕地站在门口。 手电筒照入门内, 漆黑被驱散, 却瞧见一个人影悬挂在房梁之上, 来回地摆动着。 柳馅儿站立地喊了句, 爸, 我同样认出来了, 那是刘龙。 他脖子上勒着一条结实的麻绳, 皮肤被勒得轻紫, 舌头都快吐出来了, 看起来有出气没进气。 嗖嗖嗖, 两只黄鼠狼从柳馅儿尖头窜出, 沿着刘龙的身体, 朝绳子冲去。 我直接抽起来分尸刀, 朝着刘龙头顶一甩。 咔嚓一声, 绳子断了, 刘龙砰。 得一下摔倒在地上。 分尸刀则插进了另一头的墙体中。 柳馅儿立即就要冲上去。 我赶紧抓住他肩膀, 低声道, 这里还有鬼, 别过去, 他没死。 柳馅儿身体发抖, 也不知道是被他霸伤掉下的, 还是难受的。 那两只黄鼠狼趴在刘龙身上, 圆溜溜的脑袋忽然扭动了一下, 看向了房间另一侧。 忽然, 他们脑袋轻微颤动, 身体也在微微抖动, 嘴巴发出咔咔声。 我将柳馅儿挡在身后, 迈不尽了暗室中。 一眼, 我就看到墙右侧的椅子上, 坐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很年轻, 看起来最多不超过二十岁。 她头发披散在尖头, 苍白的皮肤就像是久不见天日。 不, 这是死人的白。 她的脸型, 却和柳馅儿有七八分相似。 她身上穿着干干净净的碎花布衣, 双手压在自己腹部, 微醋的眉心, 显得很痛苦。 而她腹部压着的地方, 有一颗圆溜溜的人头。 杂乱的头发, 未睁的眼睛, 张开的嘴巴, 以及皱巴巴的皮肤。 这不正是老鱼的头吗? 柳馅儿明显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那女人。 我围眯着眼睛, 盯着女人尸体好几秒钟, 本能地朝着前方走去。 可就在这时, 我脚踝忽然被一只手死死抓住。 我吓了一跳, 低头却瞧见 刘龙正更大的眼珠子盯着我。 离她远点, 刘龙声音沙哑到了极点, 眼中全是血丝。 我皱了皱眉, 和刘龙对视了两秒钟。 她是谁? 我问道, 刘龙眼珠中血丝更多, 她更用力地抓着我, 似要将我往后转。 离她远点, 她与妻更凶横。 你娘的丧事你不去, 还砍了你娘的头, 给了一个你藏着的女尸, 你好孝顺。 我微眯着眼睛, 冷声道。 忽然, 刘龙的眼珠子变得漆黑, 整个面容都好似变了, 竟神似个女人。 我面色微变, 手飞速, 在兜里一掏, 朝着下方一甩。 避邪珠稳稳地甩进了刘龙的嘴巴里头。 我抬起脚, 朝着刘龙脖子上猛的一踢。 刘龙身体一僵, 整个人都昏死了过去。 爸, 柳旋慌乱地喊了一声, 让她少说两句话, 耽误事。 她只是昏过去了。 我解释了一句, 就朝着椅子上的女尸走去。 柳旋稳稳镇定了一点, 跟着我靠近。 那女尸的确和柳旋很像。 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我又看了一眼柳旋。 接着, 我伸手落在女尸头顶, 掰开了她一部分头发, 又用指甲抠了一下。 从我指缝里头, 传来一阵冰凉感觉, 皮肉已经格外僵硬了。 尸体放了很多年了, 这肯定不是你姐姐妹妹, 她不会是你妈吧? 我眼皮狂跳, 本能地脱口而出。 因为刘龙跟着我们走之前, 还给临位上了相。 王七泄汝。 从细节处分析, 这还真实有八九, 就是柳旋的妈妈。 柳旋呆住了。 她张了张嘴, 没说出来话。 你不是, 能让胡三太爷问话吗? 等会问问你吧。 同时, 伸手抓住了那女尸手中的老玉头颅, 用力往外一摆。 却没想到, 女尸抓得格外死, 根本就掰不下来。 她的皮肤上, 开始滋生起黑色的绒毛。 那根根倒立的黑色绒毛, 显得极为阴狠。 女尸的眼睛, 也慢慢睁开了。 来劲了, 我瞳孔紧缩。 松开老玉头颅, 我反手摸出来一个驴蹄子, 直接塞进了那女尸的嘴巴里头。 瞬间, 她头脸上的黑色绒毛, 就完全消失了。 她的手也护得松开了, 老玉的脑袋咕噜一下掉了下来。 柳旋赶紧弯腰, 捡起老玉的脑袋, 抱在了怀中。 奶奶, 她哽咽地喊道。 我吐了口啄气, 说, 让她在这里等我会儿。 我先去把老玉老仙的尸体, 还有长巾拖进来。 没等柳旋问我, 我就解释, 说我把她家那群白眼狼骗出去, 但我怕他们回来了。 刚好躲在这个暗室里头, 应该安全。 柳旋才点点头。 转身我回了堂屋, 将尸体拖进来。 将长巾五花大绑的弄进暗室。 本来我想立刻关上暗室, 可又思索了一下。 我怕好在这里时间太多, 迅速跑到了这院子的厨房里头, 找了点吃的和水带回去, 才将暗室关死。 把两具尸体和长巾 全部拖进了暗室里头。 我才发现, 柳旋已经将流笼靠在墙边放好了。 她离那女士远远地 怀抱着老玉的头, 眼眶通红, 眼角还有泪水。 我冲着柳旋伸了伸手。 柳旋本能地闪躲了一下。 她这时候的模样太可怜, 太过无助。 简单缝一缝尸体, 虽然我们卑诗人比不上专业缝尸匠, 但不能让她伸手分离太久, 破试太久也要出问题的, 魂魄不知道往哪钻。 我和柳旋解释。 柳旋似是缓过来了一点点, 她捧着脑袋到了我身前, 让我先给她奶奶把头缝上。 我蹲伸下来, 摆弄尸体和头。 先摆好了之后, 我又在身上摸索。 自打我学了卑诗人手艺, 身上就会带着针线, 瘸子张交过我, 死者为大, 尸体尽量要全乎。 很快, 我拿出来针线。 正准备缝的时候, 我又抬头看柳旋, 让他不用一直盯着我, 可以让胡三太爷问问他爸,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觉告诉我, 他爸和他奶奶之间的矛盾, 很可能和他妈妈有关。 柳旋低头取出来几根香, 又摸出来打火机点燃。 他口中低难了几句话, 一只黄鼠狼嗖地爬上了刘龙的身体, 一转眼就到了他的肩头, 他尾巴用力甩动, 圆溜溜的脑袋却正对着刘龙的脸, 发出轻微的咔咔声。 我一边余光看着, 一边穿针引线。 缝补尸体是个辛苦活儿, 尤其是凶尸的皮肉不好穿透。 我半赏才缝过去第一针, 慢吞吞地缝第二针。 这期间, 刘龙醒过来了, 但他神色呆滞地看着前方。 柳旭尔低声问话, 刘龙干巴巴地开了口, 开始讲述。 只是, 他所说出的内容却让人唏嘘不已。 原来, 在十九年前, 老玉买来了个女人说是要给刘龙冲洗。 当时的刘龙已经病得不成人样, 可没想到, 那女人不但不嫌弃刘龙, 还细心照料她。 刘龙的身体不但恢复了不少, 甚至两人还有了孩子。 夫妻两人欢天喜地地盼到孩子出生, 却没想到, 生产时大出血, 刘龙想要送她去医院, 因为腿脚不方便, 只能求她娘, 也就是老玉。 可没想到, 老玉却一脸冷漠, 说, 生个孩子, 去什么医院? 谁家的女人不在家里生产? 刘龙只能看着谢乳在房间里哀嚎。 一直到孩子生下来, 老玉直接抱起来就离开了。 谢乳性命垂危, 却无人来管。 最后, 刘龙眼睁睁地看着谢乳咽气。 在之后, 刘龙就将谢乳尸体一直留下来, 日夜为伴。 她其实老早就活不下去了, 可她又不甘心死在老玉前头, 总想着老玉死了之后, 她对谢乳有个交代。 她就这样带着仇恨过了十七年。 一直到我们到来, 说了老玉的死讯, 她才想着, 终于等到报应了, 她也要自意寻死, 却不料被我发现。 在之后的事情, 就是她跟着我们去了院子假意送丧, 又被长经带回来, 在被我们捆住后, 长经被谢乳鬼上身, 将她放开。 我们回来之后, 她借机砍了老玉的脑袋, 当刘龙说完一切, 她的脑袋就垂了下来。 黄鼠狼窜下她身体, 回到了柳旋身旁。 我差不多也将老玉的脑袋缝补完了。 老玉的脖子上, 出现了一道蜈蚣一般的伤疤。 柳旋呆站在原地, 眼泪一直不停地掉。 我却不知道怎么劝她。 刘龙和谢乳的事情并不复杂, 可这一切的创伤却太大太深。 过了好久, 柳旋才擦了擦眼泪, 走到那女士的跟前, 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头。 接着, 柳旋扭头问我。 我爸醒了, 他还会一直自杀, 对吗? 很难说, 我如实回答。 柳旋茫然道, 难道要一直守着他? 我又摇了摇头, 说他守着肯定不行。 他家那几个白眼狼亲戚 瞄着他身上的传承呢? 留在这里, 分分钟就会出事。 那怎么办? 柳旋更煎熬和无助了。 你让我想想。 我说完, 就低头思索。 柳旋没敢打断我。 这事情难办就难办在 刘龙对柳旋没什么感情。 刚才他说那些 除了对泄乳的哀伤, 就是对老玉的恨。 这种人看起来简单, 可实际上很固执。 譬如刚才在暗示 他翘无声息就要上吊。 如果不是蒋优女提示, 让我们找到这里, 再持几分钟, 我们近来看见的 就是他的尸体。 没有求生欲望, 一心求死的人 该怎么救? 他真想死, 迟早能找到机会。 说难听点, 这大冬天的 冻一块豆腐也能撞死。 我想了半天, 目光落在泄乳的尸体上, 忽然有了主意。 你能让几只耗子 一直跟着他吗? 我和柳馅说道。 柳馅点点头, 说可以。 我若有所思, 道, 那我试试。 雨霸, 我走到柳龙镜前, 伸手掐住了他人中。 狠狠一用力, 柳龙眼皮一颤, 醒了过来。 睁眼的瞬间, 柳龙就死死地盯着我。 我冲着他笑了笑, 诚恳地说道, 柳叔叔重情重义。 他抿着嘴, 没回答我, 瞥了一眼泄乳的尸体, 又看了一眼地上的老玉, 眼中的恨意更多了, 但他还是没说话。 我猜, 你想等我们走了, 继续自杀。 我又说道, 他又瞥了我一眼, 眼神却极其冷淡。 死了是一了百了, 不过你妻子的尸体, 恐怕就很难留下来了。 我轻声说道, 雪儿怕你死, 我和他说了, 让他命令几个耗子一直跟着你。 如果你死了, 就把你老婆的尸体啃了, 专门啃脸, 面目全非。 你…… 刘龙眼中恶然, 语气更是愤怒。 叔叔, 不用夸我, 活下来不容易, 为什么想死? 我叹了口气, 如实道, 刘龙不说话了。 另一侧的柳旋, 总算露出松了口气的神色。 我站起身来, 摸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不知不觉, 居然已经六点钟, 天亮了。 沉宁了一下, 我又说道, 最好最近都待在这里, 柳家那些白眼狼亲戚都瞄着旋儿, 说不定抓了你, 就将你老婆练成了清风, 到时候, 你只能守着一具没魂魄的尸身。 刘龙的额头上溅了汗, 我和他对视了几秒钟, 确定我已经达成了目的, 才看向柳旋儿, 说了句, 走吧。 柳旋儿低着头, 弯下腰, 将老仙儿的尸体背起来。 我则是背起来了老玉的尸身。 至于还昏迷不醒的长巾, 我伸手将他拽了起来。 走出暗室的时候, 柳旋儿还回头望着柳龙看了许久。 我瞥了一眼, 柳龙对柳旋儿没有丝毫反应, 眼中甚至有厌恶。 我又喊了柳旋儿一声, 他才跟着我往外走。 先走到暗门的位置, 我侧耳听了许久, 外头并没有什么声音。 我这才放心打开暗门。 堂屋里头有不少杂乱的脚印。 显然, 那小老太太, 还有柳旋儿的大伯, 二伯, 姑妈都来过了。 我反倒是松口气。 来过一次, 就不至于很快再来第二次。 我将长巾身上的绳索打开, 又将它扔到了院外头。 秦六娘的大金杯停在柳旋儿家外。 我们要直接走, 背着尸体, 多少不方便。 要是回去柳旋儿家外, 又有可能被直接发现。 这样一来, 未免得不偿失。 因此我选择放弃了大金杯, 毕竟我卡里有不少钱, 车可以再买一辆。 我和柳旋儿找了两条床单子, 又都撕成了布条, 将两具尸体缠成了布棍子, 然后绕小路出了村。 刚出村口, 我们就拦到了一辆车, 正准备让司机送我们去附近的长白室。 结果刚要上车, 村口刚好来了一辆车。 车停在了我和柳旋儿的跟前, 下来了一个身材矮胖, 脸型像是个耗子似的男人。 他笑眯眯地喊了一声旭儿。 我还挺奇怪, 这人是谁? 柳旋儿却愣了一下, 应了声灰叔。 那灰叔做了个请的动作, 说,上车吧。 柳旋儿做事就要上车。 我赶紧拦住他, 小声问他, 这人是谁? 柳旋儿告诉我, 是灰叔。 我, 柳旋儿才反应过来, 略尴尬地解释道, 灰叔, 以前经常来看婆婆, 婆婆能拜五路堂口, 也和她有关。 顿了顿, 柳旋儿喊我先上车再说。 眼看柳旋儿对这灰叔很信任, 我就只能跟着一起上车了。 那两具尸体, 被我摆在了车后排座。 车离开了村子, 朝着另一个方向行驶而去。 那灰叔开车期间, 还总从后视镜来看我和柳旋儿。 柳旋儿问他, 怎么会忽然来村里? 看起来, 还是专门来找他的。 灰叔顿了顿, 才说道, 灌主让我来的, 黑老太太托梦, 你奶奶去世, 你带尸体回来, 结果遇到几个数败翻脸。 他说, 你虽有人帮手, 但依旧不是他们的对手, 正在逃命, 让我来接你, 顺道, 带你那个帮手回去。 黑老太太托梦? 柳旋儿低声喃喃, 我却更听不明白了。 怎么又扯到灌主? 黑老太太又是谁? 我便直接开口, 问了柳旋儿。 柳旋儿和我解释, 说, 黑老太太, 是他们这里的宝家仙, 甚至胡三太爷, 黄二太爷都要在他左右两边护法。 供奉黑老太太的灌主, 是陵屋地区的第一出马仙, 张力从。 当年就是灰叔带着他奶奶去见了灌主, 他奶奶才能拜五路堂口。 顿了顿, 柳旋儿又道, 灌主本领极高, 可以为不先知, 他来找我们, 我们就没事了。 他话音透着喜悦, 我恍然大悟。 可这时, 我又发现, 灰叔那耗子脸正从后视镜看着我。 他细细的眼睛正在发笑。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回忆起来他刚才所说的一句话。 他是来接柳旋儿的不假。 可他还说了, 顺带将那个帮手带回去。 帮手, 不就是我吗? 我觉得很怪异。 柳旋儿说, 魏捕先知很怪异。 目的看似是来找柳旋儿, 实际上却是来找我的, 这种感觉更怪异。 真要说魏捕先知, 就连老先生和吴先生, 审计, 他们都不可能做到。 即便是阴阳先生, 捕怪也是必要。 而且还需要很多特定条件。 因此, 我内心的警惕并没有消失, 反倒是更警觉起来。 柳旋儿的精神状态倒是恢复了不少, 甚至他眼中隐隐透着前程。 对那灌主的前程, 车行驶了约末有半小时左右, 我们来到了一座山下。 这座山并不高, 但却极为厚重, 层栏叠杖。 山脚下还有一个镇。 小镇颇为热闹, 人头攒动, 烟火气息浓郁。 总归, 要比柳旋儿家安静的村子繁华太多。 我们横穿了小镇, 到了镇尾巴的时候, 车停了下来。 灰叔示意我们下车, 指了指右侧一个院子, 喊我们在这里休息。 柳旋儿露出奇怪的神色, 问, 不上山去灌里吗? 灰叔。 灰叔的耗子脸又堆起笑容, 解释说, 这是灌主的安排。 柳旋儿点点头, 神情不再疑惑。 我正要将老玉和老仙儿的尸体搬下来。 灰叔却伸手拦住了我, 说, 不用搬了, 他要带尸身上山。 我眉头微皱, 正要开口。 柳旋儿却小声喊我, 让我不要阻拦灰叔。 柳旋儿都没意见,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 我后退两步, 到了柳旋儿身旁。 灰叔却眯着眼睛, 又冲着我笑了笑。 他让我们好好休息, 就在这里等待, 说完便转身又上了车, 继续往前开去。 那方位, 就真的是山脚下了。 柳旋儿领着我进了院里头, 他扭头看了一眼山的方向, 双手并拢合时, 虔诚地拜了拜。 我鬼使神差地说了句, 你奶奶去拜过黑老太太, 才能有五路仙家。 这陵屋第一出马仙张立从, 是你奶奶的师父。 我刚说完, 就觉得身上多了不少细密的鸡皮疙瘩。 刚才上车的时候,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细节? 我才不信真的有人可以未卜先知。 再怎么, 都得算。 那张立从, 肯定算过。 如果说老玉是他的弟子, 那这一切就说得通了, 指不定老仙儿同样是他的徒弟。 他算过, 知道他们丧命, 也算过, 他们的师生会回到陵屋, 更算过, 我是相关之人, 和柳旋一起回来。 这陵屋第一出马仙, 居然还有算卦的本身。 我更是不寒而栗, 两个徒弟折损在八毛镇。 能交出来这么心狠手辣的弟子, 我能指望他和柳旋一样, 是个好人。 我脑筋转得飞快, 思绪瞬间落定。 柳旋还是露出思索之色, 他点了点头, 说, 要这样说, 他好像真的可以, 是我奶奶的师尊, 可奶奶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 这才是刚出郎村, 又进了虎穴。 抬手, 我直接抓住了柳旋的手腕, 说我们得走。 柳旋神色更不解了, 问我走什么? 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我不是要多在陵屋待一段时间吗? 离了灌主这里, 都有可能被他大奶奶, 还有大伯二伯姑妈他们找到。 我额头上密出了不少汗珠, 柳旋是真的单纯, 可话, 我又不好直接说出口。 我总不能说, 灌主会当我是凶手, 迁怒于我, 然后杀了我。 正当我在想说辞的时候, 忽然间, 院门又被敲响了。 谁? 我警惕地看向院门。 我? 一个略熟悉的声音传入院内。 我眉头顿时紧皱起来, 柳旋已经走过去开门了。 院门打开, 走进来的赫然便是刚才的灰叔。 他背着手走了进来, 那张耗子脸又笑眯眯地看向了我。 我后背顿时密出来了不少汗珠。 这灰叔不是开车去山脚, 要送尸体上山吗? 一眨眼就回来了。 柳旋也奇怪地问了句, 灰叔, 你不是要送我爷爷奶奶上山吗? 哼, 灌主让灰仙在山口等, 他们已经将尸身搬走了。 灰叔说道, 这样子, 柳旋松了口气, 点点头, 可我额头上, 却忍不住又冒出来痘大的汗珠。 因为灰叔还是在看着我, 就算是和柳旋说话, 他那带笑的眼睛都没挪开视线。 小兄弟, 你想走吗? 灰叔忽然开口, 我心头一僵, 因为我没想到, 他一眼就看破了我的想法。 灰叔, 红河不走, 他要在灵屋带一段时间的, 我们出了阵有危险, 他要去的地方也有危险。 柳旋开口说道, 我, 抢笑了笑, 我道, 旋儿说得对, 我不走的。 灰叔又笑着点了点头, 道, 那就好, 灌主想见你, 毕竟你护住了旋儿, 他是很重要的人, 另外, 灌主也有事情, 想请你帮忙。 我脑袋里冷不丁就冒出来一句话, 你和我两个徒弟的死脱不了干系, 你帮个忙, 死在我手里。 不过我赶紧, 又甩了甩头, 驱散了这个想法。 那灌主张力从本身那么大, 应该不至于大费周章的, 最后杀了我。 灌主, 是林屋第一出马仙, 我就是一个小喽啰, 能帮上什么? 我抢笑了一下, 回答道, 可灌主说, 你并不是小喽啰, 灰叔又笑眯眯地说了句, 我身体更僵硬了。 旭儿, 你带着红河小兄弟去房间休息吧, 我在这里守着, 如果有人不开眼要抓你们, 灌叔给你讨回公道。 灌叔终于看向了柳旭儿, 可我总觉得, 这话外之音说让我别跑, 他守着, 我也逃不掉。 柳旭儿轻轻侧身, 算是行了一礼, 他又左右看了一下房间, 拉住我的手腕, 带着我往前走。 柳旭儿将我送进了右边的一个房间里头, 他喊我先好好休息, 并且他眼中透着几分羡慕, 我能看明白他羡慕什么。 可我很想和他说别太单纯, 我能帮灌主什么? 但灰叔在外边, 这话我也只能想想, 不能直言。 柳旭儿带上门, 屋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我叹了口气, 扭头扫了一眼环境。 一张土炕, 上头是素色的被褥, 屋子中间有个炉子正在冒着热气。 炉子上头还有一壶水, 水壶旁有碗。 我过去之后, 倒了一碗热水, 坐在旁边, 又考了考手。 有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 可与我来说, 当真是安不下来。 迟一了半晌, 我摸出手机, 试探地拨了一个电话出去。 可听筒里头却是,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我快速地又发了一条短信出去, 就编辑了几个字, 增足, 救命。 上一次, 我就存下来了吴先生这个号码。 当时我就抱着念头, 如果没辙了, 联系他们, 就算他们在算计着什么。 也不会看我死在危险中。 活着就有机会, 会破坏一点计算, 总比死了的强。 可我没想到, 电话打不通。 我只能希望, 他们赶紧看到短信。 烤了一会儿火, 整个身体都暖洋洋的, 肚子却咕噜地叫唤了起来。 之前我在柳旭家里拿了吃的, 临走的时候, 却忘记留给刘龙了。 我摸出来, 几块面饼子, 还有两根肉肠, 在炉子上边烤了烤。 本来我还想送点给柳旭的, 可想着挥书在外边。 我着实不想, 和他的耗子脸对视了。 这地方, 也算是柳旭的地界, 他不至于饿着自己。 因此, 我一个人胡伦吞早班, 将吃得塞进嘴里。 吃饱了, 外加烤着火, 困意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去床上躺下, 炕上很暖和,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我做了一个怪梦, 一个脸黑, 脑袋飞, 浑身上下都黑漆漆的老太太, 在床边盯着我看。 最后, 我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床边空荡荡的, 并没有什么人呢。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摸出来手机看了看。 没有电话打回来, 也没有短信回过来。 我没忍住, 嘀咕了一句, 便宜师傅, 便宜增足, 关键时刻找不到人, 冷不丁的。 我又觉得有些怪异, 身上毛毛的, 像是被什么人盯着一样。 扭头看了一眼屋门的方向, 屋门开着一条缝, 有冷风灌进来, 吹在了我身上。 可下一瞬, 我身体一抖, 不只是冷风。 门风后边站着灰叔的人, 他小小的一只眼珠子, 正盯着我呢。 那一瞬间, 我骂娘的心都有了, 这灰叔还是个变态。 侧身, 我下了床, 咚咚咚地敲门声, 恰好传来。 我抿着嘴, 即便是知道他在门口一直偷看, 但还是说了声请静。 吱压一声, 门开了, 灰叔走进了屋内。 他还是那副笑眯眯的眼神看着我。 灰叔说, 想请你上山见面。 灰叔开口道。 我眼皮狂跳了一下, 不自然道, 上山。 他不下来吗? 灰叔没回答我这句话, 依旧是笑眯眯的, 又说了句, 他替你准备了几分礼, 上山你便能见到。 我没忍住, 眼皮又抽出了两下。 请。 灰叔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身体有些僵硬, 脑袋却依旧活络。 我在想, 这灰叔的本事到底怎么样? 跑的话, 我有几分把握能跑掉。 实在不行的话, 只能不管柳旋了。 他肯定没什么大碍, 麻烦就麻烦在。 请六娘的事情, 没办法让柳旋帮忙。 一瞬间想到这里, 我已经跟着灰叔出了房间。 果然, 柳旋并没有出来。 他就是要带我一个人去见灌主。 又跟着灰叔出了院子, 我差不多打定主意了。 不管那么多, 我得逃。 可下一瞬, 灰叔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笑眯眯地说了句, 可以先告诉你一点。 灌主给你准备了一头二十年的黑驴蹄子。 M, 他又继续往前带路。 我猴杰滚动了一下。 二十年的黑驴蹄子。 一头驴, 最长就活二十年。 越老的驴蹄子, 辟邪的效果越强。 可对我来说, 别说二十年的驴蹄子, 就算是丢五十年的, 我也不敢去见灌主。 无视现殷勤, 非奸即盗。 我蜈蚣不受禄, 就怕贪心作祟, 丢了小命。 先跟着灰叔走了几步路, 不多久, 到了街道的拐弯处。 我脚步一顿, 就想要逃。 可肩膀的位置, 却忽然被拍了拍。 我脑袋骤然一翁。 我后背有人, 猛然间扭头瞧了一眼。 拐脚的矮墙上, 蹲着一个头发都掉光了的老太太。 不, 那哪是什么老太太? 分明是个老的眉毛的黄鼠狼, 她脸上的皮肤都皱巴巴的, 一双眼珠子却溜圆, 透着怪异的神光。 她正伸出来一只爪子, 拍了拍我的肩膀。 无形中, 我好似闻到了一股怪异的味道。 我刚反应过来, 心之坏事了, 要去摸身上的小木桶子。 可这味道, 要比柳旋的黄鼠狼, 让我闻到得更上头。 我压根没来得及将木桶子摸出来, 已经身体僵硬, 无法动弹了。 轻微的叹气声传来, 我余光瞧见灰叔到了我身边, 他那张耗子脸, 很近地看着我。 我眼皮一直跳, 嘴巴却没办法张开说话。 灰叔将我背在了背上, 往前走去。 夜色死寂, 月光冰凉。 我心里头, 却是无比地煎熬挣扎。 不多时, 灰叔就背着我出了阵尾。 近距离地看那座大山, 就好像是个什么东西的脑袋。 灰叔继续往前, 从一处山口上了山, 机械地朝着山上走去。 我心把凉把凉的, 却只能想着, 等会儿应该怎么在灌主面前保命了。 不知道灰叔走了多久, 终于当他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居然到了山顶上。 不, 这座山有好几个风鸾, 一座的风鸾上。 鸾顶较为平坦, 还有一座灌。 珠红色的墙体当中是一道铁门, 门上还有许多钉子。 灰叔背着我走过去的时候, 铁门便开了。 推开铁门的居然是几个秃毛的耗子。 他们眼珠子滴溜滴溜地看着我和灰叔, 目送着灰叔带我进灌。 灌内没有院子, 就是一个大屋宅。 这就像是继娘村供奉着继娘的那个祠堂。 不过这不是单屋, 左右两侧有幽深的通道。 灌本身很大, 应该从通道可以走到别的屋子里去。 而往里看, 一尊雕像立在墙前头。 那是一个老太太的雕像, 她手中握着一根浮管, 眯着笑眼。 她身上的衣服是漆黑的, 肩头却搭着一块红布, 旁边立着石碑, 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 灰叔将我放下来之后, 就冲着那雕像跪拜了一下, 才转身往外走去。 老太太雕像前头有香烛, 正冒着一股味。 我嗅了两口, 忽然就觉得能动弹了。 我猛然回头, 瞧见灰叔出了大门。 拔腿, 我就要追上去。 可右侧黑洞洞的一道门里, 却走出来了一个身形瘦长, 面容枯搞的人。 那人很老了, 眉毛都已经苍白。 他生着一双龟眼, 孤风鼻。 龟眼主兽, 孤风鼻却为僧道之鼻, 主无才多孤。 我刚跑到屋子中间, 他刚好就挡在了我面前, 浑浊苍老的眼睛和我对视。 我心头猛的一跳。 从石棺像树上来看, 古无神, 肉为米, 这属于精气耗尽, 快要到大县。 他快要死了。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敢造此。 林屋第一处马仙, 这名字代表的就是实力。 我丝毫不怀疑, 就算他只剩下一口气, 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要了我的命。 这并非只是我的推断。 还有他的眼神, 明明只是一双眼睛, 可我却觉得他有好几十双眼睛一样, 从四面八方在盯着我。 我任何思绪, 任何动作, 都逃不了他的视线。 我没忍住, 额头上又冒了汗。 刚来, 就想要走, 小兄弟, 你很急躁。 张立从话音更苍老, 我出去透口气, 我强忍着镇定。 张立从若有所思, 他脸上有了笑容, 让开路。 我没动, 你怎么不去了? 张立从又问我, 忽然又不闷了, 我勉强回答。 短短几秒钟, 我就已经看清了现实。 我逃不掉。 不说张立从的实力, 就说外头还有个灰疏, 以及我刚才逃的时候, 就被黄鼠狼拦住。 现在, 我已经在他们的地界上了, 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 你很害怕。 忽然, 张立从又说道, 张了张嘴, 我没接上话。 我不会杀你, 灰尔应该告诉你了, 我有求于你。 张立从说完, 便迈步往前走去, 到了那老太太的雕像下面。 我狂跳得不止是眼皮, 还有心脏。 真是我想多了。 张立从这样身份地位的人, 好像没必要戏耍我。 可他要我帮什么? 定了定神, 我往前走了两步, 到了张立从身后。 张立从咳嗽了两声, 从衣服下面拿出来了一个袋子, 递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 打开一看, 里头装着四只黑漆漆的驴蹄子。 我呼吸顿时急促不少。 这就是灰叔说的二十年的老驴蹄子。 驴蹄子下边还压着东西。 我没忍住, 伸手翻了翻, 却拿出来了一柄满是袖式痕迹的钥匙。 钥匙, 我奇怪地低难道。 这头黑驴跟了我二十六年, 寿终正寝, 我取了它四只驴蹄给你。 张立从说道, 我脸色微变, 一时间都不敢拿袋子了。 放心拿着啊, 给你东西, 是有求于你。 你不拿, 便去不了, 去不了, 就帮不了我的忙。 张立从又道, 我心头突地一跳, 问道, 你要我去哪儿? 往南走有一座山, 山中有一门, 这把钥匙, 可以打开一扇门。 我要你去那里, 背出来里头, 一个人来见我。 张立从眼神略疲惫。 啊…… 我不解得问, 那这样一来, 不是谁都可以去吗? 为什么非要找我? 张立从却摇了摇头, 说并非是谁都能去。 黑老太太托梦告诉她, 这世上能进去那地方的, 本来只有两个人, 可因为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成了三人。 那第三人是一个年轻人, 会带着她两个弟子的尸体, 来到陵屋, 这也是她的机会。 如果能将山中那人背出来, 她就可以延年益寿, 增加寿命。 张立从话音落罢, 她在看向我, 已然是目光灼灼。 本来疲惫苍老, 一道大线的双眼, 一时间又充满了对生机的渴望。 我脸色在变。 本来我想说, 人都快死了, 还怎么延年益寿, 增加寿命。 可我忽然想到, 一件事情。 偷寿。 吴先生就会偷寿之法, 增加寿命, 岂不是简单的一件小事。 当然, 这话我是不敢说的。 一旦说出来, 这张立从, 就未必让我进一座山中碑人了, 搞不好得描上吴先生。 还有, 他所说的那人, 又是什么人? 他那么笃定地说, 我能去。 另外两人又是谁? 想到这里的同时, 我下意识地, 又看了看手中的钥匙。 这顶端钥匙比那里, 刻着一个字。 二, 我脑中的思绪变得很快。 其一, 我得答应张立从, 这样我才能安全下山。 第二, 这四个老黑驴体子, 我想要, 这比我自己的驴体子强了不止是一心半点。 此外, 我如果不答应的话, 他会将我怎么样? 我不敢去读。 其实, 我也没别的选择。 还有, 等我下山, 再离开林屋范围的时候, 他还能管到我吗? 思绪至此, 我心跳都加速了更多。 那地方, 应该很危险吧? 我开口问道, 我肯定不能将自己的想法让张立从知道, 因此, 还得好好和他聊。 嗯, 张立从点点头, 若是不能进入之人去了, 实死无生。 我顿时觉得, 四肢百害一阵发凉。 可下一瞬, 张立从右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道, 但你不一样。 黑老太太说, 你并非普通人, 所以, 你一定能进山, 还能将里头那人带出来。 其实我很想回答, 我就是个普通人, 就算血脉不普通, 但我可不想死。 但这话, 肯定也不敢说。 因此, 我勉强笑了笑, 说, 那黑老太太, 挺看得起我的。 张立从忽然不说话了, 眼神忧深地看着我。 一时间, 我觉得极为不自然。 下一刻, 她骤然探头, 朝着我靠近了一下。 死! 我只觉得脖子上一阵疼痛, 还有种血运感传来。 张立从抬起头, 和我保持了正常的距离。 可我却瞧见, 一条通体发白的细蛇 在她的肩头盘旋, 那蛇张着蛇嘴, 性子丝丝地吐出来。 我伸手摸了一下脖子, 却又是一阵刺痛。 黄姑的身上, 满是对你的怨气。 她的死, 和你脱不了关系。 我弟子不多, 有两个只死和你有关。 按道理来说, 我得杀了你, 断不可能给你黑驴蹄子。 可你是命中能搭救我的人。 张立从叹了口气, 却又笑了笑道, 你眼神狡黠, 计谋多端, 这是我让你履约和听话的手段。 你一个月之内会毒发身亡, 这个月内, 你要将那人带回来。 她的笑, 却更让我心头生寒。 果然, 她也不是傻好人。 脖子上的隐隐刺痛, 却让我心头更凉。 将沾了半赏, 我死死地盯着张立从。 都被吓毒了, 我哪儿还有什么好脸色。 张立从咳嗽了起来, 她眼珠子瞪得滚圆, 差点把肺都渴出来了。 半赏后, 她才恢复了镇定, 不过, 她骨肉却显得更暗淡为民。 辉儿会带你下山, 再带你去那座山下, 你可以带上续儿一起去, 我等你好消息。 张立从疲惫地说完, 便盘膝坐在了黑老太太的雕像下。 我又在原地将占了半赏, 纵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只能转身往外走去。 手死死地攥着那柄钥匙, 很快, 我就走到了屋宅门口。 我忽然觉得, 手上有种脱落的感觉, 好像钥匙的袖被我抓掉了似的。 抬起手, 我再一看, 月光刚好照射了一缕在钥匙柄上, 那二的下面, 还有一个小小的字眼, 神。 二神? 我皱眉尼南, 这钥匙, 还神神叨叨的。 反手将钥匙收起来, 我一抬头, 刚好就瞧见鸡米外, 灰叔还在冲着我发笑。 月光下, 他那张作起来的脸, 更像是成精的耗子了。 您别笑了成吗? 笑得我鞋底子下头都发凉。 我没忍住, 脱口出道。 索性我都被吓了毒, 板上钉钉地跑不掉, 何必再受着灰叔这隔音人的笑容? 灰叔身体僵了僵,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脸, 表情又变得死板起来。 得, 要么笑着圣人, 要么就是张快死人的脸。 随便吧, 我续到了一句, 屋宅内却传来了咳嗽声。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可没说张力丛快死了。 我立即抬步往前走, 灰叔跟在了我身后。 这山本就不高, 下山的过程很快。 到了山脚下, 我记不得回去的路了, 只能喊灰叔领路。 等回到院子后, 我瞧见柳旋正坐在一张椅子上, 手肘撑在膝盖上, 双手捧着脸。 他一看见我们, 就惊喜地站起身来, 问我们去哪了? 灰叔笑呵呵地说, 带我去了山上, 灌主见了我一面, 还给我送了点脸。 柳旋眼中羡慕不已, 我心里头却很是不愤。 摸了摸自己脖子, 我心想, 灰叔怎么不全说了? 张力丛顺便还给我下了毒。 这时, 灰叔脸色死板地回头看了我一眼, 道, 红河小兄弟, 休息一夜, 明天咱们再出发吧。 我脸皮抽出了一下, 皮笑若不笑地嗡了一声。 灰叔又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便进了自己的屋子, 领导我听见柳旋在问灰叔, 我们要出发去哪? 灰叔则在解释, 请一个人。 反手关上了门, 我索性不去听他们的对话了。 在炉子边烤了一会儿火, 又吃了点干粮。 其实我现在没困意, 脑袋出奇了地清醒。 手机还是没有回信, 我心想吴先生和老先生也是心大, 说了, 人和一方不敢跟上我, 就真不管我。 他们不怕我阴沟翻船, 死在别的地儿。 在之后, 我又开始读石棺像术。 我忽然发现, 在这种压迫紧张的情绪下, 我精神力出奇地集中, 不消一时三刻。 我将剩下的五官部分, 全看了一个遍, 还记得颇为清楚。 我又往后翻了一页, 喃喃念叨, 大凡官人之相貌, 当取石棺, 亦取威仪, 如虎下山, 百兽自惊, 如鹰生腾, 糊涂自战。 不怒而威, 不但在眼, 一官全古神器取之, 二看敦重精神, 深如万姑之舟, 驾于巨浪之中, 摇而不动, 引之不来, 三取轻拙, 我猛地一把合上了书页, 眼睛在发烫, 手在站立。 从古看起的时候, 这书上也写了石棺, 说的是面向石棺。 我以为是不同的五官, 这就是石棺像术的由来。 可没想到这一部分, 又是石棺。 而这石棺要复杂得多, 第一个异曲威仪, 就是古和肉整体的石棺, 是身形之法。 这第二关, 说的, 就是弃语式了。 第二关, 我勉强能看进去一点点, 到第三关, 我则完全驾驭不住。 脑袋的生疼, 让我收起了对石棺像术的轻视。 我本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读完, 可现在看来, 远没有那么简单。 疲惫地回到床上, 我躺下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次日的清晨了。 稍微洗漱了一下, 出了房间。 院中置冷了一张小方桌, 柳馅和灰叔正在吃东西。 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还有油条。 我这个方向的桌角, 还放了一碗没人冻的。 柳馅立刻喊我去吃点早饭。 我过去之后, 只拿了油条。 红河小兄弟, 那只碗也是你的。 灰叔笑呵呵地说道, 不用了, 我摇摇头。 灰叔小眼睛里透着疑惑。 咸的, 你喜欢你喝? 我塞了一口油条, 胡伦地说道, 不光是灰叔, 就连柳馅眼中都疑惑不解了。 一餐饭很快吃吧, 我擦了擦嘴, 问灰叔什么时候出发? 他告诉我, 路上要用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我想好走了, 随时能走。 我心想, 这还真听我安排。 独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事索性要办, 我便不想拖延了。 林屋之地, 我是多一天都不想待, 给张力从办完事, 我就立刻跑路。 思绪落定, 我就说了个走字。 从院子出去, 上了灰叔的车, 我还是坐在后排。 这一次, 柳馅也到了后排坐下。 随着车出阵, 他正正地看着窗外, 似是在, 眺望着阵后的山。 我多看了一眼, 却略有唏嘘。 柳馅的心态, 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 都坚韧。 奶奶去世部说, 被家中的白眼狼亲戚谋划, 再加上得知父母和奶奶之间的仇怨, 她还能够保持清醒和镇定, 太过少见。 车子不多时就出了阵, 又朝着南边的方向行驶。 我问了灰叔一嘴, 往南得走多久? 灰叔告诉我, 得有好几百里, 快到离开北边的边界, 可能得开五六个小时, 我可以睡会儿。 我耸了耸肩, 说又不是猪, 哪能一直睡? 灰叔嘴角抽了抽, 没接话。 本来我又想看石棺橡树, 可昨晚上的眼疼, 又让我守在胸前顿住, 我便没有拿出来书, 而是默默地回忆内容, 慢慢消化。 时间过得很快, 高速路两侧的挨挨白雪, 又变成了茂密的林木。 我们的车, 停在了一座巨大的山脉前。 整座山脉气势磅礴, 绵延树里, 山腰处云雾缭绕。 我眼皮微跳, 心想, 这山里头都能修庙修灌, 还真不是普通人能办到。 只不过, 灰叔停在这里, 却不走了。 我奇怪地问他, 怎么不走了? 灰叔却告诉我, 到地方了。 我皱了皱眉, 问他不跟我进去。 他点点头, 说他不敢进去。 而且, 他也找不到路。 我猛了, 说他找不到路, 那带我来这里, 我就能找到山里的路了。 灰叔顿了顿, 说, 灌主让你来, 你肯定就找得到。 你可以带雪儿进山, 我在这里等你。 到时候带你们回去。 说真的, 灰叔这句话, 让我无语宁业。 更让我无语的, 还有张立从的安排。 若大一座山, 不管山中, 寺庙还是道观。 没有任何地图, 没有任何信息, 我怎么去找? 就光凭一把钥匙。 这时, 灰叔又从车上拿下来了两个背包, 告诉我们, 里头有食物和水。 我没接话查, 只是接过来一个包。 柳馅儿接过来另一个包, 神色同样压抑。 显然, 刚才我和灰叔的话, 他也听明白了。 灰叔不多言, 到了车旁站着,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柳馅儿小声道, 灌主从来不会说没道理的事情, 可能, 我嘴角抽出了一下, 没忍住, 又翻了个白眼。 柳馅儿嘟着嘴, 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在山口站了一会儿, 我确定, 灰叔肯定蹦不出来半个字了。 本来我觉得, 一个月的时间不少。 可现在看来, 这属世不多。 茫茫大山中找一座, 不知道寺庙还是灌的地方。 还要带出来一个人, 难度太大。 转身, 我从山口上了山路。 山路还算平坦, 应该是常年有人走过, 路边还有不少小树桩, 是被清理过的痕迹。 柳馅儿紧跟着我, 不敢落下。 这过程中, 我思绪一直没见断。 现在这情况, 就只能全依靠自己, 一个月内得找到人, 得回去。 茫茫大山, 看似是大海捞针, 但仔细思索下, 并不无办法。 任何事物的存在, 肯定都有迹可循。 山中有常年被清理的路, 那必定就有村。 或许, 村民能有一些 关于山中传闻的线索。 不管是庙还是惯, 能让张力从觉得 可以给他延年益寿的人 绝非普通人物。 但凡是这种人存在, 肯定不会无人问津。 我心思顿时活落了不少, 脚下的步伐都变得有劲儿了。 M一边走, 一边开始辨别山路上的痕迹, 包括脚印, 以及灌木被砍, 甚至是周围草皮被啃噬的迹象。 柳馅儿小声问我在找什么? 我回答说, 找人。 哦, 柳馅儿娜娜地应了一句。 我忽然一下子顿住了脚步, 扭头盯着柳馅儿的脸。 阳光照射在他的脸颊上, 他白皙的皮肤有一些泛红, 他眼神都紧张了不少。 问我看他做什么? 我脸上多了两分笑容, 说, 自然是有原因。 他的胡二大爷黄三太爷 有用武之地了。 还没等柳馅儿再问我, 我就喊他把身上的仙家都放出来, 找这座大山中的村落。 柳馅儿, 这才稍稍松口气。 他好奇地问我, 找村子干嘛? 我们不是要去找官主要的人吗? 我眉头拧了拧, 和柳馅儿解释了。 人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去找, 只能找当地的土著先了解情况。 不然张力从就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这座山都找不便。 柳馅儿被吓了一跳, 他赶紧伸手, 似要捂住我嘴巴。 你怎么敢直呼罐主名字的? 小心一些。 柳馅儿紧张道。 我嘴角抽搐了一下, 本来还想说两句狠话来着。 可转念一想, 柳馅儿对张力从的尊敬, 看样子, 都到骨子里了。 我说太过分了, 恐怕不只是会让柳馅儿害怕那么简单。 因此, 我把花咽了回去, 并没有接柳馅儿这话题。 我又催促他, 先放那些仙家, 在山里头, 找到个村子最重要。 柳馅儿呕了一声, 低头, 伸出来了双手。 他口中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依旧听不出是什么字。 他裤腿两边, 却钻出来了几只白毛的耗子, 背后窜下来了黄鼠狼和一只白毛狐狸, 腰间爬出两条黑背白腹的细蛇。 一共四种仙家, 迅速消失在山路上。 他们的速度, 要比我和柳馅儿快多了。 我索性没往前走了, 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 阳光晒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将木棍插在地上, 拿出来了张力从给我的袋子, 倒出来其中一个黑驴蹄子。 黑驴蹄子当真很老了, 握在手中, 感觉像是一块石头似的。 隐隐约约, 还有一股燥热的感觉, 像是一块被火烧过的石头。 柳馅儿在我旁边蹲下, 呆呆看着我手里头的黑驴蹄子, 嘟了嘟嘴。 老黑死了。 他小声说了句, 眼中略有悲伤。 我震了一下, 却很快就明白了。 他说的老黑, 就是张力从养了26年的黑驴。 人都会死, 更何况一头驴, 这驴子活了26年, 他蹄子跟着我, 还能驱鬼避邪, 算是没白死。 我认真说道。 柳馅儿不说话了, 低下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从背包里拿出来了点吃的, 和他分了。 又倒腾了一下身上的背包, 把挥书给的包里东西, 全部装在我自己包里, 讲优女和我的衣服压在了最下边。 不然的话, 两个包背着属实麻烦。 这一谎言, 时间就过了快俩小时。 几只白毛耗子回来了, 他们到了柳馅儿跟前, 半立起来身子, 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找到了。 柳馅儿吐了口浊气, 开口道。 我面色一喜, 立即站起身, 一手拿起来了木棍。 他迟疑了片刻, 才说的等等, 等别的仙家回来。 不然这山太大, 他怕走丢。 因此, 我们又在原地等了一个多小时。 其余的仙家回来了, 全都窜上了柳馅儿的身。 我们这才在那几个耗子的领路下往前走。 路上的时候, 柳馅儿给我纠正了一下称呼。 因为, 我喊带路的耗子, 他告诉我, 这是灰仙。 湖白黄柳辉, 各路仙家各有称呼, 不是什么大耗子。 我嘀咕了一句, 有区别吗? 结果前头一个耗子就停下来, 冲着我嘲嘲两声, 我顿时觉得大拇指都一阵发凉刺痛。 我一下子不说话了。 在灰仙的带路下, 我们又走了快两小时。 临近天黑的时候, 山路有一条小岔路, 从岔路里头进去, 不远就看到了一片凹陷的地带。 稀稀拉拉的房子, 在竹林和果林中引现。 南方的山村, 很典型的就是房子不聚集。 不过这对我来说, 反倒是亲切不守。 灰仙钻回了柳旋身上, 我便走在前头开始带路。 到了第一处有吹烟的房子前头, 我冲着院里头喊了句, 有人吗? 很快, 就有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走了出来, 她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和柳旋, 操着一口极为浓郁的方言, 问我们搞啥。 我摆出一副露齿的笑容, 笑呵呵地说道, 大姐, 能不能借宿一下, 再打听点事。 结果, 那妇女眼神顿时警惕了起来, 就像是看贼一样, 慌忙摆摆手, 只说了不见, 转身就回了屋里头, 我尴尬地站了几秒钟, 和柳旋说换一家。 结果一连在村里找了四五家人, 都没人借宿, 更别说问话, 眼瞅着天更黑, 山里头温度都降低了不少, 夜空中乌云闭月, 怕是要下雨了。 现在问话是一点, 找个地方过夜, 同样是当务之急。 我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 这地方的人怎么那么排完? 说好的热情好客, 淳朴大山人民呢? 柳旋小声回答, 这村里好像出过什么事儿,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太警惕了, 不正常。 我心头微跳了一下, 柳旋一语道破玄机, 回想刚才的几家人, 还真是这样。 我低头思索了几秒钟, 说再找一家人试试, 不行, 我们就随便看有没有荒废的老宅去凑合。 柳旋点点头说好, 我们又往村里头走, 半晌后, 又到了一家人院子外头。 这次我喊出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妇女, 她扶着腰, 顶着运毒, 一脸诧异地看着我们。 我正想说话, 柳旋先上了前, 礼貌地问, 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借宿一晚上? 柳旋声音软软糯糯的, 那妇女眼中倒是没有之前那些人户的警惕了。 她问我们哪儿来的人? 怎么大半夜地到了他们村里? 柳旋愣了一下, 看向了我。 我脑筋一转, 便和那妇女直接说, 我们是从林屋来的, 受家里头长辈的嘱托, 来这山里头接个亲戚。 接着, 我又和善地对着那妇女笑了笑, 说我们不白借助, 给钱呢。 话语间, 夜空中传来了轰隆轰隆的闷雷。 柳旋惊慌地朝着我身边躲了躲。 显然, 她和大多数女孩一样, 怕打雷。 那妇女同样有些害怕, 好, 我们进来吧, 就是借助一晚上, 不收钱。 我们两人跟着她进了屋子。 堂屋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墙边放着一些农具, 桌上一个竹簸戟, 还放着一些面柄子。 妇女推开了堂屋左边的房门, 说家里还有间客房, 让我们小两口住这儿。 柳旋的脸, 疼得一下就红了。 我也很尴尬, 本来想解释来着。 可这妇女都说了, 就一间客房, 多解释, 反倒是多麻烦, 我就先说了, 谢谢姐。 妇女轻叹了一口气, 说出门在外, 总有求人帮忙的时候。 她又疑惑地问我们, 既然是上山来接亲戚, 怎么没去亲戚家里? 那亲戚姓什么, 是不是没找到她家? 我面色僵了僵, 这才低声说, 家里头的长辈年纪大了, 耳朵不好使, 说话还不利索, 就告诉我们, 在这边的山里接人, 人应该是住在个庙馆里头, 具体的没说多明白, 就让我们上山了, 找不到地方, 就去村里问问路。 妇女脸色奇怪了不少, 她喊我们坐下, 去给我们拿点吃的。 雨霸, 她就转身进了厨房。 恰逢此时, 又是一声惊雷作响, 我刚坐在椅子上, 柳旭儿轻呼一声, 跳到了我身边, 紧紧抓着我胳膊。 我按住她手背, 压低了声音说没事。 这时, 那妇女回来了, 给我们端来了两碗热粥, 还有一碟子腊肉。 热气腾腾的食物, 香气四溢, 我肚子都咕噜咕噜直叫唤。 柳旭儿小心翼翼地坐在我身旁, 和妇女道谢了之后, 我们都开始吃东西。 这时, 妇女挪了一张椅子, 坐在了屋门口, 张望着外头。 姐, 等大哥回来呢? 我套了句近乎。 妇女勉强点点头, 脸色却有些不太好看。 前些天, 山外来了一队人, 说是进山考察的, 在村里拉了几个人当巷斗。 我男人跟着去了, 昨天下午, 材妖的老谢在腰牙发现了一个人的尸体, 给拖回来了, 就是当时被带走的人之一。 妇女话音中, 显然充满了担忧。 我瞳孔顿时紧缩了一下。 怪不得柳旋说, 村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也怪不得, 大家都对我们俩那么警惕。 这山里头, 能考察什么? 我问了句, 妇女面色更苍白了, 眼中担忧更多, 低声说她也不清楚, 好像是研究什么地质结构。 我眉心都拧巴了起来, 这一听, 就有问题。 真要是什么考察的队伍, 都死人了, 能不赶紧处理了? 都等了两天, 还没个馅儿。 不过, 我还是劝卫了妇女两句, 让她别担心, 应该没什么大事, 再等等人就回来了。 妇女抢笑了一下, 低头看了看肚子。 我又拉开了话题, 问她, 这山里头有没有什么老道观? 老妙语? 妇女思索了一下, 才道, 好像没有。 不过她又疑了一声, 说有。 我顿时来了精神, 让她细说说, 在哪儿? 指不定, 那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妇女却摇摇头, 说那不可能是我要找的地儿, 因为她说的道观, 至少得有快三十年没人居住了。 而且, 根本没人能找得到。 我的心, 又猛地跳动了一下, 急切地让她说说情况。 妇女又私存了半声, 才告诉我。 她记得她小的时候, 村里头没医生, 有什么病痛的, 就去山背面的老罐求药。 罐里头住着一个先生, 每次都给人一张符。 只要回去, 将符贴在人的脑袋上, 必定服到病除。 可不知道怎么的, 那道观里忽然闹了鬼, 去了的村民, 都再也没回来。 在之后, 村里头去了一大群人手, 想去看看, 到底到了什么幺蛾子。 结果道观却不见了。 明明在山背上, 诺大的一个道观, 就那么凭空消失。 在之后, 大家无功而返, 这事儿就成了 茶钱饭后的一个谈资。 当然, 对当年失踪了家人的人户来说, 这就是一个痛。 不过还有传言, 有人这些年, 还是不甘心去山背看看, 有的时候, 能在大片雾气中, 瞧见一个道观, 甚至还能看见一些古兽如柴的人, 在道观里头哀嚎, 可人走近了, 就啥都看不见了。 妇女刚说完这些, 忽然又是一声惊为乍响。 她忽而发出一声尖叫, 瞪着院外, 满头大汗地捂着肚子痛哼。 我刚还思索, 难道那道观, 就是张力从所说的地方? 妇女的反应, 却吓了我一跳。 柳旭儿反应更快, 已经小跑之妇女身边, 紧张地搀扶着她肩膀, 问她怎么了? 柳旭儿猛地抬头往外看了一眼, 面色骤变, 发出一声惊呼。 我立即起身, 匆匆走到了门前, 却瞧见一个浑身血淋淋的人, 从院门前头缓步走过。 雨夜之中, 那人捂着脖子, 身体不停地发抖, 显得极为痛苦。 又是一道闪电划过, 刺目的白光后, 那人却不见了踪影。 我瞳孔紧缩, 盯着雨水肆虐的村路, 盯着那人最后消失的位置。 这大晚上的, 那人干了什么? 那么多血。 我没打算追上去, 有句话叫,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既然已经打听到了道观的线索, 等明儿天亮, 我们就要立刻去。 多管闲事的人, 总是要倒霉的。 惊动胎气了, 柳旭儿不安地说道。 这, 要找医生。 我低头看妇女。 这时, 她双目紧闭, 额头上滚落着痘大的汗珠, 像是惊绝了一样。 不用, 虽然我没大奶奶的本事, 但我身上的白线能帮忙, 先送她进屋。 柳旭儿勉强扶起来妇女, 我立即上前帮忙。 两人将她掺进了卧房, 柳旭儿就让我出去。 我回到堂屋后, 隐隐能听见屋内柳旭儿在续道着说话。 密密麻麻的雨水声, 却让人心烦意乱。 过了好一会儿, 柳旭儿出来了, 她额头上都是薄汗。 没事吧? 我立即问她。 柳旭儿点点头, 说没事, 就是被吓到。 我总算松了口气, 顺手关上了屋门。 柳旭儿小声问我, 不去看看。 我果断地摇摇头, 示意她进房间睡觉。 我俩进了妇女安排的屋子, 柳旭儿不自在地站在床边, 抿了抿唇, 说, 我去外面坐着吧, 一晚上不睡觉, 没事。 我拉了一床被子下来, 铺在了墙角的地面上。 真去找道观的时候, 才是有麻烦的时候。 那位姐说了不少, 那道观没那么简单, 不好好睡觉, 怕是要出事, 我打地铺。 干脆利落地说完, 我已经躺了进去, 用背包当枕头, 将另一半被子卷回来裹在身上, 只留下一点眼睛在外边, 瞅着柳旭儿。 柳旭儿显然被我行云流水的动作惊呆了。 她嫩嫩地躺上床, 用另一卷被子裹住了小小的自己, 和我一样, 只露出来了眼睛。 雨水有时候让人心烦, 可有时候又很助眠。 我脑子里不停回响那妇女说的道观, 陷入了沉沉的睡梦中。 不知道睡了多久, 耳边忽然听到杂乱的脚步声, 还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 我一个机灵睁开了眼睛, 却瞧见一只黄鼠狼蹲在我面前, 它毛茸茸的脸都快贴在我脸上了。 我被吓了一跳, 正想骂娘。 那黄鼠狼的眼珠子, 却快速转动了一下, 就好似要说话一样, 还发出咔咔的轻声。 嗯? 我侧耳倾听, 才发现脚步声密密麻麻, 似是在院外。 院外来了很多人。 怎么回事? 我翻身从被子里起来, 那黄鼠狼又窜到了柳旋身边, 毛茸茸的脸去贴柳旋的脸。 柳旋迷迷呼呼醒了过来, 胡三太爷他恩当地喊了一句。 我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走到窗户前头, 稍微开了一条窗缝。 往外瞄了一眼, 我又是一愣。 院外已经簇拥着一大群人了, 雨早就停了, 这些人手里头都拿着手电筒, 光线胡乱地朝着前头照射。 有一股晃到了我眼睛, 我感觉脑瓜子都嗡嗡的。 我还没闹明白搞什么鬼呢, 就听见有人喊了句, 先抓出来。 下一瞬, 那些人蜂拥而上, 直接冲向了堂屋门。 我才勉强反应过来, 他们要抓谁? 碰! 的一声闷响, 堂屋门开了。 又是碰的一声, 我们的房门开了。 一群神色凶利的村民冲进了屋子, 当头的探手朝着我抓来, 另外几个去抓床上的柳旋。 操! 我骂个脏子, 一把就拔出来了分尸道。 冲到我近前的村民, 又被吓得后退。 柳旋同样被吓坏了。 一声尖叫的同时, 我又听到扑斥一声轻响, 黄色的烟雾声唐而起。 我反应速度更快, 一把摸出小木桶子, 在鼻翼间一晃, 同时快步后退到了屋子最里侧。 柳旋翻身从床上爬起来, 躲到了我身边。 那只白毛的黄鼠狼冲着村民发出咔咔的声响。 那些村民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我心脏咚咚咚地狂跳, 拧巴着眉头, 说了句见鬼了。 怎么回事儿? 妇女虚弱的话音从后方传来。 外边又传来杂乱的声音, 喊着有鬼, 前边的人不动了, 又有人喊了黄大仙。 我和柳旋面面相去, 先把他们弄出去。 我和柳旋说道。 柳旋抬手轻轻掐绝, 那白毛的黄鼠狼窜上了他肩头, 尾巴甩动了一下。 那些被定住的村民木讷地转过身, 裂成两排, 走出了屋外, 又走出了堂屋。 堂屋内, 妇女一手扶着椅子, 惊愕地看着我和柳旋, 眼中透着惶恐和茫然。 姐, 没事儿。 我怕她动了胎气, 压低了声音喊了一句。 柳旋手攥着衣服, 先走进堂屋, 我紧随其后。 那妇女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没敢说话。 我们到了堂屋门口, 两人同时看向屋外。 除了挡在前头的那一群 被黄鼠狼定住的村民, 后边还有十来个村民, 他们眼中的恐惧更多, 静一不定地看着我们。 搞什么鬼, 我皱眉说了句。 当头那人, 衣服都好得多, 明显是领头的。 他哆嗦地喊了一个跑字, 众人顿时一哄而散, 朝着院外跑去。 我纵身一跃, 直接越过那些被定住的村民, 挡在了院门前头。 分尸刀刷的一下, 插在了地上。 逃散的村民, 好几个吓得瘫倒在地。 当头那个更是快哭了, 砰的一声, 给我跪下来了, 哆嗦地喊着大仙莫怪。 他们弄皮刹了, 不该来找我们的。 我又皱了皱眉, 说了句, 你才是黄鼠狼, 你全家都是黄鼠狼。 你爷爷我是人, 不是畜生。 一声尖锐的咔咔声, 从门口传来, 似是传递不满。 我没理会, 还是盯着为首那村民, 喊他说, 咋回事儿? 我们出来乍到的, 他们为啥过来一群人, 莫名其妙地来抓我们。 那村民眼中还是惧怕, 他身体一直发抖, 没说出来话。 我眉头一拧, 手就去握住了分尸刀的刀柄。 他身体再次一颤, 一股脑地道出来了一大堆话。 原来, 他是这二七村的村长。 前几天, 来了一支队伍, 说是去山里头考察, 请走了好几个汉子带路。 前两天死了一个, 被人发现了尸体。 头半夜刚下雨的时候, 又有一个汉子跑回来了, 浑身都是伤口, 血基本上是流干了。 他们就明白了, 那乃是考察的队伍, 肯定是没干好事。 而村里头又有人说, 我们两个鬼鬼祟祟地进了村, 他们怀疑我们是同伙, 就想着来抓人。 可谁曾知道, 我们都是大仙, 要是他们晓得, 是万万不敢来得罪我们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 居然和刚天黑时, 我们瞧见那浑身是血的人有关。 我没心还是拧巴着。 本来想喊他们走。 这时, 屋内那妇女却跌跌撞撞地到了门口, 哆嗦地喊了句, 村长跑回来的汉子, 是谁? 村长脸皮颤了颤, 摇摇头, 说, 不是陶君。 那妇女顿时松了一大口气, 可她脸上更是担忧, 两行青泪滚落了下来, 双目都变得无神起来。 她又哽咽地说了句, 这是造了什么念, 柳旭儿眼中一阵不忍。 那些村民也都相互看对方, 眼中透着煎熬。 忽然看向了柳旭儿, 就像是抓住了求生的稻草似的, 扑腾一下, 居然跪在了柳旭儿面前, 哀求柳旭儿帮帮忙, 说她是大仙, 肯定能有办法, 能不能把她男人带回来。 她家里头就只剩下一根顶梁柱了, 要是她男人死了, 她也活不下去了, 肚子里头的孩子不能出生, 就没了父亲啊。 柳旭儿一脸为难之色, 她又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底都是不安。 顿时, 院里头那些村民也看出来了苗头, 尤其是那村长。 她本来就还在地上没起身, 干脆就证, 对我跪着了, 不停地磕头, 求我们帮帮忙。 她儿子也是被带走的人之一, 只要我们能帮忙, 将人带回来, 他们村肯定给我们修牌楼供奉, 天天给我们上香。 我, 夜空冷寂, 月华挥洒而下, 将众人的影子都拉扯得很长。 其余那些村民虽然没跪下, 但眼中都是哀求之色, 看着也有点让人于心不忍。 我沉默了老伴上, 不否认, 我快要动侧影之心了。 他们的人被带走, 现在回来两个, 一个是尸体, 另一个搞不好也死了。 可贸然答应的话, 就是牵扯上了另一个麻烦。 带着一只队伍进山, 能考察什么? 真考察地质环境, 搞不好会和罗石六一样, 是进山取东西的。 而他们和罗石六可不一样, 一个大先生不可能杀人, 短短几天死了两个人, 那对人大概是亡命徒。 我就一个月时间, 刚听说道观的存在, 去带人出来, 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风险呢。 想清楚了这些, 我摇了摇头, 说道, 我们就是听长辈的话, 来这山里头接个人, 不想招惹亡命徒, 抱歉。 我又看向了柳旋, 道, 放开这些村民, 让他们走吧。 柳旋摸出来另一个小木桶子, 他走至那些村民跟前, 在他们面前晃了晃手。 那些村民从木那中清醒过来, 他们虽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柳旋和我的眼神都是恐惧, 不敢跑, 也不敢发出声音。 我拔起来了分尸刀, 让开了路。 村长呆呆地看了我半晌, 还想说话, 我扭过头没理他。 他叹了口气, 招呼了一声说走, 便带路往外去了。 一部分村民失望地垂头, 另一部分则强压着金黄, 跟着离去。 一转眼, 院内空空荡荡, 只剩下一堆杂乱的脚印。 我走回了堂屋门口, 那妇女还跪在地上掉眼泪。 柳旋抿着嘴, 低下头, 没说话。 柳旋的反应, 让我有些尴尬。 妇女这时站起身来, 眼中透着绝望, 朝房内走去。 堂屋里头, 就只剩下我和柳旋两个人了。 我得考虑大局。 我勉强地说了句。 嗯嗯嗯。 柳旋点点头。 只不过, 我却觉得柳旋的态度稍微变了。 再说一会儿, 天亮了, 我们得去山贝, 这事情更重要点。 我又说道。 我清醒了, 不困。 柳旋抬起头来。 她眼神从刚才摇摆不定, 变得认真了不少。 你找得到路了, 你去山贝找灌主说的人, 我要帮那个姐姐, 村民和我们没有关系, 可以不管。 可她留宿我们, 还给了我们消息, 不能不管她。 雨霸, 柳旋转身, 匆匆朝着那妇女房间走去。 我面色在变。 柳旋? 我喊了一声。 她没理我, 已经进了妇女房间。 我眉头紧锁, 来回在原地夺步了好几次。 最后, 我却只能作罢, 叹了口气, 向那房间走去。 门开着, 妇女坐在床边, 柳旋儿坐在旁侧, 紧紧握着她的手, 她们在低声说话, 妇女不停地掉眼泪, 眼中只剩下感激。 走吧。 我冲着屋内喊了一声。 柳旋儿抬起头来, 敏唇看向我, 低声说, 她不困了, 让我别一直说, 她和我分头办事。 我嘴角抽搐了一下, 说了句, 你个小丫头骗子, 会办什么事? 那些都是亡命图, 你跟我走, 我们去看看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帮人也要有计划, 不能莽撞。 我这话, 让柳旋儿一呆, 那妇女同样呆呆地抬头看向我。 下一刻, 柳旋儿的桃花眼, 就笑得如同弯月一般。 她立即站起身来, 兴高采烈地说了个好字。 我又问了妇女一句, 说村长家在哪儿? 妇女也起身, 说送我们过去。 我赶紧示意她坐下, 说她本来就动了胎气, 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告诉我们方向就行。 妇女这才说了方位。 我领着柳旋儿出了门, 静止朝着村子北边走去。 这过程中, 柳旋儿回头看了我好几次, 脸上都是笑容。 我嘀咕地说了句, 让她别笑了, 再笑。 我就对可爱过敏了, 毕竟我们现在要自己招揽一个大麻烦上身。 好吧, 柳旋儿嘟了嘟嘴。 接着她又小声问, 你们这一行, 不是说因果吗? 就算卑识人不说因果, 你还在学算命看向, 要是有因无果, 不是会出事吗? 柳旋儿这话又让我一将。 说实在的, 这问题被我忽略掉了。 皱着眉头, 我没接话。 一转眼, 我们就到了一个竹林旁边的院子。 这就是村长的住处。 我上前先敲了敲门。 很快, 门开了, 村长惊喜地请我们进屋。 我说进屋就算了, 刚才回来的那个血流干了的人吗? 我要见他, 看还能不能问话。 村长迟疑了一下, 才说, 那人血都流干了, 早就死了。 我和柳旋儿面面相去。 接着我又问他, 尸体呢? 看看尸体, 总能发现点东西。 村长这才点头, 说放在了老一桩里头。 一桩? 柳旋儿略有不解。 以前专门放尸体的地方, 现在不常见了。 我和柳旋儿解释。 村长出来带路, 他同时点点头, 说他们的一桩里头, 早就没有人守着了, 现在就是村民有人去世。 如果是横死的, 不方便进门, 就给放一桩。 这次的两个人死得不正常, 家里头不敢留, 同样放进了老一桩里。 我若有所思。 前天一具尸体, 刚才一个死人, 这才是村民找上我们的缘由。 两具尸身, 足够能看出那群人行凶的手段了。 从村长家里出去, 沿着七绕八拐的小路, 一直走到一处空地。 一桩依靠着山体修建, 前边很空旷。 这一桩已经很老旧了, 前头支棱这两根柱子都已经开裂, 横梁更是弯曲, 好似撑不住上方的瓦顶。 下过雨的夜晚, 空气很凉。 村长走在前头, 推开了一桩的门。 一股子没味儿, 混杂着血腥气扑面而来。 地上扑着一张白布, 还盖着一张白布, 其中一张沾染的血迹已经发黑, 另一张还是烟红。 村长指了指地上白布的隆起, 没敢再靠近。 我用手中的木棍将白布掀开。 暴露在视线中的是两具尸身。 他们都差不多三四十岁, 一具皮肤黑中发黄, 嘴皮都缩起来了, 露出牙齿。 另一具则稍微好一些, 看起来还像是正常的人, 只是皮肤黄中透白, 没什么血色。 不约而同的, 他们脖子上都有一道细细的伤口。 皮肤发黑那具尸体, 伤口被撑大了很多, 脸上大量细小的伤势, 像是滚落摔伤。 另一具则没那么多小伤, 反倒是连有被鞭打的痕迹, 脖子上的伤势要小很多。 我盯着那更新鲜的尸体, 看了许久, 回忆当时在妇女门口, 瞧见她浑身是血的模样。 蹲伸下去, 我用木棍去碰了碰伤口, 她死之前一直捂着脖子的, 对吧? 我开口问道, 对对对。 村长连连点头, 我微眯着眼睛, 又道, 伤势一样的, 都是很快的手法, 一刀割喉, 不过故意没有割断。 先发现的那具尸体, 从腰牙摔下来, 后面这个, 跑了回来。 他们应该都是被队伍里头的人下了手, 不过前者, 那群人割喉了他, 直接将他推下腰牙, 也有可能他逃跑的时候, 不注意摔下去的。 这第二个幸运地跑回来了, 可失血过多, 还是死了。 我分析道, 村长吞咽了一口唾沫, 茫然地问道, 给那群人带路, 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我微眯着眼睛道, 在这种情况下, 杀人有好几个可能, 那群人是亡命徒, 要么惹恼了他们, 要么需要保守秘密, 村民惹恼他们的概率不大, 保守秘密的可能性最大, 可又让这人捂着伤口跑了, 还是有点问题。 要么就是他们笃定, 他死定了, 不怕他跑, 可他但凡跑出来, 都会暴露他们有问题, 那这缘由就多了, 也有可能是他们自顾不暇, 突然发生了什么变故, 我自言自语地推断分析着。 抬头, 我问村长, 他们要去什么地方? 村长迟疑了一下, 才道, 其他人不一定知道, 我儿子去了, 我是知道的, 离家之前他提了一句, 说这些人不只是问了地质勘探的事, 还问了, 我们这山上的老庙, 老坟, 还对山贝, 那个传闻中时有时无的道观感兴趣, 说是想去拍摄记录下来, 我脸色骤变, 这群人, 肯定不是来地质勘探的, 他们十有八九道墓, 想要的自然是坟, 可他们居然对那老道观也来了兴趣, 难不成还想去光顾一番, 坟里头能发生自顾不暇变故的可能性很小, 难道他们找到了老道观, 出了事, 我额头上冒了汗, 万一他们真找到了, 还真进去了, 对道观里头的那个人做点什么, 万一把人弄死了, 怎么办, 我带个尸体回去, 张力从可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恐怕不会给我解毒, 我知道了, 明天天亮, 我就往山深处去, 遇到他们, 我会帮你们把人救下来的, 我声音哑了不少, 村长惊喜不已, 连连道谢, 他又说, 他儿子和他长得很像, 才二十出头, 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恩了一声, 说行, 接着, 村长又小声说了句, 那大度婆的男人叫陶军, 差不多三十来岁, 不过村里, 被带走的, 就只有五个人, 已经死了两个了, 只剩下三, 没等他说完, 我又说了知道了, 只要是, 他们村里的人, 我都会救, 村长的表情, 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他问我, 要不要让人送我进山, 我摇摇头, 说送我就不用了, 和我们说清楚路就行, 我估摸着他们那伙人, 可能去那老道观了, 村长脸色微变, 他低头思索了片刻, 就开始同我们说路, 我听得很仔细, 柳旋同样很认真, 不多时, 村长说完了, 他额头上还冒了不少汗珠, 两具尸体, 没有再看下去的意, 我们就离开这个驿庄, 又回到了那妇女的家中, 当然, 村长想跟着, 我拒绝了, 让他在家里等消息就行, 这会儿差不多凌晨三点, 我和柳旋又去睡了一觉, 次日醒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杆, 我俩又从房间出来, 却发现堂屋里头, 站着好几个人, 妇女在, 村长在, 还有好几个村民, 他们围着桌子, 桌旁却坐着个老头子, 那老头子脸上去黑去黑的, 手中夹着一支烟, 眉眼低垂, 其余人没敢说话, 村长紧张地开口, 两位大仙, 这是采药的老县, 他带回来的第一具尸体, 我昨儿不确定自己说的路线对不对, 就去找老县问了问, 他说, 那伙人肯定没去老道观, 应该是进了腰牙后边的仙人窟, 这路给他带你们去, 仙人窟, 我眼神格外奇怪, 村长煞有其事地点点头, 才道, 这地方, 诡异得不得了, 说是仙人窟, 实际上全是坟, 好多年前, 我们村里头死的人, 还有外头的有钱人, 都给送这儿来了, 是老道观里头的先生整的地儿, 说是埋在那里的人, 都能呈现, 我眼睛一眯, 顿时就来了兴趣, 让村长仔细说清楚, 村长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 这仙人窟的存在, 当年虽说知晓的人颇多, 但老道观消失了三十多年, 现在晓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也怪不得妇女没有告诉我们, 多年前, 老道观中的先生治病救人, 只收一点米, 或者一块肉, 并不要钱, 传言他积德行善, 只为了问到求仙, 当他说出仙人窟存在的时候, 又告诉大家, 义人得道, 鸡犬升天, 他已经寻觅到了登仙之法, 但他认为, 很多人都有登仙的资格, 譬如八十岁以上, 没做恶事的老人, 大行善事的伤骨, 因此, 他让那些人都临死之前, 进了仙人窟, 说来神奇的是, 只要人进了仙人窟, 不多时, 家中子女后辈就会收到托梦, 家境也会迅速变好, 一来二去, 那些老人做梦都想死在仙人窟里头, 可那先生很严苛, 只是看一眼, 就知道人有没有进去的资格, 一直到三十多年前, 老道观忽然闹鬼, 在之后, 村里去了一批人查探, 却连同老道观一起消失不见, 那些人的家人难以接受, 认为鬼最为患, 可一些老人却说, 肯定是这山里头的痴妹亡俩, 惊惊怪怪, 见不得先生度人作仙, 所以围攻了老道观, 先生却保住了道观, 带罐登仙, 至此, 村长稍稍停顿了一下, 他最后又说了一句, 当年那么多人进仙人窟, 肯定留下来不少好东西, 那群人搞不好, 就是冲着钱财去的, 说是地质勘探, 实际上是挖坟掘木, 场间所有村民都煞有其事地点头, 我微眯着眼睛, 却在分析村长说的全部内容, 只是, 我觉得很荒谬, 多大本事的先生, 能让人成仙? 其实, 仙人这两个字, 本身就很荒诞, 在这个前提下, 仙人窟绝对是个骗局, 可那先生让那么多人进去, 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最后, 老道观会忽然消失? 是因为那先生也死了吗? 撇除这些, 他们说, 那伙人去了仙人窟, 倒是有迹可循, 当年那么多人进了那地方, 不乏有钱人, 老乌建绝对不守, 随身的事物, 放在现在, 也价值不菲。 而且, 仙人窟应该还有其他的秘密, 他们那群人建置这座大山, 又直接去仙人窟, 肯定是有备而来。 再加上仙人窟和老道观息息相关, 我直接去找老道观, 未必能找到那先生, 他有没有可能就在仙人窟中? 我思绪至此, 忽然想清楚了一些东西, 撇开了那先生死了的念头, 张力从让我来找他, 他肯定没死。 不但他没死, 甚至他有办法, 让其他人也不死。 这才是张力从让我来的原因, 因为张力从不想死。 半晌, 我思绪平缓下来, 说道, 撑, 带我们去仙人窟看看。 我倒是想知道, 那里头有什么说到。 村长又低头看了一眼老谢, 问了句, 老谢, 能妥吗? 老谢眼皮抬了抬, 喉咙似尸破罗一样, 说了个妥字。 我思存了一下, 说已早不宜迟, 现在就带我们过去。 老谢站起身来, 朝着院外走去。 村长甘大的告诉我, 老谢性格孤僻, 不过办事很靠谱。 我们跟着他, 肯定能到仙人库。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 点点头, 便转身将背包和木棍拿上, 跟上了老谢。 柳谢仅跟在我身后。 老谢走得慢吞吞的, 我们一直在村路里绕。 这期间, 我给柳谢分了背包里头的干粮, 两人一边吃, 一边跟着走。 结果出了村, 他速度反倒是快了起来, 像是猴子一样, 飞速窜进了山林。 我差点没被干粮噎住, 三两口吞下去, 便快速跟上。 柳谢伸手不错, 没有落下。 老谢这一口气, 走了得有一小时左右, 才停下来, 靠在一棵树旁抽烟。 我喘了口气, 扶了扶胸口。 他邪眼瞥了我们一眼, 还是没说话。 我多打量了老谢一眼。 开始我没太注意, 他这邪眼可不怎么友善。 石棺像术中, 对于木邪有这样一种描述。 两目雌雄精大小, 精神光彩, 是人邪。 心非口是无诚实, 腹肌肩谋鬼不舍。 老谢并不是豁的邪眼看人, 那是要骗人。 这种天生的邪眼歪眼, 又叫阴阳眼。 当然, 不是电视里头那种能见鬼的阴阳眼, 那些多是扯犊子的。 老谢有这样的眼睛, 代表他的话, 多是谎话, 不可信。 我眉心稍微拧巴了一些。 可转念一想, 每个村子, 说话油滑, 奸继多的人都不少。 这老谢只是给我们带路, 应该没什么问题。 休息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老谢又开始带路了。 这一次, 我们走的便不是正常的山路, 而是在山坡中穿行。 老道观三十多年没人去, 早就没了路, 要是无人带着, 还真不可能找到仙人窟。 此后这一天的时间, 我们都在山上赶路。 毕竟这座山太大了, 等我们从正面绕到山背面的入口时, 都已经天黑了。 老谢又一次停下来, 干巴巴地说了句, 腰牙还能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就快到以前老道观的地方了, 仙人窟就在附近, 我只敢带你们到那里, 你们得自己进去, 我怕死。 行。 我先点头答应了一声, 随后四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在山腰上, 而且是一块略平坦的空地。 所谓的腰牙, 就是左侧山体的方向, 前山是正常的山坡, 到了山背的位置, 就变成了陡峭的山壁。 就好像这座山, 在山背被人切了一刀。 我们现在就走在腰牙的底部。 我皱了皱眉, 奇怪地看了一眼上方的山顶。 之前有个村民, 从腰牙上摔下来的, 你带回来的, 对吧? 我开口问道。 老谢点点头, 他一大一小的眼睛, 又低垂着。 我差不多看明白了, 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眼睛不好看, 所以一直, 这副表情, 能尽量演示眼睛的大小不一。 接着, 我又问道, 他们不是给那群人带路吗? 他们怎么带的是上边? 我们走的是, 柳絮儿同样也露出奇怪的表情, 看向了老谢。 老谢忽然咧嘴笑了笑, 道, 这条路,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从上边, 是一条战道路, 是通往老道观的, 可老道观早就消失了。 而且那条路上总闹鬼, 以前有人还是想去仙人窟, 最后从腰牙上掉下来了。 这条路, 是我无意中采腰发现的。 我到了仙人窟的外边, 这里很近。 我恍然地点点头, 抬头又看了一眼上方。 山太高了, 月亮就离山顶很近, 近到有一种压迫的感觉。 闹鬼? 那先生又没死, 是他不想让人靠近老道观, 不想被打扰。 当然, 这只是我忽然生起的念头。 能有安全的进路, 何乐而不为。 三天前, 那群人就已经到了这里, 都已经三天了, 他们恐怕早就到了仙人窟了。 就是不知道, 仙人窟那是什么情况。 我抬头看了一眼柳馅儿。 柳馅儿显得小心翼翼的。 我们差不多又休息了半小时, 这期间吃了不少东西, 补充了一下体力, 老谢才开始带我们走最后一段路。 一口气, 差不多又走了得快两小时。 我们一直贴着妖牙走, 这山腰也是牙底, 陵木茂密, 有时候头顶的树木遮了天, 得走到开阔地, 才能瞧见妖牙封顶那一条线。 在等我们停下来的时候, 陵木变得稀疏了不少, 又能瞧见妖牙的岩壁, 以及周围的环境了。 老谢却不愿意再往前半步。 他给我们指着妖牙, 小心翼翼道, 瞧见了吗? 我和柳旭儿同时看过去, 顿时, 我心头猛跳了一下。 在妖牙下方三分之一的地方, 有一处凹陷的地方, 就像是被人掏空了一样。 如果那地方小一点, 就像是牙身上的一个山洞。 自其上方, 却有一条裂缝。 妖牙在那里, 又从中裂开。 月光映射下, 能瞧见裂缝的山体上有一条栈道, 盘旋而下, 进入了那凹陷之处。 不过那栈道太简陋, 看上去都不牢固, 那就是仙人窟。 老谢干巴巴地说道, 我脸皮抽搐了一下, 没接话查。 从上方下去的栈道虽说不牢固, 但好歹是有一条路。 我们下边网上, 就是一条近乎垂直的岩壁。 是, 这就是在仙人窟外边了。 但我和柳旭儿, 也不是鼠鼻虎的, 该怎么上去? 老谢又点了根烟, 巴搭地抽了一口, 盯着仙人窟看着。 我只能带你们到这里了。 他又道, 挺好的, 我声音都甘慢了不少。 就在这时, 柳旭儿身上钻出来了一些灰仙, 黄鼠狼, 还有狐狸。 老谢显然被吓了一跳, 他吃溜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冲着柳旭儿拜了好几下。 柳旭儿低声和我说, 几位太爷太奶都能上去, 可以上去挂绳子, 带我们也上去。 我心头顿时一喜, 可还没等我开口, 一道山风吹过。 山中的雾气散了不少。 本来我们所处妖牙之下, 也就是山妖的地方, 云雾是最多的。 视线中, 很远处的一个位置, 隐隐约约漆黑无比。 随着山风变大, 雾气散去得更多, 又有月光照射下来。 隐隐约约能瞧见, 那是一座巨大的道观。 道观的山门变得极为清晰, 只是后方, 还是隐没在云雾中, 一直到了其和妖牙连接的地方, 才又变得清晰起来。 我还能瞧见, 妖牙的山壁上有一条栈道, 斜斜地直通仙人库。 我脑袋猛了一瞬间。 下一刻, 我才惊声道, 在那边。 柳旋立刻顺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 捂着嘴, 发出一声惊呼。 老谢看傻眼了, 呆呆地瞅着老道观。 走! 我毫不犹豫, 拉了柳旋一把, 就往前走去。 我决定跟着老谢来仙人库, 除了要找那伙人救出领路的村民, 更重要的原因, 虽然没办法找到老道观, 但我分析出, 那仙手和仙人库有直接的关系。 竟然阴差阳错, 看到了老道观。 而且还瞧见了老道观通往仙人库的路。 那我们还干嘛要去爬岩壁? 可奇怪的是, 我和柳旋直走下来后, 不知道是因为这里地势更低的原因, 还是别的, 视线中的老道观, 居然直接就消失不见了。 见鬼! 我低声骂了一句。 柳旋也是一脸茫然。 他不安地说道, 好奇怪, 怎么一下子又没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我们刚才下来的地方, 明明是个胁迫。 老胁最后就领着我们停在那斜坡上。 可现在那斜坡居然不见了。 后边是一片平地, 巨大的树木高耸入夜空中。 柳旋同样回了回头, 却被吓得不轻。 怎么回事儿? 老胁不见了。 柳旋话音带着几分慌乱, 不对劲儿。 我们不是从这里下来的呀。 瞬间, 柳旋语气都带着站立了。 我脸皮抽搐了一下, 低声道, 可能我们走了好几步, 走皮差了, 柳旋没接话, 脸色却更苍白。 我自己都知道, 自己这话没道理。 仰头看了看天, 月亮像是一个没有五官的人脸, 又更像是一颗巨大的眼珠, 一片乌云飘在其中, 似是成了瞳孔。 那无形的压迫, 就变得很大。 看来是撞鬼了, 说是战道上闹鬼, 这下边实际也闹, 眼前看到的, 未必是真的。 我压低了声音, 分析了一句。 往回, 柳旋儿凑近我身边, 手紧紧抱着我胳膊。 没道理往回走, 不禁老道观。 张力从可不愿意。 我一咬牙, 又盯着前方看。 刚才明明就是那个方向, 可现在却看不见老道观了。 我犹豫了一下, 就拉着柳旋儿, 继续往前走。 同时, 我让柳旋儿将仙家都放出去, 我们被迷眼睛了, 可他那些太爷爷太奶奶应该没事。 柳旋儿照做。 可怪异的一幕又发生了。 那些狐狸, 黄鼠狼, 灰仙, 说什么都不愿意单独往前走, 全都围绕在我和柳旋儿身旁。 寂静的深夜里, 我和柳旋儿孤零零走在幽深的山林中, 身边跟着一群畜生东西, 这一幕着实显得太恐怖和荒诞。 而我们所看到的山林, 极有可能不是真的, 又走了几步, 我开始后悔了。 想着折返回去走腰牙上边的栈道, 好歹那是栈道, 就算是有阻碍, 刚过去了一拨人, 问题也不大。 可我带着柳旋儿往回走了许久, 我十分确定, 我们顺着走出来的路, 已经原路走回去了。 但还是瞧不见我们跳下来的那山坡, 只能瞧见一片高耸的陵墓。 唯一没有变化的, 只有左侧的腰牙, 以及那凹陷进去的仙人窟。 真是邪门了, 我额头上汗珠豆大豆大的滚落下来。 更让我觉得邪门的是, 之前我明明看见了还有一条栈道, 是从老刀冠延伸出来, 一直到仙人窟的。 这会儿, 那栈道居然也不见了。 难道说, 关于老刀冠的一切, 都是幻觉? 实际上, 他真的在三十多年前就完全消失。 现在看见的, 就和海市蜃楼一般, 压根就不存在。 皇二太爷和胡三太爷都说这里不能久留, 我们得赶紧离开, 柳馅儿的声音都在发抖。 走势不能就这么走了的, 答应了村民的事没办, 张立从的也没办, 说不过去。 我哑着声音道, 我眯起眼睛, 脑子里迅速地分析。 很快, 我就得出一个结果。 老刀冠既然不存在, 那我们就不能去了, 硬要去, 可能会死。 仙人窟就在眼前, 说什么, 我们都得进去看看。 于是我告诉柳馅儿, 我们去仙人窟, 上去之后, 再看情况。 柳馅儿, 立即就点头说好。 于是我们调转方向, 静止朝着腰牙的仙人窟走去。 没走几步, 我忽然发现, 我们身侧的林子, 好像隆起了一些。 我怪异地往后看了一眼, 却瞧见一个大大的斜坡上, 有不少矮树, 还有一个人蹲在那里, 巴达巴达地抽烟。 月光照在那人的脸上, 那不正是老谢吗? 走回来了。 我在看远处, 云雾缭绕的山林深处, 又好像看见了那老道观。 只不过, 这一次我心里头再没有兴奋, 只有恶寒。 我并没有喊柳絮儿停下, 两人继续往前走。 十几分钟后, 我们到了腰牙之下。 其实, 这并非完全垂直的岩壁。 岩壁和地面之间, 还是有十几度的夹角空隙, 如果有绳索, 是可以爬上去的。 就是没有绳索, 凭借我的伸手, 也能勉强上去几十米。 当然, 万一岩石脱落, 不死, 也得脱半层皮。 柳絮儿口中喃喃, 发出了一些细碎的话音, 又从自己身上的背包里, 摸出来一卷绳索。 灰书准备的东西, 还真不少。 正当黄鼠狼和狐狸套上绳索, 要朝着岩壁上攀爬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然后, 我便吞咽了一口唾沫。 正上方便是仙人窟的凹陷, 而再往前一些, 也就是仙人窟的外延, 的确有一条战道。 那战道牢固无比, 更是清晰可见。 顺着再往前看, 我们的视线被林木阻碍, 却瞧不见更远处了。 就在这时, 碰! 得一声惊响, 让那黄鼠狼和狐狸同时一颤, 立即抬头, 紧觉得盯着上方, 眼珠子里全是惊具。 我和柳旭儿, 脸色同时变了变。 开枪了? 我惊疑不定地喃喃道。 柳旭儿惊慌地点点头。 果然是亡命图, 果然还在里头。 有枪, 麻烦了。 说话间, 我额头上汗珠更细密了起来。 要不, 等等看。 柳旭儿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迟疑了半晌, 又盯着上方的战道, 再眺望远处。 再等等上去, 他们也还在, 有枪就很麻烦, 正面不敢碰, 我们往前走。 说不定, 还是得去老刀罐看看。 我又到。 能找到吗? 柳旭儿眼中, 全然是不敢相信, 隐隐地, 还透着惧怕。 战道还在, 老刀罐肯定是有。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诡异, 我觉得, 这可能和风水有关。 我们贴着这妖牙走, 老刀罐依靠妖牙剑里, 肯定能找到墙, 树林子有障眼法。 这么大座山, 傻鬼来了, 也没办法吧。 我迅速解释。 柳旭儿喃喃道, 好像很有道理。 他将绳索收了回来, 又让那些仙家钻回了身上。 我定了定神, 贴着妖牙的岩壁, 朝着前方走去。 走出去了约莫近百米之后, 我又抬头看了看上方。 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站到呈现断断续续的模样。 有的地方存在, 有的地方却不见了。 可那并非是站到断了。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仙人窟是凹陷进去的。 这妖牙中途若有凹陷进去的山体, 站到完全可以隐没其中, 我们有的角度就瞧不见。 如果说是角度问题, 那老道观是否也是如此? 想到这里, 我又想不明白其他的了。 很多事情在脑海里, 都是一团乱麻。 我不由得低难了一句, 要是审计, 再就好了, 这地方的问题肯定迎刃而解。 柳旭儿看了我一眼, 又低了低头, 没接话。 我们又继续往前走。 我估摸着, 差不多得走了有一里地。 这期间又听见了几声枪响。 我愈发断定, 仙人窟里头出了事。 要么, 他们是遇到鬼东西了, 要么就是分赃不均。 总归现在不是上去的好时候。 再往前走了一里路, 我和柳旭儿几乎同时停下来了脚步。 因为, 几十米外的山壁前头, 站着一个人。 天太黑, 即便是有月光, 却依旧看不清那人的脸, 只知道他站在那里, 挡住了我们的路。 柳旭儿口中发出轻微的声响。 顿时, 一只黄鼠狼顺着山壁边缘, 朝着前方窜了出去。 片刻后, 黄鼠狼到了那人的跟前。 他身体, 似乎缓缓站了起来。 我并没有觉得多惊讶。 本来柳旭儿的黄鼠狼, 就会和人差不多站着。 他是在定住那人。 但下一瞬, 怪事发生了。 黄鼠狼站在那里, 好像反被定住了一样, 一动不动。 柳旭儿面上露出焦急之色。 他嘴巴发出几声怪异的咔咔声。 接着, 从他身上又钻出来了一只黄鼠狼。 那黄鼠狼更老一些, 很多地方的皮都吐露了。 柳旭儿总共就带着两只黄鼠狼。 他也朝着前方窜去。 只不过, 当他到了那人跟前后, 和之前的黄鼠狼一样, 像是人一样站起来, 接着就一动不动。 柳旭儿表情都快哭了, 他不安到了极点。 说完了, 胡三太爷和胡三太奶都被定住了。 前头的肯定不是人, 是个鬼。 而且还凶得没边。 我额头上不停地咪出细汗, 面色逐渐铁青。 柳旭儿的黄鼠狼是老玉继承下来的, 辈分高, 本事大, 居然被定住了。 现在走肯定是走不了了。 不可能让柳旭儿放弃了他们。 能有鬼兰在这里, 这距离老道观绝对很近了。 甚至可以说一步之遥。 别怕, 不会出事。 我小声安慰柳旭儿。 同时, 我取出一样东西, 握在手中。 那是沈济留下来的铜剑。 当初沈济诛灭老仙儿的时候, 留下了三只。 除此之外, 还有那柳玄桑落下的几把桃木剑, 我都给搜集了起来。 面对鬼鬼祟祟, 他们能派上大用场。 思绪间, 我迈步往前走去。 柳旭儿小心翼翼地紧跟在我身后。 很快, 我们到了那人跟前, 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我总算彻底看清楚了他, 却觉得头皮都一阵阵地在发麻。 这并不是鬼, 而是湿。 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似是在笑, 皮肤带着一层油光。 月光照射下, 好似随时会渗出油脂一般。 薄薄的皮肤, 更似是随时会被撑破。 最让人发寒的是, 他没有头盖骨。 自眉毛上方, 约莫两指的地方, 头盖骨被整齐地切掉了。 他脑袋里头满满当当, 装得不是脑花, 而是一头黄黄的油脂, 甚至正中还有一根灯芯。 这, 搞什么鬼, 拿人做蜡烛。 我感觉自己的鸡皮疙瘩都要落一点。 柳薄赶紧弯腰, 将两个黄鼠狼抱进了怀中。 可他们还是僵硬不动, 完全是活儿被钉死了。 柳薄焦急道, 胡三太爷和太奶醒不过来, 我们是不是得走远点才没事? 万一有事呢? 我与爸猛地抬手, 一把将手中的铜键按进了那人的眉心。 我并没觉得有什么阻碍, 只觉得一阵滑腻, 像是把钉子按入了一团腊油里头。 按道理来说, 这样足够钉住尸鬼了。 可那两只黄鼠狼依旧没反应。 见鬼, 我嘀咕了一句。 下意识地, 我扭头扫了一眼后方。 顿时我瞳孔紧缩。 视线之中, 能看到一座道观高高的院墙。 还有百来米就能到道观下边了。 只是, 从这个人开始, 每十来米, 就有一个人处在岩壁旁边。 柳薄顺着我视线看了一眼, 惊啪地捂住了嘴巴。 可能影响到魂魄了, 其他的看起来没啥问题, 或许天亮会醒来。 我紧盯着远处那些人, 甘雅地解释了一句。 很多人被鬼上身, 因为体质原因, 未必当时能醒来, 都得次日晒了太阳。 可能柳薄的黄三太爷太奶年纪太大了。 柳薄正了正, 点点头, 认可了我的说法。 走! 我又低声说了句。 不过刚走了没几步, 柳薄忽然又停下来了。 怎么了? 我问他。 柳薄不安地回过头, 盯着我们后方, 喃喃道, 火。 火。 我不解地顺着他视线看去。 我脸色骤变。 刚才那人, 本来是面朝着我们来时的方向, 按道理, 现在要背对着我们。 诡异的是, 他居然现在面朝着我们了。 更诡异的是, 他被削掉的头顶, 居然冒出来了一道悠悠的火光。 但蓝色的火焰, 好似跳动在人的心口。 我多看了两眼, 火苗变大了一点。 感觉它就像是个大号的蜡烛。 直觉告诉我, 这绝不是件什么好事。 赶紧走, 先进道观, 我一把拽住了柳旋的胳膊。 可柳旋却一动不动, 眼神都涣散了不少。 我只觉得心头一寒, 吓一瞬, 柳旋居然笑了。 他露出了和那辣人差不多的表情, 甚至眼珠子都透着一层幽蓝色。 这都能上身。 我右手快速从腰间摸出一只老黑驴蹄子, 直接朝着柳旋嘴巴塞去。 可瞬间又反应过来, 这么大的驴蹄子, 柳旋又不是尸鬼, 嘴巴撑坏了杂掌。 我立马一换方向, 用驴蹄子去压柳旋心口。 就是我犹豫的这瞬间, 柳旋却骤然抬起双手, 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窒息的感觉骤然传来, 同时还有剧痛, 我觉得脖子都快被柳旋掐断了。 我哪还顾得上怜香西域, 黑驴蹄子狠狠击中了柳旋胸口。 我顺势, 直接将其塞进了柳旋衣服里头。 呼吱地轻响声传来, 那辣人脑袋上的火苗子, 一下子竟然得比拳头还大, 映射着他整张脸都是淡蓝色的, 一双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别提多恐怖圣人了。 光荡, 一声, 黑驴蹄子居然从柳旋的衣服里掉了出来, 还冒着阵阵白烟。 他还是死死地掐着我咽喉, 我一时都开始模糊, 耳边忽然听到了一声稚嫩的哭声, 我只觉得身体一阵寒意袭来。 下一瞬, 那哭声竟变成了一声尖叫, 寒意却骤然退却消失。 我挣扎着, 右手探入腰间摸出来另一根铜键, 朝着柳旋尖尖头大力拍了下去。 刚才我怜香惜玉, 此刻就成了在死亡边缘徘徊。 眼见铜键要刺进柳旋尖头, 可他头发怕, 那尾巴打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本就已是强弩之末, 这一下, 铜键直接被打落在地。 那一瞬间, 我包了狐狸皮的心, 都有。 因为攻击我的, 赫然是柳旋身上的白毛狐狸。 他脑袋探出柳旋脖子, 注视着柳旋的脸发出焦急的叫声。 右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窒息, 已经让我的意识在泯灭边缘。 但本能让我拼尽全力, 要最后一搏。 我猛然举起左手中的木棍, 啪的一声, 抽到了柳旋头上。 柳旋忽然身体一软, 直接松开了掐住我脖子的双手。 我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大口大口地喘气, 右手也迅速抓住木棍, 双手撑着它, 才勉强没有倒下。 可这一幕, 太荒诞怪异, 更让我心头恶然至极。 木棍抽了一下, 居然就让我想尽办法都没弄行的柳旋松了手。 那白毛狐狸绿油油的眼珠子盯着我, 口中发出急促的叫声, 似是同样震惊不已。 我粗重地喘了两口气, 盯着柳旋的脸看了一眼。 他双目紧闭, 眉心欲结, 如果不是身体鞋靠在岩壁上, 早就已经倒下来了。 艰难迈步, 我又走到那辣人跟前, 左手用木棍撑住身体, 右手拔出腰间的分尸刀。 举手挥刀! 那人的脑袋阴声而落, 咕噜咕噜地滚到了我脚下。 他头上的烛火灭了, 眉心正中央却是一个幽深的洞。 地上还有一根铜剑, 分明是我和柳旋转头后, 那根铜剑从他眉心掉出来了, 他才会鬼上伸了柳旋。 我收起分尸刀, 踢了一脚他的脑袋, 将地上的铜剑剪了起来。 只不过铜剑太油腻了, 我在岩壁上蹭了好几下都蹭不干净, 一阵阵浓郁的湿臭味更让人作呕。 本来我想将它扔了, 可低头一瞧, 我挂着的分尸刀, 刀身上也有不少湿油, 还蹭到了我的衣服上。 脸皮抽出了一下, 我将铜剑装进了外兜里头。 这种环境和结果眼上, 还要什么矫情? 又盯着尸体看了几秒钟, 我确定它满身都是湿油。 再瞧了一眼我手中握着的木棍, 心头不免有种说不出的震动。 这玩意儿, 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一直觉得, 老先生给我这东西, 是象征性的, 他将石棺像术给了我。 那我得真像是个算命先生一样, 拿着点东西。 况且, 他非经非同, 一根寻常的木棍挂着一条布。 我哪能想到, 他居然是驱邪的戾气。 定了定神, 我立即将其裹在顶端的布条解开了。 风一吹, 整根布条都随之晃动, 骑上那两排子都仿佛成了我的定心丸。 这时, 柳旋脑袋忽然晃动了一下, 慢慢睁开了眼睛, 茫然不解地说道, 怎么回事儿? 我好像昏过去了。 没事了, 被鬼上伸了一下, 这东西邪门。 我刚说完, 柳旋怀中那两个黄鼠狼, 居然也清醒过来, 分别窜上了柳旋的肩头, 圆溜溜的眼珠子看着我。 柳旋的脖梗后, 柳旋惊怕地看着那无头尸体, 眼中露出恍然之色。 咋办? 还能过去吗? 要不, 我们柳旋不安地开口。 没等他说完, 我眉头一拧, 说了句, 有我在, 不用怕什么。 我一手持着木棍, 一手拉起柳旋的胳膊, 脉步往前走去。 十几米后, 经过了下一句被削掉脑袋的腊人。 我刚过去, 柳旋就轻易地喊了一句, 又是火。 我微眯着眼睛, 回头看了一眼, 那尸体的头顶的确燃起来了烛火, 可下一瞬, 那烛火又熄灭了。 更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尸体砰的一声跪了下来, 竟像是跪倒在了我面前。 我心跳顿时加快了不少。 短暂地疑惑后, 我瞥了一眼手中的木棍。 是因为他? 柳旋明显是傻眼了。 呆呆地说, 怎么回事? 雄狮下跪了? 我不太好解释, 便直说了句, 先过去。 百来米的距离, 一晃眼便走过, 我数了一下。 我们总共走过了 九个头顶点竹心的蜡人。 剩下的那七个, 在我经过之后, 也都跪了下来。 柳旋到最后, 都是紧紧抿着嘴巴, 不敢说话了。 我心头同样很疑惑。 可这一切, 我只能归咎于 老先生很强。 是我想不到的那种 强。 很快, 我们走到了老刀罐的围墙下头。 黑漆漆的高墙, 厚重之余, 还透着一股强大的压迫力。 到了这里, 已经没有拉尸了。 给人的感觉, 那些尸体是在保护老刀罐。 好似布置的人知道, 岩壁是通往老刀罐的一条路, 故意设置在那里, 让人无法经过一样。 可我依旧警惕万分, 天知道老刀罐本身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刀罐不小, 顺着这堵墙, 我和柳旋儿走了五六分钟, 才走到整座刀罐的正面。 一直走到了这面墙的正中央, 便到了山门之前。 山门周围是茂密的树林, 只有一条小小的窄路 三米宽。 门身是一种怪异的木头, 其颜色呈现乌金色, 却有着一层又一层清晰的年轮。 就好像这道门 是一整棵树干的横截面制作成的。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男男道, 得多大的木头来做门, 破坏环境, 柳旋儿同样正正地看着山门。 男男念道, 阴阳二字看灵症, 坐向虚之病。 若欲证神正未装, 拨水入灵堂。 柳旋儿所念的 是山门左边的一块树扁, 这内容太玄傲深邃。 这时, 柳旋儿又看向了右边, 我同样看了过去。 看到那一排树着的字, 我本能地喃喃道, 灵堂正向虚之吼, 认取来山脑。 水上排龙点卫庄, 激素万鱼仓。 我再看向山门正中的横扁, 那横扁是一块银白如玉的石头, 其上雕刻着四个大字, 灵症二神。 不知道为什么, 瞧见那几个字, 我浑身肌肉都是缩紧的。 甚至有一个念头, 想要跪倒在地。 我强行抑制, 却觉得胸口好似被狠狠捶了一下。 闷哼一声, 我还是重重地跪下了。 红河, 你怎么了? 柳旋儿被吓了一跳。 我脸色微变, 道, 你没感觉。 柳旋儿不安道, 什么感觉。 我眼皮抽搐了一下, 说没什么, 可能这老道官认男不认女, 搞性别歧视。 柳旋儿小声嘀咕, 都什么地方了, 还拼嘴, 我没接柳馅儿的话。 跪了一下, 我感觉好多了。 胸不闷了, 也没人吹我心口了。 站起身来, 我又看了几遍那些字。 最后, 我目光才落在了门上。 门头挂着一把极为厚重的大锁, 锁面黑漆漆的, 但是锁眼中隐隐泛着金色。 锁头上还有林正两个字。 我摸出钥匙, 低头看了一眼钥匙柄上的二神两个字, 不正好贴合了牌匾上的林正二神四字吗? 我迈步走至门前, 锁刮得很高, 都在我的头顶位置了。 我正打算要将锁打开。 可锁身之下的门上, 却还有一些深深转刻的字眼。 最显眼的几个字, 没被锁身压住。 其锁开山门者, 食死无生。 我脸色变了变, 手同时停了下来。 将药匙夹在指尖, 我把锁托起来, 看清了门上刻着的全部文字, 喃喃念道, 十几四十年, 无时古稀之日, 其意念溃散, 走火入魔, 未存林郑二神之名望, 保传承不损, 无将其所于山门之内。 于金哲日落伏, 借春雷之阵, 定霍乱之魂。 若贸然其锁开山门者, 食死无生。 李金哲, 封闭这林郑二神山门的人, 叫做李金哲。 虽说这话简单, 但其意思很明显了。 这叫做李金哲的人, 封闭了这座山门, 是因为他的师父在古稀的时候, 走火入魔。 他不想破坏了林郑二神的名望, 还要保护传承, 于是将山门完全锁死。 李金哲, 就是这里头给人治病的先生。 还是说, 那走火入魔的人, 才是给人治病的先生。 李金哲是另外一个, 村民并不知道的人。 我思索了半晌, 觉得走火入魔的人, 应该就是那先生, 也是我要找的人。 还敢打开吗? 柳馅儿在我身后, 小声问道。 张立从说了, 黑老太太讲, 本来只有两个人能进山, 现在多了一个, 就是我, 所以, 我应该能开。 我低声难难。 其实, 人已经到了这里, 虽然这最后实死无生的字眼吓人, 但我总不可能折返。 摸了摸脖子, 上边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可依旧隐隐作痛。 小心一点, 走火入魔的先生, 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先叮嘱了柳馅儿一句, 便毫不犹豫地将钥匙插进了锁孔中。 用力一拧, 咔嚓一声轻响, 锁头开了。 我伸手接住大锁, 将其轻轻放下, 又用力一推扇门。 按道理来说, 几四年是1989年, 距离现在的2021年, 已经三十二三年了。 这么多年没开的门, 居然一点嗅顿感都没有, 甚至没发出多大的异响。 门开了一道差不多能容忍通过的口子, 我便没再继续用力。 侧身, 我先钻进了山门内。 柳馅儿随之进入, 滋滋地声响入耳, 是几只灰仙窜到了我们前头。 灰太爷赶往外走了。 柳馅儿凝重地开口道, 我瞟了一眼那几只灰仙。 他们动作灵活地左右四票。 我心想, 刚才山林里头撞鬼一样, 我们看到的路是假的, 林子也是假的, 危险他们不敢走。 这山门里头, 应该没有先前的情况, 没那么危险了, 他们自然是赶走了。 先让灰太爷太奶探探路, 我们再进去。 柳馅儿又到。 我当即就点头同意。 柳馅儿发出几个轻微的声响, 那几个灰仙顿时消失在我们面前。 这时, 我才看清楚这山门内的环境。 入墓底, 是一个巨大的院子。 院子左侧, 修着一个长条形的池子, 这池子很长, 往前延展, 至少得有二三十米以上。 这池子中装着水, 但并非是一池子水, 其中又有填充, 水流蜿蜒流淌着, 很是奇怪。 右侧则是一座假山, 这假山延展得和池子几乎相同地长, 好似一条蜿蜒起伏的龙一般。 在院子中间, 几步路便有一个巨大的铜碗, 里头装着黑漆漆的穀物。 许是年头太长, 那些穀物只剩下空壳, 看起来脏兮兮的。 院子的四周, 是一些紧闭着的房间。 这里很安静, 安静地能听见我和柳旋的呼吸声。 就在这时, 院落深处忽然传来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下一刻, 几道身影从地面窜了回来。 不正是那些灰仙吗? 只是, 其中一个灰仙的腿和尾巴断了, 不停地冒险。 柳旋赶紧摸出来一条白布, 裹住了那灰仙的伤口。 其余灰仙像是人一样站起来, 发出滋滋的叫声。 灰太爷和太奶, 说里头很恐怖, 有个人不仁, 鬼不鬼的东西, 让我们不要靠近。 柳旋不安地看向我。 我眼皮狂跳, 瞳孔紧缩起来。 应该就是它了。 我哑着声音说道。 我左手稍稍握紧了木棍, 右手压在腰间的分尸刀上, 朝着院子深处走去。 我时不时瞟一眼地上的血迹, 这就是灰仙刚才走过的路。 很快到了院子尾部, 这里还是一排房子, 最中央的那个更大, 是这里的大殿。 所有屋子都紧闭着房门。 我顺着血迹看过去, 在大殿左侧的房门, 底部有一个洞。 显然, 灰仙是从那个洞钻进去的。 只不过, 那个房门上头还贴了一张符。 那张符很大, 覆盖了左右小半张门, 并且符很复杂。 外颜的符纹盘旋往里, 看似就像是笔画拼凑成了一条龙形。 那颜, 却像是一个人脸。 而那张人脸活灵活现, 好似盯着其前方所有人一样。 我脑袋翁的一下。 人脸符? 这怎么那么眼熟? 我心喷喷喷地狂跳起来, 几乎要从心口蹦出来了。 你怎么了? 不过去吗? 柳旋推了推我。 我额头上满是汗珠, 低声道, 没见有符吗? 这符, 不一般, 是李晶哲画的, 先别过去。 你让我看看仔细。 哦, 柳馅点点头。 我盯着人脸符半晌, 最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心想着, 应该是巧合了。 我虽说看过几次老先生使符, 他的符同样很多带着人脸, 但比起这一张, 有种小屋见大屋的感觉。 因为这张符太大, 太复杂, 给人的压迫力也太强了。 这应该就是阴阳先生的共性。 像是倒是都用陶木剑, 阴阳先生都画差不多的符。 总不可能, 那老先生是从这里出去的, 他就是李晶哲。 这差着不说十万八千里, 也得有好几千里呢。 我强行压下自己的思绪, 镇定了下来。 旭儿, 叫一个太爷, 凑近符看看。 别让他进去, 我看刚才瘸腿断尾巴那位就行。 我同柳馅说道。 柳馅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口中发出轻微的声响。 那些灰仙本来就让他绞走。 顿时, 那个瘸了腿的灰仙到了前边。 不过, 他居然冲着柳馅儿滋滋叫了几声, 一下子就朝着我脚趾头窜过来。 尖锐的小眼睛似是带着愤怒, 细长的獠牙更是在月光下晃动不已。 我头皮一麻, 说了句, 操, 你干啥? 猛然一缩右脚, 我躲过了他一扑, 接着我抽起木棍, 就朝着他挡去。 柳馅儿紧张地发出一声轻响, 那灰仙才顿时停下来动作。 他却还是吱吱叫着, 显得很愤怒。 柳馅儿脸白了白, 小声道, 灰太爷说, 你喊他去送死, 刚才他们就是避过了符, 给门上打了洞。 柳馅儿话音刚落, 忽然,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屋内转了出来。 是, 有人吗? 他刚说完, 就呵呵地咳嗽了起来。 好似风竹残年一般, 我顿时紧觉地盯着房门。 那瘸腿灰仙没有在吱吱叫, 柳馅儿眼中透着不安。 短暂的几秒钟, 我镇定下来。 有活人不可怕, 我就是来找这个先生的。 他要是死了, 那才是白跑一趟。 只是, 门上的符让我有些坠坠不安。 我总觉得心界, 那夫肯定不能正面走过去。 还有, 门内内人的脾气咋样? 会不会我刚放了他出来, 他就要了我性命。 这都是值得担忧和思索的地方。 我思绪落定的时候, 那破风箱一般的咳嗽也停下来了。 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是此山门座堂林郑二神先生料成, 还请在外的两位小友, 替我撕掉门上扶风, 我被徒儿关押至此, 两位放我出来, 我当有重陷。 我没心紧错, 心里暗存要如何确保附和里头的人都不能伤到我。 否则就算张立从给我下了毒, 我也没办法放他。 好歹我还有点时间, 赶紧去想别的办法解读。 总好过死在这深山老罐中。 我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 陈生回应道, 料老先生, 我们正是为你而来, 有一位叫做张立从的出马仙, 托我背你出山。 忽然间, 我觉得周遭安静了, 门内不再有任何声音, 整个老道罐内都安静得落针可闻。 其实, 我直接阐明来意, 原有简单。 我想看他知道我的来意之后, 是什么态度, 甚至, 我想知道他和张立从什么关系, 我能不能带走他。 万一, 他不愿意跟我走吗? 时间安静了十几秒钟, 屋内传出了苍凉, 接叹的笑声。 三十一二载, 花甲子过半, 却还有知晓我的人, 此事, 倒是临料某唏嘘。 而我则在仔仔细细地听他的声音, 回忆十冠像术的内容。 关于口的部分, 其实还有声音的描述。 只是这一部分, 我还记得很模糊。 正当我忍不住, 想要拿出十冠像术, 临阵磨刀一下的时候, 忽然, 脑袋又清明了不少。 我心中默念, 夫之有声, 如中骨之响。 气大则升红, 气小则升短。 神轻则气和, 神轻则气粗, 气粗则升焦, 急而轻丝也。 我稍稍松了半口气。 这料成老先生的声音通畅而生润, 是神轻之相, 这就代表他非杀人不眨眼的恶徒。 可我又回忆起来另一件事, 就是那老县。 他的声音, 却是破罗音。 我当时没太注意, 因为对石棺像术也不够透彻。 破罗之音杀人徒, 他居然杀过人! 我正思绪紊乱的时候, 那苍老的话音再次说道, 你们是张立从的弟子, 我定了定神, 回答道, 我不是, 但我同行的柳姑娘, 是他的徒孙。 这时, 我心跳加速了不少。 这先生, 果然是认识张立从的。 徒孙, 看来那出马仙另有机缘。 料成声音顿了顿, 又道, 放我出来吧, 我知道他想做什么。 我心里又突地一跳。 接连好几句话, 我虽然听不出来更多, 但从声音上, 我足足地能判断, 他无杀意, 也并不是门上所写的走火入魔了。 他那弟子李金哲, 看来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 盯着门上那张符, 我还是放不下警惕。 先生没问题, 有问题的便是符。 这符, 不好拆啊。 我一时间还是没敢往前, 又瞅了一眼那雀腿灰线。 结果他眼神尖锐地盯着我, 搜了一下, 窜到了柳旋的腿后。 让柳旋身上的仙家, 去试探符的打算, 显然是完全落空。 得自己去试。 我没这个胆子, 主要是不敢赌。 毕竟这段日子, 我见识了挺多的符, 都足够要命。 因此, 我哑着声音说道, 廖先生, 你门上这张符, 不太好拆, 我不敢过去。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一下子也想清楚了, 既然廖成没问题。 那这符, 我为什么要自己破? 他是林郑二神的座堂先生, 又是李金哲的师傅, 肯定有办法破符啊。 还需要我在这里绞尽脑汁。 只不过, 下一刻, 廖成苍老的话音又传了出来。 我没有办法。 我愣住了。 没办法。 堂堂一个山门座堂的先生, 教了弟子, 破不了弟子的符。 还没等我开口, 叹息的话音再次传出。 我并不知小外头符的模样, 可我能猜测到, 应该是一张人脸符吧。 我点点头, 答道, 对。 廖成又叹了口气。 那就没错了, 留下符之人, 是我那大弟子, 李金哲。 这一次, 我还没开口, 柳旋就小声说道, 可明明是你的弟子。 你教的他, 为什么破不了他的符? 就算清出于兰而胜于兰, 也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头绪啊。 你不想教我们破符, 是因为, 这符是你们的秘传。 柳旋的话, 才是一语重地。 不过, 廖成的话音, 却带着苦笑了。 秘传? 的确是秘传, 但并非林郑二神, 我那弟子, 身上还有一门传承, 这是他另一道传承中的大符, 这才是我无法破符的缘由。 我额头上又见了汗。 难道, 我们就要被这一张符阻隔? 我继续开始苦思冥想, 却一时间, 还是没想到破解之法。 门内也再没有传出来声音, 老道观内再次恢复了安静。 只不过, 这安静让人心头极为煎熬。 又过了几分钟, 廖成再一次开口了。 你们可知晓, 仙人窟?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廖成, 怎么会突然提起来仙人窟? 虽然转念一想, 我就清楚, 这仙人窟是他弄出来的东西, 但这地方, 能把我们破服? 附近二七村的村民提过, 仙人窟葬了周围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还有做好事的商骨。 他们说, 葬入其中能成仙, 这应该是您的手笔吧? 我回答的同时, 也顺带夹杂了问询。 哼, 很聪明的年轻人, 那的确是我不知的葬处。 廖成回答, 我心头的疑惑更多了, 下意识地问了句, 葬在里头, 真能成仙。 灯仙之葬, 羽化之门, 的确有机会。 嗯? 你不知道羽化灯仙? 廖成的话音顿时变得疑惑无比。 我心突突直跳, 我不知道他从哪来的这判断。 可, 难道我应该知道? 廖先生, 您说笑了, 这仙人窟的布置, 我怎么会知道? 我尴尬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 门内传出声音。 你不知道羽化灯仙? 难道你并非阴阳先生? 我身体又是略僵, 不自然道。 阴阳先生, 都应该知道。 阴树先生可以不知道, 阳算先生可以不知道, 可阴阳先生若是不知道, 那学的还是哪门子阴阳树? 廖成的语气忽然变中了许多。 这语气, 就像是那些顽固的老师, 遇到了看不懂书, 甚至理解不了课本的学生。 我赶紧解释了一句, 我不是阴阳先生, 我也不是阴树先生, 更不是阳算先生, 我是学了点算命的东西, 不过现在还很基础。 廖成的语气再一次变了, 苍老的话音透着惊恶。 你不是先生? 那你怎么走到的山门之前? 嗯, 他这句话, 让我顿时就明白了, 果然, 这地方的消失和风水有关。 我深吸了一口气, 解释到, 是差点被困住了, 前不是路, 后不是路的。 可我发现, 老道观是沿着腰牙修出来的, 风水有障眼法, 可那么大的腰牙, 没有办法被杖掉, 我们顺着腰牙走过来的。 虽然那里布置了一些腊人, 但小子上算运气好, 有惊无险到了山门前。 又是一次持续了半分钟的安静。 廖成在开口, 声音却变成了复杂的低难, 腰牙, 的确是破绽, 无风水树根基, 居然误打误撞, 走了腰牙。 而金哲居然在腰牙布置了人点竹, 看来, 他回来过, 双魂归一了吗? 廖成的这话, 却给了我颇多的疑惑。 那辣人, 叫做人点竹, 还真是诗如其名, 脑袋给装了那么多诗油, 又用了竹心, 不正是人点竹吗? 他回来过, 指的是, 人点竹并非李金哲当年离开的时候布置, 而是中途布置, 他是事后发现了腰牙是破绽。 还有, 双魂归一, 又是什么意思? 正当我疑惑思索的时候, 廖成又低难道, 他回来过, 看来, 致死不想要我离开, 人点竹, 死封路, 好徒儿。 从他的语气中, 我明显听出了浓郁的伤感和无奈。 迟疑了一下, 我说道, 你徒弟说你走火入魔, 要将你封死在这里, 但你看, 我不是来了吗? 张力从想要我带你去找他, 这叫什么? 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你刚不是说仙人哭? 你先别钻牛角尖了, 当务之急事和我说清楚, 仙人哭怎么放你出来? 当才我们在谈论服, 廖成却提起了仙人哭, 那肯定是破釜之法和仙人哭有关。 廖成的语气却明显便低了不少, 他低语道, 误打误撞, 能走上破绽, 能走过人点竹, 你运气已经很好, 仙人哭, 你却未必能走过去, 金哲不会让任何人过去, 甚至还防着我。 皱了皱眉, 我语气稍微沉了一些。 道, 廖先生, 堂堂林郑二神的先生, 被一个弟子关押了, 就这么消极了? 刚才你不还想出来吗? 要是你真认为出不来, 那我走。 廖成又沉默了片刻, 屋内忽而又传出来了一点笑声。 再接着, 廖成语气变得慎重了不少, 苍老的话音中都带着一丝丝的惊气。 或许吧, 或许命数使然, 或许天不绝我廖成之路呢? 你从这大殿左侧去找, 有一个房间, 里面有一条暗道, 暗道直通腰牙栈道, 从栈道走过, 便能到仙人窟入口。 你不懂风水术, 或许金哲再留下什么布置, 也没有用, 因为你不会像是其他先生一样去破解。 可你还是需要小心, 他的思维和寻常人本就不同。 当你走进了仙人窟之后, 差不多就是成了小半。 仙人窟内, 应该有九十九句诗身, 三十二三年, 不过半甲子的时间, 还不足以让他们语化。 但在学演之中, 我存放了一枚诗丹, 那是生气之根源, 你将诗丹取出, 再回到这罐内, 我会教你怎么破服。 我心头咚咚直跳, 九十九句诗身, 语化, 诗丹, 前者足够让人惊骇, 后者却是我听不明白的东西。 此外, 这条路上, 廖成并没有做什么布置, 危险都是李金哲留下来的。 经过我和廖成的多次交流, 我已经肯定, 他是绝对没有走火入魔的。 走火入魔的人, 等同于完全入了邪路, 杀人不眨眼, 他这声音是完全清醒的, 神清契合。 那为什么, 李金哲要这样对廖成? 甚至在门上, 写他走火入魔。 甚至不让他做好人好事, 让那些村民语化登仙。 至少听名字来看, 语化登仙不是坏事, 还能让那些葬入其中的人, 家人都变得很富裕。 从里到外, 廖成都是个好人, 治病救人, 玄壶济世。 人将死, 他还给安排好坟。 那有问题的, 就是李金哲, 李金哲欺师灭祖。 我思绪很快。 同时我抱了抱拳, 冲着那门鞠了一躬, 沉声道。 我知道了, 廖先生, 放心, 小子很快回来。 柳馅儿同我点点头, 脉步就要朝着廖成所说的大殿左侧走去。 我身体一顿, 给了他一个停步的眼神。 柳馅儿眼中不解。 我又冲着门拜了一下, 认认真真地说道, 廖先生, 小子, 这就打算出发。 可你也知道, 我不会风水术。 能过来, 实属是微末本事加上侥幸, 既然那仙人哭的路上会有危险, 纯靠小子运气, 怕事不好用, 早晚得出事。 你能否给小子几样保命的东西? 好让我平安进去, 再无恙回来。 热大的林郑二神山门, 肯定不会多穷酸。 那块门, 都价值不菲。 还有, 我也不是铁头疙瘩, 直接就冲上去了战斗。 廖成是林郑二神的座堂先生, 这地方好东西, 绝对少不了。 我总要拿点趁手的, 好保命吧。 门内安静了一会儿, 廖成的话音传了出来, 有道理, 倒是我年纪大了, 不够仔细。 我吞咽了一口唾沫, 喉结都滚动了一下, 心同样喷喷狂跳了起来。 廖成又道,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小子蒋红河。 我双手抱拳, 又说道, 蒋? 红河? 廖成的声音一颤。 姓蒋, 叫红河, 廖成若有所思的低声难难。 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道, 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好名字, 和我一个故人很像。 我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廖成的语气, 叹息更重。 没等我说话, 廖成又道, 去吧, 大殿右侧第一个房间, 你打开之后, 三面墙上都有柜子, 第一个柜子的第一格, 装着一个透明的浴瓶, 看看里头鲸鱼是否还在。 再打开最后一个柜子, 里头有一条符带, 是我那弟子曾练符留下。 那两样东西, 你应该能用上。 符可以保命, 若是那鲸鱼还在, 你可以找到血眼, 它头所指的方向, 就是生气最重之所。 我定了定神, 小心翼翼地说道, 您被关了三十来年了, 养着的鱼还能活着? 瞎须泻眼鲸鱼水, 那并非普通的鲸鱼, 玉藏鹰, 水聚气, 看似是鱼, 其实是一处生气之凝结, 没那么容易死亡, 况且这罐内生机盎然。 廖成解释道, 我没再多问了, 郑重道, 多谢廖先生。 转身, 我静止去了大殿右侧第一个房门前, 推开已经落灰的木门, 迈步走入其中, 柳馅紧跟在我身后, 房间内太久没进人, 灰尘很重。 吸气都让我觉得一阵不适。 取出来手电筒照明, 果然三面墙上都有三个木柜, 精致的雕花纹路, 还夹杂着一些晦涩古朴的符文。 我静止走向了第一个柜子, 将其打开后, 果然瞧见在第一格, 摆着一个透明的瓶子。 瓶子看起来银润透明, 其中还有半瓶水, 一条精致的鲸鱼在水中静静地停留着。 好神奇, 也好好看。 柳馅儿正正地说道, 我同样觉得很奇异, 伸手拿起来了瓶子, 入手的瞬间, 这瓶子一点都不冰凉, 反倒是还带着温热。 里头的水轻微晃动, 不过那只鲸鱼丝毫没有金帕, 依旧平稳地停在水中。 烧了, 肯定是个好宝贝。 我脸上抑制不住的心血, 小心翼翼地将瓶子放进兜里, 正要转身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另外的那些格子。 这一排竖着有三个格子, 另外两个格子里头同样摆着透明的浴瓶, 一个瓶子里装着两只小小的河虾, 另一个则是一只趴在瓶底的河蟹。 虾须泻眼金鱼水, 成套的。 我舔了舔嘴角, 盯着那两个瓶子。 你不会想拿走吧? 柳馅儿不安地问我。 嗯, 我稍微思索了一下, 拿, 是肯定想拿。 可现在拿, 容易出问题。 等我们拿下来那道符, 要带廖程走的时候, 总是要碰面的。 我要是多拿了他的东西, 未免不好解释。 因此, 我笑了笑。 怎么可能, 我就是看一眼, 这些东西太奇特了, 可遇而不可求。 柳馅儿连连点头, 说对, 我又撇了一下其他的格子, 那里头的东西, 都是被一些袋子, 或者是木盒装起来, 倒是瞧不见具体是什么。 我不敢多看, 人是有贪念的, 我怕忍不住贪心作祟。 一把关上了柜子门, 我走到了最后一个柜子前头。 打开了, 里头的东西, 却让我愣了一下。 我本以为, 既然廖城说了符, 那这里头装着的, 多是符, 法器, 各种各样避邪驱轨的东西。 可没想到, 这柜子里头, 居然有很多木, 不然, 甚至还有一些叠起来的衣服, 看上去, 那都是孩子的衣物。 一个波浪鼓压在衣物最上边。 廖城所说的那条符, 戴在柜子的边缘, 大约手臂长短, 满满当当都是符。 奇奇怪怪。 我伸手将那串符拿进了手中, 低头把弄了一下, 这串符约莫百来章, 有的看上去很简单, 有的又很复杂。 不过最复杂的, 和那门上的相比, 也是天差地远。 看来李静哲学符, 是突飞猛进。 我又想到另一个奇怪的地方。 符, 不是廖城所教, 是另一道传承。 廖城还准人拜两个师父, 那不是给自己留影换吗? 我晃了晃脑袋, 贫复下来了思绪。 本来想将符放进兜里, 结果符带太长了, 拴在腰上倒是刚好。 我又立即将符拴在了腰间。 这样一来, 我身上装得鼓鼓囊囊的, 袋子差不多都撑起来了, 还挂着一条袋子, 拿着跟带不条的木棍, 真有点江湖骗子。 呸! 我自己揉了揉脸, 喃喃道, 分明是走劫串向的先生, 怎么会像是骗子? 柳旭儿一脸奇怪地看着我, 问我, 现在出发了吗? 我咳嗽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道, 走。 转身先出了房间, 带上门, 又稍微后退一些, 从大殿下边走过, 我还喊了廖成一声, 说东西都拿到了。 略疲惫地恩声传出, 我和柳旭儿又走向了左侧, 开始进门去找。 大概在第五个房间的时候, 我瞧见了最里侧的墙体上, 是粗糙的岩壁, 还有一截站道的入口。 看来廖先生的确是年纪大了, 都记不清站道从哪上去。 我嘀咕了一句, 我和柳旭儿到了岩壁镜前, 临上去的时候, 我左右四看了一眼。 这房间没什么柜子, 墙上却挂着不少画, 多是山山水水, 还有一些百姓收获古物的图。 不会是古董吧? 我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 柳旭儿小心地拽了一下我的腰, 问我怎么还不走。 我先上了站道, 顺着斜斜的梯子往上走去。 一部分站道是在室内的, 温度还好。 当我们走到房顶位置, 穿过瓦片空隙, 出了这房子之后, 一股冷风从上方席卷来。 我脖子里头灌进了风, 冷地打了个寒净。 视线往前看, 站道在薄雾隐秘之中, 若隐若现。 旁侧冰凉的岩壁, 渗透着寒意。 天上的月亮更为幽冷, 其上遮挡的云雾是不见了, 却多了很多细密的蟹线。 血月亮? 见鬼了? 我脸色难看。 血月亮是什么? 柳馅儿问我。 我告诉他, 老张叔以前教我, 夜黑风高, 如果出了血月亮, 那代表鬼形遍地, 凶魂恶尸作祟, 要喝过狗谷酒, 头点黑狗血, 躺在家里, 哪儿都别去, 出门, 就容易撞鬼。 柳馅儿显然被我的话吓了一跳。 我低声诱道, 这地方, 死人是挺多, 我闹不明白什么是羽化灯线, 但仙人窟里头, 可足足有99具尸体, 再加上那些人点竹, 一百多号了, 也怪不得能招来血月亮, 尸体。 我脸色变了, 骂道, 操, 那群王八蛋。 柳馅儿一脸不见, 问我, 谁做了什么了? 就成王八蛋了? 我阴沉着脸, 问柳馅儿, 记不记得刚才的枪响? 他立即点点头, 说记得。 我告诉他, 仙人窟中99具尸身, 这些是实打实的陈年老师, 就算他们不是凶尸, 可见了血, 一样, 要炸尸的。 刚才我们急着赶路, 我没下戏多想, 现在血月亮都招出来了, 恐怕那仙人窟中,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柳馅儿慌了神, 问我那怎么办? 我思索了一会儿, 啊?柳馅儿更不解了。 我微眯着眼睛, 说道, 我们过去还得耗上不短的时间, 多耗一会儿, 争取到天亮。 天亮就不闹鬼, 不炸尸了。 那么多尸体, 那群人基本上完蛋了。 虽说天亮可能找不到 料成药的东西, 但是更安全, 而且我们找不到, 不代表这玩意儿找不到。 话语间, 我摸出来了那个透明的玉瓶,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 里头的鲸鱼, 脑袋正对着仙人窟的方向。 我眼皮微跳, 这么远, 都开始止路了。 柳馅儿恍然大悟, 认真道, 我听你的。 我手起玉瓶, 又看了看时间, 现在刚到凌晨三点。 一手持着木棍, 我慢吞吞地往前走去。 柳馅儿小步地跟上我, 岩壁并不是一直平的, 和我之前推断的一样。 我们走一段路, 站道就会凹陷进入岩壁一段距离。 我很小心, 因为廖城说过, 李金哲可能在这段路上 再布置一些陷阱。 不过, 这一路上, 我倒是没遇到别的东西。 几百米的距离, 我们用蜗牛爬行一般的速度, 走了半个多小时。 站道的尽头, 是一个拐角。 腰牙从上而下被劈开, 又往里凹陷。 拐角几个时间后, 就是凹陷的仙人窟。 年岁太久, 石阶上布满了青苔, 靠近仙人窟的岩壁, 越发地湿润, 甚至石头上都有水迹, 隐隐发黑。 李天亮还得一会儿呢, 柳馅儿小声开口。 等。 我果断地说了一个字。 就算还得一会儿, 天亮和天黑, 对于尸体都完全不同, 即便是这木棍很厉害, 可我也不敢读。 我仔细地侧耳倾听, 仙人窟里头的响动。 我听力很好, 可听了半嗓, 却没听见任何声音。 应该都无了。 我舔了舔嘴角, 低声喃喃, 轻微的吸缩声传来。 我奇怪地回头看了一眼, 脸色却微变了一下。 几只灰仙趴在了栈道栏杆上, 他们的小眼睛通红。 尤其是瘸腿断尾巴那个, 两只前脚不停地摩擦着。 不只是如此, 柳旋腰身和手腕上都分别缠着黑背白腹的细蛇, 也就是柳仙。 柳仙同样抬起头, 不停地吐着蛇杏子。 两个黄鼠狼站在柳旋面前, 圆溜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仙人哭。 一只狐狸则从柳旋左肩探出脑袋, 尖细的柳叶眼睛同样透着渴望。 就连平时不现身的白仙也从柳旋右肩探了一点头。 我心头狂跳, 不自然地说道, 你控制着这几位太爷太奶一点, 他们像是等不及要开饭了似的, 千万不敢啃里头的尸体, 天亮了也不敢啃, 晓得了不。 我是见过灰仙吃尸体的, 可把我恶心坏了。 这里的尸体都是廖程葬的, 而且都是好人。 虽然我很多东西不懂, 但廖程说了, 那些尸体还没能语化成功, 这就代表他当年的布置还没完成。 吃尸体会破坏他们的布置。 其二, 死者为大, 我也不能让这几个东西啃了尸身。 我思绪和话音几乎同时落罢。 柳旋双手掐出绝法, 嘴唇微颤, 发出几个声响。 那些家仙几乎同时嘴巴颤动, 发出了不同的叫声。 除了灰太爷太奶想补补身子, 其余几位太爷太奶说, 里头还有另外的宝贝, 他们才不吃死人。 柳旋双手压至身侧, 小声说道, 嗯, 另外的宝贝? 我一下子也来了兴趣。 钱财乃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但活着的时候, 还是少不了他们。 几位老前辈, 也是这看法。 我又舔了舔嘴角, 看他们的眼神都活络了不少。 柳旋有些梦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道, 既然几位太爷太奶有看上的东西, 我也不含糊。 这一路上, 几位帮忙不少, 不该动的咱不动, 该拿的, 也不能少拿。 站在地上的两只黄鼠狼, 抬起头来。 其中一只皮毛完全发白, 圆溜溜的眼珠子, 透着活饭, 甚至有一丝丝欣赏。 另外一只皮秃鹿了一点, 但这感觉不是皮肤病, 是太老了, 老的毛都掉了, 它直接窜上了我的肩头, 盘在了我肩膀上, 尾巴轻微晃动着。 柳旋明显更傻眼。 他迟疑了一下, 道, 不, 不好吧, 地上那白毛黄鼠狼侧头, 瞅了一眼柳旋, 嘴巴发出咔咔的声响。 柳旋尖尖头的狐狸, 同样发出轻微的叫声, 柳页眼一眨一眨的。 柳旋嘴巴撅起老高, 低下头, 没说话了。 我笑眯眯地和柳旋解释, 让他别担心, 有我在, 没意外, 我们总不能光承担风险, 没有什么回报吧。 况且, 此行路上还丢了一辆秦六娘的车, 总得买回来。 哦, 蓝端上的几只灰仙, 却并不是太高兴的模样。 尤其是瘸腿断尾巴那位太爷, 他一直瞄着我的脚趾头。 回头, 我带你们去开餐, 这儿都啃了, 咱们可能都吃不到好果子。 我无奈地说了句, 几只灰仙顿时窜回了柳旋儿腿后, 到了我视线看不见的地方。 我这才松了口气, 再之后, 就是静静地等时间了。 我一会儿就看眼手机, 时间过得慢吞吞地, 竟有种分秒度日的感觉。 经过一阵短暂的漆黑后, 总算有一抹鱼堵白划过天边。 天亮了。 我长于一口气, 跨步直接往前走去。 这会儿, 我胆子大了不少, 一来是天亮, 乍尸肯定停了。 二来我身上有只黄鼠狼, 这黄二太爷可不是软柿子。 一步上了台阶, 再一步跨过了拐角。 正上方是一道裂隙, 也就是腰牙似是被劈开的位置。 脚却稳稳当当地踏在石地上。 这凹陷之处呈现一个弧形式的网礼, 不过越往里越小。 凹陷的山壁尽头是一道门。 门旁边, 还坐着一个人。 有人, 是尸体吗? 柳希尔警惕地问询。 是尸体也天亮了。 看这样子, 不像是这里的尸体。 我回答了一句, 便往里走去。 到了那门前头, 我心头便一紧。 因为门边坐着的人, 穿着一身村民的衣服, 头顶上却贴着一张符。 那张符, 只能看到背面轻染的墨痕, 瞧不见符本身的模样。 是村民。 柳希尔咬了咬下唇。 我又看了门一眼, 心头多了几分阴霾。 门上有符, 挡着外人进入。 这村民被用作了探路的炮灰, 应该是他扯了符。 我分析道, 是那姐姐的男人, 还是村长的儿子? 柳希尔又不安地问。 我迟疑了片刻, 说不知道, 可现在也不好碰。 等会儿出来看看。 柳希尔点点头。 我探手推在了门上, 稍微一用力, 门缓缓开了。 扑面来的是一阵暖意。 我和柳希尔前后走入门内, 那只白毛黄皮子则在我们脚下跟着。 这是一个更为密闭的空间。 葫芦? 我本能的男男。 什么葫芦? 柳希尔疑惑地问我。 我说, 你没觉得, 我们刚才进来的山洞, 是一个更大的葫芦屁股, 门是葫芦中间那个腰, 这里头是葫芦上面那个地儿。 真有一点点像。 柳希尔立即点了点头。 我凭住呼吸, 四嫂眼前瞧见的一切。 这整个弧形的石室并没有多大, 最多几十平米。 光源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 灰暗中又有些白茫茫。 石室中是密密麻麻的棺材。 一个棺材接着一个, 大小刚好是容纳一具尸体。 写, 柳希尔又不安地喊了一句, 他指着石室左边。 我立刻投过去了视线。 棺材一排一排地摆放着, 两排棺材中又有小镜。 左边一排棺材上的确有不少血迹, 显得触目惊心。 都开枪了, 有些正常。 我低声回答, 慎重地迈步往前走去。 到了那排棺材前头, 我才发现, 这里一连有六口棺材, 全都沾着血迹。 其余的棺材都是紧闭着的, 这六口看起来打开过。 这地方就那么大, 一眼都看完了, 一个站着的人都没有。 门口坐着一个村民尸体。 那至少还有两个村民, 外加一行地质勘探的人。 我心跳加快了不少。 难道, 他们弄得尸体炸湿了, 被拖进棺材里头了?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其实我不想开棺材的。 至少, 不想开这六口带血的。 可想着村长的嘱托, 他算是帮了忙, 还有那妇女。 思绪至此, 我拔出来了分尸刀, 用刀尖撬开了身边那棺材的盖子。 这时木棺, 还很薄, 盖子轻而易举, 就被打开了。 入木地景象, 却让我心头一寒。 那是一具干尸, 干尸穿着严密防护的登山服, 可整张脸却是皮包骨头。 他双眼瞪得很大, 眼球往里凹陷, 整张脸都扭曲着, 看起来死得很痛苦。 柳旭儿捂着嘴巴, 小声道, 是那群人? 嗯, 我点点头。 本身葬在这里的人都是年纪八十岁以上的, 那都是些老家伙了。 这尸体那么年轻, 又穿着现代的衣服, 肯定就是那群地质勘探的人。 死得有点惨, 被吸干了一样。 我忍不住, 眼皮跳动了几下。 那棺材里头的尸体呢? 柳旭儿又问道。 我用刀尖戳了戳这干尸, 挪了挪嘴, 道, 他压着喽。 哦, 柳旭儿神色却低落了不少, 看向了其他几口棺材。 我正了一下, 眉头却紧皱了起来。 我弯腰, 开始掀开其他五口棺材的盖子。 确保了没危险, 就没必要用分尸刀了, 我还怕刀刃豁口了。 当这几口棺材被打开后, 里头无一例外, 都是一具干尸。 一共四个穿着登山服的人, 另外两具干尸, 穿着村民的衣服。 柳旭儿更沉默了, 眼眶隐隐泛红。 我同样没说话, 瞧着那两具村民干尸。 现在还差不多能看出来, 一个二十来岁, 模样和村长的挺像。 这是村长儿子, 另一个三十来岁出头, 显然就是妇女的丈夫, 陶君。 我叹了口气, 说他们命不好, 让柳旭儿别伤感了, 我们也没办法的事。 只能将他们尸体带出去, 或许再找上几件财物, 交给村长和那妇女, 算是因果有报, 人没白死。 柳旭儿勉强点点头, 他去拉陶军的尸体, 我同样一弯腰, 就将村长儿子的干尸拽了出来。 其他的尸体, 我就不想管了。 这些亡命徒, 害人不浅, 死在这里, 就是报应。 他们也是一想天开, 我和柳旭儿, 都不敢冒冒失失地 进着仙人库, 他们这样进来, 不就是找死吗? 只不过, 拉开这两具干尸后的一幕, 让我和柳旭儿, 瞬间平住了呼吸。 棺材底部, 还各有一具尸体。 这倒是正常, 我之前就推断了, 尸身在最底下。 不正常的是, 这两具尸体很充盈, 骨肉丰满。 让寻常人来看, 就是死后栩栩如生。 在我来看, 这叫做生机盎然。 肉润而风, 藏骨不露, 这分明还是活染。 甚至, 他们胸口缓缓地起伏着, 这是呼吸。 活尸, 又和活尸不一样。 见鬼了, 我声音都干哑了。 再仔细观察尸体, 我才发现, 他们的脸上, 居然还有一点点绒羽。 这可不是黑煞, 血煞那些绒毛, 而是白色的羽毛。 不过, 这些白色绒羽的根部, 又像是侵染了一丝丝的黑。 羽化, 就是长羽毛, 真探娘的邪门, 死了又没死。 这比活尸的气多多了, 我又吞咽了一口唾沫。 其他几口棺材还好, 这两个长绒羽的尸体, 让我看得一直起鸡皮疙瘩。 尤其是他们的嘴巴烟红, 像是刚吸了血一样, 更是让我不舒服。 我拉过两个棺材盖子, 将其盖上。 把尸丹找出来, 我们就走。 这会儿, 我找财物的心思都没了。 因为这里的尸体太邪门了, 我有点怕。 好, 柳馅也显得很紧张, 赶紧点点头。 我别上了分尸刀, 又摸出来了那个透明的玉瓶。 这时, 玉瓶里头的鲸鱼正在胡乱地撞着屏蔽。 这一下看得我傻了眼。 时间放长了, 这鱼脑袋给放傻了。 可刚才他都没这样。 我刚想到这里, 那鲸鱼忽然又开始稳定了下来。 他尾巴摆动了两下, 脑袋正对着北方。 我就说, 毕竟是阴阳先生的东西, 我松了口气, 往前迈步。 可就在这时, 身后却传来了嘎吱。 似是艰难的喘息。 我脑袋顿时一翁。 你喘气了? 我眼皮狂跳, 侧头问了柳旋。 柳旋就紧跟在我身边, 他立马用力摇了摇头。 可我却发现, 他在我脖子上那只黄鼠狼, 外加柳旋脖子上的狐狸, 已经扭头看向我们身后了。 包括地上那只白毛黄鼠狼, 同样盯着后方, 嘴巴一颤一颤, 发出咔咔的声响。 我心一下子就悬起来了。 这大白天的, 诈尸? 我并没有侥幸地觉得自己听错了。 我可以听错, 仙家不会。 转过身, 我警惕地盯着后方那几口打开的棺材。 颠覆我认知的一幕发生了。 那两口被我们拉出来村民尸体的棺材中, 不停地发出嘎吱的轻响。 接着, 两具尸体缓慢地挺立了起来。 在棺材里的时候还不觉得, 它们立起来了以后, 脸上那些稚愣着的荣语, 就让人觉得脸皮妈妈痒痒的, 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似的。 无血苍白的皮肤和那些绒与香蕉的位置, 又有一丝丝黑色的细线。 尤其是它们的眼睛, 睁开了。 泛白的眼珠子, 就像是死鱼眼睛一样, 直勾勾地盯着我和柳旋。 我感觉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垫。 可这大白天的呀, 侦探娘炸湿了。 我的手, 骤然就落在了腰间的分尸刀上。